目送王兴直到他身影消失,世上最难销售美人恩,或许这样也不错。 灵异让小白使用空间转移,从苍狼大队的训练基地离开,打开王兴给的空间带,将近一百万的零食和一堆各种丹药。 真是一个好姐姐,就是下手狠了点,看我下回还就不救你们。 几次空间转移后,灵异发现前方有一个小镇。 不过,小镇的情况并不好,火光冲天,喊沙声,嘶喊声,哭泣声。 在我大厦管辖境内动手,火腻歪了。 小白! 灵异出现在小镇里,一群拿着镰刀的黑衣人正在小镇肆意妄卫,屠杀小镇村民,男女老幼,凡是活物,直接割掉头颅。 要不是小镇的青壮年权力抵挡,才勉强保住大部分人。 屠杀普通人,该死。 流星坠! 白灵和黑煞化身长剑,以灵异为中心,一个阴阳于圆形阵法,出现在小镇上空,接着一柄柄金色气刃出现,完美将黑衣人射杀。 原来这就是流星坠。 我以为。 卧槽! 灵异刚想到流星坠落,天空开始震动,仿佛真的有流星坠落一样,吓得他赶紧收回心神。 真来一颗流星,这个小镇就没了。 到时候,他岂不是也成杀戮无辜的人了? 收剑,空间恢复平静,几十个黑衣人在流星坠下,全部丧命。 拜剑大人见证撤去,小镇人并没有慌乱逃跑,纷纷走到灵异面前,恭敬跪下。 刚刚没有太过注意,灵异这才发现,这些人样貌和大下人差不多,体魄却都十分强健。 成年人体魄至少都是青铜级,白银也不少,有三个甚至超过了白银,达到黄金的水准。 能在天玄界生存,果然没有一个是简单的,一个小镇都有如此站立。 不过,在他们身上,灵异没有感知到一丝灵力,也没有发现玉兽师的存在。 天玄界的土著,不知他们为什么会在青龙城外建立小镇。 你们起来吧,我不是什么大人,就你们,也知识顺手。 说完,灵异就准备离开。 救他们,知求一个心安,现在人也救了。 他就不打扰,这些人,舔尸伤口。 现在离开才是最好的。 大人,大人。 请等一等,我们知道,对你来说之事,顺手为之,对我们却是救命之恩。 这东西,还请大人收下。 三个黄金中的一个,抱着一个木匣子追上来,恭敬得的给他。 木匣子古朴典雅。 一看就有些年头了,可能是好东西,灵异就收了。 挥挥手,再次离开,背后传来中年人的提醒。 大人,木齐知道,你本事大,不过你一定要小心,这东西是我们木族祖上遗留, 寿神教一直想得到它,因此才不停追杀我族。 我们部落才迁到青龙城附近定居。 寿神教,有意思,不知道和寿神会有什么联系。 上下级,还是两个组织。 果然,不管何时,叛徒总是无处不在。 木齐回去后,一个粉雕玉琢的小郑泰跑来,一脸,认真对他说爸爸,大哥哥好厉害, 木茶长大了,也要像大哥哥一样强,保护好镇长爷爷他们。 好。 木齐摸着儿子的头,一脸苦涩,木族功法传承断绝,只能随着年龄的成长,获得一些力量。 他们也尝试过修炼其他人族功法,最后无不暴体而亡。 玉兽更不可能,没有玉兽空间,就算打伏凶兽,勉强签订契约,灵兽成长,他们也不会得到任何反补。 蒲墙主弱,最后无不被凶兽反噬,轻者重伤,重者一命呜呼。 总之,木族就像一个被上天抛弃的种族,在这片天地,没有任何生存的机会。 第二天,吃完早饭,灵异没有急着出发。 而是在心中默念,应该先去哪里? 提示。 兵族年轻一辈大会十五天后开始,参加的话,有可能夺得榜首,获得冰金雪莲。 而且大笔设在北方的万年雪山,说不定还能找到万年冰蚕丝。 一阵乌鸦飞过,灵异也是无语了。 你们大会大笔那么多吗? 刚刚从新生大笔出来,就到神音选拔。 现在又要去兵族举行新生一代大笔,就不能来一点大人们玩的。 提示。 你可以不去,温馨提示,冰金雪莲一年只有一朵,没有抢到,就只能等明年了。 我去? 我去还不行吗? 不过人家新生一代大笔我要怎么,才能参加。 不管了,先到兵族再说。 有了目标,灵异就不再前往青龙城,谁让青龙城不在一条线上,只能下次再去瞻仰雄城的荣光了。 灵异赶往兵族的圣城雪黄城,根本不知道因为他的离开,苍狼大队可要倒霉了。 你说什么? 赵如海,你疯了,没有通过考核。 你就敢把令牌给他,现在还有脸来问我要。 龙无商拍着桌子,恨不得拍死赵如海。 这些天,为了自家闺女的事情,他早就焦头烂额了。 现在你告诉我,每年只有六块的战神营见习令牌,给了一个还没有通过的年轻人。 赵如海呀,赵如海,我该说你什么好。 赵如海知道这不符合规矩,但他害怕一旦错过,神营就失去一个好苗子。 为了得到龙无商的帮助,赵如海之能,老实把一切都告诉他。 听完赵如海讲述,龙无商走眉,怎么跟那小子那么像? 这些天,神医小队跟他们神秘师傅在训练,不会声东击西,把这小子送到天玄界了吧。 赵如海,立即向知道情况的所有人员封口,任何人不得泄露他的任何信息,否则等住军事法庭的制裁吧。 赵如海莫想到,灵异会有如此来头,赶紧保证,就赐美小队和他们指挥师的人知道,要封口,还不是简单的事。 只要令牌的问题解决了,一切都好说。 赵如海作为龙无商多年的老部下,龙无商何尝不知道赵如海要做什么,赶紧让他滚蛋。 灵异,自从遇到你龙家就诸多不顺,现在又去霍霍苍狼大队,不知道接下来你会怎么样,最好把天玄界闹个天翻地覆,让这一战永远打不起来。 灵异在红雨秘境中表现十分耀眼,消息早就传到三眼火族,这才调兵胁迫,让下国交出灵异,否则就开战。 天玄界非常大,想要跨越国界,只能乘坐非洲,兵足盛会,大厦自然要派人参加,非洲就停靠在青龙城。 所以,我往回赶了那么,九十百走了呗,又得再来一次,下次能不能提醒早一点。 灵异原本想早点出发,到了兵足兵皇城再想办法,跑了半天提示矿才给提示,差点没有把灵异直接送走。 提示,兵足年轻一倍大比,邀请天下各族二十岁以下俊杰参与争夺,大厦队伍将于新纪元一一九一年十月十日,从青龙城乘坐青龙号非洲,前往兵皇城。 今天是十月九号,也就是明天,真的一点也不由好。 无奈,只能再次幸苦,小白使用空间转移,半个小时后来到青龙城外。 青龙城城墙高达百丈,都是用坚固的黑镯石打造,加以阵法守护,寻常攻击对城墙根本没有损伤。 城墙上,灵异看到一排排的磁能炮和磁能机枪。 磁能武器对高级凶兽和敌人效果不大,但黄金级以下的御兽师或者凶兽,杀伤力是非常恐怖的。 黄金以下,攻城时出现最多的敌人,磁能炮的作用和效果,世人无可替代。 出示身份卡,登记后,灵异顺利进入青龙城。 还是老是想的周到,给我准备了一堆身份,从少年到中年都有。 只要他不说,就没有人会知道。 进入青龙城,灵异被眼前的画面惊到了,靠近城墙范围,百里是一望无际的麦田,远处才是高楼大厦。 一路打听,灵异总于在下午时分,找到青龙号非洲的位置。 接待她的是一个身材火辣,充满成熟魅力的大姐姐,看得她热血沸腾。 姐姐你好,我叫慕免,是爱报名参加冰族年轻一辈大笔的。 说明来意,并出示身份卡。 十八岁,能到天玄界的都不是一般人,灵异亚根本不敢怠慢。 谁知道这些公子哥脾气如何。 身份确认误后,灵异亚带灵异去测试了。 灵异亚揉着眼睛,根本不敢相信测试结果,这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姓名? 慕免? 年龄? 十八岁。 修位? 钻石四级。 看到结果,工作人员顿时傻眼。 十八岁,钻石四级,你是认真的吗? 灵亚不信邪,连续让灵异测试几次,都是钻石四级。 她值得把结果报上去。 听到有十八岁的钻石四级,王启明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随后想到一个人。 然后就急匆匆赶到接待室,看到了她最想看到的东西。 鬼面,是她从一出秘境中获得,交给孙女前的百年都在她手中,她一眼就看出是鬼面。 你先出去吧。 王启明挥手,让灵亚出去。 灵亚出去,王启明围着灵异转几圈,随后满意,点头压头的眼光很不错。 可惜他们注定没有结果,这小子命犯桃花,这辈子,注定要与诸多女孩有纠葛,有的已经开始了。 他王启明的孙女,绝对不可能与其他女人共事一幅演绎宫斗大戏。 不过,这小子修炼速度是真没得说,现在就钻石了。 臭小子,尽量不要暴露灵兽,否则会暴露你的身份,这里可不比大侠。 最近想要你命的,可是有很多。 怎么? 很意外,老夫是御寿师协会副会长王启明,现在知道了吧? 提示。 鬼面乃王启明赠予王兴,对鬼面的认识,世上无人能比。 好吧,感情是面具暴露了。 王启明爷爷,莫想到此次带队的居然是你。 不过,你是怎么看穿我的伪装的? 灵异一脸期待,等待老人的回答。 灵异当然知道为什么,可不能直说啊。 哈哈,这你就别管了,总之隐瞒不了我。 臭小子,答应爷爷一件事。 大笔中,想办法灭了三眼火足地天,彩火无极。 千年难遇的炎魔肢体。 一旦他吞服火炎草,炎魔肢体完全觉醒,未来大厦就危险了。 三眼火足天才,还要吞服火炎草,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戴在身上。 要是戴了,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大厦的敌人,双方见面绝对是你死我活的场面。 就算王启明不说,他也会出手的。 王爷爷放心,有机会,我会干到他的。 灵异没有把话说满,他的目标是冰金雪莲和万年冰蚕丝。 遇到自然会弄死他,遇不到他也不会特意去找。 好,你自己熟悉一下青龙号,明天早上准时出发。 王启明走了,灵异的信息也被修改位。 姓名? 慕免。 年龄? 十八岁。 修位? 黄金四级。 兵族只要求年龄,修位可没有说,他这不算违背规则吧。 王启明走后,灵牙给他安排了房间,然后送来大厦此次参加大笔的名单。 十个人,最强者白银九级。 二十岁以下,最强者才白银九级,这不是去送菜吗? 高层是怎么想的,这都让他们去参加。 就这点实力,就不用带他们了,徒增麻烦。 青龙号非常大,长达十二千米。 宽五百米,还是飞在空中的巨无霸。 各种防御设备齐全,随时能打一场持久战。 这东西,要是弄到前世,不知道会引起多大的轰动。 灵异原本以为,脑残事件只有小说中有。 莫想到,他居然在甲板上遇到了。 十个人,都以一个叫慕容云的青年为忠心。 灵异刚到甲板,就有马仔上来挑衅。 喂? 那边的小子,还不过来献过云绍? 以后云绍罩着你。 慕容云的头号马仔,立即对灵异示威。 一群渣渣,灵异根本不屑里他们。 马仔看灵异根本不给面子,冲上来就想给灵异一击。 拳头对着灵异的脸就轰过去,说你呢? 灵异侧身躲过攻击,对着其肚子就一拳。 砰! 青年被一拳打飞几百米,捂住肚子在地上翻滚,正扎着,根本起不来。 小子,你很不错,到了冰皇城,你给我等着。 慕容云威胁灵异,底气明显不足,说完就带着一众小弟离开甲板。 冰族年轻一倍大比,很多人都是冲着冰族才女去的。 只要抢到冰金雪莲,送给冰族喜欢的女孩,一般都会抱得美人归。 他们来这,就是想看看冰族女人到底有多美。 传说,娶到一个冰族女人,连空调都省了,也不知道真假。 甲板上的小插曲,并不影响灵异对飞船观赏,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离开大厦,这种苍蝇随处可见,真要影响心情,它不是要被烦死,郁郁而终。 一颗强大的心脏,还是有必要的。 青龙号大气雄伟,各种设施齐全,以后要是条件允许,准备入手弄一艘,不仅可以当家,还能遨游星海。 目标很遥远,但梦想总要有的不是吗? 第二天一早,起床后,发现甲板上人来人往。 好不热闹,想去冰黄城的人,纷纷登上飞船。 人齐后,青龙号发生轻微震动,这个庞然大雾,就离开地面,开始升空,到一定高度,飞船开始前进,加速,急速朝北方行驶。 如此重气,灵异很想知道,它是如何飞起来的,前前后后转了几圈,灵异就瓦特了。 这不科学啊。 飞船居然是用讲话的,青龙号的两边,有两排叶片一样的船桨,摆动间青龙号就朝前走了。 这里是天上啊,喂。 华空切,你们是认真的吗? 小兄弟是第一次乘坐非洲吧? 非洲上下就没有,我王二狗不知道的,只要一零食,非洲上下只要你想知道的本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小兄弟要不要来个豪华套餐,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一块零食就是一万大洋,不过他还真想知道。 取出一块零食丢给王二狗,问道,这非洲是如何飞起来的? 呃,爷,你这是什么码问题,我要知道它是如何飞起来的? 还在这里做向导吗? 小兄弟,咱也不跟你磨叽,这种射击机密的事情,别说咱接触不到,就算接触了,咱也不敢说。 你的零食? 王二狗不舍得把零食递回来。 零一摆手,示意它收起来,不能说就算了。 我就好奇,这样大的东西,没有螺旋桨,也没有喷气,就靠这些船桨就飞了。 哥,我叫你哥了行不行? 就像一个人去坐动车,不问动车里有什么? 环境如何? 居然问动车是如何跑起来的? 用电啊。 然后呢? 不知道。 王二狗都怀疑,零一脑子有问题了,正常人谁会问这个,还好没有继续追问。 非洲的速度很快,虽然不及空间传送,安全系数却是最安全的前提是,没有仇家拦截。 在飞船里的第四天,阿黎突破到钻石五级,除了小白,其他零兽都得到极大的突破。 小白,没事的,主人很快就会聚其所有材料,到时候你就可以蜕变,速度一定会追上大家的。 谢谢主人。 小白的情绪不好,这几天一直卷在零一手腕上,零一也就随他。 看到其他零兽一直在成长,小白还在原地踏步,除了安慰,他什么都做不了。 宇宙之蛇。 资质,神话。 等级,博晶九级,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年。 技能,石骨之牙,灵蛇刺,震动空气泡,空间转移,空间球龙,空间湮灭。 九尾灵狐。 资质,神话。 等级,钻石五级,五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年。 天赋,自然清合。 技能,治愈术,恢复术,力量增幅,驱散,圣玉光辉,神圣光环,命运之恋。 泰坦蛇王。 资质,神话。 等级,钻石一级,一零零零,八九五六年。 天赋,钢筋铁骨。 技能,吐刺,剧毒沼泽。 王之守护,大地囚龙,大地硬,泰坦之怒,天云。 阴阳剑龙,武器。 资质,神话。 等级,博晶九级,九十六万八千五百三十五。 天赋,一卵双生,坚不可摧。 技能,剑光爆炸,剑星,阴阳剑绝,天地一闪,两一剑,剑龙五,流星坠。 对,在足够血精支撑下,泰坦蛇王顺利突破钻石,阴阳剑龙也突破到薄金九级。 修为年线很快就要跟水小白,这让原本醉匠的他,如何开心。 第五天,他们已经进入冰族领地冰雪神国,雪花飘飘,万里银庄素果,乘客都到甲板,欣赏这难得美景。 不过,总有碍事的出来,甚煞风景。 青龙号的前方,一艘暗红色飞船出现,挡住青龙号的声音去路。 飞船的两边,雕刻着三朵城三角形排列的都火焰。 三岩火族,没想到那么快就与他们碰面。 大厦爱好和平,不会轻易与其他民族发生战争。 但,真打起来了,大厦也没有怕过谁,就算三岩火族也不行。 青龙号一点也不惯着,防护罩开到最大,速度丝毫不减,元素前进。 大厦如此莽,三岩火族只得紧急避让,最终还是没有躲过,船尾被刮,巨大的撞击力让他们的飞船在天空上转圈。 场面一时失控,飞船上人仰马翻。 等飞船稳定,青龙号早已扬长而去。 留下一个黑点,三岩火族之人只能干瞪眼。 莽夫?这群蛮蚁莽夫?野蛮人? 三岩火族骂骂咧咧,犹如泼妇上街。 青龙号离去,追击已不可能,只得把火气撒在开船的高层身上, 掩饰自己的弱小。 什么垃圾,连蚂蚁都不敢攻击,依我看,火乱号直接退一得了。 开炮?主炮开炮啊? 马德,不是稳定了吗?还往地下落? 你们想干什么?当逃兵吗? 混乱过后,群情激愤,一个个嚷嚷要三岩火族动用主炮攻击。 主炮攻击?开玩笑吗? 这里可是死敌兵族的地盘,真敢动用飞船主炮。 不用大厦人出手,兵族的军队第一时间让他们变位尘埃。 一群傻逼,连形势都看不清,活该你们一辈子做一个下等人。 原本恶心一下大厦,让他们出丑。 谁能想到,大厦有王启明这个高阶圣人压阵,丝毫不虚。 小丑只能是他们自己。 三岩火族飞船上,一片狼藉。 无疾,火炎草蕴含的火焰之力十分狂暴。 此次,你必须拿到冰晶雪莲,综合掉火焰草的部分要力。 现在,除了冰晶雪莲,我再给你一个任务。 不要让一个大厦人走出万年雪山。 是,长老。 三岩火族飞船上,一个老人看着远去的青龙号,一脸杀意。 飞船飞行第九天,青龙号在一座建造在冰山上的巨城亭靠。 下了飞船,就有漂亮的冰族小姐姐带。 这些冰族小姐姐各个腹白貌美,亚麻色秀发,随着雪花飞舞。 笔直修长的玉腿穿着高跟,吞咽声不断,仿佛没有见过女人一般。 冰族美女看了一眼几个年轻人,一脸嫌弃。 这就是大厦天骄,真是一年不如一年。 不过作为迎宾人员,该有的礼貌他一样不少。 职业般的微笑,就没有停过。 大厦来的诸位贵客,我是冰云。 各位请随我来,冰皇已经给诸位安排好住处。 前辈,请。 冰云对着王启明做出请的手势。 王启明瞪了众人一眼,脸上有些尴尬。 这群混小子,等回去看我不收拾他们。 在冰云的带领下,大厦一行人的酒楼很快安顿好。 灵云分到了一个单独的房间。 诸位贵宾,若有什么需求,可以到楼下找前台,他们会帮你们处理好的。 冰云说完,急匆匆走了,那几个年轻人的目光太可怕了。 仿佛要将他吃掉一样。 有什么稀奇的,大洋马虽好,但没有我们东方女人保值。 再说,咱大厦的美女也不差。 这群人,没救了。 这些人在灵云心中,已经和死人差不多了。 看到女人就走不动道的人,未来会有多少成就。 灵云在鄙夷,完全忘记自己已经是海王了。 冰云走后,寄人开始大声讨论。 云绍,冰族美女果然带进,云绍拿定第一,保得美人归。 不知道冰族的天之娇女,是何等美。 冰族小姐刚走,慕容云的头号狗腿,就一脸谄妹跪舔。 那是,那是,到时候本少在照顾照顾你们,都带回一个冰族美女,也不是不可能。 慕容云眉飞色舞,极为受用。 到时候就拜托云少了,嘿嘿。 女人嘛,等本少弄到手,玩腻了,自然会给你们。 灵云没有管这些脑残,独自回到房间,还真以为这里是大厦,有长辈保护,可以为所欲为。 我赌一包辣条,他们活不过这个月。 灵云已经给他们下了死刑。 青龙号撞向三眼火族飞船的时候,灵云已经发现了。 三眼火族此次参加的青年才俊只有三个。 火无级,黄金七级。 火罗罗,黄金五级。 火天翼,黄金四级。 青龙号差点撞翻火乱号,三眼火族失了面子,一定会在大笔时针对下国。 他们能不能出来,完全是一个未知数。 将房间门关上,把吴小芝召唤出来,吴小芝都往他身上爬。 灵云都已经习惯了,这几个家伙,总是把他身体当作战场。 玩耍一阵后,把准备好的食物分给他们。 五个吃货,每天都得过过瘾,要不然第二天会,直接烦死他。 也不是不早给,五个小家伙封起来,不管不顾,早给他们,自己每次都是一身鱿鱼收场。 还没有感觉,自己机智过人。 阿黎油腻腻的小爪子,在他衣服上擦了擦,一脸无辜。 你无辜个锤子,日房夜房,还是没有保住你啊。 我亲爱的衣服,你就这样离去了吗? 一下午,灵云在房间中,乌小枝就围在他身边,阿黎则充当枕头,极为舒服。 提示。 少年,好不容易来到一个冰雪的世界,你不去领略一下风土人情吗? 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哦。 冰天雪地的,会有什么收获? 提示。 去了就知道了,不去你就继续躺平吧。 去? 怎么不去? 哥可不是在躺平,哥在养精蓄锐,养足精神,才有力气去寻找宝物。 此次冰族举行年轻一辈大笔,广发邀请,有点实力的城池都会参加。 因此,各地商人纷纷看到商机,都到冰黄城来。 林一刚走出房间,就被王启明拦住。 大晚上的,你小子想去呢? 王爷爷,待在屋里多无聊,好不容易来到一个冰的世界,我自然要去看看,否则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来。 半真半假回答,王启明也没有察觉到不对。 早点回来,不要去偏僻的地方。 知道了,我又不傻,会给别人动手的机会。 林一挥手,在王启明的注视下,走出酒楼。 顺德酒楼,听名字是大下人开的,就是不知道其主人是谁。 大雪纷飞,鹅毛大雪落在身上,冰冰凉凉的,还不感觉寒冷。 雪落到地上,立即就消失了。 如果不是自己亲身经历,他绝对会告诉他人,这是特效。 冰黄城,虽然是建立在雪中的城池,大雪却无法掩饰他的繁华。 和大夏一样,冰黄城的夜晚十分热闹,各种娱乐活动层出不穷。 小吃街,各种香味吸引了吴小枝,说什么也要吃。 不买,他们就从空间里跑出来。 莫哲,一阵买买,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他买得太多了,简直就是一个饭桶。 他购买的全过程,被好事人发到网络上,引起一阵轩然大波,也有人想过是买给零售吃的。 最后被喷得抬不起头,再也不敢冒跑。 林毅对这些丝毫不知情,他支支到赶紧买,买完就可以去下一条街了。 过了许久,林毅在一群夜滩老板的恭送下,离开了小吃街。 有了好吃的,五个小家伙在预售空间享受着美食,他就能到处逛了。 走着走着,提示框再次出现。 提示。 赌石,一刀穷一刀富,十赌九输,想要一夜暴富还得赌,请买下赌石街石王,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林毅已经不想吐槽了。 你直接告诉我东西在赌石街不就行了,居然让我逛了那么久。 钱不钱的倒是无所谓,鸽腿疼,知道不。 提示。 你的目标可是星辰大海,怎么可以宅? 上辈子还没有宅够吗? 少年,世界很大,多出去走走。 你娘,我说不过你,我认输,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谁让你是老大呢? 赌石街上,人来人往,欢呼声不断,街边各种古玩,自画小贪无数。 林毅的目标是赌石街石王,这些小贪犯自然不会有。 不过,这些贪犯消息都很灵通,正好可以打探一些消息。 赌石,暴力行业,让无数人倾家荡产,也让无数人一夜暴富的行业。 赌徒心里都觉得自己会是下一个信任。 实际是,每一次输的连裤衩都不剩下。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不知道结果叫赌,知道结果叫投资。 林毅现在就是投资,要是知道石王中有什么就好了。 提示,打开就知道了,保证你不会失望。 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林毅自然就不再询问。 而是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进兵临十行,听说背后有皇室的影子。 这位少爷,您是买石还是赌石? 一个很漂亮的兵足少女拦住林毅,很礼貌问道。 林毅一把推开少女,去去去,别挡本少爷的道。 赏你的。 头都没回,直接丢给迎宾小姐一块零石。 随手用零石做小费,又是一个大肥羊。 林毅的举动,被一些人看到,纷纷上来,邀请赌石。 林毅会赌吗? 肯定不会赌。 赌石的乐趣,就在于一个赌字,双方选定原石,当场开始,价值大的一方赢,获得自己和对方开出的宝物,一切费用游输的一方支付。 可以说,赢了就无本万利,输了,就准备把裤衩都当掉吧。 别看林毅出手才一块零石,在大厦可是值一万块,兵足也有自己的货币,一颗零石的价值也是一万兵卡,和大厦差不多。 一万,一个打工妹要打多久工才得到,现在知道,为什么会被人盯上了吧? 你,推车跟在我身后? 林毅指一个壮汉,随手丢给他十块零石,壮汉就屁颠屁颠推着一个小车,跟在林毅身后,引起其他人一阵羡慕堵石,林毅就是一个外行,一阵操作后,随便选石。 其中有的有东西,有的只是一块费石,林毅都没有管,这些都是掩人耳目,他的目标是石王。 一路挑挑拣拣,推车很快就满了,林毅还不满足,但小推车真的放不下了。 突然,林毅被什么东西吸引,直接冲过去,那是一块高达四米,宽两米多的巨石,巨石十分漂亮,两边凸起,犹如两条巨龙,而巨龙的焦点是一点红色。 双龙系猪大事,石一零石为什么没有人买?万一开出好东西,不是发了。 提示。 原石已经被人开启,请看龙珠,已经被人开过取走,红色珠子之事为了掩人耳目。 卧槽,还能这样,龙珠都被取走了,还拿来卖,还死贵。 十亿零石,不是十亿明币,怪不得没有人买。 你,把这块零石给我搬过去,少爷要了。 推车的大汉,此刻已经满头大汉,这位爷的钱真不好挣啊。 别人都是一块一块买,他直接买一车,现在还要买如此大的一块,你让他如何拿得动? 大汉一脸为难,林毅则一脸鄙夷,骂倒。 废物,几块原石就让你累成这样。 少爷说的是,小的废物,哪里能和您比? 大汉不敢怒,能到这里卖力气挣钱,不知道费了多少功夫。 真要得罪一个金主,他这活就到头了。 跟上,不知道的,还以为少爷亏待你。 林毅又丢给大汉十颗零石,伸手,比他大几倍的石王就被他轻轻松松举在头顶。 踏步朝前台走去。 卧槽,你们看,有人买石王了,还亲自搬到前台。 跳梁小丑,石一零石,我就不信他有,除非他偷了家里的零石。 哈哈,不知道哪里来的土貌,不知道冰零石行一旦离开摊位就要付钱吗?等着长辈来熟人吧。 哈哈,你们说,要是他长辈来也买不起,会不会被气死? 林毅没有理会这些风言风语。 石一而已,他林毅还是拿得出来的。 大厅中,没有人相信林毅买得起石王。 石一,真的不是一个小数目。 董行的看出石王有问题,不敢得罪兵族皇室,自然不会透露石王有问题。 强大的前辈看不上,他们不屑赌时,都是买现成的。 后辈又买不起,只能干瞪眼。 因此,石王在冰零石行,一待就是十多年。 有人买石王,最高兴的莫过于冰零石行的经历。 石王残缺,在石行很多年了,被人买走,对他绝对是一笔不小的功绩。 林毅走到前台,将石王放到地上,对着前台小姐姐说道,结账,本少打包带走。 好的,少爷请稍等。 前台一阵霹雳啪啦计算,爆出一个林毅可接受的价格。 这位少爷,你购买了47块原石,一共11亿2000万零石,零头已经为你抹掉了。 请问,你是用零石还是零卡? 零卡,是冰雪神国的特殊货币。 零卡就是一零石,可以在冰雪神国任何银行兑换,大厦目前还在筹备中,或许不久,他们也能用到差不多的货币单位。 用零石? 林毅没有一丝墨迹,直接划给前台11亿2000万的零石,然后把原石全部装进空间戒指。 我丢! 这是哪里来的土豪,居然真的买下了。 这位少爷,你这样买原石,就没有意思了。 不如我们赌一把如何? 林毅刚收好原石,就有一个拉里拉他的中年,拉住他的手。 碰! 林毅不惯着他,对着肚子就是一腿,把中年人踢飞老远。 双眼冒火,仿佛在看一个死人,贱鸣,就你也配和少爷赌,你够格吗? 没有钱还想白嫖,活该你这么多年纪了,还在赌。 这位兄弟,我兵足的人可不是随便打的。 人群中走出一个一席长山的青年,折扇不停挥动,一副翩翩公子。 装模作样。 林毅转身就走,丝毫没有留下的意思。 十多亿灵食的东西,谁不眼红,纷纷堵住去路,都想和林毅赌一把。 人多是吧? 呵呵大。 林毅转身看向前台,平静地问道,姐姐,这就是兵灵食行吗? 吃定我了,还是兵足皇室,连自家产业治安都做不到。 要不,我给就吃点亏,送他们,去献献他们的老祖宗。 林毅语气很平淡,内容却让人毛骨悚然,周围空气都突然降几十度,他真的会出手。 赌食的不是赌徒,就是有背景。 群情激愤,一步步朝林毅逼来。 这个好,我喜欢。 林毅在原地一动不动,目光就像在看一群死人。 谋财,你得有命才行,不知道兵灵食行出现命案,食行还能不能开下去? 林毅再等,等一个出手的机会。 在大会期间,利用自己兵足的身份动手,呵呵打。 你不死谁死? 财博动人心,这些人眼中满是贪婪。 能轻易拿出食饮零食的人,身上绝对还有更多零食,抢到就赚翻了。 林毅年纪不大,修为也不是很高,强行打开其空间戒指,不是轻轻松松。 来吧,想要钱,看你们命够不够硬。 果然,这些人冲上来,纷纷去抢他的空间戒指。 嗡。 林毅身上,出现一道灵力护照,将人群震飞,最欲见出鞘,狠狠拍向人群。 砰砰砰。 不可一世的赌徒,个个吐血倒飞,被拍中的人,撞到身后的人。 一拍,倒一大片。 呸。 垃圾。 往地上吐口弹,一脸鄙视。 就在这时,一阵脚步声传来,楼上楼下,到处都出现守卫的身影,谁敢在兵临实行闹事,不想活了吗? 这些人抢他空间戒指,守卫不出现,才出一招。 守卫就出现,还真是巧合呀。 才不外露,这就是教训。 就是你在兵临实行闹事,跟我走一趟吧。 守卫头领看到持剑的灵异,熟练的伸手,就要把灵异压走。 这熟练度,没有个千八百回是练不出来的,不过嘛,遇到我,算你们倒霉。 拔剑术。 噗。 守卫对长手伸到半空,无法再前进一步,随后身体直挺挺倒下去。 而他的头,早已飞出老远,眼睛瞪得大大的,根本不相信自己,就这样死了。 折扇青年走出人群,对着灵异,高高在上,大声呵斥大胆。 而等蛮夷,敢对我兵足动手,还杀了虎队长,给我拿下。 守卫一拥而上,灵异丝毫不虚。 提起醉玉剑,就冲入人群。 扑扑扑,剑剑入肉,不到一分钟,所有守卫全部倒在地上。 打完灵异还感觉不过瘾,抡起砂锅大的拳头,对着青年的脸,就是一顿锤。 你敢打我,知道我是谁?我可是兵业王府的柿子。 打了我,你们别想走出兵荒城。 还敢威胁我,看了独打还不够,打击力道和速度,又加快几分。 柿子是吧? 碰。 威胁我是吧? 碰。 灵异每说一句,就给青年一拳,很快造就一个猪头,眼泪鼻涕流了一地,别打了,别打了,青年立即跪地求饶。 不过,灵异并没有停手的意思,一拳又一拳,打得都停不下来了。 突然,身后传来危机,一个钻石七级的老人一拳朝灵异轰来。 拳风灵力,正中灵异后背,正好把灵异轰飞到大街上。 大家快来看啊,兵灵石行主大七客啊,仗着自己背后有皇室,为所欲为,这就是冰雪神国的待客之道吗? 我花了十多亿零食购买了原石,刚刚付钱,就有人抢抢,石行不紧不管,居然背后偷袭。 大家都来看看啊,这就是冰雪神国。 来啊,老狗,杀了我,把我身上的宝物都抢去啊。 哈哈,什么邀请各族天交参赛,原来是准备在我们这些小国一刀,冰雪神国强大,不是没有原因的。 哈哈,来啊。 灵异站在大街上,发出震天大吼,方圆几条街都听到了。 现在是什么时间,各族天交齐聚,不管冰雪神国的目的是什么。 一旦大笔被搅黄,呵呵,果然,灵异一阵表演,周围立即围上一大堆观众。 来参加大笔的,都暗中警惕,害怕自己是下一个。 购买了十多亿的东西,亏是之人又是常犯,只有把事情闹大,他才是安全的,这才有后面的这些否则,就这几只小虾米,能拦住他。 这人是怎么回事? 听说,是在冰临石行买了宝物,然后冰临石行想把人吃下。 真是一个狠人,不过杀了冰临石行那么多人,不好收场吧。 没看到吗?冰临石行的管事都出手了,这是有那么简单吗? 我们还是回去吧。 本来是想瞻仰一下大国风光,莫想到是一个坑,走了走了。 事情朝着灵异期待的方向发展,双龙戏珠大士的龙珠被人取走,背后之人势力很大,很有可能就是冰业王府。 你们是大,那就自己唱独角戏吧。 住口,老人看势头不对,再次朝灵异攻来,杀了灵异。 一切还不是他们说了算,他不信一个蛮蚁小国会为了一个人跟冰雪神国开战。 否则,他的好日子绝对到头了。 只从干这行开始,他就知道会有那么一天的。 一旦出事,他这个管事绝对是跑不掉的,第一个遭殃的就是他。 哈哈,想杀小爷,救你还不够哥,大家都看看,凭凭力,哈哈。 灵异躲避的同时,一个光球被抛到空中,赫然是一块流影石。 流影石在天上炸开,播放着冰临石行内发生的一切。 哈哈,你们应该不是第一次这么干吧? 受害的苦主们,都来看看,你们是如何被冤枉的。 千言万语,没有什么比视频更加有说服力的。 从灵异进入冰临石行开始,挑选原石,购买石王,付款,再到人群抢夺他的空间戒指,全程石行守卫和管事冷漠旁观。 直到灵异把人群打翻,守卫出现,队长更是直接上手,准备拿下灵异。 从头到尾,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冰临石行的行为,摆明在宰客,内外夹击,一刀毙命。 没有两把刷子,命都会丢掉。 无论老人怎么攻击,都被灵异显而又显得躲过。 视频播完,冰临石行要死人了。 冰皇城最大赌食市场,每天要为皇室收刮多少油水。 一个视频,冰临石行算是黄了。 背靠皇室,开出好东西,直接以你,闹事为民带走。 事情越闹越大,一旦处理不好,此次冰雪神国的新生大笔将受到极大影响,甚至会影响到以后的举行。 小子,受死! 老人怒不可遏,机遇击毙灵异,就是打不中,急得满头大汗。 不过,灵异就像一条溜滑的泥丘,不管老人如何攻击,都能显而又显得躲过。 一个钻石而已,一件的事情,灵异就是在拖时间。 千年发展,大夏已经不拘任何国家与民族,就算冰雪神国,三岩火族攻击大夏那么久,还不是一样拿不下。 大夏人的互独子之心,不是这些异族能理解的。 提示。 波野太郎,尊者八级玉寿师,太阳领队长老,请小心偷袭,不小心挂了,别说我没有提醒你。 灵异正在拖延时间,提示框突然出现,提示的内容瞬间让他警觉。 波野太郎的未知,也被标出来,但灵异用肉眼就是看不到,精神力也探查不到,这就是太阳国的恶心。 躲在暗处,随时背后给你一刀。 不过,遇到我这个挂壁,你注定要失败了。 小子,有种你不要跑。 老人气急败坏,钻石强者,连一个青年都拿不下。 谁也没有发现,灵异的位置一直在调整,偏移。 目标,赫然人群中拿着折扇的猪头青年。 原本,灵异只想把事情闹大,全身而退,现在不坑太阳国一把,真的对不起波野太郎的出场。 人群围成一个圈,灵异一时间根本冲不出去,人群也没有散开的意思。 看戏吃瓜,有时候也会遭殃的哦。 青年一开始还担心,反复几次过后,就算灵异擦着青年,也对他没有丝毫避让。 一次又一次,在灵异,青年,波野太郎在一条直线上时,突然露出破绽。 中门大开,灵异是下国天才,波野太郎怎么会错过机会,手里剑狠狠朝灵异次去。 你敢!天空一声大鹤,鹤然是王启明到了,可已经来不及了。 大下一个天才,就要这样折在这里。 波野太郎早就打听清楚,大下此次队伍的情况。 王启明,你再强又如何,还不是救不了你们的天才? 噗!鲜血飞溅,波野太郎露出得意的笑容。 看戏人群哗啦啦褪得远远的,一脸惊恐。 太阳帝国是最降的,这些懦夫连杀个人都那么害怕。 卧槽!老家伙!你真牛啊! 做了我哥不敢做的事情。 灵异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波野太郎才看手里剑刺众的。 折扇青年,冰雪神国的柿子。 八大牙露!你做了什么? 波野太郎一脸惊恐,他杀了冰雪神国的柿子。 太阳国要完了。 天玄界,讲究的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国际公约,那是什么?可以吃吗? 大厦可以和神国掰手腕,太阳国可不行,别看灯塔爸爸一直照着他们。 真有末日危机,第一个把太阳国踢开的,就是他们。 都是你!都是你! 波野太郎发疯一样,朝灵异扑来。 手里剑在距离灵异不到十厘米的地方停下。 无论他如何用力,都无法前进半分。 啪! 王启明身影出现,一巴掌拍在波野太郎脸上,将其拍飞几十米。 猴子一样的脸瞬间通红, 肿胀起一大快。 波野太郎,敢对我大厦添娇动手。 看了你们,太阳国这几年太舒服了。 等这边试了,老夫亲自去一走。 你! 哭! 波野太郎喷出一口鲜血,不知道是被气的,还是真的受伤。 王启明,你们无耻,波野太郎指着灵异,双手颤抖,但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 他们回不去了,可能还会给国家带去大麻烦。 石杭的管事老人也不再追杀灵异,一是他杀不了,二是已经不重要了。 世子死亡,冰宴王府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谁敢杀吾儿? 一道恐怖气息从皇宫方向冲来,怒意狂涌,人群纷纷退开。 尊者九级,还行,在王启明的搞定范围,灵异就放心了。 来人一头迎发,波浪披肩,一对虎目目光灼灼。 提示。 冰奇,尊者九级,冰宴王府现任王爷,老来得子,对其极为宠爱,任何敢让儿子,不开心的,他一个都不会放过。 原来是老来得子,怪不得如此愤怒。 灵异悄悄转到王启明身后,传音道,老爷子,麻烦了,这老小子就一个儿子,如果一会真打起来,你带着大厦人立即走,我来拖住他们。 臭小子,大厦不会丢下一个同胞,更何况还是天才,接下来就全全交给我,给我一边待着。 刚刚传音过去,脑海中就响起王启明的声音。 既然如此,那就没事了。 义儿,义儿,你别吓唬爹啊。 老人落地,没有第一时间找凶手,而是把青年的身体抱起来痛哭,不停摇晃尸体。 完全没有注意到,一个身影慢慢向他靠近。 卧槽,疯了。 太阳国真的疯了。 要是这个人死了,冰雪神国的军队,说不定真的会开到蓝星,灭了太阳国。 打吧。 最好是一刀秒了。 一个人,越是关键时刻,就要保持冷静。 从这个冰燕王府王爷进行发泄时,他就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没有意外,波野太郎出现在兵器背后,手里剑直接抹了脖子。 尊者九级就这样憋屈地死了,合理吗? 吃瓜群众目瞪口呆。 不可一世的冰燕王府的王者兵器,尊者九级超级强者,就这样磨了。 灵异也没有想到,最后事情会闹得那么大。 我是不是该跑路了? 提示。 冰雪神国虽强,但绝不会对大厦动手,更不会出兵大厦。 你不把自己浪死就行,别瞎操心。 得,还被比试了,不过我还真不怕。 不牵涉国家,他灵异怕什么,打不过我还跑不了吗? 今晚的浪潮真的是一波高过一波。 从一开始的小打小闹,到现在已经到国家层面了。 我都不知道自己有那么大的能耐。 看着场上尖嘴猴腮的人,灵异毫不吝啬自己的嘲讽。 老头子,我很想砍死乃混蛋,但他是兵族皇室,我只敢揍他一毒。 没想到太阳国如此猛,杀了小弟不解气,连老的一起。 天才陨落,为了大局,可能就过去了,但强者陨落可不一样。 而且,还是位高权重的亲王。 当,当,当。 八道钟响,打破冰皇城的沉寂,天地仿佛都在啼哭一般在神圣的大笔到来之际。 所以,冰雪神国居然有重要人物陨落,还是在冰皇城内,岂能让人驳怒。 八道钟声,冰皇城开始运转起来,军队立即封锁皇城,任何人不得离开皇城,直到事情结束。 到底何事? 冰皇城皇宫,女皇冰青莲被钟声吵醒,清冷的声音传遍大殿。 一道白影出现,跪倒在女皇面前,陛下,冰宴王府世子冰天义在赌石街被杀。 亲王兵器赶往,悲痛欲绝之际被人偷袭陨落。 什么?冰青莲根本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清王死了,还像小鸡仔一样被人抹脖子,真给冰族丢脸。 他还不得不管,队伍散了,他以后还如何待? 把具体情况倒来。 陛下,所有东西都在这里。 白影摆个卷轴递给女皇。 女皇探查过后,脸色几度变换,说道,摆架赌石街。 赌石街一片安静,一个个惊恐盯着场上的男人,害怕他什么时候出现在自己背后,给自己一件。 提示。 冰青莲,大地九级巅峰,冰雪神国女皇,曾经天玄界第一美人,请注意言辞,你的一言一行都决定着大下生死。 靠! 破提示,居然坑我,不是说没事吗? 居然连累国家。 鄙视。 灵异竖起终止。 兵器死亡,钟声敲响,波也太郎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王启明,现在冰雪神国重要人物死了,你们大下也难辞其咎。 一起死吧。 王启明想反驳,灵异抢先一步,大骂道,你放屁。 人是你波也太郎杀的,关我大下屁事,就算女皇来了,账也算不到,我大下头上。 再说了,大下与冰雪神国建交千年,岂是你这种小国想挑唆就能挑唆的。 事情到了这份上,波也太郎也不在挣扎,他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拉着大下一起。 大下很强,与三眼火族打了千年,不仅没事,还在天玄界建立了四座要塞。 天玄界人,没有被允许,凡是进入大下境内的,一律案间隙处理。 一族境地,就是如此来的。 强硬手段,需要强大的国力支撑,全球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就大下做到了,实力之强不言而喻。 把大下拉下马,太阳国还有一丝生存的可能。 不过,灵异会给他机会吗? 听了灵异的话,波也太郎不仅不怒,还十分冷静说道,小娃娃,任你牙尖嘴利。 你敢说,这少年,不是你设计害死的。 呸,老东西,这种废物,老子一根手指头就能捏爆,还用得着设计。 怎么?杀了人现在怕了。 你们民族还是一样的肮脏无耻,敢作不敢当,垃圾。 你们就不该出来遇染环境。 都说存在集合理,从小到大,我就没有看到,你们太阳国人合理在哪里。 老东西,咱们啥也别说。 一开始我就说过了,我这人有一个坏毛病,喜欢记录自己每天生活情况。 今天发生的,一切都被我录下来了。 我大下人,不热事,但也不怕事。 如果冰雪神国,真的不分青红皂白。 我大下不惧一战。 灵异说完,手中抛着一颗流影石,从灵角的切面可以看到,流影石里面的视频,就是今晚赌视街发生的事情。 灵异此次坑人,做得天衣无缝。 就算有视频,人们也只是看到灵异一次次显向还生,有一次,差点没有躲过攻击。 就在这时,空气中突然出现两把手里剑,对着灵异的胸口和脖子刺下。 手里剑穿过灵异的身体,扎在冰天翼身上,灵异留下的,赫然是一道残意。 波野太郎有些惊慌,灵异真要把全过程录下来,兵族就真的不会攻打大下。 大下,一个很奇怪的民族,平时懒懒散散,躺平等死的一大堆,一旦国有危险,一个个立即就能背上武器,踏入战场。 新纪元之初,大下是靠人数打赢的战争,抱着炸弹,能力弹重敬敌营的不计其数。 而且,这个国家极为护犊子,你敢动一个大下人,他们就能追你到天涯海角。 灵异小小年纪,就能在钻石手中周旋,实力不俗,绝对是大下天才,大下绝对不会让他陨落在这里。 一个雪白的轿子出现在天空上传来一道悦耳动听的声音,小家伙,能不能把你的流影石给本皇? 这声音,灵异感觉自己耳朵都怀孕了,真的太好听了,就是不知道人尝咋样。 希望不是,人家尝什么样,好像都和自己无关,大地久急巅峰,他惹不起。 这些小玩意,前辈要是看上,取去便可,小子这里有的是,灵异将一颗流影石抛向凤脸,靠近凤脸后,一道犀利将流影石吸到凤脸。 在凤脸之中,拜见陛下,看到天上的凤脸,冰雪神国国民纷纷下跪,一脸虔诚。 都起来吧,谢陛下。 过了许久,凤脸没有丝毫动静。 灵异知道女皇看出来了,就是不知道她会不会为了两族安定压下来。 波野太郎,你杀死本朝世子冰天义,亲王冰齐,令你一个月内给予冰齐亲王和冰天义世子一个满意的交代。 如何满意,就不用本皇提醒了吧。 冰青莲的话,犹如寒冬腊月,波野太郎瑟瑟发抖,满意的交代。 这种交代,冰雪神国不是第一次出现,他们要的交代就是百倍偿还。 一百个皇室尊者和一百个天交,如果真的交代了,太阳国的皇室就完了。 一百个尊者,真的拿不出来。 波野太郎觉得,自己还能再抢救一下,想到灵异,他觉得自己又行了。 女皇陛下,这件事的起因是下国,您如此处理,波野太郎不服。 哈哈。 不服,老乌龟,你哪里不服? 灵异从王启明背后走到前面,对着女皇奉脸行礼。 女皇陛下,我们大厦与太阳国是侍仇,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他们会用这种方法陷害大侠。 一道炙热目光落到自己身上,没有丝毫杀意,更多的是赞赏。 多少年了,多少年没有遇到这样有意思的少年,可惜不是冰族人。 被强者盯着,灵异感觉全身都不自在,但又无法反抗, 只能忍着不让自己出现任何端倪。 过了一会儿,身上压力消失。 凤年内传来冰青莲的声音,本皇向来公正,自然不会牵连无辜之人。 波野太郎,回去吧。 一个月后本皇看不到满意的交代。 本皇不保证会死多少人。 最平淡的声音,说出最狠的话,这就是强者。 来人,请亲王回府。 冰青莲画壁,凤年周围空间震动,传送离开,雪花洋洋洒洒地飘着。 女皇离开,清卫军挤入人群,将兵齐和兵天翼抬走。 没有一个人敢拦,波野太郎实力比清卫军高太多,却不敢出手。 女皇已经下定结论,让太阳国一个月内给满意的交代。 要不然,嘿嘿,他现在再出幺蛾子,事情就不会有那么简单了。 国家强大,就是如此霸气,给你一个月时间,敢不给,就上门要。 有种混社会的感觉,不过,真的好爽啊。 太阳国,就应该这样收拾。 宇宙是一个大社会,没有什么公平正义,谁的拳头大谁就说了算。 南星不也是如此吗? 灯塔国,仗着自己军事强大,到处插手他国国事。 大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犯我大厦者,虽远必诛。 先辈们,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我们会把大厦的旗子插到诸天万剑。 有王启明这个高阶圣人守护,灵异根本不用担心被人偷袭。 波野太郎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最终愤懑离开。 事情结束,人群散去。 坑太阳国一把,真的好有成就感。 灵异还没有得意多久,身体一清,被王启明提着衣领,飞回顺德酒楼。 老头子,能不能给点面子,这样你让我情何以堪。 灵异盯着王启明,脸上的笑意,如何也隐藏不住。 臭小子,一出去就捅楼子,给我滚回房间去。 砰。 灵异被丢进房间,门还被狠狠关上,墙都跟着抖了击抖。 这老爷子,脾气有点暴躁,看在今天跟着哥担心受怕的份上,就让着你一点。 王启明离开后,吴小枝从玉兽空间出现,趴在他周围睡觉。 这几个小家伙,要是九只灵兽位都契约满,不是要一屋子。 四个灵兽位,五只神兽,灵异决定,只要不遇到特殊灵兽,他就不准备契约了。 灵异四仰八叉躺在床上,嘴角满是笑意。 今夜注定无眠,女皇冰青莲回到皇宫,立即召唤此次参加大笔的天之娇女。 冰雪神国的第一美人冰雪烟进攻末一会儿,大殿走进一个体态恶挪,曲线斩露,又藏着一张娃娃小脸的女孩,成熟与稚嫩完美结合。 风华绝代,上看清纯典雅,下看成熟风韵,对男人杀伤力最大的他都占了。 怪不得能被称为冰雪神国新一代的第一美女。 女孩款款而来,走进后躬身行礼,冰雪烟拜见陛下。 几日不见,雪烟又漂亮了不少,就得不知道会便宜了那个小子。 女皇满脸微笑,看着冰雪烟,十分满意。 女皇的绝世容颜,冰雪烟是献过的,不是现在的她能比得多谢陛下夸奖,与陛下绝世容颜相比,雪烟差得太远了。 呵呵,雪烟,等你再长大一些,我这天下第一,就该退位了。 名女不敢。 冰雪烟赶紧跪下,玉手朝脸化去,玉将自己的绝世容颜毁掉。 冰青莲是什么人,大地久迹巅峰,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如何在她面前耍手段,瞬间把冰雪烟禁锢。 避,避,避,下。 冰雪烟结结巴巴,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父亲出生平民,现在不过是一个守城官。 她展现金氏容颜后,提亲的踏破门槛,各种威胁,最终还是女皇出手,她才能安定修炼。 她知道,自己家倩的人情,今天该孩了。 你看看这个人,本皇希望你能在大笔中和她发生点什么。 本皇也不勉强你,此人才十八岁,能在钻石手中坚持十多分钟,相信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十八岁,与钻石僵持十分钟,然后全身而退。 如此妖孽,怪不得女皇要她。 陛下,名女一定不辜负您的期待。 冰雪烟看着灵溢,心中满是苦涩。 很帅很有天赋,可却不是自己选的。 好,但不要勉强自己。 交好大夏,我们受益良多,但也没有必要讨好。 是。 阿秋,大半夜的打喷嚏,是不是老婆们想自己了? 灵溢如何也想不到,女皇会给她安排对象。 不过,灵溢是那种人吗? 爱马? 真香? 真香就对了。 除了灵溢,冰黄城就没有一个睡得安稳的。 太阳国,大夏人太了解了。 他们抱着侥幸心理,觉得他们是无所不能的,波野太郎说不定要搞事情,王启明给盯着他。 太阳国驻地,一片仇云惨淡,一百个尊者和一百个天才。 这是要把太阳国往死路上逼呀。 太郎大人,我们不能怎么做,否则就算切腹,也无法洗刷太阳国的耻辱。 太郎大人,我们不能回去,我就不信冰雪神国真的对帝国出手,其他国家会袖手旁观,尤其是下国。 哼,都是灵溢那个病夫,如果不是他,帝国也不会那么被动。 要不,我们毁了冰黄城,让他们顾及不暇。 太阳国人在讨论如何躲过此次危机,从始至终都没有想过给冰雪神国一个交代。 一切都是大夏的错,灵溢就不该躲,就该被波野太郎一刀切了。 更不能随身留影,这是对其他人的侵权。 就是没有一个想过交代。 这个民族的劣根性真的太明显了,从来不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武士精神,他可以将剑插进肚子,微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 冰黄城风云际会,毫不热闹,顺德酒楼内却平静无波,一切繁华,好像都和他们无关一般。 美美地睡上一觉,找到王启明,让他帮忙找个安全的地方开始。 提示啊,提示,这次如此神秘,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王启明效率很快,默一会儿,一套崭新的开始机器就搬进酒店的地下室。 这一幕,正好被大街上的人看到。 联系到昨晚上大夏天才买下石王,一个个都在等着看好戏。 冰临石航的石王,一出现,引起巨大轰动。 最后人们发现,最珍贵的龙珠被人开过。 石王在冰临石航摆放十多年,至今无人问津。 王启明不解,不过还是选择相信,就当给灵一一个教训,日后不要再冲动。 王老,这家酒店是咱们大夏的吗? 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大夏人? 灵一一直有所猜测。 在酒楼居住一天,灵一莫看到一个大夏人,现在又很轻易就进酒楼的地下室,才忍不住询问。 王启明一愣,莫想到灵一会如此疑问,不过还是很耐心回答,顺德酒楼,是大夏一位圣人强者开的,冰黄城常年大雪覆盖,极为寒冷,普通人很难长久居住,服务员都是冰族人,那位强者又常年不在,故而没有多少大夏人。 哦,原来是自己等级不到? 哪没事了? 提示,知道自己是弱鸡了吧,还不努力,就只能回家吃软饭了。 切! 哥一直很努力,就你瞎了,没有看到。 进地下室内。 王启明坐到开始机器上,示意灵异把原石拿出来。 圣人开始,如此殊荣,够他吹一辈子了。 王老,要不我自己来吧? 灵异有些拘谨,圣人开始,您是认真的吗? 尊老爱幼。 大夏传统美德,他还是知道的。 王启明脸一板,像一个稚气的孩子,赖在机器上不下来。 这老家伙,不会想坑,自己宝物吧? 提示。 请收起你恶错的想法,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人家是真心诚意给你开始,再说了,你自己会吗? 不会。 我学心不行。 最后,灵异还是取出石王,交给王启明。 王老,麻烦你了。 看到石王,老人一阵错愕。 灵异,还真买下冰临石行,放了十多年的石王。 脸色一黑,恶狠狠殉道。 臭小子,不知道这块石王,就是坑人的吗? 你看这龙珠,明显是被人动过的。 王启明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骂得灵异都不知道咋反驳了。 难道说我知道,里面有宝物? 这么好的原石,没有人买,果然是有原因的。 这些老人一个比个精。 看破不说破,就灵异这个冤大头,花了十亿灵石购买。 老家伙,敢骂我? 看我不吭死你。 嘿嘿,王老,你觉得我是在浪费钱对不对? 灵异突然见兮兮的,王启明气不打一处来。 要是自家孩子,他早就教训一顿了。 事又如何? 王启明回道。 灵异摸着下巴,许久后才回道。 要不我们打个赌,你不是说我浪费钱吗? 一会儿开始,如果里面的东西值十亿,你就把钱给我补上。 如果不值,大笔期间,你让我朝东我绝不朝西。 这么赌店。 好,十亿灵石而已,老夫还是能拿出来的。 王启明一口答应。 这小子,要真有能力,付出点资源资助也不是不行。 就让老夫看看你有没有能力拿到了。 说吧,你小子要如何切? 王启明询问,原石大小不一,不可能慢慢磨。 剑宝石一般都画好切割线路。 灵异如果真的有本事,一定知道如何切割。 在提示的帮助下,灵异丝丝毫不虚,直接用记号笔在石王上画线。 不一会儿,灵异在石王中画出两个大圆圈。 王老,麻烦你跟着线条切割。 王启明什么大风大浪没有经历过,开动机器,对着石王就开始切割。 刺刺刺。 石王在王启明手中,就像一个玩具一样,过程十分丝滑,没有一点拖泥带水。 不一会儿,灵异画出的两个圆圈被切割出来。 巨大的石王切割下来,就获得南瓜大小的圆球。 除了两个石球,其他地方都是普通石皮,什么东西都没有。 臭小子,还要切吗? 切?为什么不切? 石一零石,不要白不要。 不切,打磨,每次磨一毫米,磨三次。 王启明也不磨记,切换打磨机,就开始磨。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刚刚开始,一道强烈紫光, 从磨开的窗口出射出,照亮了地下室。 极瓶紫晶。 居然是极瓶紫晶。 这小子发了。 紫晶蕴含庞大能力,对大地强者都有极大益处,是十分稀有的修炼资源。 还好,王启明一开始就封锁了地下室,要不然,现在就麻烦了。 开出紫晶,王启明速度加快,不一会儿,两块透明紫色水晶就打磨好。 唯一不足的是,水晶的中间居然有东西,破坏了紫晶的美感。 提示。 时空龙之星,时空龙死亡后,尸骨腐化。 毒瘤精华集中的心脏,封存于紫晶中,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少年,时空龙之星,终于不用去屠龙了。 而且,还是从不见踪影的时空龙。 结结。 运气来了,真的是挡都挡不住。 不等王启明好好瞻仰,灵异就一把抢过来,放进空间戒指,啪。 王启明一巴掌拍在灵异脑袋上,打得灵异一个亮抢,这个莫良心的。 老头子累死累活,最后防贼一样防着他。 如此小气,看一眼都不行。 臭小子,老头子跟你商量个事,紫晶。 不行。 不可以。 灵异连连后退。 提示。 王启明卡在圣人九级巅峰,一斤紫晶可以让其灵兽突破圣人界限,成就大帝。 使用时空龙之星后,你可以适当分他一些,助其突破。 一个大帝人情,灵异自然不会错过。 紫晶不紫晶无所谓。 但,时空龙之星,绝对不能暴露。 否则,后患无穷。 王启明目光有些暗淡,又要错过了。 让他跟小辈抢东西,他还做不出来。 灵异拍了拍王启明的肩膀,高深莫测说道,老头子,紫晶可以给你一些,等到时候,小子亲自把东西送到府上。 时空龙之星,一下子获得两颗,美滋滋。 提示。 莫文化真可怕,紫晶封印的并不是两颗时空龙之星,另一个块紫晶封印的是时空龙的金血结晶。 得。 管你是不是时空龙之星,反正是好东西。 是好东西就不亏。 王老,这些都是我随手买了的原石,麻烦您老帮忙一起切了。 灵异把有东西的原石挑出来,交给王启明,让他帮忙自己切。 没有东西的,就被丢到一边。 此情此景,王启明十分满意,大夏又要出一条真龙了。 这一天,王启明十分高兴,确认了一个顶级妖孽的存在。 而且,灵异保证日后会给他一部分紫金,突破界限,成就大地,指日可待。 人们只知道,灵异和王启明进地下室开始,具体开出什么,只有他们两个知道。 八种极品材料,已经寻得一种,只要抢下冰金血连,距离及其灵药灵财又进一步。 小白,主人一定会让你彻底恢复的。 地下室开始结束,灵异一天天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哪里也不去。 新纪元一一九一年十月三十日,房门被人敲响。 房门外,站着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兵,赫然是女皇亲卫。 看到灵异开门,女兵恭敬地递过一个邀请请柬。 慕免少爷。 灵异公主今晚八点,在兵京酒楼,邀请各族添交交流,还望慕免少爷前往。 女皇亲卫跑腿,她还真不好拒绝,接过请柬。 礼貌地回道,麻烦姐姐转告公主,本人一定准时参加。 那就恭候少爷大驾。 女兵恭敬地退回去。 灵异公主,冰雪神国双珠,邀请各族添交交流心得。 大笔前一晚上,邀请交流心得。 他们想做什么? 有人请客,灵异自然不会矫情。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我灵异还怕你们不成。 夜晚降临。 出世请柬后,灵异很顺利进入酒楼。 刚进入酒楼,灵异就看待了冰雪神国啥意思? 大型乡亲大会吗? 兵族的各个名媛,打扮得美艳动人,百花齐放,岔子嫣红。 灵异算是过足了眼影。 无视献殷勤,飞奸即到,灵异知道自己很帅,但还没到让外族看一眼就爱上的地步。 交流会的目的,就有待考究了。 灵异一身朴素的地摊货,丢到人堆都看不见那种,完全就被人忽视了。 没有人关注,灵异也乐得清闲,一个人躲在角落大块躲移,还偷偷给吴小智送一点。 八点整,一个紫衣少女款款登台。 少女妩媚迷人,气质高贵。 宽松的纱裙,难以掩盖犯规的身材,微微躬身,幽深的沟壑让人充满探索欲望。 今天,灵异有幸邀请各族天娇齐聚。 灵异希望大家今天晚上玩得开心,畅所欲言,共同学习进步。 女人,真是一个复杂的生物。 不管你说的如何天花乱坠,我自窥然不动。 管你什么阴谋诡计,我一力破智。 言多必诗,有什么比美食更吸引人呢? 灵异发言过后,各个天娇围着心仪的女孩,以各种理由攀谈。 你们都去吧。 好东西都是我的。 灵异假装进食,然后偷偷塞给吴小枝。 都是自己的小家伙,一个也不能亏待。 灵异的座位,引来一阵鄙夷的目光。 她还听到土包子蛮蚁之地一系列难听的声音。 灵异忍住了,但有一个算一个,全部都记在小本门上了,我们万年雪山上线。 灵异不知道消灭了多少桌美食,她刚搬走后面就有人换上。 直到走到一个童颜Juru冰族女孩,走到她边上。 你好,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女孩声音很轻很好听,是灵异喜欢的类型。 你都坐下了,还问我。 能说不吗? 都想把糖吃掉,泡蛋还给别人。 不过灵异知道一句话,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血。 洁身自好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能有贪恋。 你在这桌是吧。 我换一桌行不行? 不行。 少女就像牛皮糖一样,灵异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 女皇的任务,她必须完成。 不过,这人是怎么回事? 对她一点感觉都没有。 难道是恶心的? 冰雪烟越想越害怕。 灵异真的是,她以后该如何自处? 背井离乡,所欲非良人。 黑暗的未来等着她。 灵异根本不知道,冰雪烟脑补了那么多。 冰雪烟很漂亮,但和她有什么关系? 她是有老婆的人。 不仅漂亮,还一个个温柔体贴。 她不想惹麻烦,来这里也是看在大厦和冰族交好的份上。 美人,谁都喜欢,但不是每一个都要追到手,更不能因为美人,遗憾终生。 灵异算是看出来了,什么交流,根本就是相亲大会。 恭喜你们喜提美女一枚。 这位小姐,能不能不要跟着我? 你这样,我会很不好意思的。 灵异无脸,尽说大实话。 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你看,她脸红了冰雪烟,一脸羞怯,但就像认准灵异一般,死死跟着,害怕她跑了一样,这女的有病吗? 提示,冰雪烟,冰狂成首将冰罗罗的女儿,受女皇命令,想与你交流交流人生。 卧槽,交流人生,原来是这个交流。 肤浅了,也学到了。 不过,还是那句话,割视你永远得不到的男人。 有一个小尾巴跟着,灵异也就不再掩饰,开始大肆扫荡。 速度之快,让人叹未观止。 如果我不要她,不知道后果会如何。 灵异不禁好奇。 提示,女皇对你十分感兴趣,冰雪烟完不成任务,最多就送人而已,忙忙雨啦。 吃饱喝足,这些帅哥美女还没有谈完,灵异靠在椅子上踢着牙,十分惬意。 你好,我叫冰雪烟,可以认识一下吗? 冰雪烟靠上来,声音有些哽咽,像是被人抛弃的小媳妇。 灵异指了指肩膀,示意冰雪烟帮她捏肩。 冰雪烟无奈,只能走到灵异身后,伸出玉手,笨拙地捏着。 冰雪神国,男人的天堂,要是没有那么多阴谋诡计,该多好? 怕大,什么天之娇女,没有实力,一样被人当作货物送人。 只有强者,才能掌握命运。 冰雪烟越想越委屈,哭得梨花带雨,让人心生怜爱。 你以为灵异在享受? 不,她在考虑人生,如何躲过糖衣炮弹攻击。 提示,你若不要,冰雪烟最有可能被送给。 灵异跟着提示箭头,很快找到了目标。 怎么回事? 自从进入天玄界后,画风越来越不对劲了。 美女野兽风,如此流行吗? 而且,还是石头人。 原谅我,无耻地笑了。 石头人全身都是石头,扮起事来,一定很殆尽。 想到这里,灵异不禁为女孩慕爱。 弱肉强食,强者支配弱者。 不想被人支配,只有不断变强。 冰雪烟很漂亮,至少都是九十九分。 熟父的身体,幼女的容颜,让人欲罢不能,可惜是个零零七。 提示也真够,一点提示都不给。 灵异十分享受,有人却不干了,一个香巴佬,何德何能让双珠中的冰雪烟服饰。 灵异虽然在赌石街闹出巨大动静,后来几天却一直都在顺德酒店,根本没有几个人认识她。 石头人石冲衫捏紧拳头,脸色扭曲,都是石头。 反正我能看到表情,节节。 今天的交流会,除了火天意,她的修位最高。 冰灵灵公主被火天意抢了,她无话可说。 可她忍不了。 冰雪神国双珠之一的冰雪烟,居然去服饰一个土包子。 还是白颂? 石头人三米多高,身体雄壮,一颗颗石头灵脚分明,行走尖天花板都跟着颤动。 石冲衫靠近,自以为和善说道。 小兄弟,看你鹦鹉不凡,为兄手养,我们到台上交流交流。 冰雪神国提供优质的配偶条件外,还很贴心地设置了三个战斗平台。 年轻人骂火气重,同时遇到心仪的女孩,就到擂台上一决胜负。 灵异眼睛就没有睁开过,仿佛没有听到青年声音一样。 石崇山愤怒的目光,注定要落空了,目光永远无法杀伤一个闭着眼睛的人。 冰雪烟认命了,这一刻,她无比憋屈,女皇为她选的人,是一个耸包。 灵异。 呵呵大,去台上表演几下,就是男人了,就是英雄,那是傻缺,把底牌暴露了还不知。 冰雪烟手上动作不停,暗自神伤,看得石崇山心疼得不要不要的。 混蛋,你是看不起我吗? 石崇山忍不住了,抡起拳头,就朝灵异砸来。 拳风呼啸,灵异帅气的发行都被吹乱了。 砰。 拳头并没有落下,石崇山出拳的那一刻,冰雪烟纤细的身移动到灵异前面,为她挡住这致命的一拳。 石崇山黄金三级的实力,根本不是白银九级的冰雪烟能扛的,一击,她就连连后退,嘴角溢出鲜血。 石崇山心疼坏了,怎么可以这样? 我可是为了帮你,让你脱离苦海,为什么你要帮她? 这可把大块头整不明白了。 原来还可以这样,软饭硬吃。 学到了,今天又学到一招。 石崇山不敢继续攻击,灵异她不在乎,伤到美人就不好了。 冰雪烟后退,一只温暖的大手撑着她后背,一股暖流传入全身。 伤势居然在这道暖流下,恢复得七七八八。 好厉害,怪不得女皇要我接近她。 这一刻,冰雪烟感觉自己不是那么抗拒女皇的安排了。 阿黎。 呜呜,臭主人,居然用她的治疗泡妹。 下次偷偷告诉女主人。 慕免,堂堂正正打一场,躲在女人身后,算什么本事。 石崇山脸色黑如锅底。 这个臭不要脸的,居然用女人挡她。 来,不给点教训,真当哥是病猫。 灵异走向擂台,石崇山紧随其后。 擂台下,石崇山一个跳跃到台上,惊起一阵欢呼。 反观灵异,就一个没有修为的普通人,上个擂台还从楼梯上去。 如此废物,真是灵异公主邀请来的吗? 不会是冒名顶替的吧? 哈哈。 我看,应该是她背后有什么大人物。 妾。 大人物能有女皇陛下大。 无论他人如何议论,灵异脸上没有丝毫表情,不急不慢地走到擂台中央。 小子,我会让你知道,得罪我石崇山,付出的代价不是你能承受的。 自断双臂,我就放你离开。 否则你下辈子,就准备在床上过吧。 是吗?灵异表情第一次出现变化,她已经动了真火。 这个人居然要废了她。 那么,成全你。 灵异脚踏地,抱射而出,原地留下一道残影。 咔嚓。 人们再次捕捉到她的身影时,灵异已经来到石头人身边,拽住其胳膊,就是360度旋转,将其扭成麻花。 骨头的碎裂声,清晰入耳自断双臂是吧? 灵异的声音仿佛恶魔的低语,让人恐惧。 用力一扯,刺了。 一声,石头人石冲山的胳膊被其间扯下来,鲜血喷溅,而灵异早已躲开。 休闲浮上,洁白如雪,没有沾上一滴血液。 如法炮制,石冲山的另一条胳膊也被扯下来,丢到擂台上。 石头人就是耐操,两只手臂被扯下来,依旧一声不吭。 嗯哼,还敢还手。 两只手臂被扯断,石冲山捕捉到灵异身影,居然朝她一脚踢来。 灵异丝毫不虚,一拳轰出,拳脚相撞。 碰! 咔嚓! 拳脚相击,鼓猎声再次传来,石冲山朝后飞出,撞到擂台的光木弹回来,狠狠摔在地上。 四肢去其三,失去平衡,但石冲山根本不服输,正扎着想爬起来。 一只四十三码的脚底板从天而降,踩在她脸上,另一面跟擂台来一个亲密接触。 放开我,偷袭算什么本事? 石冲山依旧不服输,双目血红,显然已经暴走。 还敢叫嚣,叫训还不够,脚再次踩下。 碰! 碰! 不知道踩了多少下,石冲山头破血流,奄奄一息,擂台被撞出一个大坑。 擂台比斗,一方认输或跌出擂台,比斗结束。 护照被开启,兵族的举动就有待思考了,让他们互相残杀,还是? 公子说笑了,裁判有些心虚,还是平静回答。 天交比斗,点到位置。 你们实力远超其他人,我们只能开启护照保护其他人的安全。 话很轻,拉仇恨的能力却是一流。 什么叫你们实力远超其他人,意思他们不如你们呗? 灵异闲听信部走下擂台,继续躺着享受美女的服务。 其他人一个个双目喷火,恨不得把她撕了。 目光要是能杀人,灵异不知道要死多少回了。 石头人的惨样,还历历在目,谁都不想成为第二个石头人。 最强者都败了,他们上去也是送菜。 而且,明日就是大笔,一旦受伤影响发挥,丢的可是国家民族的脸。 为一个陌生人出头,让国丢脸,根本不值得。 兵族也鸡贼了,偌大盛会,还搞小动作。 一个愿打,一个愿矮。 天衣无缝。 兵族长胜不衰,智势之道果然高明。 这些人都是一方天骄,未来成就不可限量。 抓住他们,未来就有庞大的人脉。 优胜劣汰。 就算有天赋,没有通过考核,也没有拉拢的必要。 话虽如此,灵异特意提醒,他们还是让石崇山死在擂台上,双方就会交恶。 兵灵灵点头。 护照打开,治疗人员立即上台,七手八脚,快速将石崇山抬去治疗。 石崇山的小插曲过后,一些兵族少女靠近,灵异根本没有丝毫反应。 过了许久,灵异打了一个哈欠,便起身告别。 兵灵灵公主,本人身体不适,不能陪诸位继续交流,误怪。 木天骄说笑了,楼上已备好房间,木天骄可到楼上歇息兵灵灵声音动听,美眸明亮,气质高贵典雅,话也天衣无缝。 不过,咱老灵不吃这套,多谢公主美意,再不回去,长辈该担心了,告辞。 抱歉。 温柔相英雄种,咱还是有自知之明的,灵异懒懒散散走出冰京酒楼。 灵异要走,无人敢强流,背后却多了一个小尾巴。 冰雪焰。 她居然跟上来了。 雪焰小姐,你这是何必? 以你的天赋,掌控命运也知是时间问题。 告诉你哈,你是不可能得到我的,我可是有老婆的男人。 灵异双手抱头,一步一步朝顺德酒楼而去。 灵异离开后,王启明就坐在大厅,脸上满是担忧。 服务员不知道换了多少次茶水,王启明没有喝一口。 臭小子,千万不要有事。 直到,事业中出现熟悉的身影,王启明皱着的眉头才舒展开来。 不过,其身后倾国倾城的的冰族女孩是怎么回事? 招风影蝶。 也不带你这样的,出去几个小时就带回一个,还是人人梦想的冰族女孩。 这小子,回去看他如何交代。 王老,我去休息了,身后的小尾巴,你处理一下。 跟王启明打声招呼,直接上楼睡觉完全忽略跟进门的冰雪烟。 人老成精,王启明一下子就看出问题所在。 女皇陷过灵异,那么,真是一个有福气的小子。 就是这副有点伤人。 王启明气质一变,现在,他只是一个慈祥,和蔼可亲的老人,让人忍不住清静。 丫头,看上那小子了,那你可要倒霉了。 老爷爷,此话怎讲? 冰雪烟大眼睛蜥蜴看着,希望找到方向。 王启明端起茶杯,喝一口,这样才有味道。 慕免啊。 天赋很高,但也是一个多情重,不知道多少女孩为他伤心流泪,家中娇气满堂。 你真想跟着他,恐怕只能做一个端茶倒水的丫头。 茶的味道很正,可惜已经凉了。 王启明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就走了。 冰雪烟很想哭。 十九岁,白银九级,容貌也是一等一的,为什么他,就是不喜欢? 绝对不能回去,否则父亲和母亲,还不知道会遭受多少磨难。 一定要抓紧女皇,这条大粗腿。 是女妈? 为了父亲母亲。 越想,冰雪烟越委屈,自己就不该来到这个世上。 不该给父母添麻烦。 美美地睡上一觉,天一亮,神清气爽。 来到大厅,准备饱餐一读,然后参加大笔,却看到了一个人。 你怎么还在这里? 灵溢脑子一下子转不过弯来,这丫头怎么不走,还穿上了侍女装。 少爷,请您不要赶我,血烟很能干的,什么都会做。 而且吃得很少,如果不行的话,血烟可以不吃的。 我。 冰雪烟十分紧张,说着说着就哭了。 搞得灵溢手足无措,我是帮忙擦一下呢,还是不擦不擦。 提示。 冰雪烟即容貌与天赋于一体,被冰族各二代侍卫进鸾,依附女帝才勉强自保,女帝有命,不敢不从。 要不收下,昨晚你不是很享受吗? 这丫头捏肩的确一绝,留下做个丫头也不错,但007的身份。 提示。 冰族美女受天下英雄喜爱,各个温柔体贴,貌美如花,冰冰凉凉,最重要一定就是不会是奸细和杀手。 冰雪烟是冰海天的独女,拿下她,有一个守城关岳杖,还搭上女帝的船,百丽无一害。 还有这种好事,扩充人脉。 冰族的目的,难道真的只是扩充人脉? 提示。 猜对了,但末讲,略略。 扩充人脉,有些东西还是会不知不觉暴露出去,交给王老吧。 冰雪烟,在我们大厦有一句话。 一次背叛,终生不用。 如果你想好了,就跟王老回到大厦,家里正缺一个端茶倒水的。 这一走,恐怕这辈子都回不来了。 一次背叛,终生不用吗? 冰雪烟喃喃自语,眼睛里满是坚定。 我不会背叛,永远不会。 少爷,雪烟永远不会背叛,就算死,也不会。 美馆冰雪烟的保证,灵依坐到摆满各种美食的餐桌上,开始大快躲移。 味道不错。 灵依对着冰雪烟比大拇指,又抓到大厨一只。 慕容云早就发现冰雪烟的存在,一直不敢上来搭讪。 打听过后,才知道是昨晚跟着灵依来的。 早早地就准备早餐,这可把食人羡慕坏了。 慕免这个屌丝,何德何能,居然被美女青睐。 他慕容云不服,论家事,甩灵依几条街,就因为帅吗? 在王老的带领下,大下一行十三人来到参加大笔的传送阵。 出示身份令牌,十三人顺利被传送到一座巍峨壮观的雪山山脚。 雪山直冲云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雪浪翻飞,时有霞光灰映,四藏珍宝。 这就是兵族的圣地万年雪山,果然名不虚传。 哟,这不是王启明吗?我还好奇,谁那么大胆,敢撞我火族飞船,原来是你这个猛妇。 众人刚站立,耳边就传来一道苍老的嘲讽声,赫然是三眼火族飞船上的圣人。 哼,火缠,不服恋恋。 你们火族一天就知道练嘴皮子。 王启明丝毫不虚,一个圣人五级,他还不放眼中,撸起袖子就开干。 你,五级打九级,有包才和你打。 一会你们下国人,一个别想活着,走出万年雪山。 没过多久,人其,女皇凤面出现在半空中,威严的声音传来,各族添骄,欢迎参加兵族一年一度的年轻一倍大比。 大家都知道,我族圣物冰金雪莲就生长在雪山之顶。 取得冰金雪莲,不仅可以从我族带走心仪的女孩,本皇还会给予丰富的奖励。 不过,万年雪山十分危险,冰金雪莲也只有一朵,大家要量力而行,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本皇就不耽搁你们了,三天时间,三天后,无论结果如何,你们一定要回到这里。 否则,只能等到下一年万年雪山开启。 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在万年雪山撑过一年,所以三天不回来,等待你们的只有死亡。 现在,请参加大比的天骄,进入雪山绝竹。 女皇话音刚落,各组长辈纷纷把自家后背丢进雪山,给他们争取一丝比别人快的机会。 灵异也没有逃过,被王启明一抛,化为抛物线,飞向雪山。 进入雪山范围,气温瞬间下降。 相距不到十里,温差就那么大,不知道山顶会如何。 先找万年冰蚕丝,再想办法上山顶,寻找冰晶雪莲。 提示。 火无极携带火族圣物火炎草,对寒冷有极大抗性,请及时到山顶拿到冰晶雪莲。 火属性灵草,还是十分稀有的万年火炎草。 还有什么好选择的? 三选二,不会选吗? 给我规划好最近最快捷的路线。 我要在他们之前,拿到冰晶雪莲。 火炎草的力量十分狂暴。 火无极一定想借助冰晶雪莲炼化火炎草。 那就更不能让他得到。 规划好路线,灵异向人们展示了什么叫速度。 这件,灵异像一只敏捷的豹子,不停地在雪中穿行。 万年雪山常年积雪覆盖,随时都可能会雪崩,也可能会陷落到某个冰窟中。 雪山攀爬,看似简单,却是危机重重。 一般人,根本不敢像灵异这样,仿佛来了千八百遍一样。 前辈,少爷这样,真的没有问题吗? 冰雪莲十分担心。 灵异死了,他也不会有好日子。 从他跟着灵异走进酒楼时,一切都注定了。 灵异没有想那么多,先登上顶峰,抢到冰晶雪莲。 提示。 前方一百米处,出现冰魂虫,请小心提防。 提示规划的路线,都有危险,其他人岂不是必死? 哄。 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道炙热能量,原来是三岩火足的三个人,正在与一个黄金雪翘战斗。 雪翘只有黄金四级,淡战冰雪主场,一时间与三人打得有来有往。 你们慢慢打,哥先走一步。 哗。 前方一处冰雪化落,散开,纷纷扬扬飘向灵异。 刷。 灵异精神集中,最欲见狂舞,所有风雪化为尘埃。 王启明,这就是你们下国人,也不怎么样吗? 这就发疯了。 火禅丝毫不放弃,挖苦王启明个机会。 王启明也很纳闷,灵异为什么要不停舞剑? 万年雪山和普通雪山不同,海拔越高,压力就越大。 浪费体力,绝非明智之举。 愚蠢的大下人,我们炮菜国一定会踩到冰金雪莲。 得到冰族的友谊炮菜国是参加冰族大笔的蓝星不多国家之一。 都已经走出蓝星了,还要争斗,活该你们一辈子站不起来。 这个大下人在做什么? 灯塔国长老布鲁修斯心中思量。 灵异此举,到底是为什么? 莫多久,他们就找到答案。 炮菜国觉得自己狠行,五个人横冲直撞。 前方一块冰雪滑落,他们根本就不在意,继续前进。 进入融化的雪中,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一只只细小的冰魂虫藏在雪花中,从它们口鼻而进入,快速吞噬魂力。 五个目光变得呆滞,渐渐失去生机,成为五座冰雕。 卧槽,不知道多少人心中骂娘,什么情况,就这样死了。 这时候,人们想到刚刚灵异怪异的举动,拔剑将滑落的冰雪全部搅碎。 雪中藏有什么? 在人员返回前,没有人知道雪中有什么。 冰族可能会知道,但没有人会回答他们。 随后,越来越多的人被冰魂虫攻击,成为冰雕。 人们更加确定,雪中藏有某种可怕的东西。 问,危险。 灵异一个急退,显而又闲,躲过飞来的长枪。 出手的是一个青年,还是小本门上的人,灵异一个闪身,来到青年身后。 扑斥,青年看到自己身体在往后退,他死了,就这样被一箭秒了。 问,青年死亡,但身体还没有倒下,爆发出强大的威压。 灵异不敢耽搁,让小白转移离开。 路可以重新规划,命没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是谁?是谁杀了我足天骄,给我站出来。 无头尸体狂怒,最后狠狠一拳打向地面。 轰隆隆,地动山摇,雪浪滚滚,居然雪崩了。 无头尸体攻击如此强大,一击雪崩。 不过,对灵异来说,没有丝毫影响,他早就重新规划路线,很努力地往山顶爬。 提示,前方出现钻石级雪峭,请做好准备。 钻石而已,一件的问题。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提醒。 万年雪山,高千万米,冰天雪地,各种冰雪凶兽,重一隐秘其中,极度凶险。 越往上,寒风刺骨,暴雪遮掩,不倾自己身处何方? 二十岁以下年轻人,真能登顶雪山。 灵异不禁怀疑,他一个挂臂,十八岁钻石五级,还没到半山腰,就快撑不住了。 冰晶雪莲,真的存在,还是只是一个势头。 提示,冰晶雪莲的确存在,每年开一朵,万年雪山冰寒之力,会随雪莲的展开逐渐减弱。 在其完全盛开时,风顶气温和你现在所处差不多,少年郎,你来早了。 提示,火无极持有火属性宝物火炎草,受气温影响非常小,请抓紧时间。 只要,真有冰晶雪莲,就算是龙唐虎穴,我灵异也会闯一闯。 火无极嘛,要不要半路把他杀了,这样就没有人和他抢。 提示,火炎草有强者应激守护,除了火无极,谁也无法触碰。 你只有,在他准备炼化时,才有一丝机会,不做死就不会死。 行,你老大,你说了算,不能现在抢,那我就先到,埋伏一波,就不幸抢不到。 灵异脸上满是坚定,已经有了初步计划。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灵异快速做了一个简单计划。 火无极如此着急,一定是想在万年雪山炼化火炎草。 那么,他何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谁是猎人,又有谁说得清。 雪山中,无数人承受不了冰寒之力,只能在一定高度上寻找宝物。 玉兽师,软饭职业。 一切都靠灵兽。 整个雪山,就灵异鹤立独行,不召唤灵兽,也没有一个队友。 攀爬进度,却遥遥领先。 火无极吃火属性质宝,一样被甩得远远地,在屁股后面吃灰。 世间太复杂,就不能简单点。 万年雪山寒历未减,冰晶雪莲未成熟,真的太难了。 什么破地方,不给飞就算了,连空间都压制,一点都不人心话。 越往上,灵异发现空间越稳定,而且还进空。 小白空间能力被减弱,白铃和黑煞不能飞,阿里和小青在冰天雪地中很难带他往上爬。 什么垃圾地方,狗都不来。 灵异骂骂咧咧,开始使用灵力护体,钻石五级的气息暴露。 灵力护体,没有寒冰之力的影响,速度又加快了几分。 钻石五级。 灵异修为暴露的那一刻,万年雪山外的强者都不淡定了,纷纷报告自家势力。 若冠之年,就钻石五级。 这个纪元,桂冠将花落蓝星大夏,先有灵异,现又出现一个木面。 不能让他离开冰皇城。 不同势力,不同的人,却有一个相同的想法。 大夏是一个恐怖的民族,都是战斗疯子。 到了战场,一个个像吃了兴奋剂一样,嗷嗷冲锋,齐心协力,汉不畏死,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案例,比比皆是。 大夏不缺战士,不缺大将,更不缺元帅,距离神国之差,一根定海神针。 二十岁的钻石,未来有望成为这根定海神针,到时候,又一个冰雪神国。 他们,自然不会让头上再多一座大山。 所以,木面必须死。 外面如何,跟灵异没有一点关系。 来之前他就想好了,拿到冰晶雪莲就开溜。 而且,有鬼面在,一般人根本看不到他的真容。 而且,四个大帝分身印记傍身,还有遇到致命危机触发的大帝印记。 他灵异怕谁? 大帝不出,都是一群弟弟。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体内灵气消耗加剧,他不得不吞服灵力单恢复灵力。 第一次吞服灵力单恢复灵力,感觉有点怪怪的。 进入万年雪山第七个小时,灵异终于踏上万年雪山顶峰,看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雪山之顶,有一汪灵泉,冰晶雪莲在灵泉中摇摆。 连夜两张,连杆上点缀着一朵拳头大的半开莲花,映照在这冰雪之地。 灵异只得朗诗一首,表达自己的激动之情。 出于泥而不染,着清莲而不妖,中通外直,不漫不知,相远一清,亭亭静直,可远观而不可泄完烟。 贪婪地,吸入雪莲的芳香,一脸满足。 不管你过去如何,如何高贵,现在都得姓灵。 提示。 未完全成熟的冰晶雪莲,成熟倒计十三。 四十五。 三十二,请等待成熟后采集,才不会影响药效。 提示。 火无急准备利用冰晶雪莲含冰之力,减弱火炎草的药力,小心被偷它。 火无急来,他更加喜欢。 等着小子炼化火炎草,就是他动手抢夺的时间。 只要能拿到东西,从水手中拿都一样。 还有四个小时,先睡一觉,等成熟了再说。 阿黎,给主人暖暖。 万年雪山顶峰,九尾灵狐声无可恋。 无良主人又开始了。 天寒地冻的,毛茸茸的狐狸大尾巴,实在太舒服。 又软又温暖。 用来做靠枕和被子,十分八十。 不知道过了多久,空间介质震动了一下。 灵异发现,神银给的玉牌有了些许变化。 光滑的玉面出现了一排字。 神银考核第三阶段,击杀一个传说以上的异族天才。 击杀异族天才,你们真行。 不过,我喜欢。 现在,他只管等待各族天才登顶,想要多少天才的头颅没有。 不是我要杀你们,哥也是没办法。 灵异开始给自己想一个合理的借口。 不知道过了多久,稀稀疏疏的脚步声传来。 三眼火族的三个天才,在冰金雪莲即将成熟时登上封顶。 冰金雪莲还在,而且即将成熟,可是把他们激动坏了。 无极大哥,冰金雪莲要成熟了,恭喜你,即将觉醒炎魔肢体。 哈哈。 承蒙两个兄弟吉言,等我觉醒炎魔肢体,资质堪比神话,哥哥带你们遨游四海。 听说下国美人不错,到时候,火无极双目银鞋,仿佛看到自己已经突破资质上限,成就无敌,将祖先打了千年都没有拿下的敌人踩在脚下。 男人皆奴隶,美人认他品尝。 雪花飘落,短短几小时,灵异和阿丽身上全是积雪,又背靠一颗巨石。 远远看去,就一个凸起的雪包。 谁会想到,雪地里会躺着一个人。 天翼,罗罗,你们守住上山的路,不要让任何人上来。 火无极意气风发,已将冰金雪莲视为囊中之物。 火罗罗火天翼召唤出灵兽,警惕四周。 冰金雪莲疯狂吞噬万年雪山的冰寒之力,周围的白雪开始融化。 还有十分钟,如果暴露了就知能。 灵异已经做好强杀跑路的准备,同时隐秘好自己和阿丽的气息。 火缠盯着投影,恨不得上去给三人几个大耳瓜子。 你们光看上山的路,难道不会检查一下山上有没有人吗? 骄傲! 是要付出代价的三人持火炎草,都是黄金镜天骄。 远超同龄人,自傲一点是正常的。 只能说,老六无处不在。 这些异族人永远无法领悟老六的精髓与乐趣。 寒冰之力吸收得越来越多,冰晶雪莲的花瓣缓缓绽放,散发的芬芳,十分越来越浓郁。 默一会儿,稀稀苏苏的声音传来,到最关键时刻了。 凶兽降临,三人收回灵兽,乘三角降临权围起来,一个火红色光幕撑开,将三人和灵权保护在中间。 卷轴! 使用珍贵的卷轴,真的好败家。 要是知道冰晶雪莲已经姓灵,不知道会有何感想。 好! 愤怒咆哮传来,一只钻石九级巅峰雪翘带着一群雪翘最先冲上封顶。 冰狐,冰晶蛇,冰魂虫,一个个钻石九级巅峰凶兽相继登场。 他们就像商量好的一样,即使敌对,此刻却一致对外,疯狂攻击光幕。 抗议,大下人必须分享作弊手段,否则将受到联盟的制裁。 灯塔国带队长老布鲁修斯悲愤发言,掩盖灯塔选手的无能。 自称蓝星第一强国,选手现在都还在半山腰,下国选手怎么可能第一个登顶,在如此显眼的位置人莫发现就算了,就连凶兽都对他无动于衷。 这就离谱。 下国除了灵异,其他人也都踩到半山腰,实力与灯塔国半斤八两。 现在队伍还是完整的识人,只能说他们的运气真好。 寒冰之力锐减,却没有一个人敢加快速度。 血淋淋的教训告诉他们,粗心智慧让他们死得更快。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光幕越来越透明,看样子是坚持不住了。 提示 冰千刃,冰族刺神级天骄,黄金九级,小垃圾一个,翻车了,连提示都觉得丢脸。 提示 你被发现了,请小心应对。 寒风中 一道透明身影随风飘荡,在这种混乱时刻,根本不会有人发现。 能力不错,遇到挂臂,一切都是浮云。 灵异不仅要冰晶雪莲,还要火炎草,所以,只能对不起了。 灵异身形突然消失,再次出现,是已经到冰千刃身后,看我无敌苍蝇拍。 走你! 最遇见拍在冰千刃身上,将其拍飞,在空中喷出一口鲜血,从风顶落下。 就在这时,提示矿倒计时清零,冰晶雪莲成熟,火无极在光木破碎之前,采摘冰晶雪莲,放入玉盒中保存。 冰晶雪莲被采摘,气温开始降低,凶兽群变得十分狂暴,一双双星红的眼睛盯着场中三人,恨不得将其撕碎。 吼! 随着愤怒的嘶吼,一道漆黑的蝎子虚影出现。 危险! 一股死亡的威胁出现,不过并没有锁定它,应该是到突然出现的空白时间。 灵异没有丝毫犹豫,直接从风顶一跃而下。 碰! 身后传来巨大声响,天地震动,冰雪坠落,赫然即将发生雪崩。 安全考虑,小白使用空间转移,进入虚空之中。 刷! 一条粗大蝎尾,在灵异缸进入虚空时,扫过就差一点,差一点就要挂了。 所谓天才,也不过如此,马上就到歌表演的时间了。 万年雪山封顶,原本占满凶兽的平台上,残枝断壁,鲜血染红洁白的雪。 蝎子虚影消散,火足三人一跃二下,朝一个方向冲去。 灵异隐匿身形,紧随其后。 不久后,三人进入一处冰窟,火罗罗和火天翼进入冰窟后,埋伏在入口的两边,火无疾则往里走。 埋伏,他最不怕的就是埋伏,对于挂臂来说,除了绝对实力,一切都是浮云。 管你如何花里胡哨,溜就完事了。 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这三人绝对有联系的方法,解决掉火罗罗和火天翼,他可不一定能拿到火炎草。 一个空间转移,灵异很顺利越过两人埋伏的地方。 冰窟中,火无疾找到一块尖兵盘膝坐下,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两个玉盒和一个卷轴。 捏碎卷轴,火无疾周围再次出现一个火红色光照,比刚刚的要小一些,红色更加鲜艳。 两个玉盒,一个盛装冰金雪莲,另一个布满火红色细线的玉盒,装的是被强者留下印记的火炎草。 火无疾做完准备,化开手掌,将血液滴在玉盒上。 鲜血沿着细线流淌,不一会细线消失,他很轻松将玉盒打开。 一株琥珀色小草,躺在玉盒之中,可惜药效被光木阻挡,他根本感受不到。 废物,废物,这都发现不了。 火蝉急得团团转,一个能把冰族添骄一击打残的人,钻石石里觉得不是用灵药堆出来的。 火炎草封印解除,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火蝉不敢奢望,双目喷火,盯着王启明,最后只能放出狠话。 王启明,我足天才要是出事,下国就等着我火族的怒火吧。 哈哈。 你们三眼火族也不过如此,秘境之争,生死有命。 你们要是以此开战,我滑下河聚一战。 王启明霸气外露,生如红中,强者风范溢于言表。 你…… 火蝉还想说什么?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灵异身影消失,再次出现时,已经在光木内。 火无疾还没有想明白,打开的玉盒被人关上收进空间戒指。 拔剑术,拔剑术,扑吃,扑吃。 但是,分成两半的头颅飞向空中,双目睁得大大的,不相信自己就这样死了。 灵异再次消失,守在冰窟入口处的火罗罗和火天翼被同样的方式炮制。 攻击三大天骄,到抢夺火炎草和冰金雪莲。 说起来很长,时间却知识一顺。 一击过后,灵异立即逃离,连空间戒指都不敢捡。 虽然很不想承认,三岩火族比大下强,是不争的事实。 火无疾是炎魔之体,刺神级资质,背后绝对有高人守护。 灵异,都有大地印记,不相信他们没有,一击过后,不敢有丝毫停留。 头没了都还不死,他也没办法。 提示。 火无疾,火罗罗,火天翼死亡,大地印记触发。 圣人之下接楼椅,大地之下接尘埃,只有大地能对抗大地。 提示框出现,灵异却没有丝毫慌乱,果断取出师傅南弓无敌留下的分身印记捏碎。 同时,火无疾三人身上分身印记已经触发,三道虚影对着灵异就一拳轰出。 面对来势汹汹的三人,刚刚出现的南弓无敌,没有丝毫犹豫,一箭斩出。 剑气与三个拳影在空中碰撞。 轰轰轰。 空气暴明,空间破碎,冲击波四散,卷起一个个空间气旋。 周围空间,便为一片死地。 一击,半边雪山崩塌,万物灭绝。 空间震荡,坍塌,空间转移被打断,灵异从空间中甩出。 人们只看到,高空之上,一个血人从空间气旋中甩出,坠落。 大地可以调动天地之力,已经脱离了凡人的界限。 空间震荡的那一刻,灵异感觉自己就像一颗被丢进墨盘的玉米子,在墨盘的转动下,粉身碎骨。 还好,小白在关键时刻把它丢出来,但也只剩下半条命了。 一击不中,三眼火族大地强者还想继续攻击,被一股强大威压打断。 凤年内,传来女皇清冷声音,四位,在我兵族举行大笔的日子,大打出手破坏,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是否该给本皇一个交代。 南宫无敌看了一眼灵异坠落的方向,确定他没事后,对着凤年微微一礼,不卑不亢回道。 女皇陛下,本帝并非有意破坏,但有些人不守规矩,也只好出手,还望陛下误怪。 南宫无敌,你个老匹夫,怎么说话呢?三眼火族三个大地虚影中的一个开口,话语中满是仇恨。 哈哈,火清武,火清国,火清雄,秘境之争,各安天命,老夫说错了吗? 你们插手,修不修?南宫无敌丝毫不虚,指着脸立即嘲讽回去。 三个老人,不知该如何回答。 天玄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年轻一辈争斗,老一辈不得插手。 逆境之中,生死有命,怕死还去什么秘境,但这些,都是建立在同等势力下。 三眼火族的神,已经几千年没有出现,要不然,怎么会被兵族压着? 神不出,大下谁也不怕。 南宫无敌不嫌是大,继续嘲讽老夫能吊打你们,今天老夫的徒弟,杀你们徒弟如徒狗。 三眼火族,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你,火清武指着南宫无敌,满脸通红。 他们三兄弟,变成如今这鬼样子,南宫无敌贡献之大。 四百多年前,五个大帝率领火族大举入侵蓝星,恰逢南宫无敌路过昆仑须,一人一剑杀得他们溃不成军。 那一战,三眼火族战死无数,两尊大帝陨落,三尊大帝以灵兽自爆,重创南宫无敌,才得以逃脱,灵异使用的最遇见,就是那一战杀死缴获。 火清武,火清国和火清雄,虽然还活着,但没有一只灵兽。 四百多年过去,他们还是大帝一二级,而南宫无敌,已是大帝六级强者如何不弃? 问题是打不过呀? 冰族女皇虎视眈眈,今天不可能为徒弟报仇。 师父打不过,徒弟也不如别人,宝宝心里苦啊。 你什么念?还在这里给我装高手,当初是谁屁滚尿流逃跑? 要不要我把视频放出来,让大家瞻仰瞻仰三位的丰功伟绩。 这可不行,三个大帝,到时候被灭口怎么办? 南宫无敌摸着胡须,像在厮口,脸上却是不屑一顾。 手下败将,何以言勇? 对于三人来说,昆仑须一战,是他们的耻辱。 好不容易遇到好苗子,莫想到就这么折在这里,让他们如何甘心? 随着雪山坍塌,已经失去灵异的身影,有南宫无敌和女皇拦着。 今天,是杀不了灵异了。 南宫无敌,将那小子交给我们,此事就此结束。 否则,等大军降临,你们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火清武面目争鸣,以大下安危威胁。 呸!南宫无敌冷笑,一口浓谈吐在火清武脸上。 你算老姐,狗一样的东西,威胁我,救你也配。 救你们几个臭鱼烂虾,还真以为能做三眼火族的主了,给你脸了是吧? 老夫话放这了,年轻一辈如何争斗?老夫不管。 但谁要是敢不要脸对我的宝贝徒弟动手,别怪老夫不讲道理。 以前,大下还很弱小,他们被欺辱,嘲笑,欺凌,只能忍气吞声,委屈求全。 弱国无外交,也没有特权。 但现在不一样,大下站起来了,虽还不是无敌,但也不是谁都能踩两脚的时代了。 火清武忍不住,拳头钻紧,牙齿惊咬,脚就像灌了签一样,无法迈出一步。 建帝,你们之间的恩怨本皇不管,但因为你们,兵族损失惨重,不知道四位该如何补偿。 兵清莲看似在调解,何尝不是在敲竹杠。 灵异背后有一尊大帝,就算比他低三个小境界,也是不能轻易得罪的。 他有种直觉,灵异绝对不会乖乖把兵精雪莲留在兵族。 南宫无敌是谁,敢一个干五哥的存在,怎么可能会妥协,立即为自己开脱。 女皇陛下,本帝可没有动手,只是保护自己徒弟。 若这样都有错,本帝自然无话可说。 兵清莲没想到南宫无敌会那么说,怎么说两族关系交好,不就想留下兵精雪莲吗? 干嘛如此强硬? 南宫无敌,我也不想,臭小子的灵兽,需要兵精雪莲,他也很绝望的好不好。 南宫无敌既已如此说,他在追究,就是自己的不是了。 不过,你可能会转,但兵族永远不亏,目光立即转向三兄弟。 事出有因,大下赔偿就算了。 不过你们三个,自己看着办,别等本皇亲自上门索药。 说完,凤脸消失,独留三人在风中凌乱不带这样的,给一个解释的机会安慰。 万年雪山,南宫无敌脚踏虚空,目光炯炯有神,没有一丝懈怠。 不能把三人轰爆,真的好烦。 南宫无敌有些后悔,刚刚为什么不动作快一点,将三人打爆。 要不然,现在就能看看徒弟如何了。 自家徒弟,说什么也要保证,守住这三个老家伙,基本上就没有多大事情。 三人比他弱,应急又先一步触发,提前消散的可能性最大。 他还有时间。 雪山外,观众们目瞪口呆,久久都不敢相信。 今年的兵族大比,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最后连大地都出现了,一次出现四尊。 此次兵族之行,够他们吹一阵子了,一辈子也不是不可能。 大地强者,向来神龙献首不见尾,今天一下子见到四尊。 南宫无敌户独自的宣誓,更是触动了无数人的心。 修炼路上,不是每个人都有遮风挡雨的港湾。 每天,他们都小心翼翼活着,不惹是生非。 不是有多大度,弱者没有选择的权利。 今天过后,对灵异出手的,得先掂量掂量。 能不能承受一个大地的怒火? 同龄人就不用想了,就灵异神出鬼没的手段。 同龄人谁能在他偷袭下不死? 兵族大比,只有一个胜利者,那就是拿到兵精雪莲的人。 参加,是为了扩展事业,感受一下兵族的风俗人情。 赢不赢无所谓,重在参与。 大比不会因为一个插曲就停止,参加的人还在疯狂寻找各种宝物。 想量变引起质变。 不知道过了多久,灵异悠悠醒来,乌小之围着他,一脸担心。 看到灵异睁开眼睛,乌小之十分开心,上窜下跳,像一个莫长大的孩子。 让你们担心了,抱歉。 灵异艰难地说话。 来到这个世界以来,这是他身体创伤最严重的一次。 我昏迷了多久。 主人,对不起。 小白让你受伤了。 小白声音有些哽咽,就算有人听到,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灵异想伸手,但全身剧痛,手根本抬不起来。 小白很懂事地把头放到灵异的大手上,拱了拱,一脸满足。 主人还是很爱他的。 大家都不用担心,以我的恢复能力和阿里的治疗,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恢复了。 阿里是一只很骄傲的狐狸,除非灵异急需,否则他是不会让灵异得逞的。 像现在这样,用大尾巴做床的,还是第一次。 万事开头难,一切都是从第一次开始。 阿里全身一抖,感觉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但又感觉不到来自哪里。 应该是这里太冷了。 对,就是这样。 灵异在冰窟中养伤,除了阿里要提供热量服务,其他四小只开始探寻冰窟。 没找到什么好东西,他们就跑回来,献保一样把东西送给灵异。 不管好坏,都是自己小家伙的心意,全部都给收起来但,他们带回来的一个东西可是把他吓得不轻。 在灵异勉强能动的时候,小青不知道从哪个冰洞带回一颗一米多高的蝉蛹。 提示,万年冰残,次神级。 什么是次神级?资质还是大帝之后的境界? 灵异很想说说资质,但残蛹那狂暴的等级威压告诉他,次神级是第二种,实力。 这个小家伙够够虎,啥东西都敢往回带。 前辈,小孩子不懂事,您老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不是,咱说话归说话,你扒拉我的蚕丝做什么? 万年冰蚕丝,这不就有了吗? 那么大,薅一点应该没事,前辈不会那么小气的。 万年冰蚕丝十分坚韧,灵异之能沿着冰蚕吐丝的顺序,一点点疤。 全身剧痛难耐,灵异则兴致勁勃勃,每拉出一截蚕丝脸上的笑容就多一分。 残勇化蝶,需要漫长时间,不会轻易出手。 他才敢动手。 没想到,来一次冰雪神国,就找到四种材料。 他果然是天命之子。 过了许久,灵异才获得足够的冰蚕丝,剪断却成了问题。 用剑割断,冰蚕会不会感觉到危机反击? 无奈,他只能用手扯断。 是。 蚕丝太过坚韧,一不小心,手掌被割破,鲜血沿着蚕丝,流向残勇。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蚕丝扯断,他的手也多了几条深深的勒痕。 前辈,晚辈并非有意冒犯,但冰蚕丝关系到小白的进化,只能得罪了,还望前辈勿怪。 小青,你把前辈送回原来的位置,等我再恢复一点,我们就离开这里。 思思。 小青不解,但不影响他信任,尾巴一卷,将冰蚕蚕卷在尾巴上。 提示。 你是不是傻,这么好的灵宠都放过。 而且,他已经认你为主了,放回去,他也是死。 提示。 万年冰残,万年潜伏,只为一招破茧成蝶,奈何天意弄人,化茧后准备的能量不足,导致无法突破,只能依靠强大的生命力活着。 提示。 华勇也是一种另类的灵兽弹,恭喜你发财了,只要你有足够能量,助其破茧而出,你就多了一个次神级高手保护,运气好一点,直接神级也不是不可能。 小青,停下。 有今天的成就,多亏了提示矿的存在。 提示矿内没有说明万年冰残危险,还滴血认主了。 就相信一次,就一次。 蚕蛹化身飞蛾,冰残也是残,到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个白白胖胖的大飞蛾,到时候就有得完了。 提示。 没事请你多读书,冰残一族,万年破茧,化身冰仙子。 提示矿上出现一个小精灵一样的图案,图案很模糊。 他只看到一个女孩轮廓,和一对翅膀,其他信息一点没有。 灵力流转,灵异发现,手臂上的九芒星,居然亮了五颗星星。 卧槽。 真的合格签订契约了,问题是我对他的信息一点都不了解。 看到的是一团迷雾,提示。 万年冰残化碱,种族蜕变,实力可没有影响,不想死就好好拉近关系,要不然会死得优。 不不不,我不要了,这玩意我不要了。 灵兽实力远高于御兽师,下场只有一个,灵兽反噬,他还不想英年早逝。 生活就像那啥,不能反抗,就要学会享受。 冰仙子已经契约了,契约未备战,只希望不是一个反骨仔。 灵异只能在心中期望。 问。 末多久,一阵空间波动,南宫无敌的身影出现,看到灵异,一脸心疼。 臭小子,让你老实一点,末实力还逞呢?遭报应了吧? 刀子嘴斗抚心,南宫无敌一边教训一边来探查他的伤势。 伤无碍,而且还在以极快速度恢复着,他靠着的大狐狸也在不停地给他刷治疗,用不了多久就能恢复了。 师父,能不能带我跑路?身上宝贝太多,我怕王老有麻烦。 王老不重要,怕自己玩完才是真的。大地强者,连空间都可以影响,逃跑一仗末了,自然得先跑路。 南宫无敌一愣,好气又好笑。宝贝太多,你还真是。 完全被掌控的秘境就是麻烦,全程监控,做什么都在别人眼皮子底下。 自家徒弟,能帮自然要帮,看向灵异问道,想去哪?当然去寻找宝物了。 小白蜕变,还缺四众宝物,分别是万年龙咸草,万尘沙,混沌土,千宁水。不知道在何方。 提示 万年龙咸草,龙族半生灵药,拥有神秘莫测的功效。南国南部的陨龙坑,曾经出现过龙咸草的踪迹。 提示 混沌土,万物之源,传说女窝造人,使用的便是混沌土,女窝族内可能有所剩余。 女窝族常有族人外出玄乎济世,渡人渡己,常出没于西江一带。 提示 千宁水,有名不宁水,一千年前,有人在无尽沙漠献过。你可以尝试到无尽沙漠寻找。 提示 万尘沙,一粒重大千斤,断体之人梦寐以求的宝物,此刻就躺在你空间戒指中。少年,要学会整理宝物空间,自己有什么都不知道,严重鄙视。 灵异一头雾水,我什么时候获得万尘沙了? 难道,灵异想到了一种可能? 无尽沙漠在西北,西江靠近西北,灵异立即决定,让南宫吴迪把自己送往西北。 师父,麻烦你帮我送到。 所有人恨不得抱走灵异一毒,到关键时刻,居然卡住了。 裤子都脱了,就让我看这。 南宫吴迪手一挥,空间撕裂,灵异和吴小枝被一道金光包裹,顿入空间裂缝之中。 不是,你还真的跑啊。 女皇,我举报,有人卷款逃走,恳请追回。 女皇,我也很绝望好不好。 冰金雪莲贵重,采摘极难,只有二十岁以下之人才被雪山认可,其他人根本不可能采到,就像是专门给年轻人的试炼一样。 为了吸引各族天骄前来,冰族不仅准备了漂亮才女,还规定雪山上所得,全部归自己所有,冰族拥有优先购买权。 为此,才吸引了一大批天之骄子。 有宝物入账,还可能抱得每人归,何乐而不畏。 让他去截住灵异,抢回冰金雪莲,根本不可能的。 生育末了,日后盛会还如何继续? 这小子,真是好运,一下子获得三件让人眼红的至宝。 空有宝物,却没有与之匹配的实力守护,结局只有死路一条。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灵异讨厌秘境原因就在于,不管做什么,都在别人监视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一点隐私。 灵异走了,少一个有利对手,对其他人是好事,不用面对降维打击。 但,也有人起了小心思,灵异离开后,纷纷告辞离开,目的都心知肚明。 三件万年级别的宝物,无论冰晶雪莲,火炎草,还是万年冰蚕丝,都是极难得的宝物。 钻石五级,在他们眼中,真的不够看。 一块肥肉? 不在还修炼什么? 王启明一脸担忧,脸上杀意毫不掩饰,希望前辈把他带远一些。 你们最好不要有想法。 否则,自己还是太弱了,作为带队长老,连孩子都保护不了,真的是一种失败。 这更加坚定他要突破的心。 想抢我东西? 你们慢慢找吧。 关于灵异的一切,快速开始在天玄界传播。 二十岁。 钻石五级。 一击拍飞兵足天骄。 斩杀三岩火足三大天骄,抢夺火炎草和冰晶雪莲。 在大地强者战斗余波中活下来。 在人们讨论的如火如荼时,灵异已经换了另一副面貌,朝下一个目的地进发。 千宁水和混沌土都在天玄界西北,通过空间裂缝向西穿梭, 半岛离开空间裂缝,徒步前往西北的无尽沙漠。 换了另一副容貌,最遇见重新组合,全身上下全部大变样,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人。 只要不自己暴露,很少有人会发现。 天空中,一条白龙在急速飞行,背上靠着一个长相普通,拉里邋遢的青年。 一群傻叉,你们慢慢找吧。 等找到了哥,早就去下一个地方了。 灵异一脸得意,完全没有注意到,装着火炎草的玉盒上,一个微弱的印记在波动。 三眼火族黄城,一座灰红大气的庄园内,三个老人围在一起,一个闭幕,双手不停掐动某种法掘,仿佛在进行某种仪式。 三人赫然是万年雪山现身过的三眼火族大帝,施法的是老大火清武。 他们是大帝,即使没有灵兽,战力同样不可小觑,杀圣人如屠狗。 虽不被重用,身份却也不低,该享受的他们一样不少,在皇城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过了不久,火清武睁开眼睛,眼中满是杀意。 徒弟没了,希望就此断绝。 你让他如何不怒南宫无敌,不要以为这样就算了。 等他死了,你常常一无所有的痛苦。 愤怒的嘶吼传遍皇城,普通人心惊胆颤,大人物们则是怜悯,卑切和不屑。 五个大帝率领千万大军进攻蛮夷之地,两死三残,这些年一直在皇城养老。 好不容易收了一拨传人,被老对头的徒弟一次性解决了。 三人向火皇请命,带兵进攻蓝星,逼迫大侠交出灵异。 得到结果是,大军还在准备中,莫到最佳攻击时间。 什么时间?不过说辞,胡死狗砰。 大哥,小畜生在哪? 我现在,就去撕了它。 火清国双目通红,像一只饥饿的孤狼,责人而食。 火清五摇头。 封印已解,它只能勉强感应到灵异的方位。 小畜生在快速移动中,无法确定位置,不过可以肯定,在西边,正快速朝北移动。 火清五看向西方,沙翼再度爆发。 优美漂亮的庭院,花草凌迟乱成一团。 难攻无敌,它们打不过。 灵异是它们愤怒的唯一宣泄口。 大哥,小畜生身上,会不会还有印记? 如果我们真身前往。 火清雄等两个大哥,情绪稍微稳定,提出一个让它们都恐惧的问题。 同境界被吊打,真身过去,它们且不是送点心。 火清五火清国,眼睛转向火清雄,让它继续说。 火清雄也没有让它们失望,说出了一个可行的办法。 大哥,小畜生身怀重宝,又孤身一人。 我们何不把它行动方位公之于众,然后在暗殿发布悬赏。 两人一听,眼睛都亮了。 财博动人心,把灵异身怀重宝的消息发出去,又在杀手组织暗殿,发布暗杀任务,双管齐下。 一个钻石而已,就不相信它不死。 好。 就这么办。 暗殿那边,清雄你亲自去一趟,价格无所谓,但一定要它死。 火清五老脸舒缓了不少,认为这样就能把灵异给杀了。 神营苍狼大队,所有通过第二阶段选拔的都集中到一个宽广的训练场上。 大队长照如海,看着还剩下的一百多人,脸上满是笑意。 都不要紧张,大家都知道第三阶段任务,十分危险,随时可能会丧命,就算完成任务,也不一定回得来。 我也不强求大家,你们能走到这里,已经非常优秀,是一个合格的战士。 不过,我们不仅是战士,更是一把尖刀,一把随时给敌人致命一击的尖刀,随时要做好孤立无援,单独作战的准备。 要知道,你们现在面对的不是同龄人,是所有的敌人,敌人不会因为你境界低,年龄小对你手下留情。 可能你前脚完成任务,后脚就死了。 放弃吧。 想想你们的家人,你们现在回去,没有人会,看不起你们。 照如海也真的狗,本来任务就很难,可能一去不复返,他还说风凉话,动摇军心,让别人觉得是对的。 我现在回家,一样功成名就,比早早淘汰的人强多了。 报告,我退出,我妹妹还等我回去。 报告,最终,三分之一的人选择退出,另外三分之二将和他们一样,成为疯子,成为敌人的噩梦。 等所有菜鸟都离开,照如海眼睛里水雾弥漫。 这群傻子,就这样走了,希望能多有点人回来。 狼头,有人完成任务了。 一个战士匆忙跑来,脸上满是喜悦。 照如海揉了揉眼睛,内心也是十分高兴。 任务才发布,灵异就完成了。 这小子,没有浪费他的苦心。 为了这个名额,他可是厚着脸皮在老林岛那磨了又磨的。 立即问道,对方是什么人。 报告,是三眼火族的史诗集天才火无极,史诗天才火罗罗和史诗集天才火天意。 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一下子干掉三个史诗,还都是三眼火族的。 他喜欢。 好。 好啊。 告诉崔士兵,今晚准备点好吃的,大家庆祝一下。 是。 战士敬礼,转身跑开。 李天明和赵如海对视一眼,脸上满是笑意。 三个史诗,够火族腾一阵子的了。 不管是苍狼大队,还是三眼火族黄城,发生的一切灵异都不知道。 此刻,他靠着白灵的灵甲躺着,身体已经完全恢复,四小只围着他打闹。 灵异则在清点收获。 攀爬的过程中,灵异收集了不少东西,因为在万年雪山,这些东西在其他地方是很少见的。 就是有一点,他现在用不到。 最终,灵异目光投向两样东西,一个古朴木匣子,一个大了几千倍的残涌。 木匣子打开,里面装满一颗刻银黑色晶体,取出一颗放到手中,第一感觉就是非常重。 白灵速度都降了几分,值得收入木匣子中。 最后,只剩下万年冰残残涌,冰仙子另类灵兽弹。 提供能量的东西他有,还非常多,问题是咱不敢啊。 次神级,他要多少年才能追上,期间要得饱饱一步顺心。 他且不是要完,可能还会连累大下。 要是不给吧? 死了怎么办? 位置给占了,死了,他就少一个灵兽尾。 好难抉择。 提示,建议提供足够血精让其恢复,破茧时极大概率达到神级。 少年,我不会告诉你,用不了多久,大下就会面临刺神级的威胁。 什么? 刺神级威胁? 神级他不知道,也没有丝毫文献记载。 知道的,都是从提示矿的支言片语中获得的。 神是一个全新的境界,刺神级也是神,与大地之间的鸿沟,绝对不是用数量能弥补的。 怎么办? 真的要帮他破茧吗? 想到东方那片美丽的土地,想到为了后方安宁,前赴后继赴死的可爱战士,想到师父,洛心。 不知不觉见,自己在这个世界,有了那么多牵挂,哪害怕什么。 干就完事了,说不定死了他,就能回到和平安全的华下,继续做一个射处呢。 给点提示,要多少才能把他培养到神级。 提示,冰蚕本是十分脆弱的生灵,能活万年,无不是上天眷顾的信任。 万年积累,只为一招破茧,不多,十万块就够了。 噗,一口老血喷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无耻之徒,十万块,还不多。 提示,某人手里有近千万块血精,十万都舍不得,还想人家对你好,脸还要不,副辞自笑。 你要学会舍的,有舍才有得。 少年,慢慢学。 且,我是那种人吗? 我就感叹一下。 我都不知道,自己捡了多少血精,提示居然统计了,以后是不是可以? 唉,男人好男。 灵异不由地叹气。 以前,自己一个人,了无牵挂,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保家为国也用不到他,就一个躺平等死的射处。 一招穿越,还未逆袭,走上人生巅峰,就要背负那么多。 给穿越前辈们丢脸了。 我该如何做? 灵异内心默念,这一次提示矿反应迅速,仿佛一直在等他询问一样。 提示。 御兽师各灵兽御兽空间互通,让灵兽降血精放入御兽空间。 再将冰仙子收入御兽空间,他会自主吸收外界能量蜕变。 提示。 火清武已经动心你大致方位,将你方位和身怀重宝消息公布于众,请小心行事。 提示。 火无疾,火罗罗,火天翼三人的师父,害怕南宫无敌分身,已在暗殿发布高额悬赏。 暗殿杀手遍布天玄界,大夏也有不少强者加入暗殿,极度危险,请小心行事。 连续弹出三个提示矿,灵异都看猛了,三个大帝是假的吧? 比他还狗。 火清武? 小臂宰子,有本事不要用大地印记,看老夫不把你打成饼饼。 后两个提示,可是吓了灵异一跳,他已经很小心了,火清武是如何找到他的。 提示。 装火炎草的玉盒曾经被火清武使用印记封印,气息可被捕捉。 草! 都到暗殿发布悬赏了,绝对不是刚刚才发生了。 为什么不早点提示我? 提示。 告诉你有用吗? 普通玉盒根本无法存放火炎草,又不能丢掉,告诉你有用吗? 而且又不会死人。 这提示也是莫谁了? 灵异怀疑,不是按着提示建议培养兵仙子,不到危险降临都不会有这些提示。 诸天神佛将我丢到这个世界,给的金手指就一个提示,给不给还要看心情,是为了折磨我的吗? 生活还得过,吐槽过后,灵异继续北上。 三眼火族军队,最近一直在调动,该不会要开始了吧,得,赶紧把消息传给国家,真的有次神级降临蓝星。 降维打击之下,千年前的惨剧,恐怕又会重演。 问题是我现在,又不知道,是那个次神级攻击大侠,他们会相信吗? 提示。 火魔神与冰雪灵神,上个纪元两大绝世天骄,纷纷成就次神,争夺成神纪元时,两败俱伤,修养万年。 火魔神还未完全恢复,其准备吞噬无数生灵恢复伤势,在与冰雪灵神一绝高下。 你觉得千年前的空间裂缝,是巧合吗? 火魔神? 怎么可能? 进入天玄界后,灵异一直在阅读历史,了解天玄界的发展。 其中,就有火国和冰雪神国的建国者的记载,就是火魔神和冰雪灵神。 传说,这两人百年内建立庞大帝国,成就神级,最后双双飞升,支流下道统。 没想到,他们还隐藏在天玄界某处。 千年前空间裂缝也是他们所谓,他们故意让蓝星发展壮大。 不对,他们是要灭了蓝星。 灵异原本还奇怪,大下战士虽然作战勇猛,汗不畏死,可血肉之躯怎么可能挡住火国御兽士军队? 现在,一切都明朗了。 为而不公,把蓝星人赶回蓝星,然后,全部吞,是。 这种可怕的想法一出现,就深深扎在灵异脑海,挥之不去。 提示,纠结什么? 冰仙子破茧,大下自保绰绰有余。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快点变强,不要拖冰仙子后腿。 一个重伤万年的刺神级而已,把你吓成这样,再说,有冰雪灵神牵制。 火魔神无法全力进攻蓝星,这也是,你们的机会。 该死的,这个世界套路太深,也太危险了。 强者? 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老家?老婆孩子热抗头。 好难。 在此之前,能强一点试一点吧。 事态严峻,灵异充分利用资源,原本只有白灵一个逮捕。 后来,白灵和黑煞轮流换班,他一刻不停朝无尽沙漠而去。 五天的急速赶路,灵异终于到无尽沙漠外围。 墨城。 无尽沙漠无边无际,天地变幻莫测,常有玉兽是迷失其中,故而又叫死亡沙漠。 远远的,灵异让五只灵兽回到玉兽空间,灵异则扮成寻宝的佣兵。 交了十块零食的入城费,成功进入墨城。 灵异虽然年轻,身上的血腥气阙十分浓郁,一看就是双手沾满鲜血之人,根本没有人敢靠近。 跟着提示,一座高大的建筑很快映入眼帘。 汉墨拥兵团,一个有大厦圣人组建的拥兵团,在墨城市赫赫有名,最重要一点是,他是龙武的徒弟。 哈哈。 墨无痕,你们汉墨拥兵团,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连我一拳都戒不住。 墨城第一拥兵团的位置,你们汉墨拥兵团是不是该挪一挪了? 远远的,灵异就听到犬废。 靠近后,一个光头青年灰头土脸,被人踩在地上,半边脸都陷入黄沙之中。 门口的守卫一脸焦急,但被两个大汉拦住,根本无法支援周围,到处都是凹坑,看样子是刚经历了一场大战。 青年双目中满是恨意,几度想起来,但头被死死踩住,根本无法起身。 墨无痕,说的应该是地上的光头,那么就是大厦人哦。 灵异双腿蹬地,暴射而出,对着青年就是一巴掌。 啪。 青年在空中旋转,几颗门牙混合血水飞舞。 碰。落地后滚了很远才停下来,卷起一地灰尘,一个血红的巴掌印高高肿起,像条死狗一样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不知道是昏过去了,还是墨连起来。 灵异向光头伸手,将它从地上拉起来,问道,还要我帮忙吗? 不用。 我自己来。 墨无痕也不是矫情的人,对着青年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打得青年嗷嗷直叫。 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 墨无痕出手,丝毫不留情,大汉想要帮忙,却被守卫拦住。 刚刚他们是,如何对人家的?人家现在就怎么对他们? 突然,一股暴虐气息从青年身上传来,墨无痕来不及反应,被震得连连后退。 墨无痕。 死。 墨无痕瞳孔放大,眼睁睁看着拳头越来越近。 哄。 危急时刻,一个拳头为他挡住致命一拳,拳拳相撞,恐怖的冲击波,将墨无痕和青年震退。 咔嚓,让人牙酸的骨裂声传来,骨骼被震碎,手软踏踏挂挂在肩膀上。 啊。 青年后知后觉,发出一声惨叫,痛不欲生,撕心裂肺,墨养让人心碎。 灵异可不会给敌人留下机会,一拳轰向青年的脑袋。 住手。 拳头距离青年脑袋不到一毫米处停下,声音只要慢一点点,他们就能看到西瓜爆开的美景。 一个骚尾传来,原来青年漏了,还是双漏,灵异也是服了,如此嚣张之人,还会双漏。 哎呀,真是人不可貌相。 巴沙木是黑骷髅拥兵团的少团长,实力和汉末拥兵团差不多,他不能死在这里。 墨无痕拳头钻紧,双眼通红,恨不得杀了青年,却说出违心之言。 这就是现实,人不能为自己活着。 滚。 赶再来老子打断你第三条腿。 巴沙木连滚带爬,快速逃离,一路上洒出无数黄白之物,两个大汉脸色黑如锅底,紧跟其后。 这位兄弟,谢了。 墨无痕表示感谢,嘴上的笑容怎么也藏不住,拉动嘴角伤口,疼得呲牙咧嘴。 兄弟,谢了。 我教墨无痕,汉末拥兵团的少团长,墨成第一天才,以后在墨成,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 墨无痕首次来熟搭在灵异肩膀上,开始自我介绍。 第一天才,不知道谁差点被打死。 啊,当然不能和兄弟比,巴沙木仗着比我大五岁,随时欺负我们。 再过两年,我把他想都打出来。 不是我吹,论天赋,我说第二,墨成就没有人敢成第一。 墨无痕越说越起劲,灵异不得不打断,要不然不知道他还能说多久。 对了,刚刚听他叫你墨无痕,墨俊峰在不在? 他是我爷爷,走走,我带你去献他。 如此天才,爷爷一定很喜欢。 不管灵异是否同意,推着灵异就往里走。 有种荒谬的感觉,这家伙不会取向不对吧? 在灵异胡思乱想时,一个老人带着一大帮人急匆匆赶来,正好与他们撞面。 无痕,你个臭小子,又去惹那个疯子做什么? 看我不打死你。 老人满头白发,双目神异,炯炯有神,抡起拳头,就准备众目睽睽之下,给孙子一个教训。 老大,救我。 墨无痕脑袋一缩,完全躲到灵异背后。 赶拿我挡灾,先给你点教训,灵异抬脚,对着骑脚尖就踩下去。 嗯…… 墨无痕满脸通红,其中酸爽之能,自己领悟。 前辈,无痕兄弟,也是没有办法,别人都打到家门口了,他总不能避而不战,这也是墨办法的事。 就是,他骂得可难听了,我才和他打起来。 墨无痕伸出脑袋解释,与墨俊峰眼神对上,又快速缩回去。 墨俊峰瞪为眼孙子,对灵异询问道,小兄弟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实力,不知道是哪家俊杰。 前辈说笑了,老家来的,很久没有回家了,想让前辈给老家带几句话。 既然如此,跟我来吧。 墨一会儿,灵异被带到客厅,除了墨无痕外,全部被墨俊峰示意离开了。 灵异看了一眼墨无痕,意思不言而喻。 小兄弟有话不防直言,无痕虽然实力不怎么样,嘴巴却也严实,他不想说的,谁也敲不开。 灵异算是看出来了,墨无痕不是普通的少团长,是按接班人培养的,倒是显得他的担忧是多余的。 灵异抱拳,前辈说笑,我并不是不幸无痕兄弟,只是害怕此事会连累到他。 晚辈此来,是想让前辈给老爷子带几句话,三眼火足准备把蓝星封死,作为火魔神恢复的养料。 为了让墨俊峰相信,灵异从空间戒指中取出龙无给他的分身印记。 看到印记,墨俊峰脸色一变。 师父的气息,墨想到这小子居然有师父的分身守护,当年他可都没有这种待遇。 墨俊峰眼中满是怀恋,自从师父隐退,他就来到这墨城,一转眼几百年就这样过去了,师父他还好吧? 老头子很好,每天跟我师父下下棋,论论道。 不过,好不了多久了,三眼火足大军已经对四大要塞开始合围,用不了几年,战火将重燃。 哼,三眼火足,贼心不死。 你小子,有事还是亲自跟师父说吧。 说完,墨俊峰拿出一个投影仪一样的东西,将一个光幕投影在半空中没多久,光幕上出现一个老人的影像,居然是远在千万里之外的龙无。 俊峰,你小子终于想起我这个师父了,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哎哟,这不是我们的大天才吗? 我就说这鱼木疙瘩怎么会联系我? 原来是你小子在搞鬼。 灵异没有在意龙无的调侃,也不管他是如何看穿自己的,他要做的就是把消息传回大厦。 让联邦做好准备。 前辈,情况紧急,你老就不要调侃晚辈了。 此次通讯是告知前辈,三眼火足先祖火魔神和兵足先祖冰雪灵神还在天旋见。 千年前的空间裂缝并不是天灾,是火魔神这个次神级的阴谋。 他让蓝星进入修炼时代,培养强者,再用火足施压,我们不得不变强。 现在,新一个纪元来临,他要吞噬蓝星万灵恢复伤势,再与冰雪灵神一绝高下。 以前,三眼火足进攻,我们都是险上。 火魔神出世,即使有冰雪灵神牵制,火魔神无法出手,大厦的情况很不容乐观。 灵异把提示和自己的理解与推测,全部告诉龙武,该做的做了,接下来的只能看天意了。 好了,我知道了,联邦那边我会去说的,在外都注意安全。 俊风,回来吧。 那么久了,也该回家了。 前辈,灵异想要劝说,却被莫俊峰阻止,眼睛里满是水雾。 爷爷,你怎么了? 莫乌狠紧张冲过去询问。 爷爷是一个非常要强的老人,爸爸妈妈出世的当天,爷爷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让任何人看到他柔软的一面。 出来后,他就疯狂地复仇,给人们看到的是噩梦,而不是泪水。 没想到,今天一个通话,居然让制霸莫成的老人,再一次展现了柔软的一面。 爷爷没事,就眼睛进沙子了。 爷爷,大厅每天都有人打扫,又有阵法守护,这里没有灰尘。 我擦嘞。 静说大实话,你个臭小子。 莫俊峰双目一瞪,伸手拍向孙子。 莫无痕缩头,但没有躲开,看来莫少挨打。 但这次,等来的是一双温暖的大手,一种他十分迷恋的爱。 没有父母的关爱,是这只温暖的手给了他所有的爱,让他健康成长。 祖孙和睦相依,灵异都羡慕了。 这样的亲情他也想要,但都没有。 嗯? 嗨嗨。 灵异情感自然不会如此丰富,他就羡慕一下,真的就一下。 过去他可能会很孤独,现在嘛,可是一个绝世天才。 小伙子,谢谢你。 我的确该回去看看了。 你来这里,不仅仅是来告诉我这些的吧。 嗨嗨。 灵异摸头,被看出来了呢。 灵异根本不隐藏,直接向莫俊峰打听千灵水的情况不瞒前辈。 晚辈此次前来无尽沙漠,是为了寻找千灵水,不知前辈可有无尽沙漠地图。 你要找千灵水。 莫俊峰惊诧,也多了一分警惕。 莫家爷俩的脸色变换只有短短的一瞬,不过还是被灵异捕捉到了。 他们有千灵水的下落。 提示。 千灵水,又名不灵水和无根之水,是提升御寿施和灵寿资质的绝世宝物。 一天前在死亡沙丘的风暴之眼出现过,莫俊峰已经召集人手,准备寻来提升孙子资质。 你这时候出现,真的很不是时候。 原来是竞争对手,怪不得会紧张。 没错,晚辈此次来无尽沙漠,的确是为了找千灵水。 看前辈反应,莫非知道千灵水下落。 你不知道。 啊,灵异一连猛,我该知道吗? 我刚来好不好? 前辈,晚辈这几天一直在赶路,今天方进莫城,确实不知。 若前辈知道消息,还望告知晚辈感激不尽。 灵异恭敬,语言表情全部到位,没有丝毫破绽,仿佛他真的不知道一样。 我是不知道啊。 除了提示框,他根本就不知道千灵水已经有了踪迹。 仿佛,就像专门为他准备的一样。 也没有什么不可说的,距离莫城万里的死亡沙丘,常年龙卷不断,空间破碎,时常带出一些其他空间的宝物。 而且这些宝物,在出现前,都会出现影像。 这次出现的影像中,有一团黑褐色液体,极像传说中的千灵水。 若小兄弟也是为了千灵水,不妨与汉莫佣兵团一起,也有一个照应。 原来如此。 灵异整个人豁然开朗,仿佛听到了某个极为重要的消息。 还是不了,晚辈在汉莫之事已了,感谢前辈解惑,晚辈感激不尽。 那就不打扰了。 灵异抱手请辞,莫俊峰也没有挽留,把他送到拥兵团门口。 爷爷,为什么不让他留下?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灵异走后,莫无痕不解地问爷爷。 莫俊峰捋着胡须,抬头,高深莫测,让人难以揣摩。 爷爷,你呀,何时才能像他一样? 莫俊峰摇头感叹,孩子永远都是别人家的好,别人家的孝顺,别人家的能干。 哈哈,千宁水出世,双方都想得到,是竞争对手。 留下来,到时候会束手束脚,何不现在离开,对双方都好。 争夺宝物上,只有对手和队友,其他的都是浮云。 听完爷爷的解释,莫无狠脸上有些迷茫。 这就是大人的世界吗? 好复杂,真不想长大。 刚走出汉墨拥兵团,暗中就有人跟着他,会不会黑骷髅拥兵团的人。 提示,答对了哟。 莫城现在有实力的散人和拥兵团都在准备抢夺千宁水,所以不用担心有强者袭击,麻烦吗? 是少不了的。 真是麻烦,到哪都有苍蝇你们快看,兵族的强者到了,好大的排场。 兵千刃也来了,听说是,为了报仇才来的。 谁说不是,听说他在兵族大比的时候,被人一箭拍晕过去。 这你就不知道了,三岩火族,还死了三个天骄呢。 听说大帝都出现了,最后居然不了了之。 灵异刚到街上,准备采购一番,就听到关于兵族大比的消息。 打探一番后,知道了来龙去脉。 兵千刃,刺神及天才。 神话天赋不出的时代,巅峰风云人物,不到二十岁黄金九级巅峰,即将踏入伯金。 这样一个天才被人一箭拍晕,让他如何能接受。 第二阶段,兵千刃魔拳擦掌,准备一雪前尺。 火足三个天骄夭折,石崇山重伤躺床上,根本没有一盒之敌。 一路各种装逼各种秒杀,夺得第一桂冠。 但没有人承认,他是第一。 因为第一的人,因为害怕他人夺宝,已经提前一步逃走了。 他发誓,一定要狠狠揍灵异一毒,让世人知道,谁才是第一天才。 谁知,灵异人间蒸发了,一点音讯都没有。 这不,火足大帝公布灵异大概方位,又恰逢千宁水出世,他就来了。 找不到灵异,拿下一件珍宝。 要是天赋能再往前一点,成就神级,就美滋滋了。 打探一番后,灵异才后知后觉。 我那么厉害了吗? 庞大的兵雄队伍中,灵异看到一个帅气青年,坐在一头洁白没有一丝杂色的兵雄上, 闭着眼睛,十分高冷。 真小倩,不就拍一下? 一群小垃圾玩不起,三眼火足势,你们兵足也是,莫谁了? 阿秋。 兵千刃打个喷嚏,一脸茫然。 堂堂兵足天骄,怎么可能会感冒? 兵足的队伍越来越远,灵异加快采购的步伐。 天才地宝,有缘人得知,原本想跟着提示偷偷发大财, 莫想到,居然还有提前预告。 服了,这片天地满满的恶意。 他感受到了,大肆采购一番,灵异不仅买了各种生活用品, 还买了一份无尽沙漠地图。 大众地图,知识标了大概方位和地形,对拥有外挂的人来说,已经够用了。 买完东西,灵异准备在城中休息一晚,就前往安全系数比较高的天异酒楼。 很奇妙的是,兵足一行人就住在天异酒楼,不知道他们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薛姨,我感觉到了,他已经来到墨城。 兵迁任目光灼灼,整个人充满战意。 所有人都告诉他,对方是钻石五级,不是现在的他能对付的。 他不相信,从小到大,在天才的光环下成长,受尽宠爱,觉醒人人羡慕的刺神级天赋。 契约神话灵兽。 哪一剑,不是轰动冰雪神国的大事件? 居然,居然有人一剑拍晕他,不可饶恕。 兵迁任在发泄着,咬牙切齿,完全没有发现他日想夜想的男人,就在楼下的大厅,靠窗的位置,一边吃着美食,一边看向窗外的城市哪来的臭乞丐。 出去,出去。 天异是你能来的地方吗? 两位大哥,行个方便,我进去找个人,很快就出来了,就一小话。 一小话? 提示。 少年,你要的女娲传入来了哟。 请不要错过。 噗。 口中的汤,差点喷出来。 他已经很小心提示的读点,最后还是被读到了,只能说,提示真的是无所不能。 提示。 多谢夸奖。 不想大理越来越皮的提示矿,灵异目光转向提示矿出现的方向。 提示矿落在大门处,一个体型娇小,玲珑有致,脸上满是灰尘的女孩身上。 此刻,他正被酒楼守卫拦住。 这位爷,不知道有什么吩咐。 灵异招手,酒店服务生快速靠近,十分恭敬问道。 怕大。 十块零食被灵异丢到桌子上,直指大门处的少女,把她带过来,今天她的费用我包了。 号称先天灵族的女娲族,她倒要看看,有什么不同。 默一会儿,少女就被带到跟前。 仔细打量一下,女娲族就是不一样,别看她脏兮兮的,身上却一点味道都没有。 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酒店的伙计和守卫眼力真的不行。 坐吧。 想吃什么随便点,我请。 说完,灵异不再管女孩,一个人看着窗外的滚滚黄沙,陷入沉思。 哦,这就是姥姥说的,欲擒故纵吗? 遇到这种人,立即离开。 可是仙尘肚子好啊,吃饱了就跑。 对,就是这样。 老爷爷说今天来天意酒楼,会遇到注定的那个人,打开我命运枷锁,会是谁呢? 咕噜噜。 啊。 凤仙尘低着头,小脸因为沾满灰尘,看不出有多少变化。 一小只,低着脑袋,怯生生的,十分可爱。 给你机会都不中用,真是的。 还是我来帮你点吧。 小哥,你们的特色菜,再给我上一桌。 灵异挥手,说出了让人无语的话,还以为你多会点呢? 最后居然按桌算。 好嘞。 您稍等。 服务生离开,凤仙明亮的大眼睛看着灵异,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对他那么好。 他能感觉到,灵异并没有什么恶意。 谢谢。 不客气,出门在外,谁都有困难的时候。 话说,你出门不准备些钱吗? 灵异纯属好奇,没有强迫他回答的意思,就像两个老朋友唠家常一样。 凤仙尘陷入回忆,一脸的满足。 我遇到一个村庄,他们都要饿死了,我只能把自己的钱给他们。 得。 这就是你们女娲族的玄弧济世,差点把自己都寂寞了,不得不说。 这姑娘就是心善,也不知道给自己留点。 谢谢你请我吃饭,我叫凤仙尘,有机会我会报答你的。 要如何报答呀? 灵异把脑袋伸过去,色迷你问道。 啊,凤仙尘被吓一跳,下意识一巴掌打过去,被灵异完没躲过。 我告诉你,你别乱来,这里可是有很多人,还有仙尘很厉害的。 凤仙尘挥舞着小拳头,怎么看都不像是会打架的人。 娇俏玲珑,把脸洗干净,一定是一个小美人,就是有点平,不是哥的惨。 你要学会打架,境界比我高,居然还打不中我,真废。 凤仙尘愣在原地,盯着灵异一动不动,仿佛要把他看穿一样。 我说,看着我做什么?我又说错,以你钻石八级的实力,身边杀几只凶兽,做些拥兵任务就有钱了,实在不行到野外找些宝物卖也行。 你是我陷过最惨的钻石,真惨。你能看到我的境界?凤仙尘靠过来,美目冒着金光,仿佛看到绝世美男一样。 过去过去,哥对你莫兴趣,一点修为境界,不是有眼睛就行。 灵异白手,对他来说,真的无所谓。 他无所谓个鬼,都是提示矿提示的。 他知道个毛线。 提示。凤仙尘,女娲族入室弟子,钻石八级,善于治疗炼药,战斗力极低。 真的是来玄壶济世的,战斗力极低,女娲族不会和牧族相反,不修肉身修灵魂吧。 提示。猜测正确,女娲族善于药食,是十分不错的后勤保障。 你要不要忽悠忽悠,说不定人家就跟你走了,心甘情愿把混沌土给你,也说不定。 他身上居然带着混沌土,要不要?灵异突然有一种把他抢了的想法。 你好,我叫凤仙尘,来自女娲族,是女娲族的圣女,喜欢一个人看星星。 看着伸过来的白嫩小手,灵异完全整不会了。 这是啥情况? 提示。女娲族上古时期,捕拳残破天道,将魔族挡在天玄界之外,受到魔神皇诅咒,生生世世,不得离开祖地。 提示。大到九十九,顿去其一,每隔千年,女娲族都会出现天命之女,走出足地,外出寻找解除诅咒的办法。 你,就是她的希望。 希望? 停。 吃饭? 我对飞机场不感兴趣。 灵异打断凤仙尘想说的话。 九楼大厅人多嘴杂,她还真害怕这缺心眼的大小姐说出什么惊天之言。 要不,把混沌土忽悠过来。 强强肯定不行,女娲族虽然被迫避世,圣女却没有出事过。 出门在外,谁没有点自保手段? 巴唧巴唧。 凤仙尘小口小口吃着桌上的美食,姿态优雅,动作得体,一看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 可脑子。 过了许久,凤仙尘伸着小蛮腰,一脸满足,吃饱喝足,接下来就是主场了。 根本不用灵异叫,凤仙尘像的小尾巴,跟在灵异身后,一蹦一跳的,十分开心。 遇到老爷爷说的人,他当然开心了。 自己枷锁打破,族人就有救了。 灵异和凤仙尘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人到天意酒楼打探消息。 这个人,赫然就是休息好下楼的冰千刃。 诸位英雄,本人冰千刃,来自冰族,千刃在这里麻烦诸位,帮忙打探一下,莫承最近有没有外来的天骄人物。 为了感谢诸位,今天天意酒楼的一切费用,都有本人承担。 谁有消息,还能获得冰族一笔不菲的奖励。 拜托诸位了,冰千刃已经走火入魔了,用这种方式找人,根本就不可能。 但,虾猫还要碰上死耗子的时候,这不,他就碰上了。 这位少爷,你刚刚说有外来天骄的消息,就能领取奖励是吗? 距离窗户不远的,一个大汉站起身,一身的刀疤格外争鸣,显示他身经百战。 不错,我说的,只要有消息,奖励一万零十,如果是我要找的人,还有额外奖励。 哈哈,我就说今天出门有喜鹊叫, 原来是要发财了。 少爷说的外来天骄,我知道两个,给钱吧。 大汉伸手,冰千刃也不迟疑,丢出两个空间袋,每个空间袋里是一万零十。 清点零十无误,大汉立即说道,刚刚靠窗的那个位置,坐着一个青年,青年年纪不大,二十岁左右,后来又来一个女孩。 他们的修为境界都看不透,不过青年说女孩是钻石八级,他只比女孩弱一点。 在少爷来之前,他们已经上楼了,听着大汉讲述,冰千刃眼睛越来越亮,钻石,一定是他。 有钱能使鬼推磨,冰千刃很快找到灵异所在的房间。 咚咚咚,咚咚咚咚,屁股莫作热,门就被人敲响。 提示,冰千刃找上门了,小心被他切了。 原来是冰千刃,手下败将何以言勇。 灵异连门都懒得开,他每天都忙死,哪里有时间跟小朋友玩游戏。 天意酒楼,号称莫城最安全的酒楼。 冰千刃闯入他人房间,不是自杂招牌。 只要不开门,他们就不会有麻烦。 你不去开门吗?会不会有急事? 凤仙尘圣母星爆棚,起身就想开门,被灵异一把拽到一边。 你是不是傻?我们两个在这里都无亲无故,又没有认识的人,谁敲门? 灵异真想把凤仙尘的大脑撬开,看里面会有什么。 就这警惕性,被人卖了都不知道。 卖?对啊。 这丫头缺心眼,是不是就有机会把混沌土弄过来? 被卖了,还帮他竖钱那种? 结结结。 凤仙尘感觉全身凉嗖嗖的,但又找不到来源还有什么危险。 全部被抛在脑后,现在就想在柔软的大床上,美美地睡一觉。 可这个不解风情的家伙,居然让他睡沙发。 一阵发现,灵异已经无动于衷,自己付钱的床,为什么要给别人? 慕眠,要不我们再开个房间吧。 眼看抢不过,凤仙尘像一只没有抢到肉的狗狗,要多可怜,有多可怜。 但,灵异不吃这套,躺在床上就呼呼大睡。 房间外,冰千刃急得团团转,一点办法都没有。 冲门,他不是没有想过,但天意酒楼的特殊性,他根本不敢破门而入。 再说,找灵异之士为了揍他一毒,根本不想揭死仇。 自然不能破门。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天空渐渐暗淡,莫城变得灯火通明,好不热闹。 这一夜,灵异老梦见自己被人绑架了。 一觉醒来,灵异发现身上多了一只八爪美人鱼。 醒醒,醒醒,呜,凤仙尘揉了揉睡眼。 啊,尖锐的声音传遍整个末城,不知道多少人突然一软,结束早恋。 鬼叫什么?看清楚这是床? 啪啪。 灵异拍着床,脸上满是无语。 缺心眼,会梦游,还一惊一炸,谁能受得了? 这是床?凤仙尘摸着脑袋,努力回想作为发生的事情。 自己睡沙发,什么时候来的床? 想不明白,他就不想了。 还当事情没有发生过。 默一会儿,凤仙尘感觉肚子又饿了,看向灵异说道。 牧面,我们一会吃什么? 真没把自己当外人,主动提出去吃饭。 我买单吗? 到底谁给你的勇气? 想吃自己买。 灵异一口回绝,他不是舔狗,也不是长期饭票。 千宁水马上就要出事,带着一个脱油瓶,能抢到吗? 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事。 他决定帮忙凤仙尘找一个好处处。 大厦马上就要开战,后勤绝对紧缺,何不把这丫头送到大厦。 嘎嘎嘎,我果然机智。 我们买一点早餐吗?就买一点好不好吗? 哼,凤仙尘各种撒娇卖萌,要吃早餐,拔脸洗干净。 最后灵异战败,决定带他到外面吃东西。 吃了我的东西,对付吃货,就要从吃字入手。 凤仙尘双手掐动法绝,一阵蓝光过后,凤仙尘脸上,身上的灰尘全部散去,露出婴儿般娇嫩的肌肤。 会撒娇卖萌,又可爱动人,灵异都有一种把他留下来的冲动。 打开房门,灵异看到冰千刃,大大黑眼圈,眼睛里满是血丝。 高强度叮烧,一叮就是一整夜。 真有你的。 站住,慕勉,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冰千刃声音沙哑,战意暴涨,他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慕勉,看见。 不等灵异回答,就挥一箭攻击。 关键时刻,一只戴着白色手套的御手,抓住次来的宝剑, 好不容易才让慕勉去买吃的,居然敢破坏,罪无可赦。 空手接白刃,好厉害。 不对,他的战斗力不是极低吗? 你叫这战斗力极低? 如此残暴的打法,你管这战斗力低,还主修灵魂。 我信你个鬼。 冰千刃完全是被单方面吊打,剑被抓住。 冰千刃立即弃剑,还是没有躲过凤仙尘的攻击。 伊领被抓住,朝地面砸去。 碰!地面立即凹下一大块,酒楼都晃了一下,不过并没有多大影响。 原本灵异以为已经结束了,凤仙尘抓住他的脚,对着地面,就是一阵猛杂。 碰碰碰! 好凶残,原来可怜的一小只都是装出来的。 好了好了,不要再打,再打就出人命了。 灵异赶紧劝阻,真怕冰千刃一口气不上来就没了。 三眼火足就够他瘦的,要是冰足也插一手,岂不是更麻烦? 凤仙尘一甩,冰千刃滚到角落,全身骨骼不知道断裂了多少。 瑟瑟发抖的身体告诉别人,他还活着。 大人,真的不去帮忙吗? 三楼的某个房间内,冰靴全程观看,却没有帮忙的意思。 侍女一脸担忧询问,不用,让他长长见识也好,免得日后吃亏。 嘴上说不用,却是一脸心疼,凤仙尘的每一次摔打,都像一根针插入他的心脏。 可他知道,冰千刃想要成长起来,必须经历这些。 否则,永远都知是温室里的花朵。 阿黎,冰千刃伤势很重,不治疗的话,怕一会儿就挂了。 几道绿光和金光落下,冰千刃不再抽搐,有些恐惧地抬头。 这两人是魔鬼吧? 如此凶残。 你没事吧? 我们准备吃点东西,要标一起。 看冰千刃没事了,灵异就准备离开,随待邀请一下。 一个兵足添交,结交一番,还是有必要的。 好。 冰千刃也是骨气,一瘸一拐,跟在两人身后,一句话也不说。 因为比较早,大厅里并没有多少人,三人很快找到空位坐下。 老板,面条三碗,三碗肉汤。 慕免,我要吃大洋腿,还有尝尝也要。 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凤仙臣拿起菜单就是一痛点,翻身浓奴把歌唱,根本默想过一会儿,灵异不付钱该怎么办。 诅咒多年末解开,是有原因的,就这智商,不死都是奇迹了。 她的实力是怎么回事? 提示又坑我。 提示。 女娃族主修灵魂,一身实力,基本上都在灵魂上。 就像玉兽师,一身实力都在灵兽身上。 请问,你是菜鸡吗? 你牛,我竟无言以对。 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先天灵足,自己就能修炼,真好,不像他,只能吃灵兽的软饭。 不过,有软饭吃,也是一种实力不是吗? 凤仙尘,给我适可而止,要是我的钱也用完,就只能吃土了。 啊,吃土,可是仙尘不吃土啊。 凤仙尘一脸惊奇,仿佛听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 灵异没好气地给她一个脑瓜崩,就是饿肚子。 听到是饿肚子,敲脸上满是慌乱。 怎么办?怎么办? 她不想再饿肚子,那种感觉,她一点也不想再体验。 看到她害怕的样子,灵异又有些不忍。 就这样一小只,饿肚子应该会哭的吧? 我哭个鬼哦。 就她这么吃,地主老财也不够她霍霍的,一顿吃得比吴小枝还多。 绝对不能手软,吴小枝都能控制食量,她一个人悬控制不了是吧? 提示。 女娃族圣女,虽跳出诅咒,本身却有极大缺陷。 无论实力多强,吃喝拉撒与普通人无异。 而且,二十岁前不能突破亡者,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 提示。 凤仙城,年龄十九岁,一个月三天。 原来如此,又发现了一个秘密。 天玄界对女娃族的记载,都是天才人物,强者却没有,而且都是昙花一现。 原来是死了。 二十岁王者,他灵异都不敢保证做到。 钻石之前的境界,只要有足够资源,突破知识时间问题。 王者及王者之上的境界,除了资源,心境也得跟上。 否则,再多资源,都知识浪费。 凤仙城还有十一个月时间,再提升普通两个小境界,不是问题。 但以他的心性,想要突破王者。 正常情况下,一点都不可能。 有提示帮忙,应该可以吧? 灵异不确定地想到。 提示。 女娃族天生纯粮,被迫避世。 但是,族人对人情事故极为欠缺,想要快速提升其心性,可将其带到欲望之都。 欲望之都,一听就不是什么正经的地方。 不过,想在短时间领悟世间百态,却是最佳的的地方。 等小白蜕变了,就陪他去一趟。 兵千任,你知道欲望之都吗? 灵异看向兵千任,问道。 这个兵族的大人物,希望不要让他失望。 不知道。 灵异没想到,兵千任回答得如此干脆,看样子真的不知道,慢慢寻找了。 慕免,什么时候我们打一架,我就想知道自己差在哪里,还有下回能不能不要偷袭。 看了一眼兵千任,又看看凤仙尘,差距咋那么大雷。 不过,咱又没有做错。 兵千任,你应该知道,虎无忌他们三个吧。 他们死了,你还活着,不是你多厉害,有多天才。 仅仅是因为你姓兵,兵族与大厦建交多年,又是盟友。 要不然,哪天你就是一具尸体了。 不要为自己的失败找任何理由,到了战场,失败就是死。 不管别人用什么手段,你都是一个失败者。 我?我真的错了吗? 可是好不甘心,第一次被同龄人打败,还是两个。 眼眸中满是迷茫。 过了许久,兵千任恢复神采,似乎想通了一切。 老大,你来这里是寻找千磷水吧? 我们也是,要不一起寻找。 啊,这回轮到灵异蒙圈了,这就是打不过就加入的戏码吗? 也太儿戏了,连老大都叫上了。 老大,你不要想多。 你可能不知道,因为家庭的原因,从小到大,听到的都是恭维之声。 我就想找一个真心的朋友,时间久了,一个个都对我毕恭毕敬,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老大,能不能收下我? 我们一起闯荡天下。 兵千任一本正经诉说,可灵异好想打人,这是在炫耀吧。 说得如此凄惨,就是想告诉他们,他投了个好胎,然后亿万家产,让他很烦恼。 实力比不上,就比家世。 真是看错你了,原来你是这种人,一会让你知道世间的险恶。 乱说话,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要不然,他都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 兵千任沉浸在回忆中,根本没有发现,身边的两个人已经开始黑化。 慕免,我想打人。 凤仙尘捏着小粉拳,跃跃欲试。 别乱来,再打人就没了,用小本门给他记着,等他快要好的时候再打。 好,兵千任如何也想不到,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整整半小时,兵千任才把憋在心中多年的话说完。 发泄过后,一声轻松。 兵千任,你确定要跟我们一起闯荡? 灵异严肃询问,随后又继续说道,跟着我们可是很危险的,随时都有可能丧命,敌人不会因为你的背景,对你忌惮。 我去。 好。 去给你长辈告别吧。 我们得离开了。 好。 你们等一下,我去和薛依告别一下。 你去吧。 灵异挥手示意他去和家人告别。 提示。 兵千任受尽长辈溺爱,死亡沙丘凶险异常。 你确定要带上他,到时候被报复就别说墨,提醒过你。 看到提示框的内容,灵异立即做出决定,绝对不能让这位爷进入队伍,就算被敌视也不行。 兵千任身影刚,消失在楼道,灵异抓出一把零石丢桌上,拖着凤仙臣,快速离开天异酒楼,混入人群之中。 我们跑什么?不等兵千任了吗? 凤仙臣很不解。 不是刚刚答应,让兵千任一起闯荡吗? 姥姥说,多个朋友多条路。 为什么要跑? 凤仙臣有些抗拒,灵异立即解释,兵千任从小被长辈溺爱,是长辈心中宝,一起闯荡。 要是缺胳膊少腿,甚至死亡,我们两个谁都别想跑,都得给他陪葬。 我们找的是能同生共死的队友,不是找一位大爷供着。 提示出现,灵异就像通透了。 兵千任来找他麻烦,想找回场子,居然有一个尊者跟随。 这哪里是什么历练,来郊游还差不多。 一个黄金吉,真在和他们组队死死了。 其背后的家族长辈,岂不是要闹翻天提示,虽然苟了点,都是非常准的。 他不能用自己小命赌,而且,兵千任黄金吉的战力,跟着也没有什么帮助,还不如一走了之。 这一切,都在天异九楼二楼的一个美副看在眼中,但并没有阻止。 以他对兵千任的爱,真不敢让他单独闯荡,灵异如此处理,正和他意。 真让兵千任和这两个孩子闯荡,他真的舍不得。 有个三长两短,说不定真像灵异说的,迁怒他们。 不过,胆打千任,得付出一点代价。 春雪,教训一下,让他们知道兵族人不是谁都能打的。 凤仙臣的每一击都深深打在他心上。 有兵千任在,他不好做什么。 现在吗? 得给他们一点教训,千任之友,自己能欺负。 是。 春雪打开窗户,一跃下,朝灵异两人的方向追去。 吃嘎。 房门打开,兵千任走到一个工装美副前,行礼后,一脸激动说道, 薛姨,我一会跟朋友外出历练。 您回去后,跟父王说一声,让他不要牵挂,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工装美副看着眼前的孩子,眼睛里满是溺爱,真想一辈子让他,无忧无虑地活着。 不是薛姨不让你走。 你所谓的队友,丢下你跑了。 什么? 兵千任不敢相信,快速下楼,身上的疼痛都忘记了。 座位上空荡荡的,根本没有人,真的走了。 我就想和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有几个知心朋友,一起笑一起哭,为什么,为什么就那么难呢? 丁千任站在原地,失魂落魄,背影是那么的孤独。 突然,一双玉手将他拉入一个宽广的怀抱。 千任,你要学会独立,你们注定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吗? 呵呵,这句话,他都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 每一次都是这句话。 可我就想和他们在一个世界。 九楼发生的一切,跟灵异都没有关系。 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以前不是,以后也不可能是。 凤仙尘连喜干净后,变成小美人一个,一路上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无尽沙漠,常年高温,女子不说五大三粗,但也不像凤仙尘那样,能掐出水来。 如此美人,一路上可是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无数人悄悄跟着。 都想摘了这花孤朵。 灵异和凤仙尘的速度不快,不缓不慢前进着。 奇怪的是,前进方向人烟越来越少,地方越来越偏僻。 你们不是有想法吗? 这就给你们创造机会,希望我们的目的都能达到。 先生,答应我一件事情好不好? 灵异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个问题。 善良的他立即就答应了,莫免是好人,他不会害自己的。 好,这可是你自己答应的,不能怪我哈。 如果我不在了,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还有,除了自己,谁都不能相信。 能做到吗? 能。 今天是出足地以来,凤仙尘最开心的一天,不仅找到老爷爷说的人,还吃饱了,嘿嘿。 踏,踏,踏。 凤仙尘一脸满足,根本没有发现,灵异悄悄落后他几步。 最后,寂静的巷子里只有他一个人的脚步。 木免,怎么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凤仙尘才后知后觉,灵异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说话了。 回头,哪里还有灵异的影子,更要命的是,巷子的前后都出现了几道身影。 他们的眼睛都好可怕,那种目光,就像要把他吃掉一样。 木免,你别闹了好不好? 你快点出来,仙尘一个人害怕。 木免。 木免,你快出来,再不出来,仙尘就不理你了,真的不理你了。 凤仙尘很害怕,是不是吃得太多了,他可以改的,木免,你快回来好不好,我不吃那么多了,每天只吃一点点。 小妹妹,何必找那个什么木免,不如跟叔叔走,叔叔带你看鲸鱼啊。 一个胡子拉叉的中年大叔伸手,就朝凤仙尘抓去。 啊,凤仙尘受惊,粉拳,轰向中年的胸口,砰。 中年到飞,胸口立即凹陷。 噗,一口鲜血喷出,一脸不可思议,他居然被一个小丫头打成这样。 噗通,眼皮子越来越沉,最后倒在地上。 老大,后面的人看到领头的倒下,一个个面露凶光,召唤灵兽,拔出武器,冲向凤仙尘。 一栋房屋的屋顶,灵翼翘着二郎腿,看着眼前难得的一幕。 凤仙尘啊,凤仙尘,不要怪哥心狠,想要成长,这些都是必须经历的。 哎呀,凤仙尘被抛弃,又有人想杀他,此刻壮如蜂魔,白色肉丝手套,不知道何时已经戴上,冲入人群之中。 噗噗噗,吃吃,每一拳,都有一个人或灵兽到飞,每一抓,都能在敌人身上留下深深的抓痕。 默一会儿,十多个大汉,几十只灵兽,全部倒在地上。 小姐,小姐,我们错了,我们不该打你主意,求求你放过我们。 凤仙尘拳头即将落在一个中年头上时,中年人立即跪地求饶,头磕得喷喷响,额头鲜血直流都没有停下,一边磕一边求饶。 小姐,我上有老下有小,还望小姐给我们一条活路,我要是死了,他们该怎么办啊? 其他人有样学样,都跪地求饶。 小姐,我母亲卧病在床,要是我死了,他就会被活活饿死。 小姐,我儿子昨天才出生,我要是死了,他就没有爸爸了。 小! 这些人把自己说得极为凄惨,生情并茂,仿佛却有歧视一样。 凤仙尘本就没有下杀手,除了第一个中年人外,其他人都知是重伤,并没有伤及性命此刻,他居然犹豫了。 给敌人活路,这可是大忌啊。 不改,会吃大亏的。 果不其然,凤仙尘收手的那一刻,中年凶光毕露,抓住丢弃的匕首,狠狠插进凤仙尘的胸口。 扑痴,鲜血飞溅,疼得他连连后退,最后靠在墙壁上。 仙尘啊,记住姥姥的话,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特别是敌人,一定不要相信。 如果我不在了,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还有,除了自己,谁都不能相信。 姥姥和灵异的话,一遍又一遍出现在脑海中。 姥姥,臭木免。 对不起,仙尘让你们失望了。 眼皮子越来越重,最后缓缓闭上,就这样结束了吗? 死是不可能死的。 灵异不让他死,这些人也不会让他死。 如此美人,卖出去可是一个天价。 中年人粗鲁地将一颗弹药塞进凤仙尘嘴里,杠着他就离开了。 他们根本没有发现,自己等人身后跟着两道小尾巴。 不知道过了多久,凤仙尘悠悠转醒,发现自己在一个又脏又丑,还十分黑暗的地下室。 周围都是女人,她们衣着破烂,露出大片肌肤。 一个个面黄肌兽,嘴唇干裂,有的人甚至已经死亡,尸体散发着恶臭。 这里是地狱吗? 姥姥说,坏人死了会下地狱,可我仙尘不是坏人。 站起来,她发现手上多了一个手环,全身力气一点也用不了,就连灵魂力都牢牢锁在浑海中。 除了体质强一点,她就是一个普通人。 吱嘎,就在这时,不远处有人打开门,光芒照射进来,照亮了地下室的阶梯。 然后,她看到了一个人,一个曾经在她面前磕头认错,最后却杀了她的人。 哟,小婊子恢复得不错嘛? 那就跟我走吧。 怎么? 还要大爷来请你? 碰! 四十五码的大脚丫狠狠踹在她肚子上,疼得她立即攻下身去。 随后,中年大汉抓住她的头发,就这样把她拖走,在地上画出一条干净的纹路。 上了一层,她才知道什么叫地狱。 惨叫声不绝于耳,鞭打之声不断,还混杂着各种唾骂之声。 地狱与天堂为一体。 小婊子,不管你过去是谁,到了这里,我们就是这里的天,也是你的天,我们的话是绝对正确的,也是必须服从的。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因为不太好,身口不听话,自然要受到惩罚。 现在本队长就带你好好参观帮主的杰作。 相信你,一定会很喜欢的。 第一个房间。 几十个女人坐着,目光呆滞,她们已经死了,现在只不过是行尸走肉。 第二个房间。 情况更加残忍,躺着一个个被砍掉四肢的女人。 第三个房间。 情况要和谐得多,里面没有声音,只有一排排罐子。 罐子上是一个个被挖去五官的女人第四个房间。 女人被绑在架子上,每个架子边上都有人在抽打。 一声声惨叫,让人毛骨悚然。 第五个房间。 伤痕累累的女人们躺在地上,她们的伤口上有一层晶体。 仔细看发现,居然是炎。 第六个。 房间一个接着一个,凤仙尘脸色苍白,最后全靠大汗拖着走。 一圈下来,她整个人都变了。 可又能如何,她连自己都救不了,何况去救别人。 小婊子,八大少看上你了,一会把衣服换好,给我好好服侍八大少。 否则这些房间,你会一个接一个走完,就算是死也不行哦,我们会带着你的尸体走完的。 别想一死而知,在我们这里,想死都不可能,没有大人的允许,你们谁都死不了。 男人的声音,就像恶魔的判决一样,让人恐惧。 灵异之势,想让她感受一下世间险恶,莫想到会来到这样一个地方。 工具人们要是再努力一点,凤仙尘一觉醒,得省多少事,连欲望之多都不用去了。 整个过程,凤仙尘都没有说一句话,但其周身黑气越来越多,这是要黑化的节奏啊。 中年大汉提着她,一脸满意,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什么三针酒链,一套走下来,全部变成乖乖女。 每一个房间,都是女人的噩梦,就这种不安适适的小女孩,一下保证乖乖听话。 再好好调教一番。 中年大汉是越想越满意,多亏了这小婊子,把队长杀了,她才能上位。 不过,这个小婊子,要是跟了八大少,日后会不会报复她? 那么,不能让她活着离开这里,最好是八大少下的命令。 中年大汉脑海中计划着,如何避免凤仙尘攀上高高在上的八大少。 凤仙尘向没了灵魂的提线木偶,被大汉拖向地下室。 通道打开的那一刻,狭小的入口给地下室带来了一丝光亮,一双双空洞的眼睛都看向通道。 借着通道微弱的光芒,可以看到,横七竖八都是人,他们就像货物,被捐养在这里。 还有几个女人,围着一具尸体,不知道在做什么。 她们,都是捐养在这里被挑选的货物。 凤仙尘像垃圾一样被丢在地下室,男人则转身离开。 随着地下室的关闭,周遭再一次陷入黑暗。 中年男人离开后,一道身影从空间中出现, 看着蜷缩在一起的凤仙尘,脸上满是不忍。 是不是太过分了? 提示,开宫没有回头见,不能醒悟,不如就此沉沦,总比竖着日子,死亡时间越来越静强。 况且,现在停止,还有用吗? 啊,好像没用。 就她这样,就出去,也就多一个精神病。 希望女娲族不是那么脆弱,能自己走出来。 否则,就算再天才,也不过是温室里的花朵。 墨城的另一边,天意酒楼,兵千刃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直在思考,今天发生的事情,三人说得好好的,她一上楼人就跑了。 是她不够优秀吗? 她可是兵足公认的第一天才,兵足未来的希望,怎么可能没有不够优秀? 而且,她还发现薛仪的侍女春雪不见了。 春雪与薛仪寸步不离,今天一整天不见人影,恰逢木棉两人离开,这会不会太巧合了? 越想思路越清晰,感觉自己想的是正确的。 现在去找薛仪,她一定有无数理由等着自己。 这都多少次? 好不容易出来一次,兵千刃决定出走。 这次,说什么也要找到几个知心朋友。 仔细打扮一番,轻手轻脚地离开天意酒楼,而这一切都在冰薛的注视之下。 孩子大了,就不由娘了。 兵千刃被长辈百倍呵护,叛逆期居然推迟了那么多年。 可惜,她的小九九全部在姨娘的监视下。 黑夜中,三道身影走进一个金碧辉煌的大殿。 八少,快请,今天可是来了一个好货,专门给你留着的。 大唐经理看到八沙木进来,一脸谄媚。 别看他们墨沙帮在墨城要讽的风要语得语,这一切都背后都是有黑骷髅拥兵团撑腰。 听说八大少前天受了委屈,养好伤自然要来发现。 这不把好货留给她。 八沙木到之后,凤仙尘又一次从地下室被人拖出来。 几个庸女一阵打扮,一个倾国倾城的美少女出现。 面容稚嫩,娇小可人,让人忍不住恋爱。 唯一的缺陷是她双目无神。 末多久,凤仙尘就被送到一个奢华的包间。 看到凤仙尘,八沙木一脸迎邪,忍不住扑上去。 不要。 这时候,凤仙尘的意识突然回归,朝一边躲去。 哈哈,小美人,不要躲,哥哥会好好疼爱你的。 八沙木十分开心,她最喜欢这种青春可爱的女孩子了。 每一次都充满成就感。 扑通,八沙木被墨无痕胖揍,伤势还没有好。 就算凤仙尘一身实力被一领手环压制,一时间也追不上。 来来回回几次,不仅没有抓到人,还摔了好鸡胶,鼻青脸肿,刚刚回转的伤势都开始作痛。 碰,八沙木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有人赶不给她面子。 都给我进来。 两个大汉打开包间,看到灰头土脸的八大少,还有兽精躲在角落的一小只,给本少抓住她。 八沙木恶狠狠说道,她八沙木想得到的女人,在墨城还没有得不到的。 在三人的夹击下,凤仙尘无处可躲,被两个大汉抓住双臂。 跑,继续跑啊,不好好收拾你,真当本少,是谁都能欺负的。 八沙木十分得意,这就是有人的好处,谁也别想逃出她的手掌心。 被欲望支配的她,完全没有看到,凤仙尘的瞳孔在变化,黑色眼珠变成幽蓝色,十分邪义次了。 凤仙尘外套被八沙木撕碎,然后她瞳孔放大,一脸惊恐。 这哪里是什么美少女?这是美女蛇好吧? 凤仙尘修长的玉腿消失,由一条水桶粗的粉色蛇尾代替。 妖怪啊!八沙木惊叫声响彻整栋大楼,转身就跑。 但已经来不及了。 噗哧!刚转身的她发现,胸口上多了一条粉色的蛇尾。 噗哧!噗哧!两个大汉也没有逃过厄运,全部被一击秒杀。 咔嚓!就在这时,戴在凤仙尘手臂上的一铃手环崩碎,钻石八级的气息狂涌。 灵异知道,她又玩蹦了。钻石八级,在墨城还不够看,神秘的城主、汉墨拥兵团和黑骷髅拥兵团都有圣人坐镇。 凤仙尘显露真身,这回真的是麻烦了。 恢复女蛙族真身,又陷入极度狂暴之中。 凤仙尘冲出包间后,凡是遇到的生灵,都被撕碎。 怪物!怪物啊!快去找帮主! 杀戮再继续着,灵异也不管,这种地方根本就不该存在。 能建立这种地方和来这种地方消费的,都应该消失。 被人砸场子,墨沙帮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楼上很快下来一个持着大环刀的大汉,赶来我墨沙帮捣乱。 死!不吃! 我的头为什么飞得那么快? 大汉的背后不知道何时出现了一道身影,一见他脑袋就搬家,一位王者就这样陨落了。 好!凤仙尘发出野兽般的嘶吼,沾满鲜血的手朝灵异抓来,风声呼啸,双手硬生生将大汗尸体撕成两半。 很血腥,很残暴。 好! 灵异身形消失,失去理智的凤仙尘暴怒,御手挥出道道着影,一时间血肉纷飞。 天了,比凶兽还凶兽,女人一旦封起来,比恶魔还可怕。 不过,这种敌我不分的打法,灵异也害怕。 这种只能被动挨打的感觉,真的好不爽。 提示! 张二牛害怕凤仙尘傍上巴沙木,上位后报复,特在一灵手环动手脚,同时按照给其吞下狂暴药剂,等其灵力消耗完,可将他打晕带走。 提示! 黑骷髅拥兵团团长巴尔德,察觉到儿子巴沙木死亡,正在朝末沙帮赶来,请在两分钟内逃离。 提示! 凤仙尘处于狂暴状态,免疫血晕负面状态。 心太崩了呀! 怎么办? 凤仙尘现在心中只有杀戮,真把他空间传送,半路跳入空间裂缝中怎么办? 不走,等巴尔德到达,就算是他,想逃过圣人的追击,绝对千难万难。 何况还要带着一颗定时炸弹。 两分钟,还有机会。 阿里,驱散。 时间紧迫,只希望阿里的治疗能让凤仙尘快点清醒。 灵异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从空间中出来,一见清空周围人情,引着凤仙尘就往外跑后。 果然,黄暴后凤仙尘根本就没回智商,被一刺激,跟着灵异就往外跑。 来吧! 灵异速度很快,凤仙尘也不慢,紧紧跟在灵异身后。 提示! 快点给我规划一条安全的路线,快呀! 这一次,提示没有丝毫拖拉,立即就规划了一条绿色线条。 魔鬼被一个青年引走了,墨沙帮根本没有人敢阻拦和追击。 不愧是提示,跟着绿色线条,一路上根本看不到任何行人,避免了伤及无辜。 爷爷,你看! 突然,一行人挡住灵异的去路,赫然是感受到动静赶来的汉末拥兵团。 看到灵异被一个怪物追,墨俊峰自然不敢怠慢,立即攻向人手舌身的怪物。 前辈,不要杀他,擒住就行。 灵异快速提醒,墨俊峰听到,不明所以,快速画拳未找,将凤仙尘擒住。 灵力锁链将其束缚住。 灵异松了口气,得救了。 圣人九级,就算巴尔德来了,也拿他没有办法。 臭小子,这是怎么回事? 墨俊峰询问。 灵异不想隐瞒,但这个时候,绝对不能继续停留在墨城。 女娲族身份暴露,到时候,凤仙尘绝对要遭殃,先天灵足。 好处多多,没有人会愿意错过。 前辈,日后有机会再给你解释。 麻烦你帮忙拦一下巴尔德。 不等墨俊峰答应,灵力一把降凤仙尘公主抱抱起,直接在原地消失。 两个人刚离开不久,巴尔德就追到。 他的身后是黑骷髅拥兵团的高层。 黑骷髅拥兵团一直想取代汉墨拥兵团的位置。 这些年摩擦不断。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刚失去儿子,巴尔德已经被愤怒冲昏头脑,对着墨俊峰就攻去。 整个墨城,感动黑骷髅的,除了城主府,就汉墨拥兵团。 他一路追赶凶手,却与汉墨拥兵团正面相撞,没关系。 谁信啊? 给我杀了汉墨拥兵团的这群孙子,为我而报仇。 巴尔德一马当先,冲向汉墨拥兵团。 墨俊峰看着来势汹汹的黑骷髅拥兵团,丝毫不虚,踢着大锤就冲上去,与巴尔德站在一起。 灵异怎么也没有想到,因为他们,两个拥兵团居然在火兵,损失惨重。 这一夜,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兵足天才出走,最大黑帮墨沙帮总部被人端了,前两名拥兵团血拼。 每一件,在墨城都可是大事件,都集中在同一个晚上发生。 城内是不能呆了,城外也不行,他必须快点离开墨城。 墨俊峰和巴尔德都是势力之主,一定不可能把家底败光,绝对会收手的。 两大拥兵团血拼,伤亡惨重,墨一会,双方就各自退开。 墨俊峰,我也不跟你废话,把杀我儿子的凶手叫,出来,否则就算死我也让,你们墨家也断后。 巴尔德老来得子,宝贝的不得了,今天居然被人杀了。 让他如何不怒墨俊峰听完一愣,完全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 巴沙木居然死了,怪不得巴尔德这个老家伙,今天会发疯,见到他就开打。 墨免这小家伙也是够疯,明知道巴沙木背后有一个户短的老爹,还把人给宰了,勇气可加。 不过,为什么要我汉墨俊兵团来买单呢? 看在都是大下人的份上,就帮你这一次。 巴尔德,你说的人,我的确看到了,但不是我汉墨俊兵团的人。 因为你,今天我汉墨俊兵团损失惨重。 你要如何赔偿,否则今天你们都给我留在这里。 留在这,留在这。 团长发话,汉墨俊兵团之人,情绪高涨,气势如红,声音响彻云霄。 巴尔德知道,今天他算是栽了,儿子凶手没有抓到,还被墨俊风摆一道。 今天不给交代,他别想离开这里。 而且,两个俊兵团打了那么久,凶手早就跑了。 茫茫沙海,他根本抓不到凶手。 墨俊风,本胜已经绝后了。 你如果也想,老夫成全你。 巴尔德直接破罐子破摔,你要拼就拼。 赔偿,黑骷髅只有向别人要赔偿的,还没有人能从黑骷髅拿到赔偿。 巴尔德一甩袖子,大张阔斧地离开了,根本没有交代的意思。 还别说,这招非常有用,墨俊风根本不敢拦截。 巴尔德没了儿子,无所顾忌,自己还有孙子呢,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开。 汉墨俊兵团和黑骷髅俊兵团实力相差不大,就墨俊风压巴尔德一头,这才在墨城第一。 真要拼,两个佣兵团谁都不好过。 离开墨城,灵异召唤出黑骷,在冒着寒冷的夜空朝无尽沙漠前进。 吼吼吼,茫茫沙海,灵异不知道自己到了何方,直到前方出现沙丘。 黑骷,下去。 感受一下,沙丘周围有水分,不远处也有一些真夜类植被。 灵异决定,今晚上就在这里过夜,落地后,找一个被封地方,开始搭帐篷。 为什么不继续跑? 两人离开墨城后不久,提示矿出现了新的内容。 提示。 千宁水即将现世,世界上没有人能抵住千宁水这种质保的诱惑。 巴尔德决定在死亡沙丘与汉墨拥兵团一决死战,将你和汉墨拥兵团坑杀,暴沙子之仇。 恭喜你,暂时安全了。 看到提示,灵异也是一脸不敢相信,随后才想明白是怎么回事。 在墨城,敢动黑骷髅拥兵团的旧城主府和汉墨拥兵团。 两人逃跑时与汉墨拥兵团错身过,而且还拜托墨俊峰帮忙拦住巴尔德。 匆忙赶来的巴尔德自然不会是墨俊峰的对手,撤退是一定的。 那么,他们就会脑补灵异两人是汉墨拥兵团安排的。 果然,脑补是最致命的。 好,一路上,凤仙尘都在挣扎,现在幅度越来越小,应该是灵力用尽了。 果不其然,没多久,凤仙尘就陷入昏睡,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主人,我们要吃肉肉。 一声奶声奶气的声音传入脑海,不是小白又是谁。 最近,因为小白陷入瓶颈,吴小智发现小白提出的要求,灵异基本上都会满足。 为此,每次都是小白发声。 作为预售师,灵异早就发现了。 每一次,他都很贴心地给他们准备食物。 都是自家的小家伙,说什么也不能亏待他们,这不灵异准备在沙漠中绣一波厨艺。 沙漠里没有火怎么办? 别忘了,他有两条龙岸。 用龙锡烤肉,我真的好聪明。 没看到黑煞吐着龙锡,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黑煞,你就忍住点,要是烤肉上有口水,你就死定了。 沙沙? 一人武灵兽吃得正开心,周围就传来一阵沙沙声。 四面八方,他们被包围了。 阿黎,圣玉光辉。 每一个身上都套上圣玉光辉,一个个变得金光闪闪,照亮了周围的沙丘。 他们也看到了包围他们的东西。 沙漠行军蚁,莫想到会遇到如此恐怖的东西。 每一只沙漠行军蚁都有牛犊大小,巨大的双鳄散发着寒光。 一嘴下去,应该会很疼吧? 灵异暗中思量。 提示。 这只是被沙漠风暴阻断落单的行军蚁,被食物香味吸引。 砍了他们,你们就是安全的。 原来是落单的,我还以为和传说中的一样,无穷无尽呢。 死。 灵异最先发动攻击,剑气如弯月,一剑下去,倒下一大片行军蚁。 五小只毫不示弱,各显神通,疯狂攻击周围的行军蚁。 扑扑,入肉之声不断,地面上到处都是行军蚁死亡和喷射的液体。 半小时后,整个沙丘没有再看到一只活着的行军蚁。 真希望不要再有什么幺蛾子。 提示。 此处二十小时内不会有危险,想躺平等死就快点。 就想休息一会,居然被人说成躺平,人与人之间真的一点信任都没有了。 不过,为什么只有二十小时,不管了,先休息再说。 一刻不停盯着凤仙尘,他是真的累了。 当第一缕阳光落下,灵异悠悠悠醒来,然后发现,怀中抱着一个娇俏的人,身体还在不停颤抖。 可能是昨晚上醒来,一个人害怕攥进来的。 木免,不要走了好不好。 仙尘再不惹你生气了,仙尘每天咫痴一点点,嘴上一直在念念叨叨。 真是苦了他了。 灵异将他搂紧,拍着他的后背,安慰道,木免一直都在哦。 还有木免很有钱的,你吃的一点点,毛毛雨了,等我们回去,一定请你吃大餐。 不知道是真的被安慰了,还是大餐的诱惑。 凤仙尘将头埋在他怀里,情绪稳定了许多。 过了许久,凤仙尘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一看就是哭了很久,可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不会是提示搞的鬼吧,提示。 凤仙尘身上隐藏着女娲族强者的部分灵魂,在事情对凤仙尘成长有利时,会潜移默化影响周围人群,让他们感觉一切都是合理的。 原来如此。 规规,连哥都蒙圈了,背后之人有多强。 灵异一路上都跟着凤仙尘,他根本没有发现,凤仙尘的一灵手环是如何被破坏的,何时吃下狂暴丹的。 都是这个灵魂搞的鬼,我就说,就我一个人,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能量,原来背后还有人在操控。 下棋者与棋子,猎人与猎物,这个世界是真的奇妙。 好了好了,不哭了哈,我也不知道会这样,我就想让你看看人世间的恶,莫想到,他们如此丧心病狂。 我感到时,你已经陷入自我中心了,只能等你自己领悟。 灵异开始给自己解释,狡辩,说着说着,不知道该咋说下去了。 你经受的一切,哥全程看着,友谊的小船,岂不是要四分五裂了? 不吃,看到灵异的迥样,凤仙尘不由地笑了,鲜花灿烂,引入心弦。 我并没有怪你,知识下次能不能给我点提示。 你知不知道,仙尘真的以为自己走进地狱了? 你知不知道啊? 刚刚才笑,现在又哭了,小泉泉不停打在他胸口。 灵异不躲不避,任由他发现。 自己造的孽,说什么也要自己来补上,给他打一下,也没有关系。 过了很久,灵异和凤仙尘来到沙丘顶,看着一望无际的沙海。 慕眠,谢谢你。 谢我干嘛? 我们是朋友不是吗? 要真谢我,下回不让付账就行。 不要以为谢谢就能完事,钱一分都不能少。 就不,某人亲口说的,回去请我吃大餐。 而且,某人还很富裕,这点饭钱,都是毛毛雨辣。 我,灵异哑口无言,这些话是他自己说的,还是刚刚说的,真的是一点反驳机会都没有。 不过,灵异很高兴,凤仙尘真的变了,或许还不具备一个王者的素质,但绝对不再是不问世事的小姑娘。 代价很昂贵,成长也是无限的。 慕眠,为什么会这样? 在我们那里,所有人团结互助,遇到困难互相解决。 凤仙尘脸上痛苦,末沙帮的经历,打破了他对世界的认知,人原来可以饿到这种程度。 伸手搂住他肩膀,高深莫测说道,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有好人也有坏人,总体来说,还是好人多。 就因为好人多,我们感觉不到,但一旦遇到坏人,我们将万劫不复。 人性本恶恶,只是我们每个人都压住心中的恶魔,让自己做一个好人。 你要学会辨别一个人是否是好人,还有就是,永远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因为你不知道,他人什么时候会压不住心中的恶。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灵异趁着这个机会,给凤仙尘灌入了这个世界的常识,能领悟多少,就只能靠他自己了。 说着说着,灵异发现,凤仙尘直勾勾盯着他,仿佛在说。 你呢? 珊珊一笑,灵异继续说道。 就比如我,之所以接近甚至帮助你,是因为我知道你是女娲族人,你手里有我需要的混沌土,你接近我,也是有所求不是吗? 这个世界,利益至上,好人与坏人不同的是,好人会用合理的手段,去获得,坏人不择手段。 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好处。 靠近灵异,他自然是有目的的。 而且他已经得到了,他有一种感觉,继续跟着灵异,他真的能打破圣女的诅咒。 对了,忘了告诉你了,我叫灵异,慕免之是我的化名,样子也是假的。 在凤仙尘的注视下,灵异恢复自己的样貌,一个十八岁的面容。 哇,你命练。 凤仙尘一脸惊奇,灵异看起来比他还小,怎么可能那么厉害。 怎么样,是不是很帅? 不过,你已经没有机会了,哥已经是有老婆的男人。 死。 腰间的软肉被掐住,灵异感觉命脉被掐住,直接不敢动。 女人都具备着这个技能,总是祸害他的腰。 现在不珍惜,等我老了,你们就知道要的好处了。 哼,大骗子,我都没有用力。 凤仙尘白了灵异一眼,风情万众,让人忍不住想吃一口。 我可没有骗人,这是在保护自己。 你看我们现在是朋友了,不就告诉你了。 灵异解释,同时也是他的心里话。 凤仙尘心智成长,他也该离开了。 带着他,只会让他陷入危险,日后只能靠他自己了。 灵异,你是不是要走了,所以才告诉我那么多。 姥姥说,当一个人想跟你告别时,就会说很多话。 姥姥说,你姥姥真的好厉害,不过他说的没错,离开时,总有很多话要说的。 灵异不知道该说什么,说实在的,一个人闯荡,有时候他感觉真的好孤独,但又不能替别人做决定。 凤仙尘,我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可能会死。 听到会死,凤仙尘脸上没有一丝害怕,一脸坚定。 姥姥说过,当你遇到一个让你感到很安全,有他在,什么都不害怕的人的时候,无论他去了,你都要跟着。 五湖四海,有他的地方就是家。 我不怕,你都没有请我吃大餐,休想甩掉我。 啊…… 好了,既然决定了,就休息一会儿,我们下午前往死亡沙丘,寻找我需要的下一种宝物。 还有,把你的尾巴收一收,女娲族可是难得的保药。 熬汤生孩子都是一绝,到时候别说我不保护你。 去死? 谁要你保护? 看着这茫茫的沙海,灵异想家了,不知道心儿他们怎么样。 有血精的帮助,提升速度应该很快吧。 他也要努力,找到千宁水,在千万云龙坑找到万年龙咸草。 小白就能打破限制蜕变,说不定还会实力暴涨。 想要超过自己,他们还得努力才行。 凤仙尘看着陷入沉思的灵异,伸手取下脖子上的项链。 项链的另一端是一个透明玉瓶,玉瓶内有装满黑灰色泥土。 应该是圣土吧?灵异,你看一下,圣土是不是你说的混沌土? 凤仙尘把项链递给灵异,眼中满是期待。 一定是,一定要是。 他在害怕,害怕玉瓶内的圣土不是他要找的混沌土。 思绪被打断,灵异接过项链,打量着玉瓶内的泥土。 提示,混沌土,传说女娲造人遗留,拥有神秘的力量, 可促进生灵回归本源,请谨慎使用。 仙尘,你,谢谢,谢谢。 什么也不用说,抱起,他转了好几圈, 没想到这丫头就这样把东西给他了。 灵异也不是矫情的人,收起项链, 从空间中取出一块血精地给奉仙尘。 仙尘,看一下能不能吸收。 血精晶莹剔透,犹如一颗璀璨的红宝石, 玉手触碰到的时候,一股纯净能量流入他身体, 接着传遍四肢百骸。 就这一下吸收的量,居然比他修炼一天还多。 看到他震惊的样子,灵异就知道,他能吸收, 而且效果还十分不错。血精我手里还有一些, 吸收完了再给你。 好,这一刻,凤仙尘像一个乖巧的小妹妹, 粉红色的舌尾也变成了一双笔直的玉腿, 要是再高一点,再加上修长两个字就好了。 一米五的罗莉,永远无法展现玉解的魅力, 灵异暗中感叹。 提示,黑骷髅拥兵团即将到来, 请抓紧时间离开。 提示,死亡沙丘风暴即将停息, 千灵水即将现世,请抓紧时间前往。 不知不觉,时间就消失了。 两道提示的出现,灵异才想到, 昨晚上提示这里二十小时内是安全的。 吴小芝已经搜寻过, 周围没有什么强大凶兽, 原来危险是来自人类。 仙尘,我们得走了, 黑骷髅的人就要来了, 就是昨晚上你杀的第一个人的老殿。 通过交谈得知, 凤仙尘在墨沙帮的一切是有记忆的。 当时,他控制不了杀戮的欲望, 本身却是清醒的。 千灵水现世,各方强者云集, 黑骷髅的巴尔德这个圣人要给儿子报仇。 死亡沙丘, 恐怕将是一个人体脚肉机。 黑骷髅提前进入无尽沙漠。 准备伏击汉墨, 必须把黑骷髅的计划告诉汉墨拥兵团, 否则他们会吃亏的。 都是大厦人, 在外多互助是应该的。 而且, 墨俊峰可是为大厦受过伤流过血的英雄提示, 给我标注一下汉墨拥兵团的位置。 提示, 一条绿色路线立即规划好, 从曲线的情况来看, 应该还避过了黑骷髅。 收好帐篷, 两人坐到白鳞背上, 直冲云霄。 灵, 木勉, 这是龙吗? 白鳞周身有一层灵力护照, 即使黄沙滚滚, 对两人没有丝毫的影响。 对, 白鳞是阴阳剑龙, 和黑煞是双胞胎, 还有, 我现在叫木勉, 不要喊错了。 为什么? 凤仙尘歪着脑袋, 求知欲满满。 什么为什么? 你是好奇宝宝吗? 灵异很累, 但又不得不解释, 真害怕这丫头, 突然爆出她的名字。 在蓝星, 我的祖国日益强大, 因有压过所有国家的趋势, 其他国家不愿意看到我们强大。 到处捕杀我国天才, 寿神会, 三眼火族和蓝星的其他国家, 我的敌人很多, 跟着我, 随时可能会遇到危险。 我才不怕, 仙尘可是很厉害的。 凤仙尘挥动小粉拳, 把自己表现得很厉害的样子。 死了别怪我。 哼, 你死了, 我都不会死。 在两人斗嘴中, 他们距离汉末拥兵团越来越近。 爷爷, 这次我们精英进出, 会不会不妥? 这一次, 汉末拥兵团精英进出, 莫无痕很担忧, 如果他们死了, 家人怎么办? 无痕啊。 放心好了, 团长一切都安排好了, 就算我们全部都死在这里, 家人们也能活得很好。 汉末的一个长老出来解释。 此次死亡沙丘之行, 黑骷髅在算计, 汉末何尝不是在算计。 莫俊峰回国, 汉末绝对会被黑骷髅压得抬不起头。 在此之前, 黑骷髅已经消失了呢。 就算莫俊峰回国了, 莫成也没有人敢动汉末的人。 所以, 这是一次不是你死, 就是我王的战斗。 无关对错, 仅仅是为了生存。 你们看, 那是什么? 突然, 有人发现, 天空中有一个黑点, 在快速靠近。 所有人做好战斗准备, 等我命令, 谁都不要先出手。 黑点越来越近, 飞来的居然是一条白龙, 羽翼遮天蔽日, 山洞间前进上千米。 很快, 白龙体型减小, 降落在他们的不远处。 这时, 人们才发现白龙身上的灵翼两人身影。 臭小子, 你又想干什么? 看到灵翼, 莫俊峰脸色很不好, 因为他, 与黑骷髅的大战提前了很多, 因为提前, 他们会死很多人。 不过说真的, 这件事也怪不了人家, 谁知道他们会相遇, 巴尔德会像疯狗一样跟他拼命。 灵翼也很疑惑, 巴尔德就算是团长, 也不可能让整个佣兵团去送死, 当其他人都是傻子吗? 提示, 黑骷髅一个佣兵团, 自然不敢跟汉莫比拼, 如果加入一个圣人高阶的三岩火族长老, 是不是就有可能了? 提示, 火天星, 圣人八级。 不是, 你就不能把信息完善一下, 这也太敷衍了。 提示, 又不是你出手, 急什么? 你把名字告诉莫俊峰就行, 叽叽歪歪。 唉, 原本是想告诉某人, 黑骷髅隐藏着一个叫做火天星的高阶圣人, 现在看来, 人家不欢迎我们。 走了, 人家愿意去送死, 我们干嘛拦着, 让他们都死在死亡沙丘就行了。 灵翼哀声叹气, 痛心疾首, 受了极大委屈。 仙城, 我们走, 一会再给某些人收尸。 灵翼拉住凤仙城, 准备离开, 可他的脚步停在空中。 草了, 一个个都喜欢定塔, 都给我等着, 等我强大了, 天天就把你们定着, 让你们也感受一下动不了的乐趣。 莫俊峰顺移到两人前方, 虎目死死盯着灵翼。 疏人不疏阵, 可以同样瞪回去, 没有丝毫怯弱与退让。 眼神在空中激烈碰撞, 发出刺眼的火花。 你小子, 有种。 莫俊峰最先收回目光, 嘴上还不停赞赏。 你以为灵翼就这样赢了? 那就太肤浅了, 莫俊峰收回目光。 继续控制两人, 手掌拍在他肩膀上, 心眼那么一点点, 怪不得你一辈子待在这荒芜之地。 灵翼呲牙咧嘴, 莫俊峰却十分满意, 脸上的笑意怎么也藏不住。 在灵翼快撑不住的时候, 莫俊峰收手, 解除两人的限制, 转身时, 灵翼看到他的嘴角上扬, 眼睛里满是威胁。 他一个挂臂, 居然被人威胁了。 耻辱啊。 还有谁? 有哪个穿越者, 像哥一样倒霉? 遮遮掩掩的, 一点都没有体验过什么叫做狂。 哥可能是最倒霉催的穿越者。 提示, 你自己怕死, 狗起来, 怪谁, 狂的人需要浪的。 不过浪漠了, 就别怪我没有提醒。 看看, 看看, 什么叫浪漠了, 别怪你莫提醒, 意思不就是让我狗着? 人生真的太难了。 老大, 你真的杀了巴沙木, 莫无痕一脸崇拜。 从小, 他没少被巴沙木欺负, 成为御寿师, 成为远近文明的天才, 他还是被欺负。 虽然不是自己动手, 听到他死了, 莫无痕激动了一整夜, 就差没有放鞭炮庆祝了。 灵异摇头, 指了指一旁的凤仙尘, 意思很明显, 他发疯后杀的。 刚说完, 灵异就后悔了, 太阳已经升起, 沙漠开始炙热。 为什么周身凉嗖嗖的, 仿佛将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这家伙会死吗? 莫无痕是第二个叫他老大的。 能帮忙他, 自然会帮一下, 顺带看一下吉凶。 提示, 莫无痕即将面临人生第一个机缘考验, 有惊无险, 收益满满。 没有生命危险就好, 没有他就懒得管。 前辈, 话我已经带到了, 拜拜。 灵异不敢停留, 直接空间转移离开。 这些人中, 好多人都献过凤仙尘真身, 到时候发生点什么? 后悔莫及。 团长, 还要前进吗? 汉莫一众长老面色担忧, 询问道。 黑骷髅多出一个圣人高阶, 又在茫茫沙海, 对汉莫拥兵团是毁灭性的打击。 圣人不是他们能够抗衡的, 真去了, 最大的可能就是汉莫拥兵团全军覆没。 去? 为什么不去? 真当只有他们有外援。 莫俊峰一挥一袖, 豪气万丈。 他赶来, 自然有所依仗, 就算有火天星, 他莫俊峰又何惧? 轰隆隆。 靠近死亡沙丘, 周围空间变得十分压抑, 前方方圆万里, 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可千百年过去了, 死亡沙丘依旧坚挺, 还成了人们梦寐以求的寻宝地。 进入死亡沙丘区域, 水桶醋的雷电坯下, 地面上堆满骨骸, 有凶兽的, 也有人类的。 想要进去, 就要经受雷云的考验。 这些, 对于灵异来说都只是毛毛雨了, 又不是莫被劈过, 所以, 我们要在外面等雷云散去。 傻子才去挨雷屁。 两人落在一处无人的角落, 等待着雷云减弱。 仙臣, 一会, 我准备去抢宝物, 你做好准备, 抢到我们就跑。 嗯嗯嗯, 周围人群听到他们谈话, 不屑一顾, 真当宝物是那么好抢的, 更何况, 此次宝物有混沌土, 尊者无数, 圣人也来了好几尊。 这种情况下, 只能抢一些大人物们不要的边角量。 两个毛毛长期的年轻人, 还没有长辈保护, 能活着就不错了, 还想要宝物。 现在的年轻人, 就是不自量力。 两人小小年纪, 就能单独来到死亡沙丘, 人群虽然不屑, 但也没有人敢靠近, 这年代, 半猪吃虎的太多了。 谁知道, 暗中有没有人保护, 没有人打扰, 灵异也不会自找麻烦, 老老实实在等着。 老大, 原来你在这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 耳边传来一道熟悉而激动的声音, 不是冰千刃, 又是谁。 冰千刃气在冰霜巨熊上, 灰头土脸, 好不狼狈, 拉低了威武霸气的冰霜巨熊逼格。 真惨, 遇到一个这样的主人也是够悲催的。 灵异懒得理会, 他是真的不敢带冰千刃, 真心带不动。 太难了。 凤仙尘戳了戳灵异, 灵异假装听不现也看不到, 闭着眼睛仿佛进入睡梦。 灵异不回答不搭理, 冰千刃更加认定脑补, 是春雪赶走他们。 他要反抗, 绝对不会再回去了, 一定要闯出自己的名号。 老, 刷, 最欲见出窍, 剑间距离冰千刃的脖子不到一毫米, 再往前一点, 冰千刃绝对命丧黄泉。 冰千刃,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别来烦我们。 收完收剑, 继续闭目养神。 冰千刃很想哭, 他都这样惨了, 老大还不原谅他老大, 我知道自己很笨, 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我可以改, 我真得很想跟你们一起闯荡天玄剑。 老大, 冰千刃的样子, 灵异也很不忍, 但他真没办法, 这是一个死局。 冰千刃, 你天赋很好, 未来一定能有大成就。 能与你一起闯荡江湖, 是我慕免的荣幸。 但是, 你的家世注定我们不是一路人, 只希望未来我们不要是敌人。 不是一路人, 为什么不是一路人? 为什么? 冰千刃双目血红, 一个大男人, 居然哭了。 我? 灵异没辙了, 女人哭他不会哄, 但能抱进怀里, 让他们发现。 男人, 他是真的没办法。 慕免, 我感到他是真心跟我们一起的, 要不就收下他吧。 善良的凤仙尘不忍心, 更没有感觉到冰千刃有什么恶意, 开始为他求情。 灵异摇头, 就是不松口。 看到灵异摇头, 刚刚明亮的目光又暗淡下去。 提示, 再不灌鸡汤, 冰千刃废了, 你也活不了。 唉, 这就不行了, 温室里的花朵就是脆弱, 还没有仙尘坚挺。 冰千刃, 不是我不收你, 也不是你不优秀, 只要你做到一件事, 冰千刃抬头, 瞳孔恢复神采, 一脸坚定。 只要灵异他们接受他, 什么条件他都答应, 这可是两个唯一感垂他的主, 到时候, 一定能成为他想要的朋友。 老大, 什么事? 我保证完成。 冰千刃拍着胸口保证, 他一定会通过老大考验的。 也莫多大事, 你只要让虚空中的那位前辈, 用冰雪凌神启示。 历练过程中, 缺胳膊少腿, 甚至死亡, 兵足绝不会找我, 凤仙尘和大下国麻烦, 能做到你就跟着, 做不到, 你还是回去吧。 我可不想因为一个队友, 惹无数麻烦, 死了还得跟着陪葬。 陪葬? 怎么可能? 这次冰族来的人中, 能撕裂虚空的, 只有薛姨。 岂不是说薛姨一直跟着他, 所谓的逃跑之, 是个笑话。 薛姨, 你出来吧。 我知道你在, 冰千刃看向身后虚空, 声音颤抖地说道。 唉, 一声叹息, 空间波动, 一个宫庄美妇从虚空中走出。 薛姨, 冰千刃一脸期待, 薛姨那么爱她, 一定会答应她的, 对吧? 可结果, 让她坠入冰窟, 薛姨居然摇头了, 她出事, 薛姨真的会去找老大的麻烦。 你就是慕免吧? 果然一表人才, 你是如何看出我的位置的? 冰靴美眸盯着灵异, 想看到她真实的想法。 不过, 灵异如何能让她如意, 干脆闭口不言。 有本事你来撬开个嘴吧。 这臭小子, 跟大多数大吓人一样, 对外又臭又硬。 我仅仅是好奇, 你可以畅所欲言, 保证不会找你麻烦。 灵异不搭理她, 好想揍她一读, 但大笔上发生的一切, 可是传封了, 真的来个大地分身, 不是都要死在这里。 前辈忘记了, 我实力虽弱, 可是能进入空间的, 对空间波动比较敏感一点而已。 我信你就是狗。 才钻石, 就说对空间敏感, 以后不是要以时空成神。 冰靴虽是冰千任后母, 看起来却只有三十多岁, 高贵典雅, 雍容华贵, 身段风鱼, 他男人真幸福。 快速把乱七八糟的东西甩出脑海, 灵异说出了一句, 冰靴永远也想不到的话。 前辈, 既然舍不得, 就请看好。 我师父脑子经常抽风, 要是风起来,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好小子, 敢威胁他, 胆而真肥。 冰靴很愤怒, 他居然被一个矛头小子威胁了。 又来, 你们一个个都喜欢压人。 等等, 看到冰千任, 灵异突然有一个想法。 而且, 这个想法怎么也压不住。 你打我, 我就打你儿子, 你用威压压我, 我就压你儿子。 没毛病吧? 哈哈, 我可真机灵。 嗡, 灵异第一次展示他的威压, 目标正是冰靴虎独自的冰千任。 原本冰千任还在想, 如何让靴怡同意他外出, 身上突然有万金之力, 一个猎且, 冰千任跪倒在地上。 冰靴怒了, 当着他的面欺负儿子, 是当他不存在吗? 力道不得加大了几分。 你家里我也加, 这女人和冰千任一样, 脑子有包, 你就不能收收威压, 然后把儿子挡住吗? 行, 你牛皮, 咱们看谁熬得过谁。 冰靴用尊者威压压灵异, 灵异则用钻石威压压冰千任, 冰千任痛苦的模样, 百倍返还到冰靴心里。 就这样, 三人达到一个奇怪的平衡。 作为夹心饼干的灵异很吃亏, 不过冰千任娇生惯养, 谁能撑到最后还未知。 一边抵抗冰靴的威压, 一边对冰千任疯狂输出。 灵异消耗很大, 痘大的汗珠画过脸颊。 慕免, 你怎么了? 凤仙尘看到灵异的样子十分担心, 赶紧给他擦汗, 十分关心地问道。 没, 没事。 灵异咬着牙回道, 颤抖的声音一点也不像没事的样。 威压压趴塌不是轻轻松松, 都趴到地上吃土了。 全身骨骼嘎吱作响, 已经到了身体承受的极限。 强大的身体恢复力, 阿黎还在空间中疯狂治疗, 她的身体负荷还是在不停加重。 这个疯婆娘, 我怀疑你故意要整死儿子, 但苦于没有证据。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灵异眼皮子越来越重, 几次到倒下的边缘。 她都咬牙坚挺, 绝对不能倒下。 她可是天才, 怎么可能被一个老女人干趴下? 提示, 暗殿杀手出现, 请小心行事。 提示, 梦邪, 黄者四级, 暗殿黄级杀手, 御兽。 黄者四级暗夜猫, 黄者二级是魔猪。 靠了, 一个黄者杀手, 杀自己还躲在暗处, 比他还狗, 真的没谁了来吧。 让我看看杀手的实力, 灵异准备故技重施, 就是不知道杀手会不会上当。 奄奄一息的灵异突然振奋, 迈着沉重的步伐, 一步步走向冰靴。 每一步, 灵异都用掉了全身力气, 脚掌深深陷入黄沙之中。 不过, 身上的压力并不能阻止灵异的步伐。 灵异作为大厦人, 冰靴会教训一下, 但绝不敢让她有所损伤。 要不然, 以她尊者八级的威压, 灵异就算再强, 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轻松。 灵异往前走, 梦邪也缓缓跟上, 居然只留下非常浅的脚印, 不仔细看根本无法发现。 一步, 两步, 距离冰靴只有一步的时候, 灵异脸上出现猥琐的笑容, 嘴巴张开, 做出呼救的嘴形。 救命! 这是她看到的, 就在这时, 灵异直挺挺朝她倒去。 按照这距离, 灵异脸会贴在她两座红尾之上。 这个色配! 找打! 灵异倒下, 对梦邪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她如何也不会想到, 这些都是灵异计划好的。 冰靴挥手一巴掌拍向灵异, 梦邪同时也发动攻击, 匕首直刺灵异后心。 倒下去的灵异眼睛突然睁开, 嘴角上扬, 诡计得逞。 冰靴突然感觉不妙, 手手已经来不及, 不过, 灵异的身形突然消失。 一把匕首透过灵异残影狠狠刺来, 可能是灵异的消失, 对方也愣了一下。 冰靴很愤怒, 灵异居然三番五次挑衅她, 简直不把她当一回事。 她还不能真拿灵异如何。 神秘大帝就算了, 以大帝户独自的性格, 灵异要是死在这里, 她绝对十分麻烦。 这一切, 都是这个刺客造成的。 为此, 冰靴把所有的怒火, 全部发泄在刺客身上。 死。 暴怒之声起, 一根冰锥刺向刺客。 扑痴。 刺客一下子就成了透心凉, 冰锥将其胸口贯穿。 定。 匕首划过, 冰锥断裂, 尖端留在刺客体内。 灵异逃走, 刺客自然不会再停留, 何况要面对一个尊者。 冰靴夫人, 我们并非故意冒犯, 还请夫人高抬贵手。 一道动听的声音, 从黑衣之下传来, 婉转悠扬, 似水如歌。 暗殿作为天玄界最大杀手组织, 听说连大帝都能刺杀。 行为极为隐秘, 就算是冰族亲王老婆的他, 也不敢轻举妄动。 刚刚之事怒气冲昏头脑, 现在人家爆出家门, 他再动手, 就是挑衅暗殿了。 冰靴不说话, 孟邪就当他同意了, 顿入暗中离开。 被冰锥刺中, 他必须在冰锥融化前得到治疗, 否则他将死在这片沙漠上。 不愧是三个大帝悬赏的天才, 果然不可小觑, 居然利用冰族的夫人坑他。 等自己伤好了, 一定好好收拾他, 现在最要紧的是, 找到一个会治疗的人。 掏出一颗疗伤单符下, 亮亮呛呛在沙漠中, 前行这一切都被隐藏在虚空中的灵异 和凤仙臣看在眼中。 灵异, 我们要不要帮他? 凤仙臣有些不忍, 善良的他, 不想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就此凋零。 你去救吧。 想到自己包里空空如也, 没有疗伤单药, 灵异不帮忙, 他根本就不了人, 只能摇头, 表示自己不去。 提示, 千宁水即将限世, 请做好准备。 提示出现, 提示框中间还有一个大大的倒计石。 29, 56, 26, 55, 还有半小时就能见到千宁水了。 根据记载, 死亡沙丘的宝物是从其他世界卷来的。 由于空间原因, 一开始只是普通宝物, 随后会越来越好。 最后一段时间, 空间裂缝稳定, 就会传送一些十分贵重的宝物过来。 千宁水这种质宝, 一开始就出现, 是想让他们自相残杀吗? 梦邪身负重伤, 灵异也不好受。 体内多处损伤, 灵力也灵近枯节。 偏偏, 千宁水这个时候出世, 真的是什么事都喜欢集中在一起。 他现在要做的, 不是击杀敌人, 赶紧恢复, 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战斗。 千宁水他必须获得, 小白必须退化, 空间转移, 真的太好用了。 藏身虚空, 除非大地出手, 否则他都能寻得一线生机。 得知黑骷髅多了一个圣人高阶, 汉墨拥兵团的很多部署都要调整, 墨俊峰都是忙得起火。 就在他调整布局时, 空间细微波动, 面前出现两个年轻人, 不是已经逃走的灵异两人, 又是谁。 看到灵异的惨样, 墨俊峰内心舒畅, 嘲讽之声不断。 哟, 这不是我们的大天才吗? 怎么搞成这副模样了? 哎呀呀, 全身多处损伤, 好可怜哦。 要不要我们帮忙啊? 打住, 一个消息换半小时保护, 干不干? 不干我找别人。 灵异懒得跟着老小子扯皮, 真的是墨时间了。 要什么消息? 保护后辈是我们这些前辈该做的。 当然你要是硬告诉我, 我也不介意听听。 墨俊峰一脸笑意, 灵异恨不得朝他脸上打击拳, 不过现在可不能得罪这位爷。 半小时后, 千宁水现世。 我先恢复一下, 有事没事都不要找我。 说完, 灵异找到一个角落, 安心恢复, 奉仙臣则乖巧地在一旁等待。 千宁水现世? 怎么可能? 但这小子应该不会骗他才对。 可, 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最起码他们知道半小时站了先机。 团长, 汉墨拥兵团的部署又动了。 黑骷髅拥兵团中, 一个长老走到巴尔德面前, 汇报道。 巴尔德揉了揉眼睛, 墨俊峰这个老匹夫在做什么, 一直在调整部署, 这让他十分被动。 才刚当消停, 这会儿又开始调整了, 真不知道他想做什么。 按兵不动, 墨俊峰想给孙子抢千宁水, 我们就让他抢。 巴尔德眼冒凶光, 他已经想到对付汉墨拥兵团的办法, 在墨俊峰与其他圣人争夺的时候, 大举进攻, 让他首尾顾不上。 只要他速度快, 汉墨拥兵团今天注定留在死亡沙丘。 复仇心切, 让这个阴险狡诈一辈子的圣人忘了。 你在谋划别人, 别人又何尝不是在谋划你。 在完美疗伤丹药的辅助下, 灵异很快恢复, 提示矿的倒计时也越来越少。 倒计时五分钟, 灵异带着凤仙尘离开汉墨拥兵团营地。 两人离开, 汉墨拥兵团的人更加紧张, 他们知道战斗就要开始了。 00? 59? 00? 58? 倒计时一分钟的时候, 灵异就一直盯着死亡沙丘上, 害怕错过每一个细节。 凤仙尘, 你现在走还来得及, 要不然一会死了, 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 我才不走。 凤仙尘一脸倔强, 被齿红唇, 大眼睛像菩萨一样, 不停扑腾扇动。 10? 9? 8? 3? 2? 1? 轰隆隆。 大地震动, 天地哀鸣, 死亡沙丘上雷云翻滚, 急剧, 一道粗壮的紫雷落下。 咔嚓! 令人牙算的空间破裂声传来, 远远看起, 死亡沙丘粥遭像一块被打碎的玻璃, 快快碎片在空中飞舞。 玻璃的另一面, 是一个条深不见底的深渊, 无数煞风从中吹出。 这就是能带出宝物的空间裂缝。 空间裂缝出现, 吸引了大多数人的注意力, 而强者却十分淡定。 前期的这些小玩意, 他们还不在乎。 出来了! 出来了! 居然是千宁水! 万木注视下, 空间裂缝的钟出现了第一件宝物, 一团水蓝色液体出现在空间裂缝中。 虽是液体, 但无论煞风如何刮蹭, 都没有一滴被吹散。 空间裂缝中, 布满大大小小的细小空间气旋。 气旋产生的恐怖犀利, 也无法改变千宁水方向。 它, 就像专门送到死亡沙丘一样。 这里, 果然不简单。 背后之人, 为什么要送那么多宝物过来? 其目的又是什么? 提示, 被扣了, 给点提示。 提示, 火魔神沉睡之地, 每年宝物大喷发, 都会吸引无数玉兽师和凶兽前来, 为其提供血液和养料。 怎么可能? 灵异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这里是火魔神沉睡之地, 哪万年雪山。 灵异有一种荒谬的感觉, 他们都在吸收他人鲜血恢复, 知识方法方式不同而已。 归归, 岂不是说, 这个世界真的莫好人了? 在灵异胡思乱想的时候, 一道恐怖身形快速靠近, 不是莫俊峰, 又是谁。 空间裂缝刚刚形成, 还不稳定。 眼睛能看到千宁水, 实际位置还不知道在那个空间。 这样看来, 就算汉末提前知道消息, 好像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果然, 一道道散发着强大气息的强者纷纷升空, 在空间裂缝, 不远处停下, 能不能别这样子? 这样子, 我很难做人的。 八个圣人, 就为了抢一滩你们用不上的千宁水。 真的是? 灵异心中叹息, 但也时刻准备着。 八个都是圣人, 谁都不会轻易得到千宁水。 欲棒相争, 渔翁得利。 想要得到千宁水, 这渔翁他荡定了。 等空间稳定些, 就到他大展拳脚的时候, 圣人又如何, 抓不到还不是墨者。 一群小娃娃, 千宁水让于老夫如何? 千宁水快出空间裂缝时, 一道沙哑的公鸭声出现。 一个骨兽如柴, 只剩下皮包骨头的老者出现。 老者处着拐杖, 随时都可能会倒下。 但, 飞在空中的八人, 却如灵大敌, 纷纷警惕望着老人。 怎么? 你们不愿意? 老人睁开眼睛, 两颗眼珠像两颗明亮的星星, 让人忍不住沉沦。 眼睛之中, 是一个百态横生的虚妄世界, 赫然有一丝大地的影子。 枯兴老人,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怎么会出现? 三百年前, 枯兴老人冲击大地失败, 深宵道雨, 莫想到知是假死。 三百年前就冲击大地, 现在实力该强到何种程度? 圣人们麻烦了。 枯兴老人出现, 圣人们一个个如灵大敌, 原本敌对的八人纷纷看向枯兴老人, 有联手对敌的去向。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话一点都不假。 原本互相警惕的八人, 纷纷转向。 枯兴老人, 就算突破大地失败, 那也是突破领悟过的人, 拥有一丝大地的力量, 不是他们其中某个人能对付的。 想要获得宝物, 就必须先让枯兴老人出局。 枯兴前辈, 我们自认一个人不是您的对手, 但要白白看着宝物流逝, 我等怕是无法度过心中的劫。 前辈, 勿怪我等以多岂少。 好。 龙音声震天, 说话圣人身边, 出现一条红色蛟龙出现, 龙铃闪烁着骇人的光芒, 一看就是不好惹的主。 其余七人看到, 纷纷放出自身罪将灵兽, 准备与枯兴老人一战。 我去。 那条蛟龙不是两百年前的血圣路无伤吗? 听说为了培养这条血蛟, 他把其他灵兽都送给血蛟吃, 把血蛟的资质硬生生超越了史诗。 后来一个人涂光仇家后, 再无音讯, 莫想到这时候出现了。 废话, 千宁水可是提升资质的绝世珍宝, 血圣出现争夺不是很正常吗? 你们看看, 那个脚踩红鸾的是不是红鸾仙子, 曾经可是厌绝天下, 后来不知道怎么的, 退出江湖了。 还有那个奇牛的老道士, 清陵关的上一代关主, 听说已经陨落了, 莫想到还活着。 不用提示况提示, 林毅光从众人口中就了解了这些人的情况。 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曾经的风云人物, 都退居幕后多年, 有的在人们认知中都已经死了这样的存在, 今天一下子出现八个, 还有曾经突破大地失败活下来的枯星老人。 多年未出世, 人们都忘记我枯星了吗? 那么就招待一下你们吧。 枯星老人说完, 脚下出现一颗藤条, 藤条快速成长, 向四周蔓延。 快跑! 枯星老人的本命灵兽扑魔术, 被寄生会被吸走全身养分, 心脏枯及而死。 观看的人像是看到什么恐怖怪兽一样, 快速逃离, 后退了几十里, 只敢远远看着。 扑魔术说是树, 其实就是一颗藤条, 藤条在沙漠中快速成长, 十分诡异。 动手, 等扑魔术开花, 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吐吸! 最先出手的也是鹿无伤, 血胶张开嘴巴, 一口炙热吐吸轰向扑魔术。 扑魔术感应到危险, 分化出一根粗大藤条反击。 藤条在空中盘旋, 卷成一个盾牌, 挡住吐吸。 蛟龙吐吸, 对植物的伤害极大, 盾牌眼看就要被灼烧, 又一根藤腕伸过去, 组成另一个盾牌。 龙溪虽强, 遇到第五个盾牌的时候, 终于后继无力消散了。 圣人九级的陆无伤全力一击, 居然就打碎五根藤条。 真的不是一个量级的, 人家分分钟就恢复了。 陆无伤动手, 其他人也不会闲着, 纷纷攻击蒲魔术。 八个圣人和灵兽猛攻, 蒲魔术虽作为圣人九级, 也十分不好受, 只能被迫防御, 一根根藤腕被轰碎, 又有新的补伤, 将中间的主干牢牢护住。 这生命, 也太顽强了。 灵异都羡慕了, 如此恐怖的生命恢复, 没有绝对碾压的实力, 很难杀死他。 看似八位圣人站上风, 但莫看到蒲魔术主干上, 已经出现花苞了吗? 蒲魔术还有一个很变态的能力, 寄生。 蒲魔术种子寄生后, 可以控制对方的行动。 给他时间, 一株蒲魔术就是一个庞大军团。 缺乏营养时, 蒲魔术还可以吞噬吸收剂主的血肉, 恢复自身。 如此变态, 怪不得别人叫他枯心老人。 不过, 这样的灵兽, 我也想要, 不知道在何处能有。 提示, 蒲魔术无物不吞, 玉兽师无法完全控制蒲魔术, 饿极了, 连玉兽师都吸。 你想和枯心老人一样只剩下骨头, 可以尝试契约一颗。 如此恐怖吗? 不用了, 真的不用了。 一个冲击过大地的人都被牺牲这样, 换成自己, 不分分钟变成人干, 还是我家的鸡小只乖巧。 可爱, 会卖萌, 还不挑食? 养几只萌物不香吗? 养这种恐怖的东西, 其主人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人。 提示, 刚刚是谁一脸羡慕的? 虚伪。 八个圣人疯狂攻击, 酷心老人则一脸平静, 站在蒲墨树边上。 如此淡定吗? 蒲墨树主干上的东西真的那么恐怖。 提示, 蒲墨树最恐怖的是花朵, 花开, 种子随风飞扬, 无色无味无影无形, 一旦吸入就会被蒲墨树控制。 擦了, 这么恐怖, 我们这地方有危险吗? 提示, 酷心老人虽然领悟过大地境界, 但领悟失败并不能操控天地空间, 所以你是安全的, 不出去做死就行。 这个好, 我喜欢, 只要没有危险, 哥就可以随便浪。 战斗焦座, 千宁水也已经飞出空间裂缝, 像是被人控制一样, 漂浮在半空中。 八个人, 谁也不敢第一个去取千宁水, 谁先动手。 不仅要面对蒲墨树的攻击, 其他七人也不会放过他。 如此情况, 就算拿到也带不走, 说不定还会把小命留在这里。 合力攻击酷心老人, 才是获得宝物的机会。 僵持一会后, 蒲墨树看样子是能量不够了, 藤蔓生成的速度慢了很多。 战线一点点向蒲墨树主干推进。 就在人们都觉得八位圣人成功时, 八人纷纷后退。 嗡。 蒲墨树的花开了, 花朵就像蒲公英的花一样, 风一吹, 几乎透明的蒲墨树种子随风飘扬。 离开蒲墨树一定距离后, 肉眼根本看不到蒲墨树的种子。 蒲墨树开花, 八圣狂退。 枯心老人的注意力都在八人身上。 只要他们死了, 这里就没有人敢和他抢牵凝水。 而且, 蒲墨树动手消耗了大量能量, 正好用他们给蒲墨树补补。 就因为蒲墨树开花了, 八位圣人对付一只灵力枯竭的蒲墨树, 居然如此困难。 圣人战斗, 惊天动地,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八个圣人跟枯心老人战斗激烈, 都害怕殃及驰鱼都躲得远远的。 大多数人都没有人发现, 一傻而过的老六早就把东西偷走。 一招得手, 立即逃逸,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这个臭小子, 虚空某处, 一个老人看到灵异的骚操作, 又是好气, 又是无奈。 恨别人就算了, 八个圣人中, 可是有莫俊峰这个高阶圣人的。 就这样卖了一个圣人, 真不愧是大下添焦。 不过, 他拿千宁水做什么, 不怕被人惦记。 俊峰, 自保卫主, 东西被那个臭小子拿走了。 为了孙子, 莫俊峰比谁都拼, 对枯兴老人的伤害是最大的。 老兄弟的一句话, 差点把他送走。 危机时刻, 灵兽地狱三头犬, 危机时刻拉了他一把, 才躲过蒲莫树的攻击。 几个回合后, 躲过藤万攻击, 看向千宁水针所在。 空空如也, 莫俊峰打得最狠, 现在也是蒲莫树重点照顾的对象。 分心之下, 显向还生。 巴尔德看时机成熟, 立即发动对汉莫拥兵团的攻击。 谁知汉莫也早有准备, 双方站到一起。 莫俊峰和火天星都被枯兴老人拖住, 只要他这个圣人出手, 一切不是水到渠成。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巴尔德攻击后才发现, 汉莫拥兵团里居然有一个圣人, 气势丝毫不比场上的枯兴老人弱。 他知道自己玩了莫俊峰费了那么大功夫谋划, 不可能会放过他。 兄弟们, 跟我上。 巴尔德身先士卒, 冲向汉莫拥兵团所在位置。 黑骷髅动手, 隐藏在暗处的汉莫拥兵团之人自然不会放过, 纷纷掏出武器, 与黑骷髅站在一起。 巴尔德带头冲锋, 两个拥兵团碰撞混乱之际, 悄悄退出人群。 逃? 他必须逃。 没看到枯兴老人一敌疤, 丝毫不落下风。 汉莫的外援, 就算没有枯兴老人恐怖的扑魔术, 也绝对不是他能对付的。 只有离开, 他才有报仇的机会。 但, 王启明是谁? 战场老将, 怎么可能让巴尔德逃走? 为了不让普通团员被波及, 王启明之跟在他身后并没有攻击。 巴尔德逃离了一阵, 发现王启明还跟在他身后, 不得不停下来。 前辈, 我们并无深仇大恨。 能否放过晚辈? 巴尔德姿态放得很低, 他要是死了, 儿子的仇就没法报。 就算杀不了莫俊峰, 也要让他绝后。 王启明无动于衷, 脸上一直挂着淡淡的微笑, 这就是你的遗言吗? 说完一刀斩出, 恐怖刀撕碎空间, 以无敌之势斩下。 不, 巴尔德很想逃, 但被刀光死死锁定, 不管他朝哪个方向逃, 都会被刀光击中。 撕裂空间逃走, 他不是默想过, 但在一个九级巅峰面前逃走, 不说他才八级, 就算是九级都极难。 不吃, 刀光闪过, 巴尔德眼睛睁得大大的, 根本不敢相信, 自己就这样死了。 巴尔德一死, 黑骷髅就不成气候了, 被汉末拥兵团的人压着打。 而且, 不知何时, 汉末拥兵团的每个人身上, 被套上一道治愈极将的金光。 只要不是一击毙命, 都能被救回来。 发现这个现象, 汉末的人更勇了, 忙就对了。 团长呢? 团长去哪里了? 被压着打, 团员一个接一个倒下, 黑骷髅气势为民。 反观汉末拥兵团, 越打越勇。 再这样下去, 他们都得死在这里。 不知道谁开头, 黑骷髅拥兵团, 开始有人逃跑, 到了后面, 直接集体逃跑。 你不一定要跑得过敌人, 只要跑得比队友快就行。 逃跑路上, 各种人性的恶展现得淋漓尽致。 只要能跑, 频频对身边人出手, 死在自己人手中的, 隐隐有超过汉末拥兵团杀的数量。 一场大逃杀, 汉末拥兵团追杀上千里, 黑骷髅几乎灭绝, 侥幸活下来的三两只, 根本掀不起风浪。 昨天还不可一世的黑骷髅拥兵团, 不到半天时间, 就此烟消云散。 这个世界,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战斗结束, 死亡沙丘外围, 只剩下一些大势力的人。 其他人, 害怕被两个拥兵团波及, 早就离去。 宝物再好, 也得有命用才行。 况且, 不管枯兴老人, 还是八位圣人谁赢了, 最后宝物都不可能有他们的份。 死亡沙丘内的战斗还在进行, 八位圣人已经陨落两尊, 其他六人或多或少都带伤枯兴老人也不好受。 他虽然尝试突破过大地, 失败的反噬让他实力实不存一, 靠着扑魔术仅仅比圣人九级强一点点。 此刻, 扑魔术多处焦黑枯萎, 不负一开始的活力, 不再有新的藤条生长。 双方都已经到极限, 现在就看谁能撑到最后。 双方分开后, 再一次站到一起, 可让人意外的时候, 一向座位主力的莫俊峰居然逃走了。 说好的一起对敌, 就这样跑了, 对得起圣人吗? 莫俊峰, 你搞什么鬼? 真当你一个人能吃下枯心老人吗? 一个来自城主府的圣人愤怒吼道。 千宁水都被人抢走了, 老才打个屁。 莫俊峰毫不犹豫兑回去。 啥? 所有人脑袋一时当机, 千宁水有人在他们战斗的时候被人取走了。 死亡沙丘空间混乱, 灵异使用空间转移, 双方都注意力都在对方身上。 谁能想到会有人虎口拔牙? 草! 东西都没了, 还打个屁。 又一个圣人逃离。 圣人, 谁不是心智坚硬之辈, 谁愿意送死? 目标没了, 顿时鸟受散。 不是, 你们不能走啊。 你们走了我怎么办? 最憋屈的莫过于枯心老人, 原本在他的计划中, 他振臂一呼, 绝对没有人跟他抢。 事实戏剧性相反, 八位圣人不仅不走, 还联合在一起。 他拼尽所有, 才斩杀两尊圣人, 现在六人重创, 他自信自己能活到最后。 现在, 宝屋没了, 六个人分散逃, 他要么追一个, 要么不追, 不管是那一条, 对他都不是好事。 战斗结束, 蒲魔术感觉不到危险。 消耗太多能量的, 现在只想进食, 四根藤蔓伸出, 扎进两个圣人, 和他们的灵兽的尸体, 吸收他们的养分。 不一会儿, 四具尸体干别下去, 而蒲魔术还不满足, 转向他的御寿师。 蒲魔术, 你不能那么做, 我是你的御寿师。 不, 有谁能体验枯星老人的绝望, 蒲魔术吸干了两个御寿师, 和两只灵兽还不满足, 居然想把他的御寿师一起吸了。 御寿师与灵兽相连, 根本不用藤条, 他就能把枯星老人吸干。 他恨啊, 当初为什么不满足, 一心想突破大地。 如果, 如果自己战力还在, 就一棵蒲魔术。 但, 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如果, 更没有后悔药。 因为圣人大战, 拥兵们都远远离开, 两尊圣人和两只圣兽, 今年的血肉已经够了。 但蒲魔术不满足, 吸掉所有养分, 一根漆黑锁链从地底深处深处, 将蒲魔术牢牢固定, 拖入地底。 这一切, 都没有人发现。 火天星返回, 发现黑骷髅被灭, 连团长巴尔德也陨落, 暗骂一声废物后离开。 汉末拥兵团驻地, 团长归来, 大败黑骷髅拥兵团。 全团欢庆, 这一次, 他们汉末拥兵团真的要崛起了。 启明大哥, 你知道是谁带走了千宁水吗? 吴恒这孩子是刺神级天赋, 急不稳定, 千宁水对他极为重要。 莫俊峰回到驻地, 第一时间找到王启明, 想从他那得知千宁水的去路, 他真的一点都没有办法, 好不容易出了千宁水, 最后居然被人截胡。 王启明思量, 一个刺神级天赋, 的确值得培养。 俊峰, 我可以帮你问问, 但我不保证对方会把东西交出来。 你应该知道, 他和龙老的关系, 还有他背后站着一个大地。 无论是哪一个, 都不是我们能够得罪的。 莫俊峰很不甘心, 错过了这次, 他还能等几次, 孙子又能等多久。 启明兄, 请你找到他, 我莫俊峰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自家兄弟, 说那么多做什么? 一会我去找那小子聊聊。 王启明拍了拍莫俊峰的肩膀, 喊道,臭小子,出来吧。 我知道你小子在。 空间微微波动, 灵异和凤仙尘的身影出现。 王老, 您怎么来西北了? 您现在不是应该再回青龙城的路上吗? 王启明瞪了灵异一眼, 真以为老头子没事找事。 还不是因为你, 我老人家才跑那么远。 三岩火足的三个大地, 暗殿都在针对你, 国家让我来保护你, 免得你死了, 没有人收尸。 切, 我才不会死, 大地不出, 谁都别想抓住我。 灵异十分骄傲, 小白的能力, 真的好变态好好用。 别平了, 叫你出来是想问问, 能不能把千宁水卖给汉末拥兵团, 或者用同等价值的宝物互换也行。 抱歉, 王老, 千宁水对我有大用, 我不会转让给任何人。 灵异言辞拒绝, 开玩笑, 给你, 小白怎么办? 真的不能分一点。 王启明还是不死心, 老朋友多年不见, 说什么也要帮忙。 可灵异就是不松开, 又无法强迫, 他真的要功亏一篑吗? 王老, 感谢你一直以来的帮助。 谢谢。 不过, 谁也别想从我手里拿走千宁水, 即使是你也不行。 灵异真诚感谢王启明, 但绝不会把千宁水给他。 听到灵异的话, 王启明苦笑, 这位卷款逃跑的主, 居然不接受任何资源互换。 臭小子, 老头子还能抢你的不成, 能告诉老头子, 为什么吗? 放心, 只要你不愿意, 就算是莫俊峰, 也别想从你手中把东西拿走。 看了一眼一脸期待的老人, 灵异还是告诉他答案。 小白有先天性缺陷, 需要用到很多珍贵宝物, 千宁水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很抱歉。 听完灵异解释, 王启明脸色恢复正常, 双方都需要的时候, 无关对错。 莫无痕需要他来提升天赋, 灵异需要他来拯救自己的灵兽。 夹在中间, 王启明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做, 是一点忙都帮不上木棉, 如此说有一点过分, 如果你用了还有剩余, 希望你给莫无痕一些。 他是刺神级天赋, 联邦多一些强者, 未来就安全一些。 王老, 明白的, 等小白恢复, 还有剩余的话, 我会送给他的。 前提是, 还有剩余, 灵异在心中补上一句。 王老, 你忙, 我先去给重伤员治疗一下。 灵异消失, 留下一脸苦笑的王启明。 灵异再次出现时, 已经到紧急治疗处, 阿黎正在给大家治疗。 原本大家还排斥阿黎, 看到熟悉的金光后, 阿黎就成了汉末拥兵团的香伯伯, 连带灵异和凤仙尘都被大家喜欢。 以前的不快, 烟消云散。 何况, 与黑骷髅火拼也不能全怪灵异, 是谁也想不到的巧合。 小兄弟, 要不你来我们汉末吧? 现在黑骷髅没了, 你也不用担心被报复。 谢谢。 不过, 我还有自己事要做。 如果有一天, 我闯荡累了, 想找一个地方歇脚的时候, 你们可别嫌我烦。 哈哈。 随时欢迎, 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的。 汉末拥兵团的众人伤势得到控制后, 灵异带着凤仙尘。 开始他的下一个目标, 离开汉末拥兵团不远, 两个老者拦住他们的去路。 王老, 墨前辈。 你们这是? 灵异不解问道。 臭小子, 莫必要走那么急吧? 我莫军峰驰骋一辈子, 很多事情都干过, 唯独没有向晚辈动手强保。 这么不相信我们莫军峰的人品吗? 莫军峰横眉竖眼, 明显告诉他, 他生气了。 灵异哪里想过那么多? 他就想, 小白快速恢复, 吞噬吞天兽金河后, 一路高歌, 带他各种装逼各种飞。 害怕, 怕是你这次的脑补的。 前辈, 我现在要前往南方, 寻找下一件宝物。 时间紧迫, 还望前辈原谅, 晚辈绝没有轻视贵团的意思。 灵异不卑不亢回答。 听到灵异要寻找下一件宝物, 莫军峰知道, 灵异怕是没有说谎。 真的没有机会了吗? 王启明回去告诉他, 灵异要自己用, 他还有些怀疑, 认为是筹码不够。 现在, 灵异要前往下一个地点, 寻找下一件宝物。 告别莫军峰和王启明, 两人继续出发, 目标直指南国南部陨龙坑。 木免, 这些地方你来过吗? 凤仙尘好奇询问, 白灵的飞行路线太清晰了, 完全不像是第一次来。 看到囚之欲满满的凤仙尘, 灵异准备逗逗他, 缓解路途的烦闷。 几十万公里, 白灵和黑煞, 每日每夜轮流飞行, 都要二十来天才到。 才二十天, 对宅属性满值的灵异来说, 都是毛毛雨了。 不过有个女孩子跟着, 不逗逗不是浪费资源。 我有预知未来的实力。 真的吗? 凤仙尘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你也要和老爷爷一样的能力。 谁特模有老爷爷一样的能力? 这丫头一天不是姥姥, 就是老爷爷的一点都没有幽默感。 观念的改过来, 仙尘, 以后不要随便跟人说你姥姥的老爷爷。 自己看吧, 死了我可不会再救你。 翻个身继续躺着, 让凤仙尘自己去了解。 书是灵异在路上顺来的? 不是偷, 他可是流灵时了的, 只能算是顺。 是顺, 懂不懂? 一本书, 论女娲族的各种用途。 女娲族作为先天灵族, 无法契约灵寿, 但能自我修炼。 娶来做老婆, 生的孩子极有可能拥有两重能力, 又能修炼, 又能契约灵寿。 但此法之事猜测, 每次女娲族人出世, 最多不会超过两年。 即使一开始让她怀孕, 两年内也无法缠子。 根据胎儿生长情况推测, 女娲族妊娠期至少十年, 但被限制住的女娲族人, 全部在二十岁陨落。 女娲族人, 天赋一饼, 惊世卓绝。 如此陨落实属可惜。 直到一个炼药师发现, 使用女娲族人血肉配合灵药承担, 居然有提升人体资质, 回归本源的奇效。 为此, 每一次女娲族人出世, 都是各方抢夺的对象。 其身体的每一部分, 都不亚于万年保药。 凤仙尘脸色苍白, 但又忍不住, 靠近灵异后, 坚持看到最后。 灵异, 你会像他们一样吗? 凤仙尘明亮的眼睛盯着灵异, 想从她身上找到什么? 又害怕什么? 我对飞机场没有兴趣。 一口回绝, 都19岁了还一对A, 我还是喜欢波涛汹涌, 波澜壮阔。 凤仙尘低头看了一下, 翘脸立即红扑扑的, 挥动粉拳在灵异身上锤打。 去死! 娇称一声, 目光转向快速后退的万里山河。 白铃和黑煞轮流换班, 两人一日千里, 又有提示规划路线, 一天时间就这样平安度过。 随着时间推移, 两人距离南国越来越近。 离开莫城第十五天, 泰坦蛇王小青, 顺利跨过波金门槛, 突破到钻石。 同一天, 阿黎突破钻石六级, 庞大能量反补下, 灵异也顺利突破钻石六级。 不看冰仙子和小白, 其他灵兽面板都十分可观, 都有极大的进步。 宇宙之蛇。 资质, 神话。 等级, 波金九级, 999999年。 技能, 十股之牙, 灵蛇刺, 震动空气炮, 空间转移, 空间囚笼, 空间湮灭, 九尾灵狐。 资质, 神话。 等级, 钻石六级, 600, 0154年。 天赋, 自然清和。 技能, 治愈术, 恢复术, 力量增幅, 驱散, 圣玉光辉, 神圣光环, 命运之恋。 泰坦蛇王。 资质, 神话。 等级, 钻石一级, 100, 0012年。 天赋, 钢筋铁骨。 技能, 吐刺, 剧毒沼泽。 王之守护, 大地球龙, 大地硬, 泰坦之怒, 幻影。 阴阳剑龙, 武器。 资质, 神话。 等级, 薄金九级, 95万4254年。 天赋, 一卵双生, 坚不可摧技能, 剑光爆炸, 剑星, 阴阳剑绝, 天地一闪, 两一剑, 剑龙舞, 流星坠。 冰仙子, 未知。 作为灵兽, 未知就算了, 还是一堆问号, 他这个玉兽师做的, 真的失败。 可他又能如何, 人家可是次神级, 随时可能跨入神级的主。 谁敢惹? 烦闷中, 灵异找到了开心的点, 小青顺利跨过钻石门槛, 希望王者他们, 也能顺利突破。 灵异一会开心, 一会忧愁, 可把凤仙城搞不明白了。 人, 神得好复杂。 每次, 他觉得自己已经了解人类时, 灵异就给他, 来一个骚操作, 让他再次陷入迷茫。 你一会笑一会苦恼的, 到底是开心, 还是不开心呢? 这个问题, 只有他, 自己去感悟了。 思思, 越往南, 小白越紧张。 南国之行, 关乎他未来, 能否继续坐上老大的位置。 因为他无法突破, 主人已经很久没有让他战斗了, 就连其他灵兽也很少用。 阿里实力最强, 但注重治疗, 真实战斗力, 还没有灵异强。 泰坦蛇王和阴阳剑龙就不用说, 和他一样, 现在, 就连作为老妖的阴阳剑龙都搏经九级了。 你让他如何不紧张? 放心好了, 我们一定会找到的。 感觉到小白的紧张, 一路上, 灵异都不断安慰他。 其他灵兽剑状, 也都纷纷安慰。 思思, 小白表示没事, 但其坐立不安的样子, 一点都不像没事的样子。 慕免, 他怎么了? 凤仙尘看到小白, 也十分担心。 他没事, 就是有些紧张, 等这段时间过了, 他就会恢复的。 灵兽们等级就像做火箭一样, 层层上涨, 高兴的同时也为他们担忧。 小白的进化材料掏空了多少宝库? 如果阿里和小青也需要那么多材料, 大夏可不一定会拿出来。 小白十二星, 阿里和小青可不是。 管那么多干什么? 人到桥头自然直, 还能被憋死不成。 想了半天, 没有丝毫头绪, 提示矿除了路线, 也没有新的提示。 时间还长, 继续摆乱就行。 允龙坑, 一听就不是好地方, 养足精神, 到时候管他什么妖魔鬼怪, 一力破之。 木面, 血精我吸收完了。 凤仙尘声音小得像蚊子在叫, 但又清晰入耳。 玉兽师就是爽, 不用担心近视, 更不用担心听不清。 细微声音和动作, 在强大玉兽师面前, 都无处遁形。 一块血精吸收那么久, 就算是先天灵足, 与得天独厚的凶兽和灵兽, 还是有所不如将空间待搬空, 放入几十块血精, 递给凤仙尘。 诺, 下次再要, 就得算钱了。 他灵异又不是开膳堂的, 几十块血精, 应该够他修炼到王者。 新纪元181年12月5日, 经过24天的长途跋涉, 到达南国南部, 允龙坑外围的龙啸镇。 龙啸镇, 雍兵们到允龙坑探保后急剧之地, 久而久之, 成了一个繁华小镇。 很多商人在龙啸镇都有分店, 方便收购的同时, 也能把成品销售给雍兵。 灵异两人前脚落地, 后面就跟来一个老人, 赫然是王启明。 王启明? 我一个圣人巅峰, 居然跟在两个小屁孩后面跑, 真的? 他已经无力吐槽了, 就当为紫金投资, 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龙啸镇和以往的城市和小镇都不同, 这里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煞气, 都是陷过血的狠人。 允龙坑环境极其恶劣, 随时有生命危险, 在这讨生活的, 谁会是善差? 凤仙尘像一只受惊的小鹿, 紧紧跟着灵异。 男的文质彬彬, 女的娇小可人, 而且没有长辈跟随。 两人一出现, 就成了小镇的焦点。 凤仙尘就算了, 灵异居然也感受到恶心的目光, 仿佛要把他撕碎一样。 靠! 要不是能看到这些人的境界, 灵异绝对转身就头。 什么人啊? 男人都不放过。 木免, 我们离开这里好不好? 这里好可怕。 凤仙尘贼兮兮地, 警惕看向四周。 走是不可能走的, 他需要陨龙坑地图, 就算是大概地图也行。 万一提示罢工了, 他也能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这小娘子, 我黑虎要了, 不服得先问我的斧子同不同意。 铁塔般凶恶大汉开口, 门板大的斧子抗砸在地上, 周围空间都抖了抖。 女人虽好, 得有命才行。 黑虎威慑力极大, 都不敢出气锋芒。 多好的女娃子, 要毁了。 有人不禁感叹, 赶来龙啸镇, 就要做好接受一切的准备。 来了, 一切都不是你能做主的了。 那个男的也不错, 可惜没有我们的份。 两世卫人, 又经历了那么多, 早就不是那个怕事的宅男了。 心智坚定, 风言风语对他来说毫无用处。 跟着提示, 灵异很快到一个卖地图的商铺, 老板是一个体态妖娃的妇人。 看到帅气的灵异, 对他屡抛媚眼, 都被他无视了。 有姿色, 没有实力, 还能在这种人吃人的地方立足。 不知道被多少人光顾过, 灵异对他一点欲望都没有, 想想就反胃。 老板娘, 把你最全的地图来一份, 零食不是问题。 哎呦呦, 小哥哥, 姐姐这就给你拿。 妇人转身, 饱满圆润的翘臀, 一扭一扭, 去地图时故意低头。 如此风骚的勾引, 灵异丝毫不畏所动。 等找到龙咸草, 回到大厦, 六个绝代佳人, 何必在这里吃猪食小哥哥, 这是本店最详细的地图了, 成会一万零食。 地图没有问题, 就是这价钱。 算了, 又不是给不起。 丢下一万零食, 拉着凤仙尘就往外走。 小兄弟, 你应该没有享受过男人的乐趣, 跟叔叔走, 保证。 一个满身邋遢, 一脸落腮胡子的大汉拦住灵异去路。 刚刚, 恶心的目光中就有这个人, 恶心的东西就该消失。 拔剑术, 错身的那一刻, 灵异施展拔剑术, 割断他的喉咙。 哈哈, 大泥丘, 行不行啊? 这就被吓傻了。 黑虎发现, 老对头站在原地不动, 拍他肩膀开始嘲讽。 噗, 这一拍可不得了, 落腮大汉脖子喷出大量鲜血, 缓缓倒下去。 落腮大汉的死亡, 周围空气瞬间安静下来, 一言不合就上手。 哪是什么小绵羊, 特模式猛虎下山好不好? 黑虎看了一眼离去的两人, 心中还是不甘, 带着一群小弟冲上去。 有落腮大汉的教训, 他们都不敢靠得太近, 害怕下一个被割脖子的, 就是自己。 小兄弟, 这里是龙孝镇, 你这样不合规矩吧? 杀了他。 什么? 所有人都蒙圈了, 这么胡的吗? 黑虎脸色阴沉, 一个矛头小子, 居然敢无视他。 凤仙尘, 没有听到我说的话吗? 杀了他? 难道你还想经历第二次? 第二次? 凤仙尘身体一抖, 气质完全改变, 原本怯生生的小萌妹, 杀意弥漫, 一点都不像刚刚出道的小鲜肉。 杀我? 看你有没有本事? 黑虎全身覆盖金色灵器, 挥动着巨斧, 朝两人批来。 重点是灵异, 他要一斧子把灵异批成两半, 然后把这女人带回去, 让他知道世道的险恶。 眼看灵异即将被批成两半, 人群欢呼, 常年压抑, 人性扭曲。 死亡和杀戮, 是他们唯一找到快感的地方。 灵异前面, 穿着白色的玉手, 在空中与巨斧碰撞。 大地轰鸣, 气浪卷向四周, 人群纷纷后退。 黑虎只不过是钻石一级, 与凤仙尘差了七级。 就算战武器优势, 也不是凤仙尘的对手。 一击, 黑虎倒退数十步, 虎口生疼, 凤仙尘则之势后退一步, 还是站中武器之变, 高下立判。 一击不得手, 黑虎就知道, 他不是两人对手, 萌生退役。 但, 凤仙尘怎么可能让他离开? 攻势又快又狠, 还默等他反应过来, 就已经攻到身前。 玉手抓向他的脖子, 这一击打实了, 他就算不像落塞大汉身死, 也差不了多少。 不过, 多年战斗可不是白混的。 眼看躲不过, 黑虎发狠, 挥动巨斧朝凤仙尘批来, 准备同归于尽。 事实证明, 他是对的, 凤仙尘可不想死, 值得躲避。 境界差距在哪? 第三集呢? 黑虎放出灵兽, 凤仙尘一打二, 丝毫不落下风黑虎, 和他灵兽剑齿虎身上, 每时每刻都有心伤。 不能再打下去, 打下去, 自己必死。 住手, 我叔叔是龙啸阵阵长, 杀了我你们一个, 也别想活着离开。 面对威胁, 灵翼丝毫不畏所动。 一个王者而已, 又不是打不过。 灵翼不说话, 凤仙尘的攻击就不会停, 他已经决定, 以后跟着灵翼,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住手, 一道恐怖气息, 从龙啸阵中心飞来, 目光锁定凤仙尘。 听到叔叔的声音, 黑虎觉得自己又行了, 威胁道, 小娘皮, 现在束手就擒, 好好服侍老子, 否则你就等着全阵男人的爱吧。 哈哈。 黑虎肆意大笑, 叔叔来了, 这个小镇, 没有人能奈何得了他。 他都想好, 今晚上如何炮制凤仙尘, 嫩得能掐出水的肌肤。 越歪歪, 黑虎越忍不住, 真想在大街上把正事给办了。 凤仙尘很着急, 一定要载人到来之前, 把黑虎给杀了。 但越是着急, 就频频失误, 黑虎不逃也不攻击, 一心防守。 拿不下黑虎, 凤仙尘回头, 灵翼消失了, 像墨城一样, 人间蒸发。 没有看到灵翼, 凤仙尘的心居然难得地平静下来。 相处的时间虽不长, 他对灵翼已经有了一些了解。 灵翼不是会丢下队友独自逃跑的人, 现在隐藏起来, 说明一切在可控范围。 跟着凤仙尘的目光, 所有人都发现, 灵翼不见了。 而凤仙尘, 紊乱的心居然平静下来, 一时间, 黑虎险象还生, 几次都差点命送黄拳。 住手! 老夫让你住手, 没有听到吗? 来人十分愤怒。 龙啸镇, 谁不给他这个镇长几分薄面, 现在居然有人, 对他视若无睹。 这如何能忍? 侄子险象还生, 随时有生命危险。 镇的人群纷纷后退, 逼格满满。 眼看侄子就要命丧黄拳, 来人再也忍不住, 愤怒咆哮。 死! 死! 不同的人, 不同的结果。 来人双目充血, 仿佛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一拳轰向凤仙尘, 拳头上泛起金光。 就在拳印即将脱离拳头时, 背后空间波动, 无数银灰色巨剑快速斩来, 封锁了所有的逃跑路线。 谁? 灵翼突然袭击, 打出去的一拳之能强行收回。 时间太急, 对方只来得及在身上套上一个护照。 咔嚓! 护照碎裂, 灵翼第一道攻击被抵消, 第二道攻击则毫无阻拦。 眼睁睁看着, 剑光斩向自己脖子。 吐痴, 我居然就这样死了。 这是他最后的想法。 头颅高高飞起, 一个王者就这样陨落了。 哗!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无所不能的镇长就这样死了, 被人一剑斩首。 黑虎十分绝望, 叔叔都死了, 他还有什么机会? 最终, 黑虎被凤仙尘抓掉喉咙, 不敢倒下。 灵兽剑齿虎也没有逃过一死一个钻石都打那么久。 太菜了。 灵翼不仅没有表扬, 嘲讽满满。 同是钻石八级打一级, 差点被反杀, 不是菜是什么。 哼! 凤仙尘很想反驳, 可不远处的头颅告诉他, 真的有一点菜。 就一点点。 不是谁都跟你一样变态的。 灵翼踏步离开, 凤仙尘像一个乖乖女, 跟在后面。 同样的一幕, 对龙孝镇来说却是不同的。 前者是肥羊, 是小鲜肉。 现在, 这就是两个恶魔呀。 尤其是男的, 一出手, 连阵掌都砍了。 谁还敢对他们有想法, 各个眼神躲闪, 他们知是亡命, 不是真的不要命。 一点机会都没有, 去了就是送死。 灵翼, 我们现在就去允龙坑吗? 刚走出龙孝镇, 凤仙尘的活泼性格又表现出来, 可能只有和他一起时才会有罢。 抬头, 太阳西斜, 已是黄昏。 赶了那么多天的路, 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晚上, 明天再去允龙坑。 哦, 末多久, 两人就找到落脚的地方, 一处隐秘的山坳。 四面环山, 能很好阻挡夜晚的光芒。 同样的, 一旦被包围, 很难冲出去, 但这些对于有预警功能提示的灵异, 完全不用担心。 黑煞, 往西二十里, 有一群野猪, 抓一只回来。 高空二十多天, 都在吃肉干和干粮, 嘴巴都快淡出鸟来了, 今天说什么, 也要饱餐一毒。 烤全猪, 灵异的最爱。 用龙锡烤过肉后, 一发不可收拾, 爱上这种感觉, 真的太快了。 一只烤全猪, 半小时就能出锅, 还不会烤糊。 糊的地方, 都给两龙吃了。 姐姐, 谁让他们不控制好火候的? 末多久, 黑煞把一只黄金四级的野猪, 丢在不远处。 初剑。 问。 嗡鸣声不断。 那个, 就用一下呗。 灵异伸手, 最遇见很抗拒, 飞在空中不愿下来。 唉, 一点都不听话, 还是黑龙剑好。 从空间戒指中取出早就不用的黑龙剑, 开始处理野猪。 黑龙剑。 呜呜, 本剑的清白磨了。 灵异。 磨锤子, 都老夫老妻了, 有什么, 可害羞的。 最终, 灵异还是吃上了香喷喷的烤野猪。 四百来斤, 色泽金黄, 烤好后, 切一半放入空间戒指, 另一半则开始分。 两份小的, 六份大的。 一、 二、 七、 八。 灵异, 我们是不是分错了凤仙尘数了几遍, 发现灵异多分了一块, 而且给自己的好少。 啪, 一巴掌打掉凤仙尘伸出的罪恶之手, 指着大份的烤肉。 那是你的。 王老, 你老真不出来吃点, 一会儿就没有了。 灵异扬了扬手中的烤肉, 狠狠撕下一大块。 香。 灵异化落, 一个老人身影, 在他们不远处出现, 坐到篝火边上, 拿起灵异分好的烤肉, 送到嘴边。 很不错。 你怎么知道我在跟着你们呢? 王启明好奇, 灵异是如何发现他的。 一直都知道, 知识不想打扰您老而已。 为什么现在又打扰了? 明天, 我们要进号称大地都会陨落的允龙坑, 前辈就在外面等我们回来吧。 我要去的地方, 您去不了, 实力太强, 会引起他们反抗的。 允龙坑, 神龙沉眠之地。 龙族一向都是强大的代名词, 就算死了, 肯定还有莫死透的。 或者诞生了什么恐怖东西。 总之, 十分危险。 提示, 允龙坑中有某众强大神秘存在, 实力越降的人, 惊动的概率越大, 请说服王启明不要进入允龙坑。 这是灵异靠近允龙坑后得到的提示, 这才把王启明叫出来。 一个圣人巅峰, 暗中保护他不香吗? 没有特殊原因, 他才不会自断守护。 你知道里面有什么? 王启明眼睛看着, 灵异的每一个表情都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根本无法撒谎。 吼, 吼。 一阵阵龙吟从允龙坑中传来, 悲凉, 无助, 愤怒, 各种情绪掺杂, 还不知不觉中让人沉浸其中。 距离允龙坑还有不短的距离, 龙音声就能影响人的情绪, 怪不得阵里的都是疯子。 正常人, 遇到两个独行年轻人, 哪有莫弄清背景前就动手的? 臭小子, 你确定要去? 王启明表情复杂。 允龙坑, 他比灵异了解, 月降的人进去就会引起强大的怪物注意, 所以, 才有大地陨落的传说。 大地陨落不陨落, 他不知道, 但月降的人进去越危险, 却是真的。 当然要去。 灵异回答很坚决, 提示说允龙坑有龙咸香, 就一定有, 就像千宁水一样, 或许要他到地方才会有提示。 好, 老头子就在这里等你们回来, 一起回家。 好, 对了, 王老, 这东西你先给我保管着, 一年后我还没有回来, 王老就自行处理这东西吧。 灵异将封印时空龙金血结晶的紫金交给王启明。 这, 灵异动操作, 王启明也是一愣, 这是交代后事吗? 为什么只给一颗? 有这颗紫金, 他就有机会突破大地, 不过不是现在, 更不能在这里。 老头子等你们回来, 灵异挥挥手, 表示知道了。 灵异, 那是什么? 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噗, 灵异差点没被气死, 紫金, 那玩意是能吃的吗? 提示, 允龙坑为龙族沉眠之地, 建议用阴阳剑龙进入。 没有迟疑, 立即乘坐白灵进入允龙坑。 允龙坑, 传说中, 是龙族的七夕地龙骨, 不知道何原因, 龙骨一夜之间被人泯灭, 龙族临死前的声音保存在这山巒之间。 时而传出, 时而消逝, 提示, 前方二百米处, 三千年血纹草, 守护寿卫王者二级嗜血无功, 采摘请注意。 才进入允龙坑, 提示矿内就出现新的提示, 还是三千年的血纹草。 允龙坑如此危险, 还不断有人探险寻宝, 不是没有原因的。 为了修炼资源, 有什么能阻挡一颗变强的心? 王者。 两分钟后, 灵异将一颗一尺高的小草放入玉盒。 小草的纹路是红色的, 内部有红色液体在流动, 仿佛活的一般。 灵异, 好厉害, 这就找到宝物了。 凤仙尘眼睛眯起, 十分开心。 灵异, 唉, 又不是你的, 高兴什么? 这丫头, 还没有想到以后修炼资源的事情, 不知道是呆呢, 还是真的不需要。 算了, 出去后奔她一些。 两人一路向下探寻, 遇到宝物, 能打的都被灵异偷袭致死, 在老六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打不过的就悄悄避开。 环境也是一绝, 艰难险峻, 怪石灵巡, 上下都烟雾缭绕。 好, 提示, 噬龙蛇出现, 请立即躲避, 遵者七级的噬龙蛇, 对你来说一口一个小朋友, 别想着抵抗, 他不会因为你弱小就有丝毫留情。 你大爷的, 就不能提醒早点吗? 都快出脸上了。 白米外, 一只放大了数千万倍的蛇子, 双目血红。 看到两人, 哈喇子留了一地, 冲锋而来。 所过之处, 山石碎裂, 轰隆之声不断, 简直是一辆不烧油的推土机。 我们的体型, 给你塞牙缝都不够, 不知道你缠什么。 来不及解释, 灵异一个猛扑, 将凤仙尘暴入怀中, 立即顿入虚空。 提示, 是龙蛇喜欢吞噬巨龙鲜血, 龙骨背涂, 是龙蛇就没有吸到一口新鲜龙血了。 你身上有阴阳见龙的气息, 不盯你盯谁。 不是说阴阳见龙下来安全吗? 为啥还遇到这种恐怖的东西? 提示, 遇到龙蛇死亡后执念形成的怪物, 你就会感谢我了。 好吧, 你是对的, 我又梦浪了。 轰隆隆, 灵异两人原本的地方, 是龙蛇大肆破坏, 巨大口气扎到的地方。 巨石像豆腐块一样, 碎裂。 吼。 一声怒吼, 一道波纹扩散, 空间碎裂, 吓得灵异赶紧逃离。 无差别范围攻击, 是不是玩不起? 灵异不敢再看热闹, 快速离开现场。 往下走, 灵异遇到各种各样的怪物, 而且实力越来越强, 完全靠小白的能力在前进。 进入陨龙坑前, 灵异一位凶兽都很弱, 现在他才知道什么是恐怖。 圣兽满地走, 尊兽多如狗, 怪不得一进来, 就遇到王兽。 不过, 他们现在也有好处, 就是强大的凶兽, 根本不会理他们。 是龙蛇之士一个意外。 当然, 也有贪吃的, 他就遇到一只尊者九级的大蛤蟆, 灵活的舌头, 差点就把他们卷走。 一天时间, 灵异两人一边躲藏, 一边往下探索夜晚, 灵异和凤仙尘在一处隐秘山洞休息, 一天东躲西藏, 都十分疲倦了。 灵异, 我们会死在这里吗? 凤仙尘靠在灵异身上, 声音有些颤抖。 不会, 我还要回家找仙儿他们, 可不能和一个飞机场死在一起。 混蛋, 就不能红红我吗? 凤仙尘眼睛红红的, 不过被灵异一击, 心中的紧张减少了不少。 灵异, 可以跟我说说仙儿他们吗? 我想知道, 一直让你惦记的人, 是什么样的。 仙儿妈, 等我们出去了, 去我的家乡, 你就能看到他们了。 如果后悔了, 明天我送你回去, 王老还在外面呢? 我才不回去。 凤仙尘一脸倔强, 死死抱住灵异胳膊, 谈谈的香味传来, 就是有点个人, 灵异邪恶的想到。 陵龙坑的夜晚, 寒风凛冽, 吹得各大山崖呼呼作响。 时不时传来的售吼, 洞外传来的嘻嘻嘟嘟声, 刺激着两人的神经, 让他们不敢入睡。 你赶紧休息一会儿, 不要担心, 有我在, 外面的东西伤不到你。 嗯。 往灵异身上靠了靠, 找一个舒服的位置, 闭上眼睛。 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山谷, 两个人就这样互相依靠。 看到凤仙尘甜美的睡姿, 灵异不由地陷入沉思。 在如此危险的地方, 她是如此害怕, 毅然跟着她。 或许, 我一开始就错了。 灵异根本不敢相信看到的, 凤仙尘原本颤颤巍巍的, 靠在她身上后, 无视外面的危机, 睡得十分香甜。 我真的, 对对A不感兴趣啊。 不要再来摧残我好不好。 我就知道, 女人是不能招惹的, 当初打一顿把混沌图抢过来, 不就完事了。 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大早, 两人吃了一些干粮, 继续上路。 宝物不少, 但没有一样是她能觊觎的, 守护兽真的太降了。 如果是龙咸草, 她可能会破釜沉舟, 奋力一搏。 这些宝物, 还是算了, 她还要找龙咸草, 还要帮助小白蜕变, 还要保护好心儿他们。 何况, 她根本不缺修炼资源, 空间戒指里的血精, 足够她修炼到圣人。 大帝也不是不可能。 阎王好惹, 小鬼难缠, 遇到强大凶兽, 只要不招惹, 凶兽根本看都不看他们一眼。 可王兽以吓得, 看到他们可喜欢了, 希望他们永远融为一体。 灵异只好痛下杀手。 我真的不是故意, 是他们自己找上门来的。 越往下, 强大凶兽越多, 两人前进的速度越慢, 每天前进的路程越来越小。 进入陨龙坑第十八天, 两人终于下到陨龙坑底。 放眼望去, 一片暗红, 仿佛这里曾经被血海淹没过一般。 往前走, 灵异看到一幅巨大骨骸, 居然是一条神龙的骨骸。 从其骨骼来看, 不是一龙, 是东方传说中的神龙。 龙的传人对神龙是尊敬的, 只剩下骨架, 都散发着恐怖威压。 其生前有多强大可惜, 现在都只剩下枯骨。 越往前, 巨龙骨骸越多, 有成年巨龙, 也有幼龙骨骸。 幼龙的骨骸基本已经碎裂, 只能看出大概轮廓。 前进许久, 两人来到一个蜂窝状的高崖下, 洞中, 两人发现了巨龙骨骸。 提示, 快点给我标注一下龙咸草的位置, 这里很不对劲。 灵异一开始就觉得很不对劲, 观察了那么久, 他终于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这些巨龙骨骸上, 居然没有一处损伤, 也没有打斗的痕迹。 它们就像一下子被人抹杀了一样, 就像吞天兽木穴中的万灵。 几生终生, 整个世界都变成一片死地。 想到这种可能, 他一刻也不想停留。 拿到龙咸草, 第一时间离开, 躲得远远的, 永远不回来。 不过, 这陨龙坑底部, 到处光秃秃的, 别说龙咸草, 连野草都不见一刻。 突然, 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不管了, 继续找, 我就不幸找不到。 灵异, 这么感觉毛毛的, 好像有人在看着我们一样。 凤仙尘抱着灵异胳膊的力量, 增大了一点。 没事, 前辈们不会伤害我们的。 灵异早就发现了, 这些强大的神龙, 不知道为什么, 都转变为亡灵古龙。 可他们为什么, 要保持原来的位置? 他们在守护和等待着什么? 灵异弄不明白, 提示矿也不给提示, 他索性, 就不再探寻。 进入陨龙坑开始, 白灵和黑煞体型缩小, 飞在他们头顶, 或者站在灵异肩膀上。 古龙不攻击他们, 都是阴阳剑龙的功劳。 两人一路小心翼翼, 没有破坏一条巨龙的骨骸。 又过了三天, 两人才走出峡谷, 看到一个波光灵灵的湖泊。 湖泊死气沉沉, 除了风吹的波纹外, 没有一丝生机。 这里或许真的被某个强大的存在抹杀的。 孩子, 到这边来。 突然, 脑海中出现一个雌性男鹰, 根根汗毛倒树。 这种死地, 居然有人喊他。 过来吧, 这里有你寻找的东西。 提示, 龙咸草, 有前方一百公里处, 路途危险, 请小心行事。 提示, 古龙敖青, 神兽青龙敖青死亡后所化, 神人八级, 对你并无恶意。 神人, 就是大地后面的境界吗? 不是说有刺神级吗? 提示, 刺神级, 介于大地巅峰, 与神人一级之间, 比大地强, 但又不到神的特殊境界。 行吧, 似不像呗。 百里距离, 小白一个空间转移就过去了, 现在他可不敢。 前方一句句恐怖骨骸, 灵异都感觉到他们是活的, 都转化为古龙。 空间转移, 如果他们感受到危险, 给空间来一巴掌。 直接吃喜。 卧槽。 灵异一个猎且, 差点摔倒在地, 身上有千斤之力, 想将他压倒在地。 这条龙, 绝对有什么给他, 否则不会考验他。 前辈, 能不能把我的同伴接过去? 这条路, 我自己闯。 混蛋, 你把我当什么了? 要闯一起闯, 休想把我丢下。 凤仙尘一马当先, 进入右前方的通道, 还回头瞪一眼。 仿佛在说, 看不起谁呢? 半小时后, 两人都汗流加倍, 巨大的压力喘气都困难, 更别说前进。 但, 灵异并没有放弃, 那可是小白啊。 她的好伙伴。 灵异, 我走不动了, 你自己走吧。 凤仙尘四仰八叉 躺在地上, 表示不走了。 女人, 开始让你走的时候不走, 现在知道后悔了, 真会惹麻烦。 不管凤仙尘同不同意, 一把将她扛在肩膀上。 然后, 她就后悔了, 她扛起来的不是百来金的美少女, 尼玛是一座大山啊。 现在退回去, 怎么可能? 男人这么可以说不行? 给我冲。 灵异加快步伐, 希望能一口气走完后面的路程。 但, 现实不是计划, 更不是想象, 跑了大概十里地, 她真的走不动了, 真的到极限了。 混蛋, 我就不信过不去。 灵异也不走了, 原地盘膝坐下, 闭目, 开始思考。 威压最大的麻烦, 就是对方比你强, 已是压人。 神龙的目的是考核, 不是劝退, 她有什么, 没有注意到。 不对, 不对, 到底忽略了什么? 想了很久, 灵异也没有想到合理地解决办法。 灵异, 这个领域已经超过我们的极限, 过不去的。 听到凤仙尘的话, 灵异顿时明白了, 古龙让她去报到, 可没有规定时间。 不是, 可以一点点缓慢挪, 直到拿到宝物。 灵异闭目, 细细感受威压, 让自己的身体去接纳和熟悉。 身体庞大的恢复能力, 是她的本钱, 独一无二的本钱。 这项能力, 或许能帮她解决目前的困境。 百里路程, 她才走了不到一半, 以现在的身体情况, 根本无法走完, 何况是拿到龙咸草。 灵异盘膝在地上, 一点点散去灵力, 让身体适应目前的压力。 咔嚓! 体内传来骨骼的破裂声, 灵异依旧我形我素。 各种细胞在不断破裂, 又不断新生重组, 恐怖地恢复能力, 让她立于不败之地。 三天时间, 转眼就过去了, 灵异已经撤回所有灵力, 完全依靠肉体力量, 抵抗周围的威压。 等身体适应后, 灵异开始前进。 身体适应, 并不代表她可以长时间往前走。 前进不到百米, 灵异再次感到前进困难。 还是不行, 以这种速度, 五十里路程, 她要走多久? 用一天来适应, 然后前进一百米, 相当于一天走一百米。 五十里路程就是五万米, 要走五百天, 就算走到了, 黄花菜都凉了。 宝物就在眼前, 就是拿不到。 这种痛苦, 有谁能体会? 这和一个年轻人到医院, 眼看就要远离病魔, 却被告知承受不了高额的费用。 看到希望, 得到的却是绝望。 不过, 不拼一把, 怎么会知道没有结果? 灵异盘膝坐下, 继续打坐休息第二天, 灵异照常把凤仙尘扛在肩上, 就在所有龙准备看她艰难前进时。 空间波动, 两人进入虚空,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在虚空中穿行, 直达目的地。 好。 一声声愤怒的龙银响彻云霄, 眼睁睁看着灵异离去。 打碎空间, 他们每一个都能做到。 但, 灵异肩膀上, 坐着两只幼龙。 空间破碎, 两条幼龙椰有可能会被卷入空间裂缝之中。 到达目的地, 灵异从空间中被甩出, 三只灵兽都被收入御兽空间。 凤仙尘可能是神龙刘晴, 他身上的压力没有丝毫增强, 也没有一丝减弱。 灵异很不好受, 被压力压趴在地上, 脸都快磨破了, 也无法起来。 全身骨骼搁吱作响, 随时可能会散架。 人类小子, 作弊可是要被惩罚的。 灵异这次看清了说话的人, 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大帅哥。 五官端正, 灵脚分明, 爆炸性的肌肉让人羡慕, 此刻正义脸不善地看向灵异。 好不容易来个人, 莫想到, 居然是一个投机取巧的小人。 前辈, 晚辈也是迫不得已。 晚辈的灵兽先天不足, 拿不到龙咸草蜕变, 他很快就会命丧黄泉。 晚辈愚钝, 自知无法短时间通过考验, 小白又等不起, 只能出此下策。 前辈可以任意惩罚, 但请前辈将龙咸草赠予晚辈, 晚辈感激不尽。 嘻呼, 嘻呼, 一口气把内心话说完, 全身一丝力气都没有了, 贴着地面不停喘气。 在如此压力下, 呼吸都成了困难。 好小子, 东西我有, 但要你自己来拿。 魁梧大汉手一挥, 距离百米的地方, 躺着一棵散发着五彩光滑的小草。 小草成碧绿色, 上面还有一朵蓝紫色小花。 小草一出现, 周围空气就像被净化了一样, 呼吸也不是那么困难了。 提示, 万年龙咸草, 龙族半生灵草, 及其稀有, 灵兽实用, 可洗精法水, 清除暗集与杂质, 能与提升资质的先天宝物同级。 提示, 你已经投机取巧过一次, 请不要挑战龙神的耐心, 否则, 就算有阴阳剑龙守护, 你也难逃一死。 加油, 才一百米, 轻轻松松。 轻松你大爷, 有本事你来啊。 提示, 本提示没有大爷, 灵毅不想再和提示矿扯, 看着不远处的万年龙咸草, 要是丢在他手中, 该有多好。 一百米, 对现在的他来说, 真的太难了, 可他还不得不去。 求人, 哎, 各种心酸,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多, 多谢, 前辈成, 全。 灵毅还是感谢龙神给的机会。 啊, 集中全身力气, 想把脑袋抬起来, 但脸上仿佛有一双四十五码的大脚踩着, 死死贴在地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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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这个世界那么久, 第一次发出这种声音, 没有办法。 在绝对力量面前, 一切技巧, 都是花里胡哨。 在龙神面前, 灵毅就像一只无助的小蚂蚁, 只能任其百步。 稀呼, 稀呼, 挣扎无数次, 没有一丝效果, 身体已经完全透支, 强大的负荷下, 恢复效果开始跟不上破坏的速度。 长久以往, 他绝对拿不到龙咸草。 反正都要死, 还不如拼一把, 让他领略一下人类的老话。 狗急跳墙, 兔子急了咬人。 起不来, 灵毅干脆就不起, 手脚并用, 像毛毛虫一样向前挪动。 速度, 比乌龟还不如。 帅脸贴在地面, 被石块刮伤, 划出猙獰的伤口。 但, 灵毅不管不顾, 依旧往前爬。 哪怕是前进一毫米, 也是一次进步。 一天, 两天, 灵毅已经爬了四十多米, 此刻还在努力挪动。 身后, 是一条暗红色脱痕, 使灵毅冻斜染红的。 身上有千钧之力, 于地面产生了巨大摩擦。 此刻他的半张脸, 已经血肉模糊, 眼皮子更是沉重无比。 灵毅, 灵毅, 你快停下来啊。 凤仙尘跪在地上, 声音沙哑, 明显已经叫很久了。 前辈, 求求您了, 放过灵毅吧。 他真的很需要那株灵草, 实在不行, 您惩罚我也行, 不要再折磨他了。 这一切, 灵毅都不知道了。 他早就一时模糊, 是一口气支撑着他前进。 前世, 自己孤零零一个人, 无牵无挂, 也没有人关心。 他有时候在想, 自己死在, 出租屋是不是都没有人知道。 可这个世界不一样, 他有活泼可爱又好动, 还十分听话的灵兽。 有很爱他, 又不让他得逞的六女, 把自己看成亲生的师父。 这些, 可都是他要守护的东西, 怎么可以就这样倒下? 不错不错, 龙神不停点头, 对灵异的表现十分满意。 他满意, 凤仙尘可不满意了, 把人整成这样, 你还笑, 还点头。 女娲族的小丫头, 你的理想是什么? 龙神敖青, 像个怪叔叔, 引诱着无知少女。 我的理想吗? 凤仙尘不解, 敖青为什么如此问? 没错, 你的理想。 敖青继续引导。 我的理想是什么? 凤仙尘不由地陷入沉思, 自己离开足地, 一个人来到天玄界, 遇到灵异。 敖青一脸笑意, 不愧是先天灵族, 灵物能力很不错, 可惜环境限制了他。 女娲族被迫隐居, 族人根本无法与外界交流, 导致他们对外界认知极为有限, 希望他能找到自己的路, 这样也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 不过, 情况让他有些失望, 凤仙尘很快就清醒了。 灵异还在艰难往前爬, 他哪能静下心来? 前辈? 敖青挥手, 示意凤仙尘安静, 随后解释。 人也好, 凶兽也罢, 就是你们先天灵族, 成就钻石九级巅峰后, 都要找到自己的路, 俗称王者之路。 所谓王者, 并不是人间帝王, 只是一个心境。 你为何修炼? 修炼的意义是什么? 这小家伙, 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路, 等时机成熟, 就能顺利突破王者。 什么? 凤仙尘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 这也太变态了, 被虐还领悟人生道路, 不愧是老爷爷要他找的人。 到现在, 凤仙尘还天真认为, 他是因为老爷爷, 才找的灵异, 根本没有认识到, 问题的根源所在。 敖青也不点破, 就这样静静地看着。 时间一天天过去, 与龙咸草的距离越来越近。 全身没了知觉, 一切全靠本能在运动。 预售空间内, 吴小芝十分焦急, 但灵异在出发前, 就把他们关起来。 没有他的同意, 吴小芝根本不可能离开空间, 只能干着急。 与龙咸庙被契约, 很不爽呢。 嗯, 以后就少欺负他一点。 冰仙子的蝉咏内, 传来一道悦耳动听的呢喃。 灵异如何也想不到, 因为他的举动, 让他日后少了很多麻烦。 第十四天, 灵异终于爬到万年龙咸草的位置。 可, 他已经没有力气去拿了, 到了, 也拿不到, 好不甘心。 小家伙, 龙咸草是你的了。 迷迷糊糊间, 灵异仿佛听到敖青的声音。 不知道过了多久, 灵异睁开眼睛, 入眼是一张倾国倾城的稚嫩脸颊。 脸上担忧之色, 眼睛红彤彤的, 布满血丝。 哭了很久, 也等待了许久。 抱歉, 让你担心了。 灵异虚弱说道, 脸上全是画痕, 已经看不到他此刻的表情。 还好在一个神奇的高五事件, 否则他这张帅脸就没了。 下次, 呜呜, 凤仙尘抱着灵异, 哭得稀里哗啦, 酝酿了半个月的情绪, 一下子爆发出来。 好了, 好了, 我不是没事吗? 灵异忍着疼痛, 表现得轻松一些。 不要哭了, 本来就不漂亮, 再哭就更丑了。 去死, 人都这样了, 还拿我开心。 凤仙尘气鼓鼓的, 配合憔悴的脸, 看着就让人心疼。 辛苦你了, 早跟你说过, 跟我组队, 可是很危险的。 我不怕危险。 凤仙尘一脸倔强, 脑袋歪到一边, 眼睛酸酸的。 脑袋中, 吴小枝担忧的声音相继传来, 灵异心中不由的意暖。 这一切, 都值了。 灵异打开预售空间, 吴小枝立马窜出来, 都一脸担心看着她。 阿里一出现, 就是圣玉光辉, 治愈术, 恢复术。 阿里一系列的治疗, 灵异身上的伤势好了不少。 啾啾, 死死, 吼吼。 吴小枝围着他们转来转去, 仔细检查他身上的每一处伤势, 发现没有多大问题, 他们才趴在灵异身边守着。 都不要担心, 我的恢复能力,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这点伤对我来说, 就是毛毛雨了。 灵异伸手, 分别摸过吴小枝的脑袋, 随后才看向一直被无视的龙神敖青。 前辈, 我算通过了吧? 不确定问道。 龙族十分高傲, 说过的话, 一般不会反悔。 万年龙咸草, 可是极为珍贵的宝物, 何况对方已经是古龙, 不知道会不会变成黑暗生物。 臭小子, 从你潜意识中, 我看到你们信仰神龙, 就算老夫变成古龙, 那也是龙。 你陷过龙族反悔的吗? 敖青脸色很不好, 但还是用灵力包裹一株龙咸草送过来。 灵异顾不得伤势, 拿出玉盒, 把龙咸草放好, 这才松口气。 你叫灵异是吧? 老夫也是佩服你, 四个灵兽尾, 契约了五只灵兽, 还都是神话级别的。 可惜, 三只先天不足, 未来你们要经历的磨难, 还有很多。 多谢前辈提醒, 但他们是我的灵兽, 就算再难, 我也会带着他们走下去, 哪怕粉身碎骨。 灵异一脸坚定说道, 啾啾, 嘶嘶, 喉喉。 吴小枝跟着表示, 无论前路多难, 他们都会跟着主人, 同时还威胁, 以后不准再把他们关起来。 否则就挠死他, 这一次, 看他是病号, 就先放过。 小家伙, 如果你想让他蜕变的话, 就在龙谷吧。 这里, 一般萧小不敢来, 敖青眼睛一直盯着小白, 仿佛要把他看透一般。 提示, 宇宙之蛇因为本源缺失, 契约时星级有所跌落, 时星是这方天地允许的最高星级, 宇宙之蛇恢复本源蜕变, 将受到天地意志的阻拦, 请在天地意志薄弱之地蜕变, 允龙坑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好多的弯弯绕绕, 材料都齐了, 又来一个天地意志, 还让不让人活了? 那就打扰前辈了。 灵异对着敖青点头, 表示愿意留下来, 不是他不愿意行礼, 表现对长辈和强者的尊敬。 是身体问题。 没错, 就是身体问题, 全身疼痛, 无法正常行动。 作为一方龙神, 应该不会那么小气吧? 灵异不确定想着, 他真的不是装的。 好, 老夫, 先去准备准备。 你也快点恢复。 准备好了, 老夫再来通知你。 好大。 神人级别的古龙出去不适, 轻轻松松蔑视, 可他们之势停留在这里。 忍受着孤寂, 日日夜夜等待着。 神, 真的要给他骂? 一道苍老的声音传入敖青脑海。 龙族大长老敖凤, 一个仅次于他的神级神龙, 这些年一直守护在这里。 我们等不了了, 他很快就会发现不对。 到时候, 我们唯一的希望也会被掐灭, 龙皇之位, 灭族之仇, 不共戴天。 敖青没有丝毫犹豫回答敖凤的问题。 他们等了那么多年, 终于等来一个天才, 或许他能完成也说不定。 灵溢不知道, 敖青让小白在这里突破, 也是有私心的。 目的就是他们一直守护的。 三天后, 灵溢完全恢复, 敖青也做好准备。 小白, 准备好了吗? 灵溢有些紧张, 准备了那么久, 要是失败, 或者炸了, 哭都没地方哭去。 主任, 我准备好了。 小白这次直接口吐人言, 眼睛里满是期待。 他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马上, 他就能恢复修炼, 超越所有伙伴, 成为主人的最强战力。 药材都被齐了, 现在怎么做? 让小白直接吃了吗? 提示, 吞天兽金河蕴含时间和空间法则, 灵溢知识辅助, 不用怀疑, 就是和金河一次性吞下。 如此多的宝药, 还有吞天兽金河, 小白不会被撑爆吧? 提示, 星空巨兽得天独厚, 吞噬亿万星辰成长, 宇宙之蛇一旦恢复本源, 这点能量, 还不够他吞噬的。 我就相信你一会, 要是小白出事, 你得陪我。 小白, 加油。 灵溢把吞天兽金河放到装灵溢的空间戒指, 并告诉小白使用方法。 小白没有丝毫迟疑, 张开嘴巴, 灵溢灵财和血精, 全部落入口中。 咕噜, 吞下后, 还巴唧巴唧嘴, 看起来还不过瘾。 小白歪着脑袋, 看向灵溢, 仿佛在说, 主人, 莫感觉啊。 砰砰, 砰砰。 巨大的心跳声传来, 仿佛有人在打鼓一样, 带动着每个人的心弦。 就在这时, 一道黑灰色屏障将他们保护起来。 小白也开始变化, 经脉根根爆起, 血液在快速流动。 接着, 毛细血管不堪重负, 纷纷破裂。 白玉般的小白, 不到半分钟, 变成了一条血舌。 好。 小白体型快速变大, 朝天怒吼, 向天空延伸, 一股庞大的威压降临天地间。 威压出现, 万兽臣服。 跟实力没有关系, 完全是种族压制。 凶兽世界和人类世界一样, 并不是实力强大, 就能为所欲为的。 强大的族群, 天生拥有上位者的威压, 这种威压超过某个界限, 即使是神兽, 也不敢妄动。 就像一方强者, 遇到一个顶级大族嫡系, 虽不至于卑躬居膝, 但也给三分薄面, 不会轻易得罪。 小白真身显露, 蛇身直插云霄, 与天抗争。 上天仿佛也不想他突破, 乌云汇聚, 风帆云涌, 风暴的核心, 就是已经伸到云霄的小白。 这怎么回事? 灵异没有心脏病, 否则都不知道死几次了。 这也太刺激了。 提示。 不必担心, 天地将变, 天地意志薄弱, 加上在陨龙坑内, 雷伐被削弱, 宇宙之蛇如果连这都渡不过, 还不如直接死了。 好吧。 到了这种时候, 担心已无用, 只能默默为其祈祷。 千万不要有事。 陨龙坑异象, 整个天旋界都被惊动了, 哪是什么? 隐藏在陨龙坑中的某个存在出世了。 如此范围的雷云, 几乎要把南国覆盖了, 是化神了吗? 有生之年, 能看到一个生灵踏入传说中的境界, 死也无憾了。 最惊讶的, 莫过于陨龙坑外的王启明, 这条蛇他认识, 还仔细研究过。 你说颜色不一样, 拜托,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这是在突破, 经脉破裂导致。 钻石就有如此威压, 资质之高。 可想而知, 怪不得长老让他来做保镖。 现在看来, 他一个人来都是保守的, 如此天才, 再多的强者保护, 也是值得的。 小白出现的那一刻, 消息快速传遍世界, 下国也是, 最先一批得知消息的, 而且还是准确消息。 得知灵异灵异在, 允龙坑让小白蜕变, 南宫无敌是又欣慰又苦涩。 如果大厦再强大一点, 灵异就会回来。 如此意向, 也只有允龙坑这种号称大地都陨落的地方适合了。 得知灵异现在的状况, 大厦官方立即做出安排, 派遣三位大地前往南国允龙坑接应灵异, 授予他们调动沿途所有的官方势力, 务必将灵异带回。 三个大地分别是建帝南宫无敌, 龙帝龙武, 雪帝慕容狂。 慕容狂和龙武一样, 大地七级, 加上一个战力不亚于七级的南宫无敌。 大厦此次相当于出动了三个大地高阶, 大厦式的护独子不是其他国家和民族能比拟的。 其他国家则不同, 就算到了, 也躲得远远的, 不愿意得罪一个超级强者。 雷云汇聚形成一个恐怖的风暴漩涡, 漩涡的中央一道道恐怖电弧在酝酿, 但就是不落下。 同时, 小白的每一个细胞都被破坏, 接着重组, 向更高的生命层次跨越。 在外人看来, 小白的气势一直在增强, 眼看就要突破了。 渐渐的, 小白的颜色开始变化, 身上的红色血液消失, 凸起的经脉也在缓慢恢复。 小白成功了吗? 提示, 还没有, 他已经在蜕变成功之事时间问题。 成功了就好, 这时灵异又想到一个问题, 一定会引起天玄界各方势力的关注。 要是有人在这时候出手, 岂不是很危险? 前辈? 灵异看向敖青, 现在只能求助这位神。 敖青不知道活了多少年, 不用灵异说明, 他都知道。 小友不必担心, 如此违法, 即使是我也不敢踏入范围, 更别说其他人。 而且, 我足以为长辈已经在外界, 保证这小家伙的安全绰绰有余。 这就好。 随着时间推移, 各方强者纷纷赶赴南国, 南国传送阵不停亮起, 根本不给工作人员休息时间, 南国某个隐秘地下室内, 王启明与三个大帝会合, 把自己知道的情况, 全盘拖出。 得知王启明直接联系大长老, 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消息时, 三人都如释重负。 现在, 各方势力都以为是某个强者在突破, 他们就能隐藏在暗处。 说不定, 不用动手, 他们就能全身而退。 谁会想到, 如此动静, 是一个少年弄出来的。 启明, 你做得对, 我们现在藏在暗处, 静观其变即可。 云龙坑百里之外, 强者云集, 闭关多年的老怪物都来了。 之位, 在强者突破的瞬间, 感悟一丝契机。 不过, 他们注定要失望了。 他们所期待的一切, 一开始就是错的, 看到的是一个生命的蜕变跃迁, 而不是突破, 没有丝毫借鉴的地方。 雷云越来越恐怖, 第五天的时候, 天上雷云密集, 酝酿了恐怖的能量。 光是看着, 灵异都为小白捏把汗。 薄金九级巅峰的小家伙, 就要面对如此恐怖天地之力。 灵异, 没事的, 小白会没事的, 凤仙臣不停安慰灵异, 其手心也满是汗水。 为了一株蜕变的灵药, 都可以如此拼, 要是失败了, 不是会很伤心。 相同的地点, 在为不同的人紧张。 轰隆隆。 雷云集聚到极限, 轰隆声。 好。 雷阀落下, 小白不紧不避, 扶摇而上, 欲以天地争锋。 好。 怒吼之声不断, 血口大开, 小白一口将雷芒吞下。 顿时, 小白全身雷弧弥漫。 哥。 雷弧消散, 小白居然打了一个宝哥, 真的无语死了。 这一举动, 更加坚定他强者的地位, 一个个双目崇敬, 没有一个人敢轻举妄动。 如此强者, 有想法不是找死吗? 轰隆隆。 第一道雷芒刚消散, 第二道接着落下, 小白以相同的方式将其吞噬。 这也太乱来了。 利用雷阀之力, 清除身上的杂质, 淬炼几身。 此法不是不行, 但如此范围的雷云, 这雷阀不知道会有多少道。 提示。 大道九十九, 雷阀以九之倍数出现, 最少九道, 最高八十一道, 以宇宙之蛇逆天之姿, 九九八十一道不过分吧? 过分, 必须过分。 小白才博经九级, 没有人回到灵异的问题, 或许这就是代价吧。 雷芒一道又一道落下, 小白充分发挥吞噬的能力, 消化掉雷阀的每一丝力量。 连续三十六道雷芒, 全部被小白吞下, 淬炼肉身。 雷阀之下, 小白气息不仅没有减弱, 还上涨了一大截。 结束了吗? 三十六道, 也是九的倍数, 是不是完了? 不过雷云为什么不散去, 还在蓄力? 半个小时后, 雷云碰撞, 交汇处, 雷虎闪烁。 当人们看清时, 漩涡中心居然出现一道天兵身影操了。 雷劈就算了, 还化人形, 过分了呀。 小白吞噬雷芒的举动, 惹怒雷云, 居然以雷划兵, 挥动着长脊杀来。 一个小兵, 哪里是小白的对手, 还没有靠近, 就被一道恐怖紫光轰碎, 化为点点星光, 被小白一口吞下。 连续二十七个雷霆天兵, 都被小白斩杀, 吞噬。 第六十三波雷伐结束, 第六十四波雷伐, 迟迟不落下。 而乌云, 不仅没有散去, 变得更加浓郁。 天兵出世, 都拿这位大人没有办法, 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是雷霆天将, 甚至是传说中的雷霆法王。 不可能吧? 天兵就已经很逆天了。 要是天将和法王都出现, 前辈岂不是逆天了? 请把岂不是去掉, 前辈已经逆天了。 二十七个天兵, 全部打包开吃。 只希望这位前辈, 不是试杀之人, 否则我们人足为矣。 人群互相讨论, 都想知道下一步会如何。 不过, 天地意志岂是他们能够猜测的? 在他们讨论的时候, 第六十四道已经开始。 准确地说, 六十四到七十二道考核同时降临。 这是哪列? 我不是在蜕变吗? 小白很迷茫, 就在这时, 一个个庞然大物出现, 在星空之中遨游。 这个废物, 根本不配享受星空巨兽的殊荣, 直接毁了。 毁了? 怎么可能? 我要他生不如死。 你想如何做? 毁了太便宜了, 弱小的人类不是能契约灵兽吗? 将他丢进灵兽秘境。 不行, 人类虽然弱小, 但潜力无限, 他有可能会回来的。 不如, 我们打碎一点, 让其本源流逝, 就算被人契约, 也只能做一辈子的废物。 一颗灵兽弹, 从虚空之中, 被丢进一个神秘的地方。 落入的地方好熟悉, 这不是他, 曾经待过的灵兽秘境吗? 画面一转, 他因为本源缺失, 灵异不再让他上阵。 他的地位被泰坦蛇王, 被阿黎, 被阴阳剑龙代替。 杀了他, 杀了他, 这是他们欠你的, 杀了他你就自由, 就可以翱翔九天, 去寻找抛弃你的人报仇, 把他们踩在脚下, 让他们知道, 谁才是废物。 小白双目无神, 已经陷入幻境。 前辈, 小白这是怎么了? 灵异着急询问, 头顶的雷云已经在急剧, 一尊雷电法王已经孕育完成。 魁梧的身躯, 爆炸的肌肉, 肌肤有黑, 周身雷电环绕, 手上拿着一条雷鞭。 死! 雷鞭挥动, 久到鞭影落下, 普普通通的鞭影, 蕴含着庞大威能, 空间破裂, 一道道细微的空间裂缝, 漩涡出现。 小白, 快点醒来, 小白。 灵异通过两者之间的联系, 疯狂呼喊, 但都石沉大海, 根本得不到一丝回应。 不, 灵异双目冲雪, 发出不甘的怒吼又一次, 他又一次感受到这种无助, 好不爽啊。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雷鞭将小白淹没。 吐痴, 久到鞭影, 全部落在小白身上, 鲜血淋漓, 深渴见骨。 可小白就像没了灵魂一样, 还是一动不动。 雷霆法王一击奏效, 瞳孔中全是残忍, 一击更恐怖的鞭影麾下, 直指小白七寸, 准备将其击杀。 混蛋, 你给我住手。 无论灵异如何嘶吼, 都影响不到高空的小白和雷电法王。 小白, 求求你醒来啊。 你个混蛋, 声音还是太小了, 无论如何叫喊, 都不可能叫醒云层下的小白。 契约连接呼唤也没有反应, 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 小白的情况很不对, 仿佛被什么人控制了一样。 提示, 快想想办法。 提示, 宇宙之蛇即将突破, 稍安勿躁。 前辈, 提示指望不上, 灵异智能看向旁边的古龙敖青, 希望敖青帮小白一把。 让人气愤的是, 敖青居然摇头。 在灵异求助的时候, 鞭影已经来到小白边上, 只要半秒钟, 小白就会生死。 就在鞭影即将命中小白的瞬间, 小白的眼睛恢复神采。 让人惊掉下巴的是, 鞭影居然在后退。 你没有听错, 就是在后退, 怎么来的, 就如何回去? 这, 灵异都看呆了, 这是神马操作, 打出来的攻击还能缩回去。 受宇宙之蛇完成蜕变, 请自行查看。 灵异无视了提示框, 目光灼灼盯盯着天空中。 她的小白回来。 吼。 小白很愤怒, 居然敢用主人来考验她, 简直不可原谅。 撕碎。 把眼前的敌人撕碎, 小白不退反镜, 直接冲向风暴眼。 看到小白到来, 雷霆法王脸上, 居然出现恐惧的表情。 作为最将雷阀代表的雷霆法王, 居然也会恐惧。 这位前辈得多强, 连雷阀都害怕。 雷霆法王很想退去, 但作为天地意志化身给予的使命, 不允许她逃走。 死。 雷鞭挥动, 然后发生了恐怖的一幕, 挥动的手居然返回到原位。 有人把时间倒流了。 是她。 雷霆法王第一时间就锁定小白, 她居然能控制空间和时间。 吼。 小白靠近, 一口咬掉雷霆法王的手臂, 巴基一口吞下去, 然后咬向另一边。 雷霆法王想逃, 但她根本动不了, 空间和时间都在小白的控制下, 她只能任由小白摆布, 撕碎, 然后一口闷, 嘎嘣脆。 小白没事了, 灵异开始寻找答案, 敖青作为神级强者, 是最好的咨询对象。 前辈, 这是怎么回事? 敖青抬头, 脸上居然出现惊骇之意, 居然和她一个资质, 这样一来也不算埋没她, 也算对得起龙神的嘱托。 天罚中的灵魂拷问。 天罚通常都是以雷电毁灭的形式出现, 所以, 我们一般都称之为雷罚。 但, 天罚的方式, 可不只有雷罚一种, 煞风、 雷火, 甚至是灵魂拷问, 都是天罚的一种, 知识极其少见。 这个小家伙, 刚刚应该是, 遭受到灵魂拷问, 所以, 双目才没有神采。 灵魂拷问, 这小家伙不简单啊。 这, 一排乌鸦飞过, 这不是修仙者的杜劫吗? 这个世界, 真的是越来越危险, 也越来越有趣了。 走出蓝星, 走出天旋界, 是不是还有更高位面的世界? 嗨嗨, 想远了, 现在好好想想, 如何度过此次大劫吧。 天空中, 第一尊雷霆法王被撕碎, 接着是第二个, 第三个。 越到后面, 雷霆法王的实力越弱, 不知道是雷云续迹的能量用完了。 还是天地一直发现, 雷霆法王也不是小白的对手, 干脆派几个炮灰冲数。 总之, 小白安全了, 雷霆一颗心也放回肚子里。 当最后一个雷霆法王陨落, 乌云散去, 九彩霞光满天, 仙音鸟鸟, 天地公众。 如此殊荣, 也只有小白能承受, 受了那么多的难, 给点甜头, 也是应该的。 这个大佬突破有点奇怪啊。 排场是有了, 但没有什么刀运之类的。 对他们一点帮助都没有, 这位大佬也太扣了。 众人心中吐槽, 但没有一个敢说出来, 一个连雷霆法王都能轻易撕碎的主, 敢说闲话不是找死吗? 蜕变完成, 小白身体快速缩小, 回到陨龙坑底部, 像玉镯一样缠在的手腕上。 居然睡着了。 刚刚干架, 现在就睡着了, 真的是。 提示。 宇宙之蛇吞噬上千种珍贵宝物和吞天兽金河, 随后又吞噬无数雷电, 体内能量过于充沛, 需要沉睡消化吸收。 看到提示, 灵异终于放心了。 前辈,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日后有用到晚辈的地方, 在不违背道义的情况下, 晚辈会竭尽全力的。 那个前辈, 能把我们送出去吗? 小白沉睡了, 以他们两人的能力, 还没有走出陨龙坑, 就成了某只凶兽的巫蛊轮回之物了。 不着急, 你刚刚说愿意帮助我们龙族, 现在我们就有一个小忙, 还请小兄弟不要退迟。 敖青一脸笑意, 看得灵异毛毛的, 总感觉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敖青看到灵异警惕, 也就没有继续吓唬他, 为他解释。 这里原本的名字叫龙谷, 是天玄界龙类集聚的地方。 我们龙族喜欢收集宝物, 对其他生灵都还比较和平。 为此, 很多国家和民族愿意上供龙族, 龙族则保他们平安。 但, 事情从上界一位使者的道来改变了。 那是一个神将级别的超级强者, 当时他已经重创, 奄奄一息。 找到我们以后, 把一颗龙蛋给了我们, 告诉我们, 上界龙族内乱, 征战不休。 龙蛋, 是上一代龙皇的女儿, 让我们抚养他成人。 但, 莫过多久, 龙骨笼罩了一层恐怖威压。 仅仅一瞬间, 我们全部死了, 除了保护起来的龙蛋, 龙族无疑幸免。 你的天赋不错, 我希望带他出去, 历练和成长。 至于上界的恩怨, 就看他自己的了。 听着听着, 灵异算是听明白了, 上界龙皇送下来一颗龙蛋, 他们惹上麻烦, 被人团灭了。 现在, 他们准备把龙蛋送给灵异。 PS 今天的第五章, 神龙送龙蛋, 好处多多, 隐藏的危机也非常恐怖, 能称为上界的绝非等闲, 就连神将都被中创。 他岂不是和小鸡仔差不多, 别人想怎么揉捏就怎么揉捏。 看出灵异的疑虑, 敖青解释, 当年我们被抹杀, 龙蛋因为被神将大人隔离保护, 这才幸存。 数万年了, 或许他们早已忘记, 我们只想他健康, 成长就行。 前辈, 我的灵兽与龙族可没有多大关系, 更不可能为你们报仇。 灵异没有一丝忌讳, 把心中的想法说出来。 龙皇之女, 资质不会低, 他也想要, 就是怕麻烦。 与整个龙族为敌, 他是真的做不到。 宁愿不要这颗龙蛋, 他也不会把家人朋友, 拖入深渊。 提示, 契约青龙并无危险, 其他的你不需要知道, 知道太多, 对你莫好处。 你只要知道, 契约青龙不会有多大问题, 就是有一点点后遗症。 还一点点, 我看, 是一点点吧。 前辈, 我能看看龙蛋吗? 提示说没事, 就算有麻烦, 也不会致命。 钻石集开了六个灵兽尾, 用掉五个, 现在还有一个。 如果这颗青龙蛋, 资质和星级高, 契约也不是不行。 在敖青的带领下, 三人进入一个庞大的洞穴, 洞穴仿佛是人工开凿的一样。 壁上镶嵌着许多发光的宝石, 把山洞照亮如白昼。 七百八弯走了很久, 进了一个金碧辉煌的大殿。 大殿的中央有一个祭台, 祭台上放着一颗一人多高的龙蛋, 龙蛋散发着彩色光滑, 美轮美奂。 提示, 神话级青龙蛋, 资质十三星, 契约成功你就起飞了, 强烈推荐。 青龙蛋, 还是十三星, 这是他所知前所未有的星级。 什么都不用说, 这只小青龙, 我要了。 十三星资质, 让人知道, 一定会疯了。 不过现在是我的了, 敖青对灵异都表现十分满意, 以他对灵兽的爱护, 相信也不会亏待他。 小兄弟, 这就是龙皇之女, 青一定要好好善待他。 我会的。 灵异十分干脆点回答。 好好。 好。 三星好, 表达了敖青此刻的激动之情, 有白蛇在, 他日后就不会独目难知, 万事有个半。 敖青撤去阵法, 灵异就到祭台上, 把青龙蛋取下来。 龙蛋内仿佛有生命一样, 灵异居然感受到他的心跳。 允龙坑, 不可久留。 提示都说没事了, 应该就没事。 灵异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示意凤仙尘退开后, 割破手指, 考试契约。 没多久, 一条胖乎乎的小青龙从蛋壳里爬出来, 张开小嘴, 对着蛋壳就嘎嘣嘎嘣吃起来。 哇, 这就是灵兽诞生吗? 好可爱, 突然, 凤仙尘再也忍不住心中的喜爱, 发出惊呼。 小青龙受惊, 迅速爬到灵异背后, 眼睛快速缩回去。 搞什么? 你可是青龙, 至高无上的青龙, 居然被一个女人吓住了。 说好的威武霸气呢? 胖嘟嘟就算了, 还怕胜。 我咋就那么命苦, 遇到的都是一群问题儿童。 好了好了, 自己人, 将青龙从背后扒拉下来, 放到蛋壳旁边, 瞪着凤仙尘。 收一收口水, 别吓到我家宝宝了。 灵异, 凤仙尘拉长声音, 不过眼睛没有从青龙宝宝身上移开。 肉嘟嘟的, 掐一把应该很舒服。 凤仙尘脑海中, 不知道何时出现了奇怪的想法。 可被灵异瞪着, 他又不敢动手。 看到可怕的女人, 被主人吓住了, 青龙宝宝赶紧把蛋壳吃完, 一溜烟跑进玉兽空间。 这胆子, 一言难尽, 不过面板却是一绝。 青龙, 资质, 神话, 等级, 白银七级, 七千五百四十九年。 天赋, 龙皇, 自然清和。 技能, 青龙奥义, 被动, 天帝之灵, 被动, 龙王波, 雷电冲击, 雷霆万军。 出场就是白银七级, 真的太, 太逆天了。 两个被动技能, 青龙奥义, 技能效果提升百分之一千。 是效果整体提升, 完整地提高了十倍, 一拳打出十拳叠加的实力, 可惜是不可升级的。 天帝之灵, 作为先天四灵之一, 受天帝抑制守护, 可避免天灾人祸, 相当于一个幸运光环。 幸运是悬而又悬的东西, 人倒霉了, 喝水都被淹死, 这就显得幸运的重要性。 以后, 不说总能逢凶化吉, 最起码多了一丝希望。 一丝希望, 在提示矿的帮助下, 小概率就能变成大概率。 以后, 哥的保命能力又提升了。 灵液, 要不我们给小青龙去一个名字吧? 他胖胖的, 要不叫二胖? 噗, 一口老血喷出, 灵液对凤仙尘竖起大拇指。 不愧是你。 二胖, 你怎么不说大胖吗? 你要不喜欢, 叫青青, 怎么样? 还行, 但已经有一只小青了, 再来个青青, 真的, 叫敖心。 灵液一锤定音, 不给任何反驳。 吼吼。 敖心跑出来, 对着凤仙尘一阵狂吼, 都是这个女人都是她, 要不然, 主人怎么可能那么快就决定自己的名字? 敖心, 也不是不行, 敖心还是很喜欢的, 一边吼凤仙尘, 一边自我满足, 这也是莫谁了。 敖心, 快到姐姐这里来, 姐姐这里有好吃的哦。 凤仙尘往怀里掏了掏, 手上空空如也, 满脸通红。 随后想到什么, 掏出一块血精递给敖心。 感觉到血精上纯净的能量, 敖心传来渴望的意愿, 但还是看着灵液, 征求她的意见。 仙尘, 把东西收起来吧。 这东西, 还是我给你的, 以后不要在其他人面前暴露, 否则神都救不了你。 拍了拍敖心的脑袋, 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一块血精塞进她嘴巴。 感觉到相同的能量, 敖心一口吞下去, 一脸满足。 呼噜呼噜, 趴在她肩膀上睡着了。 睡眠质量真好, 说睡就睡, 一点准备都没有。 小孩子就是好啊。 无忧无虑, 回家。 永远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谁渴望回家, 但有的人已经回不去了。 凤仙尘就是其中之一, 当她走出足地的那一刻, 她要么荣归故里, 要么在外流浪, 做一个孤魂野鬼。 明明家就在哪, 就是找不到, 就是回不去。 我可以跟你一起回去吗? 凤仙尘声音低沉, 还带着一些哽咽, 同时又满心期待, 内心十分复杂。 如果, 灵异也离开了, 她又变成一个人, 一个人孤独地在这个世界流浪。 好, 听到灵异的回答, 凤仙尘十分开心, 直接给她一个温暖的怀抱。 唉, 都说不要了, 总这样抱着, 我会很为难的。 不管未来是怎么样, 现在就很好, 不是吗? 做好决定, 两人离开大殿。 大殿外, 凹仙已经等候多时, 脸上的笑意怎么也隐藏不了。 哈哈, 臭小子, 以后她就交给你了, 要是她受到委屈了, 我们可都不会原谅你。 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 可惜, 龙骨之内, 有东方神龙, 也有西方的翼龙, 是一方傲视天玄界的势力。 现如今, 要么一泼黄土, 要么转化为黑暗生物古龙。 孩子, 她不在了, 按道理, 我们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 不过, 好不甘心啊, 我们好想看到她成长起来。 你能带我们一起走吗? 敖青居然在请求, 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这可是把灵异惊到了, 神级强者要求加入队伍。 我是答应呢, 还是答应呢? 有一个毛啊。 有了龙骨古龙的加入, 大下还怕谁? 就算冰雪神国和火国同时出手, 大下都无忧了。 火魔神为什么拿蓝星做猎场? 不就是因为, 他们没有神级? 节节, 哥终于有发达的一天了。 提示, 别臭美了, 龙族是群居生物, 陨龙坑内全是古龙, 不被其他龙族认可。 而敖青虽是你的灵兽, 但也是一方龙皇, 他们不会听你的。 敖青是龙皇, 他们听敖青的, 敖青又听我的, 相当于他们都听我的, 没毛病吧? 灵异自我安慰想到。 前辈, 什么带不带的? 您都说了, 我们大下信奉神龙, 自然欢迎你们, 不过, 我只能代表我自己。 哈哈, 你同意就好, 每个龙皇都带有一方空间, 我们居住其中, 需要时将我们放出来即可。 啥意思? 敖青有独立空间, 我怎么不知道? 不过他现在陷入沉思, 也就没有打扰。 前辈, 若是如此, 大下欢迎你们。 好。 敖青肆意大笑, 笑声满是心酸与无奈, 更多的是希望。 赢。 龙银震天, 天地乌云变幻, 原本准备离去的各国高层, 纷纷回头。 没完没了了是吧? 白蛇杜劫, 他们毛都没有, 现在居然出现龙银。 你们是不是想把这片天给翻了? 赢。 赢。 最强者敖青发出召集, 群龙回应, 龙银之声, 汗天动地。 莫多久, 龙银声消逝, 允龙坑恢复以往的平静。 众人更加失望, 真的是白来一回了。 各国强者并没有就此离去, 而是集中在南国。 好不容易急剧, 自然有仇报仇, 有怨抱怨。 这几天, 南国的王可是, 害怕极了。 如此多的大佬, 他一个, 也惹不起。 逃走, 又不甘心。 这几天, 忙上忙下, 就会混个脸熟, 希望他们动手的时候, 留些情面。 允龙坑外, 还有很多人在等待, 失望是注定的, 不管他们如何等待, 最后什么都没有。 允龙坑底部, 随着群龙回应, 一句句鼓还快速缩小, 像军队一样, 站好队伍站到敖青身后, 等待敖青的命令。 第二天, 敖青才醒来, 揉着惺忪的睡眼, 告诉林毅他饿了。 自家孩子, 怎么可能让他饿着, 林毅赶紧送上香喷喷的烤肉。 咕噜, 凤仙城看着自己的脚尖, 开始装鸵鸟, 太丢人了, 一天就知道叫, 死, 掐了一把不争气的肚子, 疼得他呲牙咧嘴。 不是在做梦, 这些可怕的鼓龙, 真的和林毅一起离开, 是他疯了吗? 答案只有他自己去找。 发现没有鼓龙在集聚后, 林毅把敖青从玉兽空间放出来, 敲了敲他的小脑袋。 一压, 睁开眼睛, 敖青才发现自己做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他居然发出如此可耻的声音, 转身, 就想回到玉兽空间继续摆烂睡觉。 来都来了, 林毅伸手抓住他的脖子, 不给他返回玉兽空间的机会。 嗷嗷, 两眼泪汪汪, 要多可怜, 有多可怜, 不过林毅可不管这些。 从七月链接中, 他可没感知到哭泣, 纯属就是耍宝, 想回去睡觉好了好了, 把他们送入龙皇空间, 你就回去睡吧。 林毅没好气地敲着他脑袋说道, 听到能回去睡觉, 立马精神抖操, 肉嘟嘟的小爪挥洞间, 一个空间漩涡出现。 从漩涡可以看到龙皇空间的大概面貌, 崇山峻岭, 山川河流, 一英俱全。 怪不得, 这些古龙想进入, 这完全是一个世界起源的开始好不好? 他们进入, 不是第一批生灵吗? 提示, 龙皇对空间内的生物, 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就像这天地意志, 随时可以掌握一个人的生死。 原来如此, 来一趟陨龙坑, 把龙族全部打包带走, 真的转翻了。 古龙们抬头, 看了呆了不值得多少万年的龙骨最后一眼, 纷纷踏入漩涡。 不到十分钟, 就有1442条古龙进入敖心的空间。 神人级别的有四个, 分别是神人三级的敖素溪, 神人二级的敖红, 神人二级的敖心海。 大帝之下的, 提示矿扣门的不给提示, 他一个钻石也探查不到。 敖青, 古龙中的最强者, 并没有进入漩涡。 待所有古龙进入漩涡后, 挥手间, 他们就已经来到外面。 三人刚到外面, 就有一个灰衣老者在等待。 提示, 敖凤, 五爪金龙, 龙族的大长老, 神人六级, 化身古龙后, 实力不减, 龙骨除了敖青的最强者。 一压, 看到外面的世界, 敖青十分开心, 连连挥动肉堵堵的爪子, 睡觉都忘记了。 又喜提小孩子一个, 他这个奶爸, 是越来越难做了。 两位前辈, 你们是去龙皇空间, 还是跟我们一起, 看看这个世界。 没有管开始耍宝的敖青, 这段时间, 龙孝镇可是多事之秋, 先有两个杀星, 把镇长和两大强人给宰了, 接着就是各方强者晕起。 他们, 只能缩在角落瑟瑟发抖, 害怕得罪这些大人物。 今天, 各方强者开始退去, 好日子眼看就要来了, 可两个杀星怎么回来了? 还有他们背后的两人, 一个肌肉爆炸, 体格像一座铁塔, 往哪一站, 谁敢靠近? 第二个是一个灰衣老人, 干受的一阵风都能吹走, 却双目炯炯有神, 一看就是隐藏的大佬。 四人靠近, 众人纷纷退让, 躲得远远的。 哈! 来的时候出了一下手, 嘿嘿, 不知道为什么, 灵异本能地解释。 他真的不是变态。 真的。 知识出了一下手, 敖青拍着灵异的肩膀, 一副我懂的表情。 灵异也懒得理他, 直接朝王启明他们所在走去。 末多久, 灵异就到一座小院, 四个老人坐着正在喝茶。 刚进入小院, 就有一阵风吹来, 然后全身就被人检查个遍。 师父, 能不能不要这样? 这里还有外人在呢? 灵异好无奈。 师父, 您是故意的吧? 没事就好, 害得我担心。 现在可以跟我回去了吧, 发现灵异没事后, 回到原本的位置, 继续喝茶。 当然, 小白退遍了, 他自然要回蓝星, 回到青龙学院白烂一段时间。 龙老, 王老, 还有这位前辈, 给你们添麻烦了。 南宫无敌回到座位, 灵异立即向其余三人问好。 哈哈, 平安归来就会, 别理会你师父。 他呀, 最近几天, 可是睡不着吃不好, 让他气气就好了。 龙武哈哈一笑, 同时不忘调侃一下, 南宫无敌。 这么好的徒弟, 他可是极度的紧, 早知道就先收了。 对了, 灵异, 这位, 是雪地慕容狂, 大帝七级, 是我们大厦的支柱之一。 灵异见过慕容前辈, 去去去, 叫他们龙老王老的, 叫老夫前辈, 是觉得老头子, 我不行吗? 慕容狂抬头看天, 告诉灵异他很不高兴。 还大帝呢? 小心眼。 哈哈, 慕容说哪里话, 我这不是, 怕叫了您不高兴吗? 要是前辈不嫌弃日后小子, 就叫您慕容了。 这还差不多。 灵异狂悍, 真不知道这老爷子, 脾气那魔怪, 这都要比。 师父, 龙老, 慕老, 王老,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 是陨龙坑龙族的龙王青龙, 敖青, 神人八级。 什么? 哐当。 茶杯落地, 四人同时起身, 看向敖青, 脸上满是惊骇。 神? 大夏期待了千年, 莫想到今天见到活的了。 而且还很有可能站在大夏这边。 这位是龙族的大长老, 五爪金龙敖凤, 神人六级。 因为敖青这小家伙跟我了, 所以两位前辈来守护他左右。 跟着灵异所指, 他们看到一个肉嘟嘟的小家伙, 趴在灵异肩膀上, 正一脸好奇, 打量着四周。 灵异并没有停止, 继续介绍, 这位是女娲族现任出世圣女, 因为无家可归, 想到我们大夏做做客。 灵异。 一声河东湿吼, 打破小院的奇怪的气氛, 凤仙沉小手伸向灵异的软肉, 给他松松皮。 灵异呲呲咬咧嘴, 一副我很痛的样子。 年轻真好啊。 几个老人纷纷感叹。 半个小时后, 四个老人向敖青和敖凤相谈甚欢。 灵异呢? 当然是端茶到水。 莫想到我一个穿越者, 居然给人端茶到水。 真的是世事无常啊。 你个臭小子, 还委屈了, 能给前辈端茶到水, 是你的福情。 你们这一代, 真的被宠坏了, 想当初我们, 为了一点机遇, 在大人物门前苦苦等待。 很多时候, 都是一无所有。 快给我做饭去。 南宫吴迪说到完, 还不忘吩咐, 他去做饭。 灵异的手艺自然是不错的, 一顿丰盛的午餐, 很快就上桌。 这次, 灵异和凤仙臣都有自己的位置, 和一群大人物共进午餐。 六个老人谈了一下午, 灵异就当了一下午的服务员。 众人并没有立即传送回大厦, 跟六女你浓我浓的愿望泡汤。 晚上, 灵异被三个老人叫到房间谈话小意, 他们可靠吗? 南宫吴迪最先开口询问。 师父, 他们受到敖心龙皇空间的限制, 对大厦没有威胁。 但, 他们不可能时常为大厦出力, 如果知识拦截一下火魔神的话, 看在敖心的份上是没有问题的。 灵异确定的回答, 敖青和敖凤虽然一直在外面, 也是进过敖心的龙皇空间, 同样受到敖心的限制。 否则, 灵异如何敢把他们带来, 还要带回大厦。 第二天一大早, 八人踏入返回的传送阵, 一阵恍惚, 睁开眼睛已经在青龙城外围。 青龙城外围, 火族军队已经集结, 知识还没有完成合围。 青龙城内, 各种武器全部调适到最佳状态, 随时都能投入战斗。 大战一触即发。 两位前辈, 这里是我们大厦在天玄界的四座要塞之一, 是阻挡火族入侵的堡垒。 是先辈们用血肉之躯, 在战火中一块一块堆砌的, 现如今, 战火又要来了。 灵异感叹, 四座要塞, 大厦付出了多少, 战争又要再次降临。 而且, 以往不同, 此战火魔神亲自出战, 火族绝对会抵运进出。 大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火魔神的威胁可以放一放。 大厦, 只要拦住三眼火族的其他军队, 大厦就算胜利了。 青龙城内, 官方早就做好准备, 众人一到, 传送阵立即启动。 一阵恍惚后, 灵异站在京都的传送阵上。 大厦, 我回来了。 灵异很高兴, 朝远方大声呼喊, 容貌也恢复到原本的样子。 你小子别毫了, 人家教室, 因为走了不知道多少年, 就出去几个月, 叫什么叫? 心中的感慨, 就这样被南宫无敌掐灭了。 您还真是一个好师父。 灵异吃扁, 几个老人就十分开心, 纷纷哈哈大笑。 灵异, 冰雪烟还在预售师协会? 你现在有两位前辈保护, 已经用不着隐藏了, 一会儿我就给你送去。 老夫也走了, 晚上再来和两位前辈讨教。 如此, 两位前辈先随灵异小子去青龙学院, 老头子也先去给长老们汇报一下情况。 青龙学院内, 人山人海, 一个个都朝训练场跑去。 你好, 请问你们跑什么? 训练场有美女吗? 灵异拦住一个同学, 问道, 什么美女? 是灯塔国, 灯塔国来踢馆了, 听说打伤了好多前龙班同学。 哦, 听到是灯塔国挑衅, 灵异兴兴致缺缺, 小孩子过家家的玩意。 灵异, 你小子不去看看。 南宫无敌看着灵异。 小子, 你可是前龙班班长, 在外还好说, 现在回来了, 回来的不去, 就是B站, 这名声。 好吧, 真是麻烦。 师傅, 你先回去, 我去去就回。 跟着大部队的步伐, 灵异很快来到看台上此刻, 一个黄头发少年站在高台上, 一脸骄傲, 他的脚下踩着一个女孩。 萧清颖, 曾经前龙班厨, 他们小队外最将的人, 此刻少年的脚踩在他高耸的风链之上, 高挺的风链, 差不多被踩成面膜。 好狠。 哈哈, 这就是下国最将学院, 也不过如此,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呸, 你就欺负我们这些普通学员, 有本事你在落仙, 他们在的时候来挑战啊。 队长, 他们乃力配合仙他们打, 林小就能把他们灭了。 可惜, 他们一个都不在。 这些人, 只会挑我们天才都不在的时候, 来耍耍威风。 混蛋。 黄头发青年脚上力道加大, 萧清颖嘴角溢出鲜血, 但没有吭一声。 擂台下, 乾隆班同学全部都躺在地上, 一时半会是别想好了。 他们死定了。 亲前辈, 我想这些人死, 帮我。 灵异双目血红。 这一刻, 他才发现, 这群原本在他看来自私自利的同班同学, 是那么的可爱。 好。 敖青毫不犹豫答应。 就这样结束了吗? 好不甘心啊。 还没有看到, 那个混蛋班长回来。 萧清颖眼睛越来越模糊, 内脏严重受损的他, 被如此粗鲁地踩, 坚持到现在, 已经是极限了。 嗡。 就在这时, 天地瘟鸣, 一把银黑色巨剑从看台飞来, 打碎擂台屏障, 朝黄发青年斩下。 混蛋。 黄发少年, 只好放弃萧清颖, 躲避巨剑。 坑。 巨剑稳稳插在擂台上。 灵异已经扶起萧清颖, 往他口里为一颗疗伤丹, 再让阿黎治疗, 同时给擂台下的每个受伤的同学, 套上圣语光辉。 卧槽。 擂台可是青钢石铸造的, 这攻击得有多恐怖, 才插得那么深。 我认得他, 他不是乾隆班班长吗? 听说, 灵异并没有使用权力, 否则这个黄发少年已经生死。 混蛋。 你们下过人是什么意思? 想杀了汉墨少爷吗? 灯塔国带队老人圣人巅峰气势爆发, 人们都感受到了, 但没有一个人感觉到压力。 神原来如此恐怖。 得到治疗, 萧清颖很快醒来, 看到灵异, 嘴角上扬, 班长。 对不起, 我没有守好乾隆班的荣誉。 你做得已经很好了, 好好休息, 他们一个都别想走出大厦。 灵异没有一丝避嫌的地方, 当着千万人的面大声说出来, 我要杀你们。 混蛋, 但我不存在嘛。 少年挥动拳头就想攻击, 但身上突然压下千军之力, 他难以动弹分喉。 来两个人, 把萧清颖抬下去。 台下的医务人员听到, 两个女护士拿着担架上台, 把萧清颖抬下去。 灵异转身, 一脸冰冷。 灯塔国的代表, 趁乾隆班前十都不在的时候, 对我的同学大打出手。 如果不是我阻拦, 萧清颖此刻已经死了。 现在, 给你们一个活着离开大厦的机会, 上台, 知分生死不论输赢。 打赢我, 证明是我们青龙学院无能。 我和台下的这些同学, 任由你们处置。 输了, 你们一个别想离开大厦。 不上台, 你们也别想离开大厦。 你们要记住, 今天的大厦, 已经不是你们能欺辱的。 你们那个什么狗屁联盟, 也就赶在一些小国身上, 耍耍威风。 在大厦, 行不通。 班长, 老子用这条命支持你, 大不了一死。 受伤的一个男同学, 抬头呐喊, 声音悲凉, 不知道经历了什么。 班长, 我也支持你, 不就是一死吗? 死老子也要把他们留在大厦。 来了就别走了, 老子干了。 老子也干了, 不就是命吗? 这一刻, 乾隆班无比团结, 他们愿意用命给灵异做这场豪赌, 就连上台过的精英班同学, 都发出宣言。 好, 没给青龙学院丢脸, 莫给我们大厦丢脸, 这些人也就敢欺负欺负你们。 老大, 话风不对啊, 什么就欺负欺负我们? 你这是, 在伤口上撒盐啊? 不过, 听起来很不明觉厉的样子。 你们九个都上来吧, 别说, 我没有给你们机会。 打赢我, 我和他们任由你们处置, 打不赢, 你们死。 你还有隐藏在暗中的巴尔福斯, 都得死。 哼, 灵异的话瞬间引爆全场, 巴尔福斯是谁, 灯塔国大帝九级强者。 没想到巴尔福斯居然来到大厦, 更惊人的是, 乾隆班一个班长, 居然扬言要杀了巴尔福斯。 年轻人, 话说得太过可不好。 老家伙, 条件我刚刚已经说了, 你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除了打赢我, 你们没有任何活着离开大厦的机会。 年轻人, 你想要两国开战吗? 布鲁修斯, 你要开战, 那就开战, 你们有选择的机会, 他们如果输了, 你们都要留在这里。 一道声音从场外传来, 这时候, 人们才发现, 场外不知道何时多了一对黑衣人, 他们各个气息强大。 神鹰插手, 这件事已经不在他们的处理范围了。 布鲁修斯很想骂娘, 灯塔国在万年雪山被大厦压一头, 这才集聚国内天才来给大厦上一课。 他就是来向小弟们证明, 灯塔国是最将的, 可没有想过跟大厦开战, 别看他动不动就把开战挂在嘴边, 他们包括暗中的大帝九级巴尔福斯都死在大厦, 灯塔国也不见得跟大厦开战。 虚空中, 巴尔福斯冷汗直流, 一开始, 空间就被封锁, 他被一股强大的气息锁定, 只要对方一个念头, 他就陨落当场。 以前, 大厦处处妥协, 不是大厦有多弱小, 而是他们, 把精力都放在天旋界, 放在如何对抗异族身上千年时间, 大厦独立建造了四座要塞, 把大厦内的通道保护得严严实实。 他们呢? 也见了要塞, 效果吗? 只有自己知道。 有就是了, 龙无伤, 你确定大厦要跟伟大的灯塔国开战? 布鲁修斯毫不示弱, 声音坚定, 内心其实慌得一批。 大厦号称异族的劲敌, 可不是说说是有实力支持的。 丛林一出现, 他就和那位大人失去联系, 说明, 他不敢想。 你们十个一起上, 打赢我, 你们就可以离开了。 我数十个数, 不上来就代表你们选择第二条路, 直接抹杀。 十, 你别太过分。 黄发少年怒吼, 完全没有刚刚到意气风发。 九, 八, 班长威武霸气, 来啊, 正面上啊, 孙子们。 班长, 砍死他们, 呜呜, 我的翼龙。 七, 林一都声音洪亮充满雌性, 非常好听, 但在灯塔国人耳中, 就像勾魂使者, 让人恐惧, 害怕和绝望。 六, 五, 无论周围如何议论, 无论灯塔国人如何怒吼, 林一的声音都没有停下。 这些人不上来, 他真的会抹杀这些人。 林一数数的时候, 龙无伤带着两个神鹰小队挤进人群, 把布鲁修斯等人围起来, 看热闹的学生纷纷退让。 大夏为什么处处退让, 不是大夏实力不够, 因为大夏, 没有绝对碾压的实力。 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买卖, 咱不能干, 与灯塔国开战, 大夏就算赢了也是惨胜。 但现在不一样了, 大夏有了自己的神, 哪还受什么鸟气, 干就对了。 神鹰队员一个个魔拳擦掌, 磨刀霍霍就差没把剑直接砍了。 布鲁修斯满头大汗, 压迫力, 真的太大了。 你们上去, 杀了他。 最终, 布鲁修斯发布命令, 让九人上台与黄毛会合, 一起杀了灵异。 九人上台, 灵异就停止倒数, 戏谑地看着十人。 我要开始装X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要来咯。 灵异先生, 我叫, 这就是你的遗言吗? 那就可以去死了。 瘟。 最遇见瘟鸣阵战, 十人武器不受控制, 纷纷落地。 混蛋, 你们大夏人作弊, 居然让一个新生使用地气。 听到布鲁修斯的话, 灵异一愣, 还有这说法。 行吧? 不用就不用。 手一挥, 最遇见化为一道流光, 从布鲁修斯额头上飞过, 斩落几根头发。 碰, 的一声, 稳稳插在看台的过道上。 这一幕, 正好被直播的小姐姐特写, 酸爽无比。 羞辱, 赤裸裸地羞辱, 而她却动弹不得, 全身都被控制。 割长刃, 被灵异大佬帅到了。 学到了学到了, 原来人可以这么帅, 下次我也试试。 我已经试过了, 现在正进攻, 兄弟们不要想念我。 咔嚓, 咔嚓, 灵异捏了捏拳头, 脚踏地面, 拦住她, 快拦住她。 黄发少年崩溃, 让灵兽火龙拦住灵异, 可有那么简单吗? 白银打钻石, 来再多也是小朋友啊。 碰, 一拳轰在火龙身上, 使尸级的白银火龙 在空中像西瓜一样爆开。 不, 噗, 火龙生死, 黄发少年被反噬, 一口鲜血喷出, 缓缓地倒下去。 灵异可不会给她机会, 冲过去拉住其手臂, 来个360度大旋转。 咔嚓, 鼓猎声传来, 同时还有少年的惨叫, 人们看去, 少年的手已经软塌塌挂在肩膀上, 骨骼已经断裂。 剧烈的疼痛让少年清醒, 接着又被痛晕过去, 他的另一只手也被扭成麻花。 接着是腿, 随后一脚踩下, 少年胸口踏一大片。 咕噜咕噜, 嘴角冒着血泡, 生死不知。 好凶残。 不过, 我好喜欢, 对付灯塔人, 就要使用这种方法。 真的太过瘾了。 轮到你们了哟。 下一个是谁? 是你? 还是你? 灵异没止到一个人, 他们就后退一分都是今年的新生。 就算是号称自由的灯塔, 能有多少实战, 陷过多少险。 如此血腥的场面, 谁能受得了? 一起上。 一人呼喊, 八人呼应, 一起朝灵异冲来。 早让你们一起了, 就是不一起。 死。 碰。 虎入羊群, 大杀四方, 灵兽无不被灵异一拳轰爆。 玉兽师, 灵异让他们体验一下, 生不如死。 在同学们身上看到的伤势, 他在每个人身上实验一遍。 真的好实用, 莫看到, 他们在哇哇叫嘛。 十分钟后, 场上, 就灵异一个人站着, 灯塔过来的十个人全部倒在地上, 手脚近断, 胸口瘫陷, 进气多出气小。 这会不会太残忍了? 楼上奸细, 鉴定完毕。 等着神音茶水表吧。 这种人, 就不应该活着, 呼吸都是错的。 一个小梦梦的ID发了一条评论, 立即被顶上热门。 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梦梦完了。 这种时候, 你可以沉默, 但绝对不能说出不当的言论。 很多时候, 说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直播发生的事情, 灵异是不知道的。 此刻, 他正对着灯塔国的天才少年、 少女们狂吼。 都起来, 起来打我呀。 再不起来, 你们就要死了哦。 慢慢的, 十个人先后断气了。 灵异招手, 最欲剑飞回灵异手中。 布鲁修斯上人, 我赢了哦。 你做好准备了吗? 你。 灵异似笑飞笑, 不停舞动手中最欲剑, 活脱脱一个反派。 灵异, 杀了我。 你们就等着灯塔国的报复吧。 是吗? 我等着。 不过, 灵异画风一转, 布鲁修斯则眼睛一亮, 他觉得自己的威胁起作用了。 作为领队, 你现在还不能死, 给他死在前面。 灵异画落, 空间一阵波动, 一具尸体从空间裂缝中丢出, 赫然是灯塔国的大帝巴尔夫斯。 不, 巴尔夫斯的尸体, 压垮了这个不可一世的领队。 扑痴, 布鲁修斯看着胸口的刀刃, 到死都不敢相信, 自己就这样死了。 啊, 哎呀。 灵异冲出擂台, 来到布鲁修斯前, 拍着他的脸, 感受不到他一丝气息后, 垂头丧气, 随后不善地盯着龙无伤。 喂, 你知不知道乱抢人头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作为前辈, 就不能让让后辈, 还抢后辈风筒。 你想想, 一个钻石溜, 哦不, 气急杀了一个圣人巅峰, 你不觉得很拉风, 很高大上吗? 真的, 神阴前辈都你这样。 灵异骂骂咧咧, 指责龙无伤的不是。 不过, 这话听着听着, 感情砍了灯塔国的代表团, 就是为两装逼。 无形之中, 又被他装到了。 龙无伤一脸无语, 这小子他喜欢, 不过是别人家的就不一样了, 好想揍他一毒, 可想到他身后的大人物, 又不能动手。 龙无伤一身戎马, 自然不会被一个强者吓到, 瞪着灵异怒斥。 你小子, 少拿鸡毛当令箭, 没有我们, 你能这样轻松? 这功劳, 我们神营也有一份。 他一个人不行, 加上神营呢。 然而, 差点让他当场射死。 神营剑袭玉牌, 灵异已经加入神营了。 赵如海发出的那一块, 龙无伤立马找到问题的所在。 十八岁, 单枪匹马成为神营剑袭成员, 杀了三眼火族的一个刺神级天才, 和两个史诗级天才。 死。 这小子, 饶是见多识广的他, 都被惊到了。 十八岁啊。 如果, 哎, 想到龙绝影, 龙无伤不由地叹气, 女儿什么都好, 就是太乙家族为重。 他不知道是该庆幸, 还是不幸。 庆幸的是, 龙绝影对龙家忠心耿耿, 归属极将。 不幸的是, 一心为家族的人, 很难有一位知心朋友, 家族利益永远放在第一位。 你既然是神营的战士, 就不要分你啊我啊的, 都是为联邦处理, 懂。 收队。 龙无伤放一句狠话, 带走神营的人走了, 留下来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幺蛾子。 龙无伤离开, 一众同学涌过来, 一脸崇拜, 就连学长学姐们眼中都是敬佩。 他们自己知道, 这些国家有多可恶, 每年都以各种理由上门交流。 每次来, 都挑大厦天才不在的时候, 捏完软柿子就跑, 还大肆宣扬他们如何如何的强大。 当天才回归, 大厦提出交流时, 总被他们用各种理由拒绝。 今天, 这位学弟干了他们不敢干的事, 还把他们全部留在这里这些同学, 好热情。 哈, 林毅准备逃跑, 可一个麦克风递到嘴边, 同时传来一道甜美的声音。 你好, 学弟, 我是主播冰冰, 学姐能采访一下你吗? 冰冰一身紧身连衣裙, 傲人的上围呼之欲出, 名谋好齿, 风机秀骨, 精致的面容让人流连忘返。 美女采访, 冲来的同学还主动留出距离, 可想而知, 这位冰冰学姐的人气是非常大的。 学姐, 你问吧。 不过, 我并不一定回答。 林毅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邪魅的笑容, 吸引了无数少女的芳心。 妈妈, 我发现我恋爱了, 但她不爱我。 楼上的, 拔剑吧。 一神是我的, 谁败了, 谁退出。 楼上的两个逗逼, 看看你们比得上吗? 富途, GPG。 林毅走后, 洛西儿六人修卫突飞猛进, 又个个都是大美女, 引发了不知道多少浪潮, 多少富家子弟前来追求。 得到的结果无意不适。 谢谢你的爱, 我已经有爱的人了。 有喜欢的人。 人们很快翻出以前灵异与她们在一起的图片, 不知道多少男人心碎。 现在, 相同的图片, 伤的却是另一批人。 男同胞们, 心碎流血过了, 这回, 该到你们女同胞了吧。 风水轮流转, 今年到我家。 楼上的, 你死定了。 好男人都是人家的, 音音音。 音音音。 一时间, 无数音音怪浮出水面。 就在这时, 冰冰开始了她的第一个问题, 不管开始如何耍宝, 现在都全神贯注。 冰冰直播的内容很多, 秘境, 采集, 采访, 战斗。 总之, 跟着冰冰, 总能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这一次, 她们能学到什么呢? 学弟, 灯塔国代表全部留在这里, 真的会没事吗? 学姐, 你是爱拆台的吗? 你问这种问题, 我很难办的。 以你自己的想法回答, 你要记住, 大夏永远都是你们的后盾。 脑海中响起龙舞的声音。 有这位大佬发话, 他就可以浪了, 背靠国家, 我怕谁。 学姐, 我们大夏被异族称为禁地,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大夏的强大。 这些年, 我们大夏秉承礼仪之帮的美德, 对外来交流人员都放得比较松。 所以啊, 有些跳梁小丑总是跳出来, 觉得自己有多牛屁啊。 外部威胁, 我们不能把力量消耗在内斗上。 不过现在, 火魔神即将复苏, 他要以整个蓝星味养料, 恢复伤势。 这个时候了, 这些人还在想着内斗, 你说他们是争权夺利呢? 还是他们已经不是蓝星人了? 杀人诸心, 一族都要以全球生灵为血食了, 还想着内斗, 不是蓝星叛徒是什么? 灯塔国为什么那么嚣张? 除了强大的国力外, 最主要的就是, 拉了一堆小弟这些小弟, 可都是因为利益, 才和灯塔国绑在一起。 如果连国人都保护不了, 还连个锤子, 都要死。 我何不在死前多陪陪家人, 度过最后时光? 灵异之势给他们埋下一颗种子, 至于什么时候生根发芽, 就看灯塔国如何选择了。 当然, 我说这些并不是让大家提心吊胆的, 我敢这么说, 自然有自己的道理。 大家都知道, 新纪元之初, 我们的先辈可是用血肉之躯 把敌人挡在国门外。 打了千年, 我们依旧无法真正走出蓝星,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灵异的话引起无数人的关注, 就连隐藏在背后的龙武都为他捏把汗。 真完蹦了, 全国恐慌, 到时候就算是他也无法向国人交代。 过了许久, 气氛已经酝酿得差不多, 国人心仰难耐时, 灵异才继续。 蓝星进入新纪元, 不是我们发展遇到瓶颈, 也不是蓝星要蜕变。 是人祸。 你们没有听错, 就是人祸, 三眼火族十足火魔神酝酿的一个大阴谋。 说到这个阴谋呢, 我就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 天玄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 每一万年会出现一个成神的气急。 每次气急来临, 都是一个盛世, 各族天骄争风, 抢夺成神的一丝机缘。 同时, 隐藏的老怪物们都会纷纷出世, 天才们要面对的不仅是同辈人, 还有那些苟延残喘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老怪物。 上一个机缘, 天玄界出现了两大天骄, 分别是三眼火族的火魔神和冰族的冰雪灵神, 两人为了机缘大打出手。 最终, 两败俱伤, 与机缘擦身而过。 两人一战之后, 纷纷休养生息, 期待下一个机缘的到来。 说到这里, 灵异周身围绕着凝聚成实质的杀意。 在训练场上, 众人身体冰凉感受到死亡的威胁, 虽不是针对他们, 但还是有逃走冲动。 火魔神已经拉入灵异的必杀名单。 如果敖青和敖凤不愿意帮忙,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他自己就能带领联邦站起来。 我不是帅才, 但做个压阵的不过分吧。 过了一会儿, 灵异身上的杀意减少了, 依旧久久不散。 我刚刚说过, 两人两败俱伤, 近万年的恢复, 火魔神伤势并没有好。 按照他恢复的速度, 根本不可能在这个纪元与冰雪灵神和其他天骄争锋。 为此,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献祭一介万灵, 用万灵本源恢复伤势。 不知道什么原因, 火魔神知道蓝星的方位, 打破了空间, 把灵器和御寿法则引入蓝星。 这就是新纪元的真相。 哄! 灵异的画像一颗核弹, 将众人的所有期待和想象, 全部化为虚无新纪元的真相, 是如此的血腥残酷, 他们居然只是别人选择的猎场。 多年挣扎, 多少仙辈的牺牲, 仅仅是一位神要恢复伤势。 看到所有人脸上的凝重, 灵异大手一挥, 开始了他的批评教育。 是吗? 怕了? 你们不好好想想, 仙辈们用血肉之躯挡住三眼火族的玉兽师大军。 你们现在怕什么? 怕自己不如他们吗? 还是说怕他们背后的神? 不怕告诉你们, 老子也怕。 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差点就吓尿了。 我特磨一个钻石, 你居然给我弹神, 真的是刺激他妈给刺激开门, 真的是刺激到家了。 大夏在蓝星内部, 处处忍让, 不是因为我们不行, 更不是联邦弱小, 是联邦把精力全部放在狱外, 天玄剑。 神威胁, 哪怕只是一个刺神级的伪神, 尼玛也是神啊。 就像现在的我们, 一个学生, 你让我去砍一个大地, 不是在搞笑吗? 我在害怕, 在迷茫, 直到遇到大夏的底蕴, 一位可抗神的前辈。 我, 灵异, 才把心放在肚子里。 没了神的威胁, 谁特磨还敢侮辱大夏, 要开战尽管来啊。 大夏可能会损失很多优秀的战士和御寿师, 而他们要面对的是灭国, 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 干就完了。 朱军, 努力变强吧。 先辈们用生命告诉我们, 敌人并不是无敌的, 或许用不了多久, 就该到我们上了。 你们只要知道, 神威胁不了大夏就对了, 谁不服就杠谁。 火魔神, 怎么也不会想到, 千年时间, 我们大夏会诞生能和他对抗的强者。 不知道他醒来时, 发现他要吞噬的蝼蚁, 居然成长魏大象, 会不会被吓死? 本人很期待呢? 灵异摸着下巴, 一脸期待。 不仅灵异期待, 全国上下没有人不期待。 千年时间, 多少人家破人亡, 流离失所。 伤痕累累的火魔神出世, 发现踢到的是钢板, 而且, 还是自己间接铸造的。 一点会被气死, 所有人都期待这一刻。 这小子, 居然把事情放到明面上来, 不过这样也好。 灵异今天的话引起轩然大波, 官方已经做好安抚民众的准备, 现在看来已经不需要了。 靠了, 老子要修炼, 老子要变强, 要砍三眼火足的孙子。 带我一个, 你妈, 我们受了那么多的难, 居然是为一个恶神恢复伤势, 老子不服, 死也要干他压的。 冰冰的直播间, 快速涌入大量人群, 都想听听灵异的豪放之言。 一个个摩拳擦掌, 准备与三眼火足, 站个三百回合。 直播的后台, 发现大量人流量涌入, 值得转播, 分散流量错过的纷纷播放回放, 无不充满仇恨, 同时热血沸腾。 如果大下召唤, 他们会毫不犹豫踏入战场, 战之必胜。 同胞们, 千年来, 我们多少先被战死沙场, 尸骨无存。 因为他们, 我们才有一个安定的后方, 才能安居乐业。 有的人会问, 我就一个普通老百姓, 我就一个重地的, 战争跟我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 你错了, 战争来临, 我们每个人, 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们或许不能踏入战场, 我们只能贡献出自己微薄之力。 但你们想想, 我们大下有近二十亿人, 每个人尽一点力, 对前线的战事帮助有多大。 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们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作用。 一颗螺丝钉很普通吧? 但一个庞大机器, 没有这颗螺丝钉, 运转的时候, 它就会轰炸了。 所以, 大家要明白, 这是灭族之战, 是所有人的战争, 我们必须上下一心。 这样, 我们才能打赢, 这场敌强我弱的战争。 灵异慷慨激昂的讲话, 激励着每一个人, 生活在最下层的人们。 他们一身灰尘, 原本麻木的眼睛, 突然散发着神采。 他们每天艰难工作着, 不就是给孩子上升的机会, 得到认可吗? 能得到一位天骄的认可, 得到国人的认可, 就算死了也值了。 顿时腰不酸腿不疼了, 全身充满力气。 灵异也莫想到, 自己随便感叹几句, 会成为无数人的毒鸡汤。 灵异的话, 唤起了无数人的希望。 冰冰听着铿锵有力, 一扬顿挫的讲话, 被震撼得无以复加。 我就采访了一下而已, 莫让你给我说世界大事啊。 人家玄知是个学生, 还不想参与这件事情啊。 冰冰老婆, 赶紧问问一神, 火魔神在哪里? 什么时候出事? 对对, 要是还在沉睡, 我想办法给他来泡黄泉水。 楼上呢, 好友, 就不怕解决到一半人家省望。 静说大实话, 冰冰老婆, 赶紧问一神啊。 拔剑拔剑, 再叫我冰冰老婆, 决斗决斗。 看着直播中欢快的家人们, 焉然一笑, 天地黯然失色, 天地间仿佛只剩下她的笑脸。 完了, 这辈子要单身了, 误误。 同单身, 我的冰冰, 我感觉, 她要远离我而去了。 直播间风向不对, 冰冰立即转移话题, 继续向灵异提出心中的疑问。 什么后遗症, 她已经管不了了, 让这群黑粉闹下去,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学弟, 火魔神什么时候会出事? 不知道, 灵异给了所有人一个万能的答案。 灵异觉得还不够, 然后继续说道, 学姐, 我们现在, 要关注的, 可不是火魔神哦, 神级的战斗, 不是我们这些小虾米能掺和的。 兵对兵, 将对将, 我们要做的, 就是想办法, 把我们能对付的敌人。 灵异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意思就是, 大家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 尽说大实话, 就不能来一个月级图神什么的。 又一个被小说毒害的少年, 感觉拖下去改造一下。 有些东西可以暴露出来, 有些东西却不行。 灵异知道, 火魔神什么时候出事吗? 当然知道, 可他不能说, 未来发生的事情, 谁都不知道, 更不能确定。 人是活的。 如果, 你知道明天出门会被车撞死, 你还会出门吗? 火魔神也是, 提示矿提示, 火魔神十年后才会复苏。 这个消息, 如果被火族知道, 他们会坐以待毙, 一定会想尽办法让火魔神醒来。 三眼火族的火魔肢体, 只有成长体却, 没有完全体。 去哪了? 当知道火魔神需要血肉恢复伤势的时候, 所有的疑点都得到答案。 证据。 抱歉我不是法官, 做事不需要证据, 只要我自己认定和相信就行。 灵异准备离开, 训练场上无论学长学姐还是老师, 都很自觉地让开一条路, 恭送他们的英雄。 原来万众瞩目是这种感觉, 还真不错。 有一天我灵异不会狐假虎威, 而是靠自己的实力站在哪。 灵异给自己下了一个小目标。 神。 打开宿舍门, 客厅内坐着两个人, 龙武和师父南宫无敌, 凤仙尘则在一旁伺候着。 臭小子, 过瘾吧。 龙武脸一板, 脸色不善问道。 过瘾? 那是相当的过瘾, 还有什么比味毒鸡汤更过瘾呢? 而且, 他的可不止毒鸡汤, 其中也有很多人生责言的。 下次不要那么冲动, 联邦现在还是以发展和准备为主。 太多的消息, 只会让国民恐慌。 这次就算了, 结果非常不错, 下一次就不要那么忙了。 师父, 我知道了, 灵异立即保证下次不会了。 下次的事情谁知道, 灵异在心中付费。 南宫无敌知道, 灵异根本没有听进去, 只能告诫他, 万事三思而后行。 小义, 真不知道火魔神出事的时间。 南宫无敌双目盯着灵异, 同时封锁了九号宿舍, 外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火魔神沉思在无尽沙漠的死亡沙丘, 依靠每年强者争斗宝物时的尸体喂养料。 按照这种速度大概需要十年, 不过三眼火足插手, 给他送去足够多的血食就不一定了。 你心中有分寸就好。 十年成神, 好像有些仓促了。 仙儿他们接任务去秘境了, 他一个人闲得无聊, 只能睡大觉。 至于凤仙尘, 被龙武带走了。 来自天玄界的他, 要完成无数繁杂的手续, 才能在这片土地上自由行走, 要不然, 他连门都出不去。 灵异在宿舍摆烂, 大厦却风起云涌, 无论个人还是势力都在准备。 神, 真的太遥远了。 在大地横着走的年代, 突然出现一位神, 不是闹着玩吗? 以往, 出现不正当流量, 官方都会出面管控。 这次, 居然是放任状态, 岂不是说这一切官方都默认了? 意气风发过后, 生活还得过, 该干的还得干。 只是, 心中多了一道枷锁。 这个世界真的是越来越危险了, 都什么事到啊? 你呀, 就不要感叹了, 我们普通人还算好的, 再苦栽了一家人平安, 预售师大人们就危险了。 唉, 谁说不是, 自从新纪元开始, 人类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灯塔国, 统领白宫, 民众走向街头, 举棋游行, 要求官方给个交代。 下国一个大学生都知道的消息, 他们不相信, 伟大的灯塔国会不知道。 明知灭世之危即将来临, 他们还想着内斗。 直到统领奥尔巴发表演讲, 表示灯塔国已经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 让广大人民安心, 灯塔国会保护大家安全的。 奥尔巴, 我保护个锤子, 老子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真的有神降临, 灯塔绝对拦不住, 现在能救蓝星的, 只有下国。 下国人一向友好, 不管火魔神走哪个空间通道进入蓝星, 都由下国的神拦住不就好了? 下国答应, 皆大欢喜。 不答应, 他们就能把白的说成黑的, 下国只能再蹦搭, 根本没有什么火魔神, 下国也没有什么神。 然后, 忽悠一群小弟寻找下国的麻烦。 不愧是你啊, 如此机灵, 就是没有用对地方。 太阳国, 因为波野太郎的愚蠢, 太阳国损失了百名天才和百名尊者。 国家一蹶不振, 又恰逢火魔神出世, 他们已经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因此, 太阳国街上随处可见跪坐着一排排的年轻人。 他们面向东方, 嘴带微笑, 有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了, 还保持着微笑的动作。 低头你就会发现, 他们每个人肚子上都插着一把剑。 人员大规模自杀, 太阳国变得混乱不堪, 国家面临崩溃。 就在这时, 他们接收到老大哥灯塔国的指引, 向下国求救。 下国的神只要现身, 在发表合作声明, 他们国家就能安定下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傲气, 神更是傲气灵人, 让他出现给你们耍杂技, 是你们疯了, 还是我疯了。 太阳国就吃这一套, 觉得天下都应该以他们为中心。 第一时间, 太阳国的代表团出发, 从天旋界直转大厦京都。 什么外来使者, 没有正规手续, 一律不让进。 下国海关什么时候这么严格了? 他们还不敢像以前那样硬闯。 灯塔国的代表团都没了, 他们可不想死在一厢, 值得向国内求助。 这一天, 外交部门可是一刻都没有停歇, 一直在通讯中签订了无数条款后, 这些人才放入大厦。 春野军, 下国人太无礼了, 这可是对天皇陛下的大不敬, 必须给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 让他们知道, 帝国武士不可辱。 嗨, 灯塔的那些废物, 连一个小孩都搞不定, 等我们进入青龙学院, 让他们知道, 太阳国武士的恐怖。 灵异一直窝在宿舍, 直到王德发找来, 他才知道, 各国代表来到京都。 人原来可以无耻到这种程度。 灵异感叹, 放他们进来, 不是自找麻烦吗? 官方是怎么想的, 脑容量真的不够用啊? 还是有别的考虑, 不过让他来解决, 可就别怪他, 把篓子捅大。 这其中, 要说没有一些大人物, 在背后推波助澜, 灵异根本不敢相信。 正好, 趁这次, 把你们都给挑了, 给大厦留一个安定的后方。 校长, 他们来应该是献献我们下国的神。 不管见莫见到, 他们稳赚不亏, 想两边都站, 就看你们有没有命了。 校长, 问您一个问题, 让您去献一个仰慕的你普通人, 您会去吗? 灵异突然问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 这玄用说, 当然不能, 他堂堂一个尊者, 哪里有时间献普通人, 一般御寿师都献不到, 别说普通人了。 我哪有时间去献他们? 刚说完, 王德发就想到了答案。 大厦的神, 想献就献, 岂不是说神根本不要面子? 谁给他们的勇气? 敖情也好, 敖凤也罢, 虽都受敖心控制, 灵异可一直以长辈称呼。 想见人, 莫门。 校长, 这事您就当不知道, 他们有本事就来找我, 我倒要看看, 谁给他们的勇气, 又是谁在背后收取好处, 推波助澜。 灵异脸色阴沉, 都这个时候了, 还有人想捞好处。 他也想看看, 联邦对他的底线是什么? 是否还是民主自强的国家? 那小子似乎弄错了什么? 龙武摇了摇手中的茶杯, 说道, 这也是难免的事情, 小异天赋绝伦, 对权势却没有兴趣。 用他的话就是, 找一个漂亮老婆一起摆烂, 那几个丫头, 应该差不多回来了。 在此之前先让他长一点人气, 就算是恶名也好。 灵异根本不知道, 师父和龙武讨论的事情, 一直都在闷闷不乐。 这样的国家, 他还要不要守护。 提示, 笨蛋, 这是南宫无敌和龙武给你长明气, 跟大厦官方无关。 你一天脑袋里面都在想什么? 啥? 师父搞出来的, 给我长明气, 哥现在的明气不是已经很大了吗? 还长? 人怕出明珠怕壮, 再长就招人惦记了好不好。 我就想享受一下生活, 绝对不是摆烂, 我可是很努力的。 还没有满十八岁, 就钻石七级, 神音见习成员, 谁敢说他摆烂。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你越是不想, 人家就越往年身上撞这步, 他就买点吃的, 就被人跟踪了, 跟着他的是一个长相绝美, 身材凹凸有致, 玉腿笔直修长的大波浪美女。 大洋马, 非常漂亮, 火辣的劲, 可惜他不喜欢。 要是来个露水夫妻啥的莫问题, 做老婆就不行了。 这个世界他不知道, 前世的那些国外胖大妈, 他宁愿做一条光荣的单身狗, 也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 美女, 要不我们进小树林, 小树林里宽敞, 说不定还能引来几个观众呢? 帅哥, 人家还是第一次, 进小树林不好哦。 要不我们去你家, 或者去宾馆。 饭店人本来就多, 一个大洋马发跌, 顿时吸引了一大堆恶狼的注视。 不用了, 我就看看, 我从来不开二手车的。 我你马, 不要你可以给我啊。 这身材, 这曲线, 就算一次也值啊。 就这样, 被一神放弃了。 都说吃惯了鹅干鱼次会, 偶尔尝尝野味, 咱们这位大佬貌似很不一样。 帅哥, 别急着走啊。 安琪第一次感到无力, 以他熟透的完美身体, 对这群小屁孩的杀伤力有多大, 看看周围恨不得吃了他的目光就知道。 可他要找的正主, 对他却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看到的只有冷漠, 就像一个丑八怪从眼前走过一样。 说去小树林, 可能也只是在羞辱他而已。 这里的小树林, 一览无余, 在这种地方办事, 把他当什么人了? 就在他准备追上去的时候, 灵异拔剑斩出, 叮当声传来, 一个人者显现出身影。 一击不中, 立刻逃离。 来都来了, 灵异可不会让他逃走, 只能让敖心召唤敖青。 刺杀, 就这, 也太让人失望了, 连让他出手的欲望都没有。 杀了吧。 灵异仿佛对空气说话, 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 直到一具忍者尸体显现, 人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人们才知道, 自己有多无知。 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情, 人家自然不会多费口舌。 而且, 一句话就决定人的生死, 一神真的太牛了。 安琪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知道, 原来还可以这样杀人。 一句话, 他什么都没有看到, 人就没了。 灵异掏出手机, 报警, 然后龙行虎步地离开, 刘安琪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赶在大厦动手伏击他, 这个国家, 还是那样的卑鄙无耻。 臭小子, 在拿老子当打手, 老夫, 老夫, 敖青气急败坏, 对他又无可奈何, 坐在大厅内, 自个生闷气。 神人八级的亡灵古龙, 被人当成打手使用, 还不能反抗, 心中自然憋屈。 神人的面子, 还是要给的, 他们要面子灵异要效果。 前辈, 晚辈是没办法, 小白在沉睡, 我根本不可能在黄者手中逃脱, 这才请您老人家出手吗? 那人鬼鬼祟祟的, 万一不小心啄了他的道, 岂不是会连累你们? 古龙们寄宿在灵异灵兽的龙皇空间, 灵异死了, 他们的确不好过给一个小屁孩做打手, 心中那道坎, 就是过不去。 哼, 敖青冷哼一声, 身形消失, 他拿灵异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上了贼船, 你们就认命吧。 结结, 至于死了的黄者, 是不是刺杀, 重要吗? 人都死了, 只要他一口咬定, 是对方先动的手, 谁能翻盘? 你, 不是杀手。 你隐藏身形干什么? 敖青离开后, 灵异把买来的美食摆好, 开饭了。 灵异呼叫, 吴小枝找好位置做好, 等待主人投位。 要是他们能化成人形就好了, 这样就不用自己投位了。 老心, 这个是你的, 白灵。 分完, 灵异拿起自己的那份, 开始消灭。 外出, 灵异不是没有想过, 小白现在还在沉睡, 没有空间, 转移这个Bug级别的技能, 死亡率非常高。 他还不想死, 还想多活两年。 而且, 期末测试即将开始, 姑娘们应该会回来的。 几个月不见, 一定要把曾经的遗憾补上。 巴嘎, 该死的夏国人, 居然杀了春野军, 真的该死。 渡边阁下,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弄清楚, 夏国的神是谁, 存不存在, 还有合作。 再让那群懦夫切腹下去, 帝国就没有足够的兵源了。 游戏。 安琪小姐, 情况如何? 亚历山大看到安琪回来, 问道。 安琪的魅力她知道, 就连她都一想飞飞, 不是其背景恐怖, 早就沦为玩物。 如此游物, 出手还不是马到成功, 可她得到的, 居然是摇头, 还从安琪口中得知, 春夜居然死了。 愚蠢的太阳国人, 明知道她身边有强者保护, 还派人跟踪, 不是找死吗? 夏国官方的态度很微妙, 仿佛期待他们, 与灵异打交道一样。 他们这是, 要培养接班人, 这是赤裸裸的阳谋, 而他们, 还不得不往里面跳。 已经失去十位天才, 希望她不是那么暴躁, 否则此次夏国之行, 知识在浪费时间。 亚历山大大人, 我们要么从官方下手, 要么从灵异身上着手。 根据情报, 灵异是一个孤儿, 无父无母, 只有一个好兄弟, 现在还有六个红颜之己。 不过, 他的这些人迹, 我们很难着手, 他们要么是强者, 要么被官方严格保护起来, 我们根本无法接近。 不, 我们还有其他机会。 亚历山大立即反驳, 神是一个国家的守护神, 他不可能只管青龙学院。 青龙学院有灵异, 他们打不过, 其他学院呢, 就不信朱雀学院也有一个变态学生。 朱雀学院踢馆, 条件就是双方答应一个能做到的事情。 到时候, 直接提出现下国的神。 越想, 亚历山大立觉得自己很聪明, 成功就在眼前。 通知一下渡边, 让他们没有到朱雀学院踢馆。 白天, 灵异一个人到训练室学习武技, 晚上就亏亏平, 然后就是和吴小枝打闹。 训练一天, 灵异像往常一样趴在床上, 吴小枝就趴在他周围, 拱围着他。 打开通讯器, 灵异看到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 太阳国, 居然伙同炮茶国和阿三国去朱雀学院踢馆。 一开始还好, 双方打得有来有回。 后来, 朱雀学院败了。 不是朱雀学院若, 对方有预谋地, 集聚了全国的青年才俊来找查。 一个学院, 突然应对对方的挑战, 自然会吃亏。 不过, 历史是如此的相似, 在他们志得意满, 即将提出条件时。 兰博回归, 凭借一棵箭草, 把三个国家的人打得满地找牙。 不愧是有老爷爷的人。 不过和开挂的比起来, 还是要差一些。 青龙学院打不过, 朱雀学院还是打不过, 再不敢去其他学院, 只能从灵异身上或者官方下手。 亚历山大拳头紧握, 恨不得自己上最后缓缓松开, 恳求道。 安琪小姐, 恐怕还得你出手。 你要相信自己的魅力。 三岩火族即将来临, 联邦必须要做好准备, 否则你我都是联邦罪人。 我会去接近他, 不过并不保证完成任务。 那个小鬼真的太惊了。 有一点, 安琪并没有说, 他还不想死, 不想成为灵异的刀下亡魂。 早知道就不来了, 惹了一身的麻烦。 灵异早出晚归, 想要找他, 只能早上或者晚上。 晚上去, 真被那小鬼得逞, 他不是要哭死。 第一次是他的本钱, 在这里失去, 还如何吊着为他卖命的舔狗。 早上来, 不幸灵异真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他。 照常出门, 准备继续修炼武技, 发现正在等待的安琪。 灵异根本不想理他, 这种女人心机太重, 好处没有, 麻烦多多。 你问为什么? 在开放的灯塔国, 如此漂亮的女人都奔三了, 还是黄花大闺女。 这你敢信, 不是渣女, 就是有大秘密。 灵异先生, 安琪的一点心意, 还望你收下。 安琪递过来一个精致的食盒, 一脸期待, 她还是第一次给人准备早餐。 可灵异, 像没有看到她一样, 从其身边走过。 阐述了什么叫做, 我轻轻地走了。 灵异先生, 是安琪不够漂亮, 还是身材不好? 安琪很想哭, 她都这样了, 这个男人为什么还要无视她? 你很好, 很漂亮, 但不是我的菜, 我有女朋友, 请你自重, 免得让他们误会。 灵异声音很平淡, 就像站在面前的, 是一个恶心的肥胖大妈一样。 那么, 灵异先生就不想跟安琪聊聊吗? 安琪撩了一下披肩长发, 显得更加掀起逼人。 安琪小姐, 你的目的我知道, 所以不能告诉你。 还要一点哦。 灵异走过去, 聊起她的下巴, 一脸戏谑说道, 我喜欢美女, 但非常讨厌心机表。 要是你不知足, 我不保证会发生什么。 安琪很想冲上去, 一见童死灵异, 为她的舔狗报仇。 她没有发现, 灵异眼中同样有杀意一闪而过, 正在等待她出手。 大家族子弟, 背景雄厚, 在灵异这里, 通通都是浮云。 她要的是一个正当出手的机会, 让天下人找不到毛病的机会, 牵强一点都无所谓, 就像春野隐藏身形跟着她。 死了, 她有一万种方法证明, 不是她先动的手, 不是她试杀。 这些人, 来下国, 没有一个安好心的。 就在这时, 一辆拉风的悬浮跑车, 急驰而来, 帅气地飘移后, 稳稳停下。 车门打开, 走下一个帅气青年, 手中还抱着99朵玫瑰。 安琪小姐, 我是皇家的皇号。 青年伸手。 帅气的她, 就这样尬死了。 安琪没有看拉风的悬浮跑车, 更没有看娇艳欲滴的玫瑰。 这些东西, 她不知道收了多手, 早就完腻了。 踏, 踏, 踏。 高跟鞋与地面触碰, 发出有节奏的踏踏声。 灵异, 我做错了什么? 你说出来, 我可以改。 安琪快速追上, 一脸委屈。 啪。 灵异挥手, 一巴掌扇在安琪漂亮的脸蛋上。 安琪向断线的风筝, 滚到黄浩天的脚下。 清晰的巴掌印破坏了绝美的面容, 另一半脸与地面来一次亲密接触。 洁白的衣裙到处都是黄泥。 双目垂泪, 人线油帘。 黄浩健壮, 知道自己机会来了, 蹲下身就去搀扶。 谁知被安琪大力推开, 一屁股坐在地上。 黄浩感觉自己丢了面子, 安琪她不敢得罪, 但灵异, 一个穷学生, 真当有点名气, 就飞上枝头了。 灵异, 给安琪小姐道歉, 否则, 刷。 罪欲见出, 又快又狠, 朝黄浩杀去。 普普通通的一剑, 又快又准, 十次起头颅, 几根头发滑落。 你, 你, 黄浩抖如筛糠, 刚刚她以为自己要死, 如果最后剑步往上抬一点, 脑袋绝对会一分为二。 第一次, 这位大少爷感受到死亡。 一股骚尾传来, 灵异嫌弃地转身离开, 安琪更是一脸比一。 原本以为能给灵异找点麻烦, 莫想到如此废物。 提示, 帮帮忙, 把这个烦人的女人给我送走。 提示, 安琪是奉了家族死命令而来, 除非死亡或者达到目的, 否则不会离开的。 这样一个游物, 你就不想尝尝味道, 第一次哦。 奶奶的, 她第一次更能不知道。 这种一开始就带着目的的人, 再好她也不稀罕。 你不知道她什么时候, 给你致命一击。 带毒的玫瑰, 还是算了。 没有管跟上来的安琪, 灵异走向训练室, 安琪没有积分, 也不是青龙学院学生, 被拦截在训练室外。 你小子终于来了, 莫想到你的红颜知己, 还挺多的。 好大的一股酸味, 看向说话之人, 然后, 老爸, 您怎么来了? 洛坤被一声老爸, 雷得外焦里嫩, 呆呆地看着灵异。 被灵异一把搂住, 他本能地给灵异一个熊抱。 我在哪儿? 我来做什么的? 洛坤头顶飘出一堆问号, 酝酿好的话, 被灵异一句老爸全打乱了。 臭小子, 乱叫, 老子不是你爸。 洛坤恶狠狠瞪着灵异。 这混小子, 在他执行任务期间, 把自己女儿给骗了。 骗就算了, 还一下子骗了六个, 现在还和一个洋妞不清不楚, 你让他如何不怒? 啊, 原来是认错人了, 大叔对不起啊, 我以为你是我老丈人洛坤呢, 原来是认错人了。 唉, 我可怜的仙儿, 把有一个圣人爸爸。 被兽神会伏击, 差点生死, 老爸不出现, 被人欺负了, 老爸还不出现。 我一直想不明白, 这样的老爸, 要来何用? 灵异摇头晃脑, 碍声叹气。 咯吱, 咯吱。 洛坤拳头捏得咯吱作响, 灵异身体一轻, 自己居然被人提起来, 还朝一间打开的训练室走去。 碰。 训练室大门被狠狠关上, 抖了击抖, 我叫人了。 灵异缩成一团, 瑟瑟发抖。 这老丈人, 太热情了。 起来。 洛坤怒目原睁, 声如红中, 萧音和隔音极好的训练室, 都发出回音。 不起, 打死也不起, 钻石打圣人, 一点希望都没有。 你打吧。 打死我, 看你如何跟希尔交代。 灵异双手抱头, 就是不起来。 洛坤有些气急败坏, 同境界之下, 他就算打赢灵异, 自身也不好受。 赶快跑自家宝贝女儿, 揍一顿不过分吧。 可灵异缩在地上不还手, 他还真下不去手。 主要是没办法给女儿交代。 起来。 洛坤又是一声咆哮, 但灵异丝毫不畏所动, 坚决不能起来, 挨揍的事情, 谁愿意做。 洛坤捏了捏拳头, 说道, 我把境界压到钻石七级, 不用零售。 你发誓, 绝对不用超过钻石七级的力量, 否则一年内遇到人就放屁。 我。 洛坤简直气疯了, 这小子鬼惊鬼惊地, 已经看出他的打算。 只说把境界压到钻石七级, 莫说不提升境界啊。 他的打算, 就这样被灵异堵死。 无奈, 他值得答应。 这小子, 一会让他知道, 得罪老丈人是什么下场。 问。 洛坤刚保证, 绝不使用超过钻石七级的力量, 一把门板模样的巨剑就砸来。 圣人强者, 就算压制境界, 战斗经验还在, 一把暗灰色唐刀出现, 挡住巨剑。 叮。 金铁骄鸣, 狂风呼啸, 恐怖冲击波扩散。 洛坤十分吃惊, 手臂隐隐作痛, 钻石能发出如此攻击。 莫等他反应过来, 灵异立马变招, 从巨剑上分化出另外一把, 一手压着他, 一手开始新一轮的攻击, 洛坤反应迅速, 脚下一个滑铲, 远远躲开。 这小子, 怎么可能让他躲了? 灵异就像牛皮糖一样, 追在洛坤身后, 利用速度和力量的优势, 压着洛坤打。 虽然如此, 他还是拿不下对方, 强者的经验, 不是他修炼几年就能弥补的。 训练室内, 两人你来我往, 打得十分激烈。 臭小子, 你就这点实力吗? 就这点我可是不认可的。 洛坤虽然压制境界, 但实力摆在哪? 续航能力, 不是灵异能比你的。 渐渐的灵异, 开始落入下风。 不行, 绝对不能失败, 一定要赢一次。 那么, 问。 一生剑鸣, 最欲剑带着紫光一剑斩下, 又快又沉, 但被洛坤轻松化解。 就在这时, 灵异变招, 聚剑在空中散架, 化为八十一把形状不一的长剑。 刷刷。 随后灵异双手快如闪电, 周身都是手的影子, 每一道影子都展出一剑, 剑光在空中融合。 什么招说? 剑光又快又准, 已经将其锁定, 根本无法躲避。 挡不住了。 这一剑, 已经到黄者水平, 以他相信钻石七级的实力, 根本挡不住。 死是不可能的, 但绝对会很狼狈。 算了算了, 伤了, 他心而会伤心的, 女大不中流啊。 洛坤全身气势突然暴涨, 犹如一座宏伟的大山, 让人敬畏与仰望。 伸手间, 灵异打出的最强一击, 直接被他捏碎, 炮都没有冒一个。 我? 灵异很想打人, 费了那么大的劲。 您就让我看这个。 看你一个圣人, 是如何捏爆钻石打出的攻击, 找存在感, 也不带这样的。 怎么? 不服气。 洛坤声音充满戏谑, 眼睛里确实满意。 女儿的眼光不错, 就是太滑心了, 只希望他能收敛一点。 否则, 嘿嘿, 老丈人, 您说了。 郁闷过后, 灵异是高兴的。 老丈人这关算是过了。 把洛坤搞定, 接着就是灵儿仙儿的妈妈。 最难搞定的都通过了, 其他的还远吗? 老爸, 问你件事情, 今年应该放假了才对。 为什么迟迟不放假? 祖龙池要开了。 什么? 灵异掏着耳朵, 根本不相信自己听到的, 祖龙池不是还有半年吗? 怎么会这个时候开? 洛坤叹了口气说道, 祖龙池之所以规定十年一开, 是因为祖龙池需要蓄积足够的能量。 最近一年来, 祖龙池能量蓄积迅猛, 已经严重超过了祖龙池能承受的范围。 很有可能会提前开启。 消息就在这几天。 提前半年, 对他来说是好事, 对其他人就不一定了。 祖龙池只有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能进入, 提前半年, 很多三年级学长学姐还在年龄范围内。 他们要跟三年级的争抢名额, 真的是一点也不友好, 怎么? 怕了。 看到灵异陷入沉思, 不由的打击。 灵异看着洛坤, 直到对方感到发毛, 才收回目光。 我会怕, 我灵异就没有怕过谁。 三年级而已, 四年级的我一样打。 哥都钻石七级了, 阿里的修为年线, 很快就要突破八级。 祖龙池开启, 需要一个多月的提前准备, 到时候, 他妥妥地钻石八级。 说不定, 到时候小白也醒了, 谁是他对手? 灵异, 帮我照顾好心儿。 我欠他的太多了。 洛坤声音突然变得沧桑起来, 像是灵前托姑一样。 自己跟他说去, 后天他们就回来了。 灵异拒绝。 灵异发现, 心儿对洛坤这位父亲依恋, 但又害怕。 他很想问, 但又怕伤到他。 老丈人, 您这个偷窥狂, 应该早就发现了吧? 心儿很想你。 我不知道您是做什么的, 也不想知道, 更不想知道您的过去。 既然您爱心儿, 为什么不来看他? 看一次他又费不了多少时间, 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吧? 他从小没有母亲。 而你这位父亲, 灵异摇头, 洛坤真的不像一个好父亲, 女儿身陷危险, 他都没有出现。 明明就在京都, 半年了却不见一面, 他们也找不到他。 如果不是提示告诉他, 洛坤很爱洛心儿, 他都认为, 对方知识一个摆出一个词妇的假象。 提示提示, 就不能告诉我, 洛坤为什么不敢献心儿吗? 提示, 你真想知道。 想。 灵异毫不犹豫回答。 知道答案, 他就能帮助心儿, 解除妇女间的隔阂。 提示, 洛坤深爱妻子, 但妻子云烟熙却为他而死, 这些年, 他把对妻子的撕恋都放到女儿身上。 洛坤的长大, 样子和神态跟云烟熙一模一样, 他越发觉得亏欠, 远离让他心里好受一些。 亏欠? 就这。 又一个头脑简单的男人, 越是躲避亏欠的越多, 他不知道吗? 灵异的目光突然变得怪怪的。 灵异的一句话, 让他羞愧, 还生出杀人灭口的冲动。 老丈人, 我们要勇敢地, 去面对珍惜眼前人, 躲避之有伤害。 您看看我, 实力不行, 欲试不都勇敢地面对吗? 我不信您一个圣人, 还没有我看通透。 你啊, 就是过不了自己心中的坎。 灵异躺在地上, 坎坎而谈, 就像两个多年, 未先的老朋友一样。 啪。 灵异脑袋上起个大包, 杀人的目光, 死死盯着洛坤。 你干什么? 这个老家伙, 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 绝不能惯着他。 我是你老丈人,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教了? 洛坤板着脸, 像别人欠了他千八百块一样。 灵异丝毫不怂, 直接回队, 我只是让你有时间来看看心儿, 有错吗? 我看你啊, 就是不爱心儿, 还装出一副瓷腹的样子给别人看, 一天戴着面具活着, 你累不累? 你要是不爱, 就有多元滚多元, 我们就当你死了, 光荣牺牲了, 断了他的念想。 洛坤一听, 这还得了, 还治不了你了是不是? 滚。 老子再怎么无情, 也比不上你这个九世单身, 把九世元集中在这一世的海王墙百倍。 灵异一愣, 什么九世元? 咱上辈子是光荣的单身狗没错。 你咒哥九世单身, 这也太恶毒了。 提示, 他没有咒你, 你前九世都是单身狗, 孤独终老, 所有情缘都集中到这一世, 所谓不发则已, 一鸣惊人就是你了。 靠了, 哥以为是这张帅脸吸引来的小姐姐, 感情是前世欠我的。 九世元会有多少个女人欠哥的, 今生来玄。 九世元一听就很高大上的样子, 九世孤独只为一世荣华。 反正他这辈子是赚的, 单身四十年真的值了。 至于前面八世, 关我什么事? 看到灵异陷入沉思, 嘴角还流出哈喇子, 骆昆就气不打一出来, 揪住灵异耳朵恶狠殉道。 小子, 我告诉你, 敢辜负馅儿, 你就死定了。 耳朵被人揪住, 灵异立马认怂, 馅儿的老爸, 这面子说什么也要给不是吗? 老丈人, 我那么爱他们, 怎么会舍得伤害, 爱都来不及呢? 你看到我, 事情一办完就急匆匆回来献他们。 我可不像某人大半年了, 还不见人。 你说什么? 骆昆一听没毛病, 在听不是变相地教训我吗? 手上力道加大。 没什么? 没什么? 我说, 老丈人你威武霸气, 盖世英雄。 灵异拍着胸口, 一大堆赞美之词, 脱口而出。 行了, 你想干什么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 不管你未来有多少女人, 馨儿只要受一点委屈, 骆昆身上煞气弥漫, 对着灵异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擦嘞, 我这是被威胁了, 能不能好好说话了? 好了, 我得走了, 馨儿回来我再来看你们, 在此之前, 把外面的麻烦给我处理干净。 骆昆说完, 打开门走了。 这位老丈人, 任性, 神出鬼没, 来无影去无踪, 有实力真的可以畏所欲畏。 跟老丈人打了一架, 一天的精力都用完了, 他决定回宿舍躺平一天。 走出训练室, 安琪还守在门外, 身上的擦伤已经结巴, 人来人往, 没有一个人搭理和问候他一句。 安琪很想哭, 他就不该来下国, 这里不属于他。 但, 他回不去了。 来到大厦他才知道, 他只是一个筹码, 一个套取情报的筹码。 完不成任务, 就没有回去的资格。 他知道, 家族一定和联邦做了什么交易, 用他来换取利益。 灵异是他唯一的希望, 找到下国的神, 把自己献给他, 这是他唯一的路。 灵异原本很高兴, 看到安琪, 好心情一下子就没了他, 真的好想打人, 动了杀心。 这种人, 留着就是麻烦。 而且, 仙儿他们就要回来了, 得尽快处理了, 想办法让他消失。 提示, 多浪费, 留下不好吗? 端茶倒水也行啊。 噗, 灵异一口老血喷出, 提示也来添乱。 提示, 我可没有添乱, 不知道谁第一次献人家的时候, 眼睛都直了。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友情提示, 安琪体质特殊, 对你好处多多。 再说, 日后弱大家业, 你来打理吗? 请多多收集人才。 还能这样? 不行不行, 哥可是很专情的。 如果他真心诚意硬要留下, 也不是不可以。 提示, 这就是男人。 直接人生伤害, 我也是服了。 不过, 他还真没有办法短时间处理掉安琪。 直接杀人, 恶名一旦传出, 后果不堪设想, 宅在家的他不在意。 女孩们呢? 她们日后要如何自处? 跟他一样, 不是在家躺平, 就是外出打打怪声升级吗? 要不, 跟他谈谈。 就算不做什么, 痒痒眼也是不错的。 跟上, 听到林毅的声音, 安琪满脸不可思议。 这就是大夏说的诚意吗? 他今天的诚意足够了吧? 安琪第一次留下了心酸泪水, 林毅没有直接回宿舍, 而是去了食堂, 点了一大桌的美味。 吴小植出来, 老规矩, 林毅分, 他们吃, 然后林毅也开始消灭自己的那一部分。 先吃点, 一会儿我们再谈。 嗯, 安琪声音很小, 但却十分好听。 吃饱喝足, 安琪跟着林毅回宿舍, 吸引了一大群人的目光。 都在猜测, 林毅是不是被糖衣炮弹打中了? 别人的看法, 林毅在乎吗? 当然不会在乎, 人不为几天诛地灭, 他可不想家里炸了。 师父想让他独立解决这件事, 做这一代的领头羊, 可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 如果他足够强, 往那一站, 就是大夏的定海神针。 做不做这一辈的领头人, 重要吗? 回到宿舍, 林毅王哪就是一趟, 吴小植自己出来, 在他身上爬来爬去, 嬉戏打闹。 安琪就是一个外人, 与温馨的家庭格格不入。 安琪, 登塔国查尔斯家族的三小姐, 天赋出众, 容貌更是一绝, 明远榜上的交际花, 在祖父官照下, 29岁了还留着自己的第一次, 此次奉了死命令来下国, 就是弄清下国神的情况。 没错吧? 安琪小姐, 我这个人呢, 特别讨厌麻烦。 你要是没处可去, 我这里还差一个端茶, 倒水的暖床丫头。 如果放不下骄傲, 就请离开吧。 莫了扎尔斯, 霍斯特的庇护, 你不过是一个利益交换的筹码而已。 来自大家族的你, 比我更清楚, 高阶预售师不是那么好陷的。 明天, 要么你的御兽心芒中多了我的硬解, 要么从我视野中消失。 没有管脸色冰冷的安琪, 更没有给她反驳的机会, 继续躺着, 一动不动。 从安琪的视角, 看到的是一个男人毫无防备, 四仰八叉躺着, 仿佛放下了所有防备, 就像她已经成为侍女了一样。 安琪在挣扎, 出手杀灵异, 保护她强者一定会阻拦。 可她还不想死, 更不敢保证出手的一定是神级强者。 况且, 钻石刺激的她, 还有一百多年寿命, 美好光明的未来在等着她。 一旦出手, 就什么都没有了。 夏国更不会放过她, 以灵异杀法果断的性格, 她根本没有活着的机会。 灵异已经给她下了最后通牒, 明天是她最后的时间。 可她已经没有家了, 她还记得, 昨晚上爷爷与她通讯时说的话。 就算死在夏国都不要回来, 查尔斯家族已经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了。 随后通讯就断了。 爷爷一定发生了什么? 只有搭上夏国神的线, 才能救爷爷, 才能挽救失去的一切。 嘻呼, 嘻呼, 均匀的呼吸声在宿舍内回荡, 灵异真的累了, 也确实进入梦乡。 不过, 目前战斗力最强的小青, 已经做好战斗准备。 只要安琪有丝毫异动, 她就会命丧当场, 一个刺杀夏国天才的罪名。 引导犯罪? 你没有那颗心, 别人能引导你吗? 爷爷, 我该怎么办? 安琪蹲在地上, 是那么的无助, 梨花带雨, 还要忍住不发出任何声音, 让人怜爱。 来自大家族的她, 比谁都清楚。 为了利益, 他们这些所谓的大小姐, 就是交换利益的筹码。 爷爷如果真的出事了, 查尔斯家族长老会毫不犹豫把她送人。 对方是什么人? 她根本没得选。 这么一想, 灵异这个小帅哥, 倒是不错的选择。 安琪不是拖泥带水的人, 做了选择, 就会坚定不移地去完成。 与回到灯塔, 嫁给一个未知的人相比, 她最终还是选择留下。 就算一个没有自由的侍女, 随着灵异的成长, 地位也会水涨船高, 成为别人仰望的存在。 安琪起身, 走向卫生间。 默一会儿, 安琪回到客厅, 全身的灰尘被她清洗干净。 脸上的巴掌印也不在了, 就连刮伤都好了。 一身黑色的弟兄连衣裙, 雪白修长的玉腿, 呼之欲出的双风, 和幽深不见底的沟壑, 成熟柔媚又不是高贵, 勾引着每一个男性的欲望。 重新找回自信, 脸上的微笑也回来了。 或许, 这就是女人的感性, 选择后, 即使撞得遍体鳞伤, 头破血流, 也要微笑着去面对。 走到灵异躺的沙发, 伸出鲜鲜御手给她按摩。 手感有些生疏, 以后都会好起来的。 提示, 查尔斯·霍斯特十分钟后, 即将生死, 请做好准备。 要死了, 怎么可能? 提示, 扎尔斯·霍斯特掌握扎尔斯家族的情报机构, 霍斯特反对家族把孙女作为筹码, 被查尔斯家族伏击, 严刑拷打中, 扎尔斯自断心脉, 命不久矣。 真的感谢你们啊, 扎尔斯家族, 这样这个侍女就能死心塌地跟着割, 而不是仅仅靠一个契约了。 敖青前辈, 麻烦你走一趟, 把霍斯特的尸体带回来, 记得全程使用流影石。 敖青看了一眼灵异, 还是无声无息地离开了。 扎尔斯·霍斯特因为反对用孙女做交换, 被查尔斯家族伏击, 随后严刑拷打, 下场十分凄惨。 灵异要做的, 就是让安琪一心一意留下来。 我对国外大妈不感兴趣, 但我对大波浪美女感兴趣啊。 贴身侍女又不是老婆, 不用爱一辈子。 擦嘞。 这么一想, 自己好像开始扎了爱。 要不帮她提升一下境界, 让其美丽的外表多保留一段时间。 扎尔斯·霍斯特·查尔斯家族的圣人, 在家族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这些年, 在她的庇护下, 安琪像公主一样活着, 谁都不能强迫她。 但这次, 统领亲自开口, 让安琪打入下国高层, 最好和下国的神扯上关系, 给查尔斯家族开了一系列的绿灯。 在绝对的利益面前, 一个圣人又如何, 霍斯特感到情况不妙, 给孙女打了最后一个通话。 随后, 就被家族派来的强者围攻重创, 在地牢中被严刑拷打。 以敖青的速度, 应该能在霍斯特死前感到, 要是留下什么遗言之类的就好了。 灯塔国前世家族的情报网, 想想就让人激动。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安琪在按摩的时候, 左边衣服隐隐滑落, 给人一种欲惧害营的冲动感。 不到五分钟, 敖青就回来了, 她手中提着一个全身伤痕累累, 奄奄一息的老人。 霍斯特在外面, 心脉尽断, 只剩下一口气了。 灵异突然说话, 可是把安琪吓了一跳, 爷爷怎么会在外面? 不想见她最后一面吗? 哪等她死了, 让人埋了? 安琪犹豫时, 灵异再补上一句。 这下, 她丝毫不怀疑, 冲出九号宿舍, 看到一个头发凌乱不堪, 一身伤痕的查尔斯·霍斯特。 爷爷, 安琪冲了过去, 将霍斯特抱起来。 霍斯特听到孙女的声音, 艰难地睁开眼睛。 我的安琪, 还是那么漂亮。 可惜爷爷不能再保护你了。 阿黎能救这个人吗? 提示, 霍斯特震碎全身经脉, 自断心脉, 已成死人, 圣人强大的生命力让他多活一段时间。 阿黎治疗很降, 但也不能起死回生。 阿黎, 给他治疗, 让他们多聊一会儿。 揪揪。 阿黎有些不情愿, 但主人命令, 他只能照做跟在安琪身后。 看到霍斯特连话都说不了, 阿黎的治疗一个接一个落在老人身上。 安琪, 以后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霍斯特伸手为孙女擦去泪水, 安慰道。 爷爷, 安琪不能没有您, 您走了, 我该怎么办安琪疯狂摇头? 他什么都不要, 只要爷爷活着。 灵异, 灵异一定有办法。 他想起身, 就有一股距离按在他肩膀上, 让他无法起身。 前辈心脉经脉禁断, 世界上没有人能救得了他。 阿黎的治疗, 能让他多活一会, 但我不建议你那么做。 每一分钟, 对前辈来说都是煎熬, 把该说的说了, 让他解脱吧。 说完灵异退开, 把时间留给爷孙两人。 安琪还想争取, 被霍斯特抓住。 安琪长大了, 以后好好跟着他, 爷爷相信你, 一定会幸福的。 不要哭, 也不要报仇, 好好为自己活着。 爷爷, 安琪会的, 安琪一定会幸福的。 安琪哭成一个泪人, 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霍斯特向灵异伸手, 艰难说道, 画面,还是没有逃过。 灵异伸手, 抓住霍斯特伸过来的手, 蹲在另一边。 霍斯特前辈, 您叫我有什么事吗? 灵异, 我不知道, 安琪是以什么身份留在这里。 老头子求你对他好一点, 这是我最后的请求了。 霍斯特紧紧抓住他的手, 又拉过安琪的玉手, 放到他手心。 我答应你, 只要他真心诚意留在这个家, 我会爱他一辈子。 灵异做出保证, 条件是他, 真心诚意留下。 爷爷, 爷爷, 安琪抱着查尔斯, 霍斯特, 灵异只得在院子里陪他。 自家小侍女, 不陪不行, 原本想好好休息一天的, 被这么一搞, 彻底泡汤了。 在灵异的帮助下, 霍斯特火化成骨灰, 骨灰则被安琪收起来。 灵异也不反对, 毕竟是人家唯一的情人, 况且是收在空间戒指中, 对外界根本没有影响。 一切完毕, 天已经黑了。 随便应付一下肚子, 两人纷纷入睡。 安琪原本想交出自己, 被灵异阻止了。 都是自己的了, 日子还长着呢, 莫必要在别人痛苦的时候找刺激。 第二天, 灵异照常去训练, 安琪则在家收拾。 第三天, 灵异迷糊糊醒来, 全身凉嗖嗖的, 感觉被什么凶兽盯上一样。 睁眼, 吴小芝躲在一边瑟瑟发抖, 前面六双湿润的眼睛盯着他。 汐儿, 灵儿, 汐儿, 蝶衣, 宝儿, 凯, 我回来了。 大坏蛋, 你终于舍得回来了。 馨儿扑在灵异怀中, 随后满脸羞红, 一把推开灵异跑出去了。 什么意思, 都老夫老妻了还害羞,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依依抱过, 他原本想来的早恋, 可六女不给他机会, 纷纷走了。 洗漱过后, 出来时, 客厅里六女拉着安琪, 叽叽喳喳在谈论着, 灵异完全就是一个局外人。 受伤的还是我? 这还没完? 王启明这时候, 正好把冰雪烟和半碗手续的凤仙尘带过来。 房门打开的那一瞬, 空气都安静下来。 王启明感觉气氛不对, 转身就走。 年轻人的事情, 他不想掺和灵异此刻, 只想高歌一曲。 你莫走。 馨儿, 你们听我狡辩, 解释, 我们是清白的, 什么都没有。 灵异感觉, 自己还能抢救一下。 出去。 馨儿。 出去。 蝶依。 灵异求助每一个人, 得到的答案都是出去, 仿佛要撕了他一样。 唉, 该来的还是要来的。 灵异垂头丧气走出宿舍, 随手把门带上。 小青, 你为什么不叫醒我, 被几个女人吓到, 你也太没用了。 搞不定老婆, 她还搞不定自己的灵兽, 可结果让她脆弱的心再多一道伤口。 吴小枝就像约好的一样, 全部歪着头, 根本不理她。 天交的生活, 原来是这样的。 一个人走在大街上, 仿佛她又回到了过去。 什么都是一个人。 啪。 想什么呢? 做错事情, 受到惩罚不是应当的吗? 先准备一些好吃的赔礼, 然后真诚道歉, 相信他们一定会原谅自己的。 夜晚, 灵异准备了烤全羊, 烤全猪, 烤全牛。 这要是她觉得好吃的, 全部被抓来烤了, 空间戒指中金黄一片, 都是刺刺冒油的美味。 对于吃货来说, 没有什么一顿丰盛的美食, 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就两顿, 还解决不了。 那是因为, 你准备的不够丰盛。 吃嘴短拿人手软, 吃了个自制的秘质大烧口, 还不贵服在哥的厨艺之下。 与那么多美女住一个屋檐下, 同学们又是羡慕, 又是嫉妒。 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 不会是灵异的唯一, 但几个月就带回三个, 任谁都受不了。 为保他们, 再答应无数不平等条约, 他才算过关。 雨过天晴, 过关后灵异开始摆烂享受生活。 累了那么久, 享受一下不过分吧。 后院起火的问题, 暂时得到解决, 灵异决定以后一定要自制。 至于灵异, 一点都不担心, 外人看到都是假象, 其中的乐趣除了自己谁能体会。 再说又不全是自己的错, 你们也太狠了。 咚咚咚。 就在这时, 门被敲响, 心儿赶紧把桌子上的东西收进空间戒指, 支流污鸡汤。 锤的锤背, 捏的捏尖, 还枕在一条笔质修长的玉腿上, 鸡汤也有人喂到嘴边。 真是神仙般的日子。 门打开, 进来的是校长王德发, 看到客厅里的情况, 王德发连连点头。 现在的年轻人, 真会玩。 灵异, 祖龙池一个月后开启, 由于时间紧迫, 学院准备让你们小队七人, 灵小的小队五人和大三的四个同学, 作为种子选手。 你们每个人都有一次挑战, 和十次被挑战的机会, 守住位置。 你们就能代表青龙学院进入祖龙池。 通知完, 王德发就离开了, 走到门口时想了想, 又回头叮嘱要学会节制, 不要把身体弄垮了, 以免日后遗憾终生。 都怪你。 洛西儿狠狠掐住灵异腰间软肉, 准备驱打成招。 谁知, 灵异根本就不用打, 直接认怂, 都是我的错, 让老婆们担心了。 谁是你老婆? 就是, 谁是你老婆?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玩闹过后, 所有人都投入到训练之中。 灵异离开后, 巫女都没有契约新的灵兽, 所有时间都投入到训练中。 相处中, 他们都提出一个要求, 不要再丢下他们。 每天, 他们都期待, 醒来时他已经回来了, 可都没有他的影子。 有时候, 他们梦到他受伤, 从梦中惊醒。 每天, 他只能把思练压下, 每天把自己练到站不起来。 可睡梦中, 还是他的影子。 他离开的几个月, 六女的成绩非常斐然, 每个人都得到极大的突破。 实力最强的凯, 已经是钻石二级, 轩辕一钻石一级, 甘宝伯金九级巅峰, 洛西尔伯金九级, 上官林儿伯金七级, 上官西尔伯金七级。 如此队伍, 大三学长学姐, 不是我看不起。 你们真的不够看, 队伍中最弱的两人 都能把他们全部打趴下。 至于林小的小队, 他也听说了, 龙绝颖加入了林小的队伍。 六个人各个都是黄金, 龙绝颖更是突破到薄金二级, 是强有力的队伍。 训练室内, 面对六女的围攻, 可以一边对战, 一边学习新的剑招。 图模石是第三式, 第二式的加强版, 第二式需要斩击数量叠加攻击, 第三式则不同, 讲究的是一剑斩出百倍千倍的攻击。 不仅要对自身力量绝对控制, 还要对剑法有绝对的见解。 祖龙池提前开启的消息, 风一样传遍整个蓝星, 最高兴的莫过于莫马二十岁的三年级学生。 这次祖龙池开启, 完全给是他们量身定制。 修炼了两年半, 他们自信把学弟学妹踩下去, 就二年级的个别添交能胜, 那也知识个别, 大头还在三年级。 祖龙池, 拥有神鬼莫测的能量, 从祖龙池出来的, 基本上都能上钻石。 钻石是什么? 治理能力强一点, 稳稳的二三线小城市的市长。 治理能力不行的, 也能混一个守卫大队长的位置, 可以说是一步登天。 为此, 各个天才都在极力表现自己, 前往有名额的学校。 至于为什么不去家族, 自然是不想糊口拔牙。 下国的名额, 一大半都集中在京都, 一时间各个学院的代表, 纷纷带领学生前来。 就算只有一线希望, 也是希望不是吗? 由于时间紧迫, 一对一角逐已经来不及, 青龙学院重新制定规则。 挑战赛之前, 举办一场淘汰赛。 不管你实力强弱, 年龄符合在截止日期前, 都可以报名参加。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撑到名额的十倍之数, 你就获得挑战种子选手的资格时间, 就定在1182年1月25日。 1182年1月28日, 正式进入挑战赛, 30日正式出发, 前往祖龙池。 祖龙池开启日是2月2日。 对于下国来说, 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 对于一些拥有名额的小国, 时间就非常紧。 祖龙池位于安平阳的一座孤岛上, 祖龙池出现后, 无名孤岛改名为祖龙岛。 在凶兽横行的时代, 跨国都成问题, 更不要说跨国大洋和大陆。 尤其是大海的危险, 不是一般人能安全度过的。 强国都有直达祖龙岛的传送阵, 安全又快捷。 若国则不同, 原本名额就少, 只能通过相邻强国的传送阵前往, 过程中要付出一定的名额。 名额本来就少, 被这样一剥削, 当然你要是应送咱们也不能拒绝好意不是。 对于交好的国家, 比如巴铁、高棉、夏国是一路绿灯。 只要不搞事, 搭搭顺风车也不是不可以, 至于其他和灯塔国搞联盟的。 请自行找你们灯塔爸爸去, 谁知道你们会不会搞妖娥子。 最近京都十分热闹, 有实力的学长、学姐们都回来了, 其他城市的天骄也都在老师的带领下, 纷纷进入京都。 赶来抢名额的, 谁不是天才, 谁也不服谁, 大打出手是不可能的, 但各个擂台一天到晚都爆满。 老板们可是赚得盆满钵满。 都说人多是非多, 但却没有一个人敢私下闹事。 因为闹事的不是当场领盒饭, 就是跟守卫叔叔们回去喝茶了。 我们是来抢祖龙池名额的, 可不是来饭式的。 在带队老师或长辈的约束下, 一个个都成了乖宝宝。 青龙学院拥有16个名额, 其中有12个名额的种子选手, 是一年级新生。 每天,青龙学院大门前都排着长队, 名额多,看起来还好欺负, 错过了就没有了。 聪明的人都远离青龙学院, 对这些想捡便宜的嗤之以鼻。 常年霸占榜首的青龙学院, 让12个一年级学生手类, 你们就没有想过为什么吗? 朱雀学院, 八个名额同样有两个一年级新生手类, 都不是他们的选择。 白虎和玄武才是最佳选择, 名额多还都是三年级学生。 赢了获得名额, 输了也不会有人说什么。 你说你输了, 被一个大学一年级学弟学妹打败。 这也太废了, 连一个修炼半年的新生都打不过。 外面如何, 跟灵异都没有关系, 此刻他们已经进入敖青的空间。 训练士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战斗需求, 需要一个广阔又稳定的空间。 神人八级的敖青成了最佳的选择。 敖青的个人空间内, 灵异一人独占九人, 丝毫不落下风。 五只灵兽也十分给力, 压着九女的灵兽打。 小一, 清点。 上官灵儿一击不成, 立即退去, 随后发动更加狂暴的攻击。 让我下手清点。 你们谁不是打着做我一顿的心癌的怜香惜玉? 永远都不可能。 战场只有敌人。 敌人不会因为你是女人留情。 因为你是女人, 战败的结果可能会更加残酷。 因此, 灵异根本没有丝毫留守。 九个女孩也不弱, 特别是轩辕迪一, 突破钻石后神出鬼没的, 几次都差点中招。 凤仙尘也不错, 经过这段时间熏陶, 攻击又快又狠, 又有其他人在一旁辅助。 双方你来我往, 好不热闹。 几天下来, 灵异发现, 只要他不用涂抹石室和石子拔剑术, 他们都能化解自己的攻击。 吞天兽血精, 真的是好东西, 让他们走到一条线上。 嘿嘿, 灵异不由地笑起来。 没有一个人愿意孤独的, 只是很多时候, 我们不得不选择孤独。 灵异, 他们看你的眼神, 怎么都怪怪的。 休息时间, 凤仙尘坐到灵异边上, 好奇问道。 这个问题, 你该问他们才是, 你去问仙儿他们, 他们会告诉你的。 他们不告诉我, 我才问你的, 不要小气嘛, 告诉我。 绣眉弯弯, 一脸期待。 这孩子, 真的没救了。 提示, 凤仙尘心智在成熟成长, 请细心解答他的每一个问题。 你是老大, 你说了算。 灵异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凤仙尘, 仙尘,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或者说你最想做什么? 我的梦想是什么? 凤仙尘陷入沉思, 他已经第二次听到类似的话了。 可是现在, 他还没有想明白, 自己到底为什么。 打破诅咒, 解救族人。 他的确想, 但又不完全是, 他真的好迷茫。 灵异, 我想做的事情很多, 都很重要。 可我不知道, 什么才是我的梦想。 我觉得每一件都是, 但又放不下其他的。 凤仙尘一脸正扎, 最后值得, 求助灵异。 每个人一生中有许多事情, 但真正扎根在我们心中的, 却只有一件。 你看他们, 天资过人, 风华绝代, 有着丰富多彩的未来, 而他们放弃一切。 心中的梦想, 内心的支柱让一个人无所畏惧。 你要打破身上的诅咒, 解救族人, 都是你人生中要迈过去的坎, 与你选择的路不冲突。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每一个人的心都不一样, 都有不同的支撑, 有的人心系天下苍生, 有的人只想守好自家一亩三分地。 不管宏大还是渺小, 都是一个人, 活得有血有肉的体现。 仙尘,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跟着自己的心就好了。 对啊。 仙尘, 开心就好, 管那么多做什么。 众女发现, 灵异快把凤仙尘带进沟里了, 纷纷上前帮忙。 最终的结果就是, 灵异成了路人甲, 一个没有人注意的路人甲。 唉, 又是命苦一天, 练剑练剑。 灵异进入修炼状态, 对外界的一切不闻不问。 有敖青看着, 空间内没有丝毫危险。 灵异根本不需要担忧, 跟着涂抹时事中的小人, 一次又一次地挥动手中剑。 为了更好的, 与密集中的小人契合, 灵异还特意把醉玉剑替换为黑龙剑。 另一边, 鸡女你一言我一语, 准备把被灵异带歪的凤仙尘掰正。 凤仙尘却给他们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 越劝越向灵异提出的方向发展。 他居然又得逞了。 灵异, 我什么都莫干, 都是他自己挠不当。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灵异, 凤仙尘都陷入顿悟状态。 境界突飞猛进, 一个是等级, 一个是武技, 不同的目标却有共同的目的, 变强。 问。 某一时刻, 灵异一剑会出, 外人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一剑, 灵异却欣喜若狂。 他做到了, 走出了第一步。 虽然只有两倍, 他就是做到了。 原本灵异还在怀疑, 涂魔石石第二石和第三石是不是放反了? 成功施斩后, 灵异才发现, 两者紧密联系, 先学会第二石才是正确的方法。 谁规定, 第三石不能反回来用在第二石上的? 第二石注重多次斩击集中, 第三石是一击致命。 如果第二石的每一次斩击都是第三石的一击必杀, 结果会如何? 灵异是越看越期待了。 吼。 一声大吼打断了灵异的思绪, 抬头望去, 灵异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女娲真身。 这丫头又搞什么鬼? 提示, 凤仙尘领悟人生道路, 恭喜你诡计得逞, 某人不是说不喜欢飞机场萝莉吗? 就看某人如何选择了。 傻。 我就举个例子, 并没有说什么。 小易, 仙尘这是怎么了?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看到灵异醒来, 妻女赶紧询问。 虽然相处时间不长, 她们还是很喜欢这个小妹妹的。 傻傻的, 还十分热情, 乐于助人。 没什么, 真身显化而已, 这才是凤仙尘原本的样子。 你们别想歪了, 她可不是什么凶兽, 是女娲后人, 先天灵足。 女娲? 所有人睁大眼睛, 满脸不敢相信。 新纪元到来, 大厦文化可没有断层, 之前的各种典籍都还有收藏。 因为预售师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 才没有去学那些文化课。 但不能否认他们的存在, 学霸们偶尔还是会寻找一些古籍陶冶青操的。 没想到, 传说中的东西真的存在。 仙尘来自天玄界, 同样有女娲造人的传说。 而且, 女娲族中还有女娲留下的混沌土, 具体是不是真的造人了, 就不是很清楚了。 用泥巴捏人, 林依不相信, 他更趋向于女娲补全天玄界天道, 拯救天下苍生, 这才有女娲造人的传说。 那么, 下国的造人之说又是如何来的? 难道很久很久以前, 就有人到过天玄界。 或者, 天玄界的人来过蓝星, 那个人会不会就是火魔神? 提示。 凤仙尘即将突破王者, 请提供足够的突破能量, 否则将有失败的风险。 乖乖, 这就突破王者了, 真的是一点也不给人机会啊。 前两天才突破钻石九级, 现在是王者, 让人难以置信。 比开挂的还猛, 简直不可思议。 凤仙尘体型在快速变化, 一个人守舌身的巨无霸出现在空间中, 粉丝的舌尾来回摇摆。 再往上, 咕噜, 口水的吞咽声传来, 众女才发现, 凤仙尘放大了无数倍, 原本的衣服早已不知所踪, 大片风光外泻。 不准看, 上官灵儿赶紧捂住她的眼睛, 让她陷入黑暗当中。 灵儿, 白疼你了? 看一眼都不行, 真小钱。 灵异知道, 现在不是讨论这些的时候, 掏出一大堆血精, 让众女送过去。 感受到纯净磅礴的能量, 有了能量补充, 凤仙尘体型不断变大, 似要与天比肩。 这一切都和灵异没有关系, 视野一片黑暗。 她也不屑用精神力去探查, 是自己的, 永远都是自己的。 不是, 再心动也不是。 再说了, 这么一大只, 她就算有心, 也没那个能力啊。 看不到, 灵异干脆闭上眼睛, 继续推演涂抹石势, 期望能再进一步。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七彩霞光满天。 熬青的空间, 京都的天空都不满彩霞, 一道道霞光落下, 给予人们莫大的好处。 有人突破王者了。 我们居然见证了一位王者的诞生,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队长, 我们查了所有登记的钻石九集, 没有一个突破王者, 对方很有可能是外来人或者。 京都, 一个神鹰战士急匆匆跑进办公室, 向龙屋商汇报排查的情况。 寿神会, 龙屋商第一个排除, 他们没有那么纯, 不可能是寿神会, 这个结果眼上, 他们不敢来京都, 立即把目标扩展到全市, 不管外来人还是本地人, 全部给我查一遍。 龙屋商重新下达命令。 是, 战士快速跑出去, 全市都在寻找突破王者的是谁。 而始作俑者, 此刻正满脸通红。 灵异, 居然在他突破的时候, 低头, 看到挡住视线的风景线, 凤仙尘一脸笑容。 他突破王者, 成年了, 再不是灵异所说的小萝莉飞机场。 女蛙族, 还隐藏如此逆天的能力。 突破后二次发育, 还是大发育, 飞机场直接荒芜到崇山峻岭。 这尼玛大地震都没这效果。 不过, 这一切跟陷入顿悟的灵异, 没有一丝关系。 此刻, 他眼中只有舞动常见的小人, 一朝一世都在做慢动作, 每一个动作都被拆解为无数短动作。 原本不理解的地方, 此刻一目了然。 顿悟, 可遇而不可求, 有的人一辈子都难以顿悟。 灵异, 借助凤仙尘突破的一丝霞光, 居然进入顿悟状态, 不可谓不幸运。 一次顿悟, 涂魔时势第三式灵异就进步了一大截。 五倍攻击, 看似只增加了三倍, 第二式, 重剑也能做到, 但不要忘记了, 重剑的目标是快速斩击, 叠加攻击。 灵力消耗和对身体的负荷都极大。 第三式绝剑则不一样, 一剑斩出多倍攻击, 消耗并没有增加多少, 大大延长了他的续航能力。 在没有绝对的力量之前, 续航能力的长短, 往往决定一个人的成败。 当灵异退出顿悟状态时, 耳边传来众女的讨论。 仙晨, 你是怎么做到的, 突然发育得那么好。 上官铃儿惊奇的声音入耳, 接着又传来安琪的附和。 对啊。 仙晨, 要是用这个秘诀摆摊, 一定能大赚。 我也不知道, 当时我就想, 以后该怎么办? 是回去帮助族人, 还是和你们一样, 跟着灵异。 当我决定跟着灵异闯荡的时候, 一股暖流流进身体, 醒来后就这样了。 凤仙晨低着头, 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问题是他自己, 也不知道啊。 仙晨身材变得那么好, 又要便宜灵异这个大坏蛋了。 我? 凤仙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理智告诉他, 这是不对的。 想起与灵异相处的点点滴滴, 他又忍不住付出一切。 好了, 仙晨你就不要纠结了。 你现在要加入我们阵营中来, 抵制灵异在沾花惹草。 嗯。 心儿, 不愧是正宫娘娘, 就这样, 把仙晨拉入麾下。 提示, 祖龙池名额挑战赛即将开始, 请抓紧时间。 这, 我就想听一下女人之间的悄悄话, 居然给我来这个, 一点都不人心话。 这两天, 王德发要疯了, 淘汰赛已经结束, 明天就是挑战赛了。 可他的十六位类竹, 居然有七个, 整整七个消失了。 什么天骄突破王者, 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了。 七个种子选手。 实在没办法, 王德发只能在九号宿舍守株待兔。 1182年1月27日, 太阳西斜, 必代表着最后一天时间也结束时。 九号宿舍内, 一阵空间波动, 一行十人身影出现。 看到灵异等人出现, 王德发眼睛都是湿润了, 终于回来了。 哎呦, 我的小祖宗, 你们还知道回来啊? 也不看看什么时候了。 校长, 这不是时间还没到吗? 我们可都是很准时的, 跟这些老油条呆久了, 说谎的本领都变酱了。 脸不红心不跳, 说得跟真的一样。 回来就好, 这是你们守的擂台, 明天早上八点, 你们必须站在擂台上, 否则就算弃拳。 听明白了吗? 王德发声音突然拔高, 尖锐无比, 给众人加深印象。 明白了明白了, 校长, 辛苦您了。 有事情, 你打声招呼就行, 不用亲自跑一趟的。 灵异感觉保证, 王德发对他们是真的不错, 尊师重刀, 人之常情, 他灵异也不差。 等校长离开, 灵异看向凤仙尘, 安琪和冰雪燕, 说到原本我不想解释, 看在你们都刚来的份上, 我就简单解释一下。 安琪年龄超标, 去不了祖龙池, 仙尘已经王者了, 祖龙池对他的效果不大, 至于雪燕, 以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抢不到名额。 就这样, 你们有意见吗? 雪燕一切听从少爷安排, 冰雪燕脸颊羞红, 看向灵异又害怕又期待, 我本来就去不了, 也没有资格去, 我也不想去。 三个女孩都十分懂事, 灵异也就没必要浪费口舌。 这下, 终于可以仔细观察凤仙尘了。 变身后和变身前, 就是不一样, 现在的她, 像一个熟透的蜜头。 傲人的双风, 修长笔直的洁白玉腿, 高挺的翘臀, 原本稚嫩的罗莉, 变成一个熟透高贵的女王。 最重要的一点, 这个女王还亲口承认, 她已经属于她了。 有了第一次的家庭会议经验, 灵异不会再有任何犹豫。 你说她炸? 抱歉, 有些车牌照都莫上也没有人买, 就不知道被多少人驾驶, 上了多少次高速。 炸之是无能的人给自己找的借口。 如果你有实力, 每人投怀送报, 只要很小的代价, 就能试驾。 请问, 你是上车还是不上? 总之, 今晚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花开堪折直虚折, 莫带无花空折之。 他们能有多少个青春年花浪费, 与其未来哀声叹气后悔, 还不如现在就拿下。 第二天一大早, 灵异带着六个女孩, 神清气爽地离开九号宿舍。 安琪, 凤仙辰和冰雪烟, 累了在家休息。 进入训练场, 十六个擂台呈正方形分布, 神异小对手的擂台, 十一到七号。 七人出现, 众人纷纷让开道路。 灵异是他们无数人心目中的偶像, 击杀灯塔国天礁, 连带队长老和护送的大帝都没有走出大侠。 事后, 愣是一点惩罚都没有。 这就是实力。 跳上一号擂台, 最遇见插在擂台中央, 背靠最遇见等待挑战赛的开始。 你们想好挑战谁了吗? 三年级学生肯定不行, 灵异的队伍不弱, 要不去挑战灵小小队的五人。 我看行, 我宁愿去挑战三年级学生, 也不愿意跟神异小队对上。 我听说, 他们最弱的都是黄金高阶。 不着急, 一会擂台会显示他们的修位, 我们挑最弱的打。 就不信了, 我们还打不过他们中最弱的。 行, 就这么干。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八点很快就到了。 十六个擂台上空, 投影着每个守类者的姓名和等级, 一眼望过去, 一目了然。 虚拟投影上显示的内容分别是, 灵异 钻石八级, 曼德拉斯, 凯 钻石二级, 薛元叠一, 钻石一级, 丹宝尔, 伯金九级巅峰, 洛西尔, 伯金九级, 上官林儿伯金七级, 上官西尔, 伯金七级, 林晓, 伯金二级, 王若雪, 黄金九级, 萧灵恋, 黄金八级, 韩晓晓, 黄金七级, 蓝黄, 黄金七级, 张世芬, 黄金四级, 王玉芬, 黄金三级, 慕容倩, 黄金三级, 黄浩, 黄金二级, 这阵容简直毫无人性, 是大学三年级该有的吗? 第一学院的地位, 谁能撼动? 如果不是祖龙池突然开启, 谁能知道青龙学院隐藏了那么多的天骄人物? 女的漂亮, 绝带风华, 男的英俊潇洒, 帅气逼人, 多少人都觉得自己恋爱了, 可惜, 仅仅是想想, 这些天骄不是他们能够拥有的, 看清守类者的信息, 所有人一窝蜂冲向最后几位, 三年级, 不好意思, 我们也是三年级, 不打你, 难道去打第一个擂台的一神? 别搞笑了, 钻石八级, 连手指头都不用, 就能按死他们, 上去不是找面吗? 我要报名, 冲在最前面的一个男生, 冲到黄浩的擂台下, 提交挑战, 我, 还有我, 有些聪明的, 舍弃最弱的黄浩, 向慕容倩和王玉芬提交申请, 最后几个擂台的名额满后, 一个个垂头丧气, 完了, 早知道就不来青龙学院了, 一年级学生, 全部黄金高阶以上, 完我们呢, 但没有人会同情他们,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挑战者报名结束,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挑战赛, 可前八个擂台的挑战者, 基本上都放弃了, 说是基本上, 是因为一号擂台下, 一个干瘦的青年, 双目炯炯有神, 战役十足, 就是境界低了一些, 白银九级, 不过, 以他的心性, 未来说不定真能有一番誓言, 青年上台, 对着灵异拱手道, 一神, 我叫曹秀, 来自林海市, 我知道自己, 不是你的对手, 请让我知道, 我们的差距是多少, 让我有一个追赶的目标, 未来一定有所成就, 谢谢, 青年感谢过后, 抽出腰间的唐刀, 一刀劈下, 金色刀光斩落, 灵异身体微微一侧, 完美躲过刀光, 刀光无法击中灵异, 青年就栖身而上, 要与灵异进战, 叮叮叮, 青年不管如何攻击, 灵异都能提前一步, 把醉玉剑挡在哪, 完美碾压, 一点机会都没有, 灵异虽然用重剑, 但他用的可是快剑, 重剑荡快剑使, 不是不行, 需要本身拥有足够强的力量, 因此, 别人看来很快的刀, 在灵异眼中, 就像慢动作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 灵异总能快他一步的原因, 再快点, 再快点, 打着打着, 青年口中喃喃自语, 这混蛋, 居然拿自己未招, 还到武器突破的边缘, 那么, 就帮你吧, 青年唐刀落下, 前力以尽后力, 卫生之际, 最欲剑分化出另一把长剑, 朝青年的脖子, 劈下卧槽, 一神居然杀人, 不是说不能杀人吗, 一号擂台周围气温突然下降, 人们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灵异居然真的要杀他, 曹秀很不甘心, 他还有妹妹要照顾, 就这样死了, 好不甘心, 不对, 我还有机会, 只要挡住这一剑, 裁判就会救我, 挡住, 挡住啊, 披向灵异的唐刀突然收回, 诡异的出现, 在灵异常见到达之前, 挡在脖子上, 曹秀闭上眼睛, 等待死亡的到来, 等了很久, 发现根本就没有攻击, 看台上, 人们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常见在距离曹秀脖子不到一毫米处停下, 同时曹秀的唐刀回原, 睁开眼睛, 发现灵异又回到擂台中央, 对他点点头, 他知道, 一神这是在提点他, 就是这手段真的太吓人了, 自己死定了, 妹妹又成一个人, 最后一刻, 他突破了自身极限, 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壮举, 刀法更进一步, 一神, 谢谢你, 曹秀对着灵异鞠躬, 感谢过后才离开了一台, 怎么回事, 为什么曹秀要感谢灵异, 灵异不是要杀他吗, 你们就没有发现吗, 曹秀的刀最后一刻已经挡在脖子上, 说明他的刀法突破了, 卧曹, 还能这样, 早知道我也找一神过过招了, 下辈子吧, 多好的机会, 你们不珍惜, 唉, 自揭放弃的人爱声叹气, 仿佛错过了几个亿一样, 想重新上台, 不好意思, 我灵异又不是专门给, 你们陪练的, 走都走了, 看到好处又想回来,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曹秀下台后, 十个挑战者全部淘汰, 祖龙池的名额到手, 前八的泪主, 他是最后一个下来的, 一到台下, 就有一只猴子想扑到他身上, 同样被灵异一根手指抵住, 猴子原本兴奋的脸瞬间搭了下来, 老大还是老大, 一点机会都不给, 老大, 你太变态了, 这么说话呢, 什么叫我变态的, 你才是变态, 还有啊, 下回再这样扑过来, 老子就让你跪地唱征服, 灵异一脸嫌弃教育, 猴子性子该改一改了, 正面抱上来, 你是认真的吗, 不会真的有特殊癖号吧, 一个侧身, 将猴子夹在胳膊下, 低声说道, 你小子不行啊, 一个都没有拿下, 老大, 不带这样的, 你当谁都和你一样, 献一个爱一个, 人家还是小纯洁一个, 老大, 我不知道选择谁, 猴子有些颓废, 五个女孩都很优秀, 都对他有意思, 他不敢表露心意, 选择了其中一个, 会伤到其他人的心, 这个队伍就散了, 跟灵异一样不选择, 全要, 他们根本不同意, 获得足够血精的他们, 修炼速度比史诗几天才快太多了, 有了力量, 自然就要欲望, 谁愿意跟别人分享, 尤其是托付终身的人老大, 能不能教教我, 我该怎么办, 灵异一脸期待, 时间就在两人闲聊中过去, 到最后, 灵异也没有给灵异丝毫办法, 哥们一路走好, 提建议, 他这种感情白痴, 绝对不能提任何建议, 灵异算是看出来了, 一旦灵异小做出选择, 绝对会演绎一场, 爱恨情仇相爱相杀的大戏, 他这个便宜老大, 就不掺和了, 所谓种子选手, 实力可不是吹的, 青荣学院16个种子选手, 全部获得名额, 其中, 黄浩最为凄惨, 实力最弱的他, 完全是靠家族宝物, 才走到最后, 家族, 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不是吗? 猴子, 你们的事情我帮不了, 一切只能靠你自己了, 灵异拍了拍猴子的肩膀, 拉着希儿和铃儿的御手往回走, 自从众女不在紧闭房门, 在爱的滋润下希儿他们的气质开始转变, 少女的清纯不在, 取而代之的是成熟, 高贵, 这些可都是自己的功劳, 后遗症嘛还是有的, 回头率更高了, 所过之处他身上总是有杀人的目光, 完全是吃不着萝卜虾操心, 我们一家人之间的事情, 你们也想管, 回到宿舍, 灵异准备二进宫的, 不过看到安琪他们求助的眼神, 他只能转移阵地, 太降了也是一种罪过, 因为即将前往祖龙岛, 灵异并不准备再训练, 而是带着众女去买房, 九号宿舍只有六个房间, 现在他们有九个人, 根本不够分的, 房间不够, 灵异是最高兴的, 不过他们都希望有独处的空间, 买房已经迫在眉睫, 至于灵异的一些小癖好, 偶尔开一下家庭会议, 切磋一下扑克奥义,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灵异现在在下国可是大名人, 寿楼经理直接接待, 最后灵异花了两千零食, 购买了两层的独栋别墅, 啥都不说, 就是宽敞, 至于过程十分顺利, 没有出现什么狗眼看人低之类的剧情, 这些都是小说里才有的, 现实中谁会脑残的无故得罪人, 买好别墅, 当天他们就拎包入住, 第二天醒来, 灵异春风得意, 这别墅买得值了, 原来还可以这样玩, 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的, 很快就到前往祖龙池的日子, 不过, 这可难不倒我, 自己的侍女, 说什么也要跟着, 否则如何照顾他这位少爷, 第三人, 灵异根本都不需要王德发同意, 直接把他们收进敖青的独立空间就行, 三十日早上, 下国前往祖龙岛的一百个学员, 全部集中在京都的传送门前, 默一会儿, 一个灰衣老人出现, 居然是大地七级的龙武, 我叫龙武, 是你们此次的带队长老,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 禁止内斗, 否则严惩不带,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整齐华一的回答, 龙武十分满意, 除了不能内斗, 其他的可没有限制, 团结互助, 来自全国各地的他们, 不可能相信任何人, 而且, 祖龙池无法从外部探查到, 一切都只能看学生自己的, 传送阵, 灵异已经不是第一次传送了, 那种眩晕感十分微弱, 闭眼睁眼之间, 他们已经到了祖龙岛, 祖龙岛面积一百平方公里左右, 四面环海, 爸爸, 刚刚传送到地点, 洛仙就冲向一个中年人, 洛坤, 洛仙的爸爸, 他的老丈人, 明明告诉他, 新儿第三天返回, 却不见洛坤踪影, 原来是在祖龙岛上, 洛坤还在执行任务, 拥抱过女儿, 示意她回到原来的位置, 而这一切, 正好被其他国家的代表看到, 夜晚, 灵异躺在帐篷里, 借着微弱月光, 开始阅读关于祖龙岛的一切, 祖龙岛, 听说上古时期, 是龙族为后背洗涤身体, 伐经洗水的池子, 后来, 人们发现祖龙岛后, 才被全蓝星所用, 祖龙岛使用的方法很简单, 进入祖龙岛, 放出灵兽, 借助祖龙岛的力量突破, 和淬炼几声, 不过, 过程中有一个弊端, 就是, 玉兽师亲自下去的话, 是不能穿衣, 衣服会阻挡毒素地排出, 因此, 进入祖龙池, 又是一场福利, 灵异已经迫不及待了, 第二天一大早, 骆昆带着食物来找洛心, 众人很时序地离开了帐篷, 给这对妇女留下足够的空间, 灵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提示框也没有给提示, 不过, 心儿更加热情了, 可以看出, 骆昆此次来, 妇女俩聊得绝对非常不错, 回到帐篷, 所有人都本能忽略骆昆来过这回事, 没有人会去深究, 灵异, 怎么办, 真的要进祖龙池吗? 可我不想进, 当他们知道, 进入祖龙池需要脱衣, 就不想去了, 他们有血精, 对祖龙池并没有那么大需求, 不用担心, 进入祖龙池后, 大家不要离开我身边, 由我来保护大家, 好, 当看清祖龙池蜕变的过程, 大家脸上都十分凝重, 男女共进一个池子, 还没有男女之分, 男人们的天堂, 多少狼人已经在计划, 祖龙池开启后, 一定要尝尝女人的先, 这一切, 灵异都是不管的, 这些人, 他都没有放在眼中, 敢生出不该有的想法, 结局只有一个生死盗销, 老大, 在里面吗? 帐篷外, 传来灵小的声音, 打开帐篷, 灵异看到一脸焦急的灵小, 猴子, 怎么这时候来找我, 是不是遇到麻烦了? 灵异的第一想法, 就是猴子有事, 老大, 祖龙池的情况, 我大概了解一下, 男女不分, 到时候, 嫂子们你就放心, 灵异嘴角一歪, 继续说道, 早就跟你说的, 一定要想办法, 把他们变为自己人, 你看我, 进去后, 我只要把他们保护起来就可以, 现在, 好像有些来不及了, 现在能靠的, 只有你自己, 对于灵小现在的处境, 灵异很想帮他, 但又帮不了, 五个女孩子不让灵小靠近, 自然也不会让他靠近, 让仙儿他们, 给他们护航, 抱歉, 他们也是要修炼的, 保护你们, 不是本末倒置吗, 没得到答案, 灵小垂头丧气地走了, 这一刻, 灵异又多了一条说服自己的理由, 让你不好色, 现在知道, 后果了吧, 所以啊, 面对爱情, 下手一定要快准很, 错过别人, 就结婚的年代, 不忙, 最后将一无所有, 不要问灵异是如何知道, 问就是他经历过, 未了考上好的大学, 他费寝望时学习, 未了能进入一个好的公司, 好的岗位, 努力参加各种比赛和活动, 武装自己, 进入岗位, 他才知道, 这些都是次要的, 没有一个好爹, 不会拍马屁, 啥也不是, 找对象, 二十四五的人了, 没车没房没存款, 不好意思, 我们不合适, 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 一根雪糕一碗素粉, 就开心一整天的小女孩了, 反观学渣们, 家庭美满, 说多了都是累, 总之万事下手一定要快, 你才有机会, 小翼, 你是不是又想坏事了, 上官铃儿, 双手搭他肩膀上, 背后一片柔软, 教练, 有人犯规, 他带球撞人, 哪有的事情, 我在想, 祖龙池里面是什么样的, 要如何保护你们, 祖龙池的情况很不明了, 只说不能穿衣进入, 让他们靓丽而行, 不要急于深入, 其他的一概不提, 其中隐藏着什么, 灵异不相信, 一进去就是大澡堂, 一千号人面对面泡澡, 而且说到深入, 说明里面有很大的空间, 或者很深的空间, 算了, 在这里胡思乱想, 还不如等进入时随机应变, 一千人, 灵异不担心, 不够他一个人打的, 六女联手, 拿下也不成问题, 下国有龙武压阵, 又有骆昆这等高阶圣人, 其他国家根本不敢挑衅, 但他们一个个恶毒的眼神, 灵异知道, 他们一定在谋划什么, 不过, 重要吗? 在绝对实力面前, 一切都是浮云, 他不相信这些人, 还能出动神不成, 可灵异还是太小看他们了, 灵异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 提示框出现新的内容, 提示, 请注意, 有人在下国营地, 使用特殊的引寿箱, 被人特意引到祖龙岛周围的紫金蟹群, 将在十分钟后进入营地, 请做好准备, 混蛋, 是哪个混蛋敢如此做, 简直找死, 提示, 黄浩, 基于查尔斯, 安琪的美貌已久, 亚历山大已安琪未筹码, 让其中午夜十分点香, 其并不知道三根香有什么异常, 不知道就能干, 是不是别人让你打开国门, 你一句不知道会有灭国之祸就可以做, 所有人立即离开营地, 有凶兽席营, 灵异一声怒吼, 传遍下国营地, 就连周围其他国家的营地, 都听到了所有人一联猛, 下国营地设立的地方, 可是在中心区域, 哪里来的凶兽, 学生看不到, 强者们可是看到了, 远方一群庞然大物, 正朝这边赶来, 已经快与外围的外国营地接触了, 龙武立即做出决定, 让四个圣人带领学生走, 他则留下来看情况, 洛坤, 你们几个保护好学生, 这些凶兽交给我, 好的, 前辈, 时间紧迫, 洛坤回答的同时飞到半空, 一个火球升空, 整个营地亮如白昼, 所有人向我靠拢, 洛坤发话, 没有人再敢怀疑, 纷纷向洛坤的方向靠拢, 没有人发现, 原本插在皇后帐篷内的三根箱不见了, 不到两分钟, 学生们在四个圣人的保护下, 缓缓退去, 凶兽, 凶兽, 就在这时候, 外围的小国营地, 终于遇到下国所受的凶兽, 紫禁蟹, 星际元后进化的一种特殊螃蟹, 坚硬的外壳, 一对锋利的钳子, 是所有生物的噩梦, 并且, 紫禁蟹十分凶残, 所过之处, 寸草不生, 就算在宝石状态, 也会把看到的生物撕碎, 放眼望去, 此次登陆的紫禁蟹, 至少有一千多只, 带头的紫禁蟹, 仿佛山岳般, 一对钳子散发着寒光, 大地巅峰的紫禁蟹, 这下麻烦了, 灯塔国, 你们真的很好, 那就好好享受你们的杰作吧, 因为灵异的吼声, 整个营地都醒来, 看到不可立敌的凶兽, 直接逃离, 除了一开始的几个倒霉弹外, 并没有多少人员损伤, 你说物资, 有命重要吗? 祖龙岛周围, 根本没有紫禁蟹群, 是谁把他们引过来的? 除了他们还能有谁, 希望龙武前辈能挡住吧? 你们发现没有, 此次紫禁蟹行为极为奇怪, 以往他们, 看到活物一定会追上去, 这次除了路上的, 他们根本没有里逃离的人, 的确很奇怪, 好像是有什么东西, 专门吸引他们来一样。 圣人们的谈话, 落入众人耳中, 都十分茫然。 紫禁蟹, 不是一种十分凶残的凶兽吗? 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提示, 黄浩宇女仆刚, 使用过磁性紫禁蟹特殊体验运动, 同样会吸引紫禁蟹的注意力, 就算逃了紫禁蟹, 也会追上来的。 提示, 黄浩宇亚历山大交易的全过程, 都被他用留影石偷偷记录, 东西都在他空间戒指中。 停下, 灵异的声音传出, 所有人都不明白, 更奇怪的是, 四个圣人居然听灵异的话都停下来。 灵异, 现在停下? 你想害死所有人吗? 还是说, 这些紫禁蟹跟你有关? 黄浩对灵异本来就不爽, 正好把他推到所有人对立面。 其他人听到灵异的话, 纷纷投来质疑, 就连四个圣人也都看向灵异。 他们需要一个解释龙武前辈, 麻烦你过来一下。 灵异不管他们, 这群紫禁蟹被人特意清理过, 其中没有一只雌性, 最弱的都是黄者。 带着黄浩和他侍女, 就算香的位置换了, 他们也别想好过。 听到灵异的呼唤, 龙武一下子就来到众人中。 龙武前辈, 这是灯塔国的阴谋, 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留在这里。 而配合他们的内鬼, 就是皇家的黄浩。 逃我们是要逃的, 但绝对不能带着他们两个, 否则我们都会死。 这些都是下国的天才, 绝对不能死在这里。 如果你们因为他是皇家子弟硬要带上, 我只能带着我的小队离开队伍。 灵异语气快速, 但每一个字, 他们都能清晰听到。 以灯塔国为首的守护联盟, 因为敌对下国的原因, 双方营地距离比较远。 阴谋开启前, 他们早就做好了准备, 等下国这边的营地一灭, 他们会用相同的方法, 把紫禁卸群引走。 所以, 此刻灯塔国周围的营地, 除了几个主事的来看热闹外, 都陷入睡梦之中。 下国队伍中, 所有人都看向灵异, 希望他给众人一个合理的解释。 皇家虽然不如四大家, 势力也是天花板的存在。 没有人会因为一句话就得罪。 皇后与亚历山大作交易, 在今天午夜, 在帐篷内燃烧三根箱。 这三根箱, 用雌性紫禁蟹体液浸泡过, 燃烧时和其他箱没有区别, 但会散发雌性紫禁蟹的味道。 同一时间, 灯塔国会把早就清理过, 只剩下雄性的紫禁蟹引到周围。 为了保险一点, 他们还赠送给皇后一瓶特殊的药, 让我们的皇少重振雄风。 说到这里, 灵异一阵鄙夷, 黄金急玉兽师居然还要补, 真的丢玉兽师的脸。 不过目前最危急的事情, 是把皇后踢离队伍, 逃离此地。 继续说道, 药中也掺和了雌性紫禁蟹的体验。 所以, 他们两个就像一个信号塔, 他们走到哪里紫禁蟹都知道。 皇后, 你自己说我有没有说错? 最后, 灵异看向皇后, 质问。 我, 皇后欲言又止,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皇后的反应, 大家都明白了, 灵异说的八成是真的。 今晚这么大的动静, 居然是皇后联合灯塔搞出来的。 顿时, 所有人的目光都变了。 皇后也知道, 自己无意中捅了大篓子, 这个队伍是不可能再接受他的。 目光看向龙武, 皇后立即跪地。 前辈, 昨天亚历山大找到我, 给我三根香和神油。 他说, 知识演场戏, 没有多大危险, 事成后会把扎尔斯安齐送给我, 根本没说会引来紫禁谢群。 我没有背叛国家, 我有证据, 整个过程我都录下来了。 他急了, 他真的急了。 紫禁谢群不到五分钟就会赶到这里, 离开队伍, 他只有死路一条。 什么美女, 在小命面前都不重要了, 众人一阵比喻。 这人没救了, 金虫上脑也不带这样的。 说送你美人, 你就傻傻地照做了。 前辈, 该说的我都说了, 这个就是我们交谈的全过程, 还有这个, 黄浩递给龙武一颗留影石, 还有一瓶乳胶一样的液体。 嘎嘎, 射死当场有木有, 你们四个带着他们离开, 你们两个跟我来。 龙武看向黄浩, 恨不得一巴掌呼死他, 就这脑残, 日后如何担起皇家的责任。 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 龙武提着黄浩和他的侍女冲天起, 向相反的方向离开。 大! 不要搞笑行不行, 紫禁谢群中最降的是大地巅峰, 大地近的还有七八个。 如此阵容, 根本不是现在的他们能对付的。 紫禁谢外壳坚硬无比, 加上一对锋利的钳子, 谁敢惹其锋芒。 臭小子, 什么时候让前辈出手一下? 龙武走之前, 传音给灵异。 他可是知道, 下国所谓的神可是听灵异的话的, 还是贴身保护。 然后他就发现, 灵异目光看向守护联盟的方向, 嘴角上扬。 你小子想闹, 老头子就陪你一次。 这次真的过分了, 就让你们自食其果, 知道大厦不是好欺负的。 众人逃走一段距离后停下, 看向营地的方向。 就看到, 一只只庞然大雾, 挥动的大钳子, 像推土机一样, 锁过之处, 留下一条几千米宽的康庄大道。 好厉害, 这玩意用去修路, 绝对是一绝。 咕噜。 一声吞咽声, 打破了安静的队伍, 跟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人们看到灵异双眼冒光, 盯着大地巅峰紫禁蟹的大钳子。 好大, 得挤锅盾的下。 大哥, 大地巅峰的大钳子, 咱也馋, 可那是大地巅峰啊。 不是小水溝遇到的小螃蟹。 不, 是我的, 今天我一定要吃掉这大钳子。 前辈, 一会等灯塔国营地被灭, 麻烦你帮忙解决一下这些紫禁蟹, 如此美味。 错过就可惜了。 灵异联系敖青, 表达自己的意愿。 大地级别的食材, 这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味道绝对很棒。 小子, 老子末时间陪你玩, 以后有事找素希, 除非你死了, 否则别再来烦我。 敖青的声音在灵异脑海中响起, 同时表达她的不满。 我堂堂龙王, 神人八级亡灵古龙, 居然被人当小弟使唤。 说出去, 本龙还要面子吗? 就算我是你灵兽的下属, 也不带这样折腾人的。 素希, 如果灵异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神人级别的古龙中唯一女性, 还是神人三级。 转了转了, 敖青还不知道, 有一天她会因为今天的决定后悔。 她永远不知道, 跟着主角可能会累, 活到最后一定会赚得盆满钵满。 行行, 不过以后如何进您老的空间? 灵异赶紧追问。 敖青的空间不仅广阔还很稳定, 是训练的一个好去处。 没了, 岂不是很可惜? 问。 一阵微弱的波动后, 灵异居然与敖青的个人空间有一丝的联系这次联系, 她可以随时进入空间。 OK了, 一切准备就绪。 整天使唤一个壮汉, 灵异也觉得挺别扭的。 现在来一个雌性古龙, 就算不是大美女, 也肯定不差。 提示, 敖素希生前为龙骨添娇, 最稀有龙类中的仙女龙。 被龙骨被泯灭一世耿耿于怀。 现在, 她只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死心吧。 在此之前, 你没有丝毫的机会。 要不要这样打击人, 我就想一下, 有没有真的要对她如何。 你们看, 紫禁蟹进入太阳国的营地了。 哈哈, 好酸爽。 在他们的注视下, 跑在最前面的紫禁蟹将钳子 把帐篷连人一块夹到嘴中, 惨叫声和咀嚼声传来。 所有人都打了个寒颤, 如果没有灵异的提醒, 他们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 近一千只紫禁蟹, 仅仅一瞬间太阳国营地被屠露一空。 什么圣人, 在大地巅峰的一击之下, 直接凉凉。 嘎崩脆。 灵异冷漠地看着这一切, 说她冷血也好, 无情也罢。 想让她死的人, 她一个也不会放过。 至于亚历山大河山本义夫, 有的是时间, 她还要他们把消息传回去。 紫禁蟹在太阳国营地的动静, 惊醒了守护联盟的其他国家。 看到紫禁蟹队伍的那一刻, 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反抗, 是逃走。 远处的自然可以逃, 但距离近的, 怎么可能逃得了? 全部成了紫禁蟹的宵夜。 跟着紫禁蟹的步伐, 人们发现, 紫禁蟹居然围着三根 已经燃烧了一半的三根香, 发出一道道丝鸣。 三根香的出现, 看到的人表情不一。 黄浩一脸惊恐, 这三根香她太熟悉了, 是她点燃的, 就连她不小心捏碎的一小截 都还保持原样。 接着就是恐惧, 不管如何嚣张跋扈, 她都知道一点。 不管她犯任何事, 家人都能把她捞出来, 可一旦叛国, 黄家可能会跟她一起, 烟消云散。 她害怕了。 没有黄家, 她连屁都不是, 所谓的天才背后, 是无数珍惜资源。 怎么办? 怎么办? 亚历山大看到三根燃了一半的香, 一切都想明白了。 下国的神早已出现, 将紫禁蟹引向他们的营地, 让他们自己承担后果。 好狠。 儿们在睡梦中, 成为凶兽的美餐。 现在说别人狠了, 是不是有些晚了? 这不是你们, 自己准备的视觉盛宴吗? 多么美妙的声音, 林一珍想高歌一曲, 庆祝庆祝。 她只能把心中的激动之情压下去。 过了一会儿, 临近灯塔的国家营地, 基本上破坏完, 能跑得也跑远了。 林一知道, 是素希登场的时候了。 素希姐姐, 拜托了。 隐藏在虚空中的 熬素希秀眉揍成穿字, 如果不是龙王告诉她, 林一能带她找到真相, 她才不会出现。 畜生? 居然敢逞凶? 远远的, 一个柔声细语的声音传来, 根本不像是在呵斥, 但没有人敢小瞧她。 声音落下的瞬间, 上千只紫金蟹脑壳直接炸碎, 场面一度十分血腥。 满天血雨中, 一道身穿灰色素裙的女子, 傲力虚空, 眼睛里没有一丝感情。 这就是敖素希, 完全无法把她和恐怖的古龙对应起来。 这也太美了, 柔弱中带着冰冷, 凄凉。 怪不得狗提示, 说在解除她心结以前, 没有人能摘下这朵幽蓝。 不过, 搁的机会很大。 古龙只剩下骨头架子, 幻化成人形。 想到某种恐惧的画面, 灵异感觉把这种想法从脑袋上抹杀掉。 提示, 你一天在胡思乱想着什么? 古龙虽然是巨龙死亡后所化, 也是生物的一种, 一旦化形, 除了强一点外它和普通女人没有区别。 靠靠, 怪不得会出现半兽人这种杂交物种, 原来你在这等着我呢? 不管你是什么妖魔鬼怪, 没有什么一个化形解决不了的。 你妞, 我直接666。 未及消除, 素希一挥手, 大地巅峰的紫荆蟹王吸到他手中。 只见他双手掐动法掘, 莫一会, 空中出现一团火焰。 紫荆蟹王的蟹腿被折断收起来, 蟹身则丢入火中。 没想到, 敖素希也是一个大吃货。 提示, 人家在给你炼制空间宝物, 你居然说人家是吃货, 下回能不能先确定了再说话? 这…… 这提示, 今天真和他杠上了, 不过炼制空间宝物, 莫想到敖素希还是一个炼奇师。 在火焰的淬炼下, 紫荆蟹王的尸体快手缩小, 很快凝成一个暗红色戒指。 空间戒指, 原来是这样来到。 敖素希再一次挥手, 所有紫荆蟹的尸体都被收进空间戒指之中。 眨眼间, 他就来到灵异前面, 把空间戒指递给他。 跟我来。 充满治愈的柔和之音, 灵异都快沉迷其中。 不过, 还是跟上敖素希的步伐。 敖青不干了, 很长一段时间他要靠这位姐姐撑腰呢。 下国的神居然是这样漂亮的小姑娘。 整个世界都震惊了, 就连龙武都一副陷了鬼的样子。 灵异身边有一条青龙和一条五爪金龙, 都是神级。 可莫说有这样一个漂亮的神级小姑娘。 连老头子都瞒着, 真是白疼你了。 龙武是又生气又欣慰, 三个神级, 下国真的有救了。 敌人以为做好一切准备, 可他们面对去世三倍的敌人时, 脸色一定会很精彩。 祖龙岛海边的一座山崖上, 敖素希笔直站立, 三千发丝随风飘扬, 以美飘飘, 仿佛下凡的仙女。 如果多一些笑容就好了。 苏希姐姐,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灵异最先打破平静, 万事万物都需要沟通的, 沉默往往是疏远的开始。 敖素希转身, 卡自兰大眼睛盯着灵异, 红唇微张, 王告诉我, 你可以带我找到真相。 姐姐, 我现在才钻石八截, 距离太遥远了。 灵异不想骗她, 实话实说, 灭龙骨之人不在这一届。 如果未来能走出这片天地, 我可以带你去寻找答案, 可我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走出去。 听到灵异的话, 敖素希不仅没有失望, 眼睛里的光芒更亮了。 她原本以为, 灵异会未了让她留下, 各种许诺, 可莫想到是这种回答。 对了素希姐, 听说这方世界成神了就得离开, 为什么敖青龙王都巴急了, 还在这方世界, 还有你们几个也是。 灵异的询问, 敖素希陷入回忆, 脸上满是痛苦。 我是不是问了什么不该问的? 灵异狂悍, 自己好像踩雷了, 不会被灭口吧? 还好莫多久, 素希就恢复正常, 低声细语回道, 自从龙骨被灭后, 这方世界就不再让龙族飞升了。 原来是这样, 看来所谓的上界争斗, 很严峻啊。 不过, 已经被契约的龙不在此列, 玉兽师可以带他们一起飞升。 敖素希补充说道, 就算是玉兽师带领, 到上界的日子, 恐怕也不好过, 或者根本到不了上界。 为什么要禁止龙族飞升, 就算是古龙也不行? 上面的人害怕什么? 当然是害怕, 当年发生的事情败露。 那么就是说, 当年做这些事的人还活着, 有什么事拦住他们, 不让他们到下界消除一切。 当年也只是在慌忙之中, 摸出了龙骨。 至于飞升的玉兽师, 灵异相信, 他们已经遭遇不测了。 一个刚刚飞升的人, 相信人族的大佬不会为了他出头的, 之所以还让人飞升, 只是一个假象罢了。 好复杂! 怎么感觉自己周身的漩涡越陷越深了? 原来修炼也是一件如此痛苦的事情。 两人回去时, 营地已经重新搭建起来, 守护联盟七七惨惨。 但看到灵异身后的倩影, 一个个又不敢言, 挥手歼灭了紫金蟹群的主, 他们可不敢招惹。 灵异回来, 龙武亲自出门迎接, 其身后跟着四位圣人。 五人根本不敢看敖素西, 只是一个神, 他们还没有那个勇气。 诸位前辈,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神人三级的敖素西姐姐。 姐姐, 你还真敢叫啊? 人家是神, 神啊, 懂不懂? 不过看到敖素西并不反驳, 大家也就没有说什么。 人家自己都没有意见, 我们还能说什么? 前辈, 晚辈龙武, 以后就要劳费前辈费心了。 前辈, 晚辈洛昆。 五人自我介绍后, 将敖素西迎回营地, 得到的结果是他要休息, 有事情直接和灵异说就行。 不是姐姐, 你休息归休闲, 你去我帐篷做什么? 我们一家子的事情, 您莫必要掺和了吧。 敖素西走后, 灵异被龙武带到一边, 严肃问道, 小叶, 这是怎么回事? 到这个时候, 灵异也知道无法隐藏, 直接告诉龙武, 敖心是龙皇, 所以龙骨下面的龙族 都去了敖心的龙皇空间。 莫, 就是这小家伙 灵异把敖心 从玉兽空间抓出来。 小家伙一出现, 十分不满, 这个臭主人居然打扰到他睡觉, 不肯饶恕。 龙武听到龙皇, 原本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莫想到灵异居然抓出了一个 胖嘟嘟的小肥龙。 小家伙还不满地在他身上挠着, 直到他发行凌乱才罢休。 前辈, 你别看着小家伙这样, 他的资质可是神话十三星, 前所未有的星级, 只要不陨落, 神对他来说这是时间问题。 什么? 龙武被惊到了, 这小家伙是十三星, 比天玄界已知星级还高。 怪不得整个龙族奉他为皇。 你小子, 以前不是很狗吗? 现在怎么锋芒毕露了? 灵异一听, 开始傻笑, 仿佛地得到了什么西式珍宝一般。 前辈, 能光明正大活着, 谁愿意躲在臭水沟里当老鼠? 以前我很弱小, 所以只能狗着, 现在我有师父, 有国家, 还有敖心的护道者。 现在的我可以说是全兰星最安全的人了, 再忍气吞声就不是狗, 而是怂了。 听到灵异的话, 龙武点头, 不过还是提点他不要做得太过, 有些事情不是拳头大就能解决的。 不过, 他也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灵异居然把陨龙坑下的龙族全部拐来了。 从龙武的帐篷里出来, 灵异就看到一道道崇敬的目光。 一个青年走上来, 自我介绍的同时伸手。 你好, 我是百虎学院的胡鹏, 感谢你昨晚的提醒, 要不然, 鸽着百多斤就成了紫禁蟹的巴巴了。 多得不说, 日后有用得上的说一声。 多谢学长, 到时候可别嫌我烦。 灵异同样伸手与对方握在一起。 不会, 学长能办到的绝不推迟, 做不到的就没有办法咯。 你好, 我是玄武学院的张庆海, 感谢你昨晚的提醒。 同时, 总之我张庆海扶你, 有事尽管提。 张庆海看向灯塔国园营地的地方。 经历过的众人都知道张庆海说了什么。 并不是每个学生都上来跟灵异握手, 每个学院都派一个代表上来。 默一会儿, 灵异算是跟这些学员的领头人熟络上了。 唯一让灵异意外的是, 黄浩居然走到人前对着灵异就要跪下。 吓得灵异赶紧把他扶起来。 黄浩学长, 你这是做什么? 学弟, 你承受得起这一跪。 如果不是你我昨天就死了, 黄家也因此成叛国家族, 永远都别想抬起头。 不过, 我是不会放弃的。 别以为安琪小姐跟着你就喜欢你, 我一定会追到她的。 黄浩一脸坚定, 她不是莫现过如此有气质的女人, 但那种野性的成熟美, 对她的杀伤力太大了。 灵异也莫想到, 这个二世祖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 那么, 就给你补一刀就好了。 你没有机会了。 不可能, 现在神女姐姐已经暴露, 她不可能再找你。 你的价值已经没有了黄浩很不服气。 反驳道, 安琪的目的, 她一清二楚, 就是为了下国的神才靠近灵异。 现在, 敖素希暴露, 她根本就没必要第三下四, 而且还听说她爷爷出了问题, 正是她下手的好时机。 原本不想这样, 是你逼我的。 灵异一念一动, 与空间中的三女沟通, 随后把她们带出敖亲的空间。 少爷。 三人一出现, 就站到灵异身后, 一声少爷像一把利剑插在心口, 黄浩感觉喘不过气来。 以她阅女无数的经验, 一眼就看出, 安琪已经不是女孩了。 清纯不在, 有的是少妇的成熟诱惑。 这个杀千刀的, 狠狠瞪灵异一眼, 带着自己的小女仆回去了。 你哦! 这位爷不仅天赋卓绝, 实力高超, 泡妞这一行也是不遑多让。 你看看有她身后, 九个千娇百妹的女人, 就算薛缘叠一脸上有缺, 这身材, 也不是谁都能承受得住的。 对于灵异, 所有人都只有羡慕。 极度, 实力差距太远了, 对方身后站着一位大帝一位神, 八姐都来不及, 何来得极度? 现在灵异拥有绝对的背景实力, 拥有一切的优先权。 几个女人而已, 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大家如此欢迎她, 灵异也不能就这样什么也不做, 干脆大手一挥。 各位学长学姐, 大家都没有吃过圣人级别的螃蟹吧? 你们想不想试试? 灵异的话勾起无数人的蝉虫, 他们可是记得, 昨晚上的紫金蟹都被女神收集起来, 交给灵异了。 不等众人思考, 灵异就走到营地的空地上, 把一只圣人七级的紫金蟹放出来。 紫金蟹嘴巴和内脏已经被掏空, 剩下的都是白嫩细腻的蟹肉。 白灵, 黑煞干活了。 一声令下, 白灵和黑煞飞到空中, 一道道龙溪喷在紫金蟹上。 没多久, 紫金蟹变味红色, 一股香味飘出极力远。 嗅嗅! 闻到好吃的, 众人纷纷集中过来, 就看到两条龙在烤一只紫金蟹, 看样子已经要熟透了。 龙武等人出现, 灵异就知道恐怕无法善了。 不过, 东西在我手上。 紫金蟹烤熟后, 灵异直接手起箭落, 紫金蟹的两个大钳子被灵异卸下来, 直接装进空间戒指。 龙武一愣, 随后反应过来, 也抢下最大的一条蟹腿。 四个圣人看到龙武都出手了, 他们自然不能落后, 纷纷抢了一条蟹腿。 大钳子没了, 八条蟹腿去五条。 怎么办? 当然是抢了。 不过大家都没有出手争夺, 都是很和谐的。 谁先拿到, 就是谁的。 没有蟹腿, 我咬一大盆黄, 它不香吗? 在太阳国和灯塔国陷入悲痛, 再次从国内调天才少年过来时, 下国营地, 却开启了一场盛大的紫金蟹盛宴。 亚历山大, 很想把灵异杀了, 但他一点机会都没有。 山本义夫更是猴急跳墙, 但被亚历山大拦住。 这对难兄难弟, 最近可都不好过太阳国得罪冰雪国, 一百尊者一百天才基本上把国内掏空, 现在又损失一批, 你让他如何能忍? 忍不了, 那就别忍啊。 神女姐姐欢迎你, 灯塔国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个大地巅峰, 一个圣人高阶和十个天才死在下国, 其中还有一位次神级天才, 现在又失去一批, 你让他如何不怒? 两批天才的死亡, 都和灵异有关系, 都有下国神的影子。 亚历山大很想杀了灵异, 再杀了他背后的神。 但, 一切都不可能, 都只是他在自我安慰而已。 一场盛宴, 把队伍松散的心集中到一起。 谁都没有想到, 人心就是如此简单。 灵异一个人霸占两个钳子, 并不仅仅为他自己。 进入帐篷, 灵异就看到敖素希坐着, 不知道在想什么, 不苟言笑的样子让人心疼。 素希姐, 我可是把好东西留给你了。 你看, 灵异的大钳子拿出来, 还好熬素希手快, 大钳子还没有拿出来, 就被他封锁了。 明明是在帐篷中, 大钳子却没有破坏帐篷, 就像在另一个空间一样。 素希姐, 答案可不是一时半会就有的。 找到答案之前, 我们要做的, 就是过得好一点, 不要亏待自己。 我们只有自己过得好, 才能让敌人的奸机不得逞。 说完这些, 灵异就出去了, 她可不敢再在帐篷内, 拿出大钳子。 到了外面, 吴小之围过来, 抱怨过后, 灵异开始给分, 多少没关系, 只要分到就行, 不够再继续。 灵异自己切下一大块, 把早准备好的蘸料拿出来, 一口下去, 入口即化, 满满的蛋白质, 说不出的满足。 结果就是, 她的蘸料遭殃, 吃到最后支, 剩下一点点, 真的只有一点点。 等此次祖龙池之行后, 再买一箭。 发现熬素希病没有洞口, 灵异再次进入帐篷, 将蘸满蘸料的蟹肉, 送到熬素希嘴边。 看到灵异投胃, 熬素希值得张开小嘴吃下。 灵异无意中碰到, 冰冰的, 还很温润, 与古龙这种知识骨头的生物, 根本对不上。 一口下去, 卡兹兰大眼睛散发着光芒, 好久没有吃到东西了。 蘸料还有吗? 有有, 灵异赶紧把空间戒指中的蘸料取出来。 卧槽, 不是说墨了吗? 为什么又掏出那么多? 原来骗人的, 可不一定是女人。 男人的嘴也是会骗鬼的。 苏希姐姐, 我可以蘸一点吗? 我的吃完了。 不知道何时, 上官铃溜进帐篷之中, 盯上熬素希的蘸料。 嗯, 熬素希点头。 爷, 上官铃十分开心, 在熬素希错愕的注视下, 在她额头上亲了一口。 随后, 切好的蟹肉被上官铃 蘸着蘸料小口小口吃着。 发现熬素希在看她后, 将一块送到她嘴边。 苏希姐, 你也吃啊, 可好吃了。 姐姐, 你也吃啊, 可好吃了。 熬素希眼睛有些模糊, 就像再次看到妹妹一样。 曾经, 她有一个乖巧懂事的妹妹, 每次有好吃的都是你, 一块我一块。 但, 只从哪天后, 妹妹就没了, 有醒来时, 漂亮的仙女龙变成一个骨头架子, 而妹妹已经成为地上的一堆渣土。 熬素希要寻找答案, 要报仇, 都是因为妹妹。 她居然在上官铃儿身上, 看到妹妹的影子。 上官铃儿心地善良, 看到熬素希哭了, 就一块接着一块的头胃。 直到, 没了。 上官铃儿垂头丧气, 她的一大盆泻肉就这样没了。 而熬素希眼睛变得更加明亮, 跟妹妹真的太像了。 明明是她给自己吃的, 吃完了又一脸可惜, 仿佛很后悔。 下次, 相同的场面又再次发生。 或许, 熬青龙王是对的, 这个家真的是我的希望。 林毅根本不知道, 一次紫禁泻盛宴不仅拉近了同学们的凝聚力, 更是让熬素希走出内心的第一步。 吃饱喝足, 林毅躺在地上, 再思考今天晚上该去哪里睡。 帐篷肯定不行, 每次看到优美的风景, 她都喜欢来一次运动。 现在, 熬素希入住帐篷, 帐篷对她来说就是一种煎熬。 她还没有变态到在别人面前与爱人。 总之是回不去了, 一个人搭一个帐篷也不行。 玉兽师的实力基本上都在灵兽身上, 像神异小队这样玉兽师直接上的, 完全就是一个异类。 灵兽有好几只, 而玉兽师只有一个, 因此, 很多玉兽师都不会亲自上场。 神异小队完全是因为灵异被带偏了。 明天就要进入祖龙池, 玉兽师们狂欢过后, 纷纷与自己灵兽交流感情。 灵异吗? 当然也在。 而且雨露均沾, 无小之分散在她周身打闹。 头枕在冰雪烟修长的玉腿上, 安琪正给她捶腿, 凤仙尘则取出水果头位。 虽是初春, 安平阳的小岛上还是很热的, 靠在冰雪烟这位冰卒大美人身上, 时常散发的冰雪之力, 真的太舒服了。 移动空调可不是吹的。 不用安装, 不耗电还能移动, 就问你们羡慕不羡慕。 所有人都在准备和等待的时候, 昨晚上损失天才的国家让国内补上名额。 这小子, 也太明目张胆了, 就不怕被这群混小子撕了。 一个圣人忍不住吐槽, 话语中酸溜溜的。 他们四个负责守护祖龙池传送阵, 这半年来是忙得起火。 在这里, 别说女人, 就是看到一个雌性凶兽都觉得没亲目秀。 一个年轻人居然比他们还能享受, 冰族女孩, 查尔斯家族的掌上明珠, 还有一个王者实力的漂亮女孩。 现在的年轻人, 越来越猛了。 临近中午的时候, 有一百多号人进入灯塔国营地。 有男有女,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带头的是一个壮硕的黑皮肤大叔。 这些人看到下国营地一片祥和, 眼睛中满是杀意, 仿佛要吃了他们一样。 漂亮小丑灵异, 懒得看他们一眼, 继续享受三女的服务。 灵异不理会, 不代表麻烦不上门。 这步, 灯塔国队伍中, 一只黄金狮旧朝下国营地飞来, 靠近营地却没有丝毫落下的意思。 超低空飞行, 十几米长的羽翼煽动间, 狂风呼啸, 营地一下子乱成一团, 帐篷东倒西歪。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刺神级天才, 勃进一击, 死了不知道灯塔国会不会心痛。 灵异邪恶地想道, 提示, 各国之间互相挑衅已成常态。 你如果杀人之会, 留下诟病, 建议修理一毒。 原来不能杀啊, 那就打一毒, 然后再来一次烧烤大餐, 相信小伙伴们会感谢我的。 仙臣, 想不想吃烤吃? 灵异莫名其妙问了一句话。 啊, 凤仙臣一愣, 手中葡萄皮末剥好, 就塞进灵异嘴巴, 担心灵异骂她的同时, 还是老实回答。 想, 灵异伸手指着故意停下的黄金施救, 好大的翅膀, 烤起来一定很好吃。 扎尔斯, 马德里很得意, 这只黄金施救虽然不是他最强灵兽, 但也是黄金九级巅峰, 就下国的这些渣渣。 就在他志得意满, 享受着下国天才四处逃窜反击的时候, 一道靓丽身影, 从下国营地飞上来。 扎尔斯, 马德里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看到来人一只小粉拳一拳打在黄金施救额头上。 砰! 脑花四溅, 黄金九级巅峰的黄金施救, 一点反应都没有, 直接领了盒饭。 随后脚下一空, 黄金施救尸体被人拖走了, 拖走的人就是刚刚上来的身影。 啊! 扎尔斯, 马德里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人对他出手。 灵兽死亡, 遭到反噬, 灵魂撕裂, 这种痛苦, 岂是这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能忍受的? 口吐鲜血, 从半空掉落。 黑人强者想接住, 但还没有进入下国营地, 就被下国这边的强者拦住。 萧天赐, 让开。 黑皮肤大叔怒了, 少爷要是出事, 回去他会跟着遭殃的。 想到家族的惩罚手段, 这位圣人都打了个寒战。 萧天赐丝毫不退遣, 反驳道, 丹尼斯, 年轻人挑衅我们不管, 年轻人自己会解决。 你这样冲进我们下国营地, 是不把我们下国放在眼中, 还是说, 你们已经准备开战了。 丹尼斯一听, 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尼玛, 开战, 以前都是他们用开战逼迫其他国家, 现在, 居然被人用来取笑。 耻辱, 耻辱啊。 问题是他还无法反驳, 说开战, 他们今天绝对无法离开这里。 他们已经分析出来了, 别看龙武是大地气急的强者, 真正决定这一切的是, 一个叫灵异的年轻人。 丹尼斯丝毫不怀疑, 他敢说开战, 灵异会毫不犹豫砍了他。 巴尔福斯, 灯塔国的底蕴, 死了还不是白死, 他一个圣人算个屁。 下国有了神级强者, 又有北雄国在一旁虎视眈眈。 北雄国是谁? 你敢资牙, 就跟你刚到底的彪悍民族, 现在又多一个下国。 灯塔爸爸的日子, 也不好过呀。 无奈, 丹尼斯之能按照流程, 通报后走着走着, 进入下国营地。 被萧天赐一耽搁, 马德里早把地面砸了一个大坑, 一嘴泥。 等丹尼斯完成手续, 进入下国营地, 发现一群年轻人围着黄金师就拔毛。 你没有听错, 就是拔毛, 烧的烧水拔的拔毛。 马德里少爷, 丹尼斯看到趴在坑里的马德里, 冲上去抱住了他, 掏出一颗疗伤丹要给其扶下。 一颗丹要下肚, 又缓冲了一段时间, 马德里悠悠转醒。 就在这时, 耳边传来灵异的声音。 前辈, 您来了, 您不知道灯塔国有人真的太友好了? 您看, 马德里少爷得知我们没有午饭, 特送这么大的一只野味过来。 麻烦您老帮忙照顾一下, 等考好了给他们送一点回礼, 让他们也体验一下下国几千年的饮食文化。 噗, 听到这话, 马德里气急攻心, 又喷一口鲜血, 脑袋一歪, 再次昏过去。 这一切, 灵异都看在眼中, 还对着萧天赐眨眨眼睛。 这个混小子, 不仅实力强, 气人也是一套一套的。 神特魔给你们送野味, 我是爱挑衅的, 挑衅的懂不懂。 马德里再次昏迷, 看样子是醒不了了, 丹尼斯只能把他抱到一个平坦的地方, 放平。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灵异天骄吧? 你的大名在灯塔国, 可是鼎鼎大名, 今日一线果然不同凡响。 啊, 啊呀。 丹尼斯准备找回场子, 刚转头, 身后就传来马德里的嘶吼。 回头, 就看到马德里从爬起来, 双目血红怨毒。 扎尔斯、 马德里, 刺神级天赋天才, 查尔斯家族的继承人, 十九岁就薄金一击, 受如此之辱, 简直不可饶恕。 死, 这些人都要死, 他要把这些人全部撕碎。 巴巴巴, 同时, 很有节奏感的拔毛声音传来, 这可是他最喜欢的黄金师舅, 被人杀了, 还当着他的面拔毛, 准备来吃。 简直不把查尔斯家族放在眼里。 不可原谅。 马德里已经陷入癫狂, 什么都不再顾忌, 对丹尼斯下令。 丹尼斯, 给我杀了他们。 丹尼斯狂悍, 小祖宗哀。 咱们身陷敌营, 赶出手, 咱们分分钟就凉凉了。 为了自己的小命, 丹尼斯一动不动, 这更加刺激马德里, 面孔扭曲, 蹊跷生烟。 狗就是狗。 遇到对手就不敢动了, 马德里立即给丹尼斯下了定位。 丹尼斯虽是供奉, 但背靠扎尔斯, 一般大帝他都不放眼中, 狂傲得不行。 因为下国出现了一个什么神, 就害怕成这样。 丹尼斯不动, 马德里也没有办法。 他总不能拿刀架在别人脖子上, 他还不是家族高层, 还没有直接命令供奉的权利。 等我成圣, 就是你的末日。 马德里已经想好了, 成圣之日就是丹尼斯丧命之时, 当面算计圣人, 真的是贤命长了, 谁给你的勇气。 丹尼斯把马德里的每一个举动都收入眼底。 秋后算账, 你得活到秋后才行啊。 马德里根本想不到, 平时被他呵斥的一句不吭的供奉, 对他起了杀心。 天才, 没有成长起来前, 啥也不是。 对圣人资雅, 肯定是活够了。 不过他现在, 还拿丹尼斯没有办法, 目光投向杀黄金施救的人。 很快, 他就发现那个很漂亮的女孩。 而且, 他还发现一个人, 查尔斯家族的才女, 名义上的唐姐, 他不知道寄予了多少回女人。 现在, 正在伺候一个东方人, 还一脸幸福。 才来下国几天, 他就沦陷了, 这个贱人。 马德里怒气冲冲, 准备把所有怒火都集中到安琪身上。 一个旁支, 就算有圣人庇护, 通敌可是死罪啊。 丹尼斯知道, 家族前两天发生了什么, 但并不准备提醒这个二世祖。 闹吧, 最好是惹怒那个人, 永远留在这里。 安琪, 你的贱人在做什么? 还不把这些人给我杀了? 安琪就像没有听到一样, 没有丝毫动作, 还把林一都双腿抱到怀里垂, 一对饱满上下起伏。 这些, 原本都该他享受的。 混蛋, 混蛋。 马德里暴怒, 一拳轰来, 拳风速速, 气势如虹。 谁知, 安琪转身, 同样一拳轰出。 钻石打薄金, 就像打一个小孩一样, 双拳碰撞的瞬间, 来势汹汹的拳头, 像泥捏的一样, 被烘碎。 拳石不减, 狠狠打在马德里的胸口。 噗, 来得有多快, 回去的时候就有多快, 胸腔塌陷, 口中吐出一些红色固体, 不知道是什么。 一拳把对方中创, 还费了一条手臂。 大胆。 丹尼斯大吼一声, 冲上来抱住道飞的马德里。 马德里可以死, 但他不能什么都不做, 样子一定要做足。 可当他接住马德里的时候, 整张脸都绿了。 林一对安琪竖起大拇指。 实在是高。 这丫头, 也有如此腹黑的一面。 最后一刻, 安琪收了力道, 知识把马德里中创。 丹尼斯现在有两条路走, 要么救治马德里, 等他回去找自己麻烦, 要么现在弄死他。 众目睽睽之下, 不管他如何选, 下场都不会很好。 原来伤一个, 比打死一个效果还好, 真是妙用无穷。 安琪小姐, 对同族下死守, 就不怕家族责怪吗? 丹尼斯很愤怒, 后果很严重, 圣人威压释放, 目标正是安琪。 肖天赐一路跟随, 就怕丹尼斯搞事情, 立即出手挡在安琪前面。 他也很疑惑, 查尔斯家族的掌上明珠, 为什么成了灵异侍女? 但这里是下国营地, 圣人在他面前动手, 岂不是很没有面子? 丹尼斯, 你过了, 这是在下国营地, 不是在你们灯塔国。 气势被挡住, 又打不过, 丹尼斯气急, 肖天赐, 这是我们灯塔内部的事情, 你们确定要插手我们灯塔的国室? 尼玛, 两个年轻人打架都扯到国室上, 无耻程度真的是平生警戒。 肖天赐有些犹豫, 并不是他怕了, 与这些人打交道多年, 深知弃脾性。 今天如果无法收场, 这个诟病不知道要被他们念到多少年。 肖天赐的犹豫, 安琪开始慌乱, 他也算灯塔国的叛徒吧? 下国真的把他交出去, 下场, 想到家族对敌人的手段, 郊躯颤抖, 翘脸煞白。 一双大手把他拉入一个温暖的怀抱, 一股温热气息传来。 别怕, 他们还带不走你。 嗯, 安琪柔弱无骨的身体, 靠在灵异怀里, 依靠着他不倒下。 以后, 他就是他唯一的依靠了。 丹尼斯, 你吓到我的人了。 灵异的声音很平淡, 平淡到让人害怕, 就像阐述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随后, 杀意弥漫, 道歉, 否则就不用走了。 安琪是我的女人, 别说是你们查尔斯家族先背叛, 就算他真的是被我策反, 他也是我的人。 我的人, 还轮不到, 你来说三道四。 说着说着, 灵异的手就不老实地在安琪身上游走, 气得丹尼斯只咬牙。 灵异先生, 就算你背后有神机强者, 也管不到我查尔斯家族的事情吧。 你这样是不是可以理解未对灯塔的挑衅? 挑衅? 我一直在挑衅, 有本事你来咬我呀。 灵异一副看白痴一样, 看着丹尼斯, 如此明显地挑衅你, 看不出来吗? 灵异先生, 安琪打伤嫡系子弟, 是扎尔斯家族的叛徒, 请你把人交还, 否则扎尔斯家族不介意采取一切措施。 丹尼斯杀气弥漫, 咄咄逼人。 灵异会怕吗? 一把搂过安琪的西摇转身就走, 同时一道声音传遍周围营地。 你们害死安琪的爷爷查尔斯, 霍斯特, 他无路可去, 只能留在我身边, 做一个侍女。 灵异摟着一个大美女, 手还一直不老实, 怎么看都十分猥琐, 可男同胞们眼睛都亮了, 这才是男人该干的。 丹尼斯气急, 他莫想到, 灵异一点都不按套路出牌, 不都是慢慢出牌吗? 你直接掀桌子, 是怎么回事? 我一个圣人不要面子的吗? 最终, 丹尼斯只能带着马德里, 回溜溜走了。 丹尼斯离开后, 下国营地爆出一阵欢呼, 这些都是灵异给他们带来的。 黄金施救被处理干净后, 灵异又一次向大家展示了高超的厨艺。 飘香十里, 隔壁小孩都馋哭了。 混账! 混账, 丹尼斯暴跳如雷, 真想冲进去大杀四方, 但打不过是真的绝望啊。 在众人的欢声笑语之中, 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这一晚, 灵异很老实, 不是因为熬素吸, 仅仅是因为第二天要进祖龙池。 对, 就是要进祖龙池。 一大早, 龙武就站在营地中央, 带人骑后, 严肃叮嘱, 不用我说。 你们都知道, 守护联盟要搞事情, 进入祖龙池后, 你们都会被分开, 一般不会遇到其他人。 如果遇到人, 若不敌立即退避, 如可敌, 也不要有任何手软。 不要小瞧任何人, 祖龙池没有投影, 你们死了就死了, 没有人会为你们讨回公道。 龙武说完, 带着众人朝岛上的一个山洞进入, 往下走了几千米, 到一个宽广的大厅。 众人刚到, 太阳国的前面, 一个小胡子, 小癌子走过来, 挑衅道。 哈哈。 龙武, 你们下国每次都磨磨蹭蹭地, 让百多个国家等你们。 山本一幕, 莫想到太阳国会派你来, 听说贵国献祭了一百尊尊者, 不知现在可还好。 骆鲲直接上前, 与小胡子对上。 山本一幕看了一眼灯塔爸爸, 十分嚣张, 太阳国如何与你何干? 你们下国人, 一点时间理念都没有。 难道我说错了? 山本一幕本想在说什么? 下国的队伍中, 传出一个年轻的声音。 龙老, 这些人不欢迎我们, 我们还是回去吧。 圣人掐大地就算了, 你一个小屁还掺和什么? 好。 啥? 所有人都感觉自己听错了, 龙武这位狂傲了大半辈子的龙弟, 居然同意了灵异的话。 而且, 已经准备打道回府了。 不是, 你们等等, 祖龙池还没有开呢。 这时候, 灵异的声音再次传来, 诸位前辈, 祖龙池对我们年轻一辈极为重要, 能进来是我们的机缘。 可现在, 因为某人, 我和学长学姐们全身心都不舒服, 就算进入祖龙池, 受益也不是很大。 所以, 我们先回去歇几天, 休息好了, 再开启祖龙池。 你大爷的, 你们心情不好, 我们就好了吗? 大家都知道, 下国在敲竹杠, 但不得不让他们掩杆子爬。 下国的朋友, 不知道要如何才能恢复心情。 北雄国队伍前面的老者, 向灵异问道。 前辈, 在我们大厦有这么一句话, 解铃还虚细凌人。 听到这里, 大家都明白了, 就是要他们搞山本一幕。 山本一幕感觉不对, 立即求助, 谁知灯塔爸爸就像莫看到一样。 扑哧, 不知何时, 山本一幕后面出现一个水蓝色透明人, 一记冰刀, 直接把山本一幕带走。 冰雪女妖, 北雄国境内偶尔出现的特殊凶兽, 莫想到被这位大佬契约了。 小兄弟, 现在心情可好些。 老人的声音传来, 好多了, 多谢前辈成全。 灵异立即回应, 做死的人死了, 下国众人走到中间的位置。 人到齐, 五大国带队老人走到前方石壁下, 都掏出一块古朴令牌。 五块令牌在五人的催动下, 金光绽放, 不一会儿, 石壁上出现了一个几十米宽的通道。 通道打开, 亚历山大立即大声说道, 祖龙池已经打开, 按照顺序依次进入, 等你们吸收完能量就会被传送出来。 记住, 一旦下祖龙池, 一定不能穿任何衣物, 都过去吧。 龙武一挥手, 示意下国天骄踏入通道。 灵异一马当先, 其他人立即跟上。 男女共欲, 真机动哀。 下国队伍进入后, 灯塔国, 接着就是北雄。 踏入通道, 一阵眩晕感传来, 灵异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圆盘上, 四周烟雾缭绕, 圆盘下是温泉一样的液体。 视线不到三米, 精神力还受阻。 如此距离, 让他如何大饱眼福, 灵异不由的一阵失望。 提示, 祖龙池被一个广阔的迷魂阵和错位阵, 通俗来说就是鬼打墙, 如果不破阵, 不管你如何走都不会遇到其他人, 就算闭上眼睛往前走, 冥冥之中也会改变你的方向。 我去, 还能这样, 这也太智能了吧。 这样, 他就不用担心其他人安全了。 将衣物收进空间戒指, 一个起跳, 来一个潇洒的入水。 啊, 一声惨叫响彻云霄, 灵异四肢并用, 爬回圆盘。 提示, 你大爷的, 为什么不告诉我这水那么烫? 提示, 传送阵会把进入者传送到适合的圆盘, 此处灵液蕴含的能量足够让你蜕变, 自己做死, 一猛子下去, 怪我咯。 行吧, 我自己做死。 将五小之放出来, 灵异慢慢将脚放到灵液中, 一股磅礴的能量从脚掌传来, 全身暖洋洋的, 十分舒服。 灵异十分享受, 样子十分销魂。 五小之见样, 一蹦全部没入灵液中。 五小之再次回到圆盘上, 一脸不善地盯着灵异。 我想告诉你们的, 谁让你那么激动? 灵异试图推锅, 事实证明他想多了。 五小之跟他一样, 只要怀疑就够了。 证据, 我又不是法官, 要什么证据? 结果就是, 头上变成一个鸡窝。 玩闹过后, 五小之有样学样, 将身体的一部分放在祖龙池中, 待适应后再慢慢深入。 没多久, 周围的能量浓度对灵异就没有多大好处了。 现在, 他有两个选择, 要么前进, 寻找适合的修炼地点, 要么留在原地, 继续淬炼身体。 不管前进还是留在原地, 都有灵兽无法修炼。 提示, 命运之恋将所有灵兽紧密联合成一个整体, 命运生命与能量都是一个共同体, 这样, 每个灵兽都可以修炼了, 没事情多了解了解自己的灵兽, 要不然被埋没都不知道。 命运之恋, 这不是阿黎的技能吗? 如果不是提示矿提醒, 灵异都快忘记这个技能了, 平时他根本就没有用到, 都是让阿黎充当全职奶妈, 这才忽略了其他技能。 阿黎, 使用命运之恋, 把我们所有人链接在一起。 揪揪, 阿黎头上出现一道彩色丝线, 丝线连接灵异, 随后灵异身上又分化出六条, 分别没入六只灵兽的身体。 一个技能, 将它们结成了一个整体。 我怎么感觉凉嗖嗖的? 周围能量基本上都被吸收过来, 方向赫然是小白和冰仙子。 好啊, 你们两个家伙, 想在后方吃县城, 不可能。 灵异把小白和冰仙子搬出来, 让阿黎用两条尾巴拖着。 我果然机智。 有了两个无底洞的加入, 圆盘周围的能量被吸收一空。 灵异傻眼了, 就连吴小枝都不善地盯着两个伙伴。 无奈, 灵异值得向前推进。 冰仙子是谁? 次神级的存在, 按照化简来看, 它还是一个宝宝, 完全符合祖龙池的规定。 灵异一步一步往前走, 越往前, 能量越浓郁。 灵异发现, 随着能量的增加, 流向吴小枝和小白的能量 刚好在他们的极限上, 其他的都被冰仙子吸收了。 算你有良心, 没有白疼你。 灵异走到残检前, 轻轻拍了几下说道, 我知道已经有意识了。 你也喜欢这个家吧? 问。 残检一阵抖动, 回应灵异传来一阵喜悦之情。 你看, 小伙伴们都在等你出来, 你也要加油了。 吴小枝眼睛亮晶晶, 都盯着这颗大残检, 不停点头。 问。 残检又一次震动, 回应吴小枝, 这可是把他们饿坏了。 一个御寿师心芒是相通的, 姬小枝对这个未来的小伙伴 很是好奇, 有时候还送一下血精 到残检边上, 都把他当妹妹养, 根本不知道 这才是隐藏的大佬。 有时候, 秦义就这样神奇地产生了。 作为御寿师, 割得处境很尴尬啊, 居然成为七只灵兽的交通枢纽。 走着走着, 灵异感觉越来越不对劲, 身后飘了一股臭袜子的味道。 回头, 原本清澈的灵异 不知道何时掺杂了一些黑色丝线。 提示, 祖龙池效用变幻莫测, 伐筋洗水, 提高资质, 这些都是你们体内的杂志, 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原来如此, 吓我一大跳, 还以为出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呢? 走着走着, 灵异发现小白吸收周围能量的速度越来越快。 小白加快吸收速度, 冰仙子就减缓吸收速度, 十分的有碍。 越深入, 能量越狂暴, 对身体的洗涤越恐怖。 灵异有种预感, 如果没有命运之恋, 他们现在已经暴体而亡了。 能站在这里, 完全沾了冰仙子的光。 不知道过了多久, 冰仙子传来一道意念, 他也到极限了。 好牛批的祖龙池, 次神级都能到极限, 这池子到底有多强? 见的人真的是祖龙吗? 提示, 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 你只要知道现在好处多多就行, 想那么多, 你不怕被累死。 也是哦, 这种存在根本不是他这种小虾米能理解的, 那就给我吸。 找到一处圆盘停下, 不再前进, 吴小枝就把他和圆盘围着中间一路走来, 灵异的体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肌肤如玉, 没有一丝瑕疵。 他有一种感觉, 现在能一拳打死进来前的自己, 有如此收获已经足够了。 而且时间还没有到, 那就多给我吸, 狠狠地吸。 到极限了, 那我就慢慢吸, 总有吸薄的时候。 祖龙池能量浓郁, 他们吸收一点, 周围的能量就会因为密度差, 蜂涌而至。 在灵夜中泡久了, 灵异就坐在圆盘上, 坐累了就到灵夜中。 时间悠悠过去了两天, 祖龙池的传送阵一阵空间波动, 一个沙特区域的年轻人被传送出来。 年轻人一出来, 就向长老讲述自己提升了, 一脸笑意。 长老, 我提升了两个小境界。 好好。 一位老者走上前握住青年的手, 一直说好。 提升两个小境界, 也是不晓得进步不是吗? 青年的出现, 像是打开了闸门, 陆陆续续地有人, 因为无法继续承受祖龙池的能量, 被传送出来。 原来, 祖龙池开启后, 能量会越来越浓郁, 就算你一直待在最外围, 也有被挤出去的时候。 第四天, 下国也有人出来了, 是倒数第二个国家出来的人。 至于一直没有出来的, 你看, 这不就出来了? 一个青年一不蔽体, 距离下国不到三秒, 被传送出来。 就这三秒, 保证了北雄国是最后一个, 有人被淘汰的。 不过, 领队长老很不满意, 对着青年就是一巴掌。 明眼人都看出, 如果他也穿衣服出来, 一定是下国第一。 但又能如何呢? 世界根本没有如果。 视角再转到灵异身上, 他从祖龙池深处, 缓缓往后退。 或许, 在他退到边缘的时候, 就是他离开的时候。 现在, 有要的就是全力冲击境界。 时间转眼又过去四天, 灵异已经不知道退了多远, 又没有回到最初的地点。 坚持了八天, 他终于等来了第一颗硕果, 小白醒了。 而且, 境界在快速提升。 钻石一级, 钻石二级, 很快就到钻石九级。 而且, 小白体内的能量狂涌, 继续朝更高的境界突破。 灵异以为, 阿力慧是他第一个突破王者的灵兽。 现在看来, 恐怕得是小白了。 吞噬了那么多的灵药灵财, 又吞噬了珍贵的吞天兽金河。 度过雷阀, 天赋变为时空掌握外, 等集合技能一点都没有变化。 随着时间推移,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传送出来。 各领队长老期待出来的是自己国家的, 有希望不是。 他们出来就安全了, 不希望他们出来, 因为在祖龙池中待得越久, 获得的好处越多。 祖龙池中, 灵异周围出现了两个巨大的漩涡, 疯狂吞噬着周围的能量。 灵异如何也想不到, 在小白冲击王者的第三天, 阿里也开始冲击王者。 祖龙池能量充裕, 灵异也就随他们, 何况自己身上还有神灵守护, 他不相信会有什么危险。 第十五天, 大多数年轻人都已经出来, 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史世纪的天才, 就连灵小小队的五个女生都出来了, 实力得到巨大提升突然, 天眼大开, 霞光万道, 天地间一片石色光滑, 美不胜收, 就连祖龙池外的弟弟都有霞光出现。 天将祥瑞, 有人突破王者, 还是在祖龙岛? 所有人一下子就想到灵异。 钻石八极, 只有他才有可能突破王者。 所有人都十分羡慕, 守护联盟的人脸上有的只有恐惧。 灵异, 满打满算十九岁, 打破了蓝星有史以来三十二岁突破王者的记录, 还提前了十三年, 是认真的吗? 没有人会怀疑, 灵异一开始就展现了自己的强大。 杀灵异, 他们不是没有想过, 但太难了。 灵异成就王者, 一般人根本拿不下他, 何况他还能沟通下国的神。 一旦刺杀失败, 他们谁都承担不起神的怒火。 祖龙池中, 小白突破王者, 直接达到王者三级, 却并没有睁开眼睛, 还在继续冲击王者四级。 真的太将了。 不过, 他们得后退了, 现在所在的位置, 兵仙子已经很吃力了。 阿丽, 我们往后退了。 在灵异安抚下, 小青尾巴一卷, 将小白和阿丽卷在不同位置, 缓缓地往外走。 第十五天, 已经是祖龙池开启的最后时间, 里面也只有灵异一个人。 六女十分担心, 但又没有丝毫办法, 龙武和洛坤, 以及其他三个圣人都十分着急。 下国最强天骄, 死在这里, 他们这些人, 就是下国的罪人。 哈哈。 洛坤, 你们所谓的天才, 说不定已经死在里面了。 山本义夫走出队伍, 对着洛坤又是一阵输出。 洛坤拔刀, 但被龙武拦下, 劝解, 拿小子命硬着, 不要被一下人打乱了思绪, 以灵异的聪明, 不会不管池灵的警告。 洛坤回到队伍, 大厦范围内一片安静, 没有一个人发出一道声音。 要不, 把传送门关闭得了。 亚历山大突然说了一句, 就一句话, 整个地下洞穴剑拔弩张起来, 龙武随时准备出手, 谁敢关闭通道, 谁就死。 龙武双眸扫尸一圈, 面无表情地说道, 诸位, 祖龙池开启的时间是十五天, 现在时间还有大半天, 谁若现在搞小动作, 别怪下国大军压境。 要我说, 等了那么多天了, 也不在乎这一回, 到时间再关闭不就行了。 所有人暗骂, 谁不知道, 你们两国都差点穿一条裤子了。 你当然向着下国, 但, 没有人敢反驳, 这两个庞然大物, 真要联合在一起。 就算是守护联盟, 他们也不敢执一声。 不是他们不行, 是这两个国家都不能惹。 北雄国靠近北极, 一个个长得十分壮硕, 又是暴躁猛男。 这群一天与福特加过日子的人。 你要是说干价, 他们会撸起袖子, 跟你干一场。 输赢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学到了什么。 滴答, 滴答。 表真轻轻转动, 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 牵动着每个人的心弦, 提示。 祖龙池将于十分钟后关闭, 紧抓紧时间离开。 听到提示, 灵异丝毫不慌, 十分钟可以做很多事情。 穿好衣服, 把七只灵兽收入空间, 然后被传送离开。 小翼。 灵异出现, 一直盯着传送阵的六女, 第一时间发现, 纷纷冲上去。 张开双臂, 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抱入怀中。 最后一个人出来, 此次祖龙池之行, 算是暂过一个段落。 安慰完六女, 灵异开始研究七只灵兽的情况。 宇宙之蛇。 资质, 神话。 等级, 王者四级, 四五一六, 五四五五年。 天赋, 吞噬, 时空掌握。 技能, 十股之牙, 灵蛇刺, 震动空气泡, 时空转移, 时空求龙, 时空湮灭, 九天幻影, 吞噬领域, 时空领域。 九尾灵狐。 资质, 神话。 等级, 王者二级, 二八六五, 二四五五年。 天赋, 自然清和。 技能, 治愈术, 恢复术, 力量增幅, 驱散, 圣域光辉, 神圣光环, 命运之恋, 生命领域。 泰坦蛇王。 资质, 神话。 等级, 王者一级, 1009, 五八六五年。 天赋, 钢筋铁骨。 技能, 吐刺, 剧毒沼泽。 王之守护, 大地囚龙, 大地硬, 泰坦之怒, 幻影, 大地领域。 阴阳剑龙, 武器。 资质, 神话。 等级, 钻石八级, 八四五, 八六零零年。 天赋, 一软双生, 肩不可摧。 技能, 剑光爆炸, 剑星, 阴阳剑绝, 天地一闪, 两一剑, 剑龙武, 流星坠, 开天。 青龙。 资质, 神话。 等级, 薄金九级, 九十万零八千五百六十七年。 天赋, 龙皇, 自然清和。 技能, 奥义, 被动, 天地之灵, 被动, 龙王波, 雷电冲击, 雷霆万军, 四神灵术, 龙之守护。 兵仙子, 未知, 原本他还害怕阿里和小青会卡在王者。 莫想到一次祖龙池之行, 不仅突破王者, 星级也都提升了一星。 灵异绝对是祖龙池之行的最大受益者, 没有之一。 三只灵兽突破王者, 阿里, 小青和阴阳剑龙, 直接资质提升了一星。 从现在开始, 他的所有灵兽资质都超越了蓝星的资质。 论灵兽资质, 他绝对是蓝星, 甚至是天玄界的无冕之王。 狗提示,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祖龙池能帮他们, 所以才一直隐藏着。 抱歉, 让你们担心了。 灵异真诚地道歉, 祖龙池的危险, 只有进入的人才知道, 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 刚开启时, 池内能量比较温和并且呈阶梯式, 每个人只要找到适合的位置修炼, 就会得到极大益处。 但随着时间流逝, 祖龙池内的能量越来越浓郁, 黄暴进入的人只能往外围撤退。 到了最后, 就算靠着兵仙子这个次神级, 灵异这个能量转接战都快撑不住了, 全身红透, 像一只主熟的大虾。 灵异说没事, 但他的样子可不像没事, 六女把他推到龙武前面, 请求道, 龙老, 请你帮忙看一下, 灵异这是怎么了? 龙武也是好奇, 灵异是如何坚持十五天的, 想着就伸手去摸灵异的手, 准备探查一下他的身体状况。 哎哟, 龙武就像触电一样, 本能反应地收回手。 灵异的手不仅红, 还非常烫, 像一根烧红的烙铁一样。 臭小子, 你不要命了, 居然吸收如此狂暴的能量。 龙武脸色立即变幻, 这臭小子居然吸收如此狂暴的能量。 他的灵力刚刚输入, 狂暴的能量就沿着灵力反冲过来。 如果不是他及时掐断, 被反噬也不一定, 想想就恐惧。 一个王者, 怎么可能承受得住? 灵异自然不会告诉他, 这些都是能量残余, 大头在兵仙子啊。 其他还没有离开的国家, 尤其是守护联盟, 一个个都看好戏地看着灵异。 天才又如何, 打破记录又如何, 他们可不会跟一个死人计较。 往年, 也有人强行吸收能量, 最后不是死了, 就是废了。 看来, 老天爷都不想看到下国崛起, 这样一个天骄已经是弱日余晖, 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 王者强者, 哪个国家没有, 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根本没多大威胁。 这些人都知道的事情, 龙武何尝不知道, 拉着灵异就往外走。 还是北雄国的强者提醒, 龙武才和他们一起把传送正关了。 下国的队伍急匆匆回到营地, 随便收拾一下就传送回国。 过程中, 灵异没有一丝插嘴的机会, 龙武也不听他解释。 刚出传送门, 灵异身体一清, 被龙武拎着撕裂空间走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有些同学不解, 好好的, 为什么要那么急?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祖龙池的能量是一把双刃剑, 用好了一步登天, 用不好生死盗销。 异神吸收了太多的能量, 怕是玄露。 回答之人摇头, 很惋惜地说道。 岂不是说, 又一个青年插入话题。 下国好不容易有一个绝世天才, 莫想到, 却是目光短浅之辈。 灵异可不知道, 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 自家是自家知道。 想当初他可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现在还不是成了人们仰慕的天才, 打脸灯塔国的英雄。 就算再次跌落神坛, 等冰仙子破茧而出, 他们会知道自己有多么可笑。 轩原家后山, 有一栋偏僻的小院, 一个四十来岁的妇人, 在给花铺上的花草浇水。 朴素无华的衣服, 迅美绝伦的容颜, 五官像被上帝精心雕琢一般, 高贵的气质, 与此处环境格格不入年龄病, 没有让他的魅力消散, 完美的体型, 充满熟透的味道。 妇女抬头, 平静无波的脸上, 多了一丝诧异。 空间一阵波动, 龙武提着灵异, 来到木屋的泥巴外。 龙武, 今天怎么有时间来我这脸? 充满魔力的声音传来, 灵异刹那间有些失神, 使劲掐了大腿几下, 灵异才恢复过来。 声音就如此恐怖, 年轻时得迷倒多少人, 多少人为他疯狂, 为他迷醉。 唉, 时间就像一把杀猪刀, 一刀又一刀。 红颜易老, 英雄不在。 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愁来明日忧。 珍惜眼前才是真理。 哈哈, 没想到遇到一个美妇, 居然会感叹人生。 人啊, 就是想得太多了。 学武, 这是我们下国的天才, 此次在祖龙岛, 吸收了太多的能量, 帮忙救他一救, 算老头子欠你的。 听到龙武的话, 学员学武脸上满是意外之色。 同辈人, 他深知龙武的狂傲, 今天为一个年轻人来求他。 这年轻人有什么? 他还真的很好奇。 进来吧。 两人推开木门, 走了进去, 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传来, 空气都清新了不少。 里外差距也太大了吧。 再看看花圃中的花花草草, 口水都流出来了。 这哪是什么花草, 明明都是珍惜灵药, 药镖顺走一些。 一把大手抓住灵异的脖子, 将他拖进木屋之中。 这种眼神, 他太熟悉了。 曾经, 他无数次露出这种眼神, 每次都挨一顿毒打。 现在, 他们是来求人的, 可不能把情况闹僵。 进入木屋, 里面只有很简单的木质桌椅。 两人坐下后, 学员学武靠近灵异, 开口说道。 伸手。 灵异乖伸手, 一只雪白光洁的玉手握住灵异的手, 冰凉触感传来, 随后一股能量进入灵异经脉。 过了许久, 学员学武脸色转冷, 不善地盯着龙武。 学武, 情况怎么样? 这小子会不会有事? 龙武有些猛逼, 他们两个虽然不对付, 可也没到仇恨的地步。 帮助后辈, 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你这样盯着我做什么? 龙武, 你是不是觉得老娘一天没事干, 找一个臭小子来消遣我? 他, 屁事没有。 一声咆哮, 龙武差点都站不稳, 随后感觉很没有面子。 治不了你就直说, 胆吼老子, 不要以为是女人就能好横。 龙武也丝毫不惯着, 撸起袖子就是干, 学员学武, 别以为有点实力就了不起。 要不是这小子出现问题, 老子懒得来这破地方。 破地方? 自己隐居的木屋, 是破地方。 龙武, 别以为你实力强, 就能为所欲为, 告诉你, 今天要是不给老娘一个交代, 你们就别想离开。 我就不信了, 大侠还能治不了你。 事情越闹越烈, 灵异只好硬着头皮上去劝阻, 下国两个大帝闹起来, 不是给人笑话吗龙老? 前辈, 你们都误会了, 能不能听晚辈说一句? 两人纷纷转过头, 目光灼灼, 都想看看他能说什么。 被两个大帝盯着, 灵异还是有些慌乱的, 摸着头, 一副憨憨样。 说道, 祖龙池内的能量, 越往后越狂暴。 我出来的时候, 外围都不是一般人能进的了。 到外面时, 身上还残留部分狂暴能量, 龙老担心, 我年轻不懂事, 过度吸收祖龙池能量, 这才带晚辈过来。 前辈诊之是对的, 我身体病, 没有什么问题。 这一切都是灵异的错, 你们都是下国的支柱, 可不能因为晚辈的一点小事闹起来, 让外人看笑话。 他们巴不得我们内部闹矛盾呢。 所以, 恳请两位前辈就此收手, 以免伤了和气。 灵异攻身, 等两个强者收手。 听到灵异的解释, 双方都恍然, 原来双方都没有错, 是这个小家伙自己的原因。 龙武现在回想, 的确有些着急了, 探查到灵异体内的狂暴能量后。 先入魏主, 根本没有询问, 也没有给灵异解释的机会。 自己的疏忽, 造成了这次误会, 才闹出这一幕。 龙武虽是大帝, 但也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立即抱拳说道, 学武妹子, 都是我的失误。 你看我也是为了下国的未来, 就原谅我这一次。 哼, 轩辕学武一声冷哼, 不说一句话, 拿起水壶, 准备再次浇花。 那么, 我就先离开了。 说完, 龙武直接撕裂空间消失。 不是, 带我一路啊, 不就是没告诉您, 自己没事吗? 再说了你又没问, 到这里前,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好不好? 真是的, 最起码告诉我这里是什么地方。 前辈, 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晚辈要如何才能走出去? 灵异看向薛元学武, 询问道, 不过, 让灵异意外的是, 薛元学武眼睛里居然有杀意, 围着灵异转了几圈, 封锁了周围空间, 声音更是冰寒说道, 你不是薛元家的人, 这人, 怎么说变就变, 还要杀了自己? 就算问问题, 也不是这么问的。 自己做什么了吗? 我就问个路, 难道我灵异问路也犯法? 杀意? 谁给他的胆子, 因为姓薛元? 这个古代皇族的姓氏, 在灵异心中的平分, 又低了不少。 这种大帝先祖, 生出薛元破天这种二愣子, 就没有什么稀奇了。 尼玛的, 这什么逻辑, 不是薛元家的, 就要抹杀掉吗? 得有实力才行啊。 老子不是薛元家的人, 不是很明显吗? 灵异暗暗警惕, 随时让敖素希出手。 对于敌人, 灵异从不心辞手软, 薛元家的人了不起吗? 不说出一二三, 让他羡慕到明天的太阳。 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 灵异周身杀意狂勇, 他是真的动了杀心, 任谁莫名其妙被针对, 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薛元学武一脸错愕, 接着就是愤怒, 他居然被一个小屁孩给威胁了。 剑板弩张之际, 龙武回来了, 看到准备开干的两人, 也不管什么礼貌问题, 直接打破封锁, 挡在灵异身前。 你个疯婆子, 还想对大夏添娇动手不成, 在这里待几年, 你脑子坏掉了。 龙武怒发冲关。 下国目前什么情况? 你一个大帝, 没有点B数吗? 大帝杀天才, 薛元学武, 怕是第一人了。 龙武护着灵异, 薛元学武更加疯狂, 凝聚成实质的杀意, 丝毫不隐藏。 龙武, 这个人侮辱我薛元家女子。 你要护着, 别怪老娘不念旧情, 这里可是薛元家。 龙武一听, 狐疑地看着灵异, 这小子, 不会真的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吧? 灵异双目, 死死盯着薛元学武, 就看个病而已, 各种找茬, 连侮辱你薛元家女人的借口都出来了。 灵异怀疑, 这女人是不是奸性? 薛元叠一是她的女人没错, 但那都是自愿的, 可不存在什么侮辱一说。 前辈, 您相信她? 灵异声音中没有丝毫感情。 龙武为难了, 她根本不知道该相信谁。 她相信灵异的人品, 肯定不会做出辱人妻女的事情。 同样的, 她也相信薛元学武, 认识那么多年, 她就没说谎过。 揉着眉心, 自从认识灵异, 她的日子就没有好过, 比当年的下眼还能折腾。 两人都不可能骗她, 那么有没有可能, 他们中间有什么误会? 刚刚她和薛元学武, 不就因为有误会, 差点打起来? 等等, 你们两个都先等等, 我们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 灵异, 如果你真的, 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 老夫第一个不放过你。 只要你没有做过, 老夫保你无事, 就算这里是龙坛虎穴, 老夫也带你闯一闯。 多谢前辈。 灵异感谢龙武, 在这种时候还挺她, 然后把一起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龙武听完, 看薛元学武的眼神都不对了,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龙武, 我的存在整个薛元家都知道, 没有我的允许, 任何人不得进入此地。 她身上有我薛元家女子的气息, 又什么都不知道。 难道不是暗中做过? 龙武一拍额头, 一切都弄明白了。 灵异身边有九个女孩, 各个千娇百妹, 薛元蝶脸上虽然有缺。 随着修位增加, 以薛元蝶一的身材, 也不是不能接受的范围。 而薛元蝶一又被家族除名, 灵异才不知道这里的情况。 哈哈, 学武啊, 你可是吓我一跳, 我还真以为这臭小子, 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 你这样一说啊, 我就知道, 是这么回事。 来来, 我跟你说, 情况是这样的。 龙武给薛元学武, 讲述薛元蝶一的事情, 灵异则站在一边, 等待灵异也是纳闷了, 自己与薛元蝶一, 最近一次在半个月前。 听完龙武的讲述, 薛元学武, 全身气得发抖, 一对高耸上下起伏。 又是家族争斗。 没错, 就是家族争斗。 薛元蝶一, 作为家族子弟, 不管你资质如何, 都有一次契约灵兽的机会。 如此规定, 就是害怕失去次神级, 这种无法检测到, 又实实在在逆天的天赋。 可薛元家的人这么做的, 其父母失踪后, 过得比下人还艰难, 一个端茶到水的侍女, 都可以随意欺负。 扫地出门。 薛元家会差一个小姑娘的一口饭吗? 过了一会儿, 薛元学武才平复心情, 看向灵异。 你叫灵异是吧? 抱歉, 刚刚错怪你了。 还有就是谢谢你, 救了蝶一的性命。 不用客气, 蝶一是我的人, 救他是应该的。 而且他现在过得很好, 您就不用担心了。 龙武偷偷给灵异点个赞。 这小子, 平时看起来呆呆傻傻的, 遇到正事时总能抓住重点。 薛元学武, 真的是给薛元蝶一打抱不平吗? 可能有这种原因, 最大的可能是因为, 薛元蝶一是次神级天赋。 次神级天赋, 一旦成长起来, 可保薛元家百年不衰。 灵异直接告诉薛元学武, 薛元蝶一过得很好, 就是告诉他别打歪主意。 这我就放心了。 哪天, 你带他来, 我给他看看脸上的伤。 多谢前辈, 等这段时间忙过了, 我定带他来看往前辈。 灵异回答得很干脆, 态度诚恳, 但怎么听都是在敷衍。 想让薛元蝶一回归, 给他自愿。 但, 可能吗? 一个人从小无依无靠, 饱受欺凌, 更是差点饿死。 一句族人的错, 然后惩罚一下, 就能赢回天才。 如果他是这样的人, 灵异也不会挽留分侯。 当然, 如果他父母哪天回归了, 回去献献父母, 还是没有问题的。 前辈, 晚辈得离开了, 要不然, 丫头他们会很担心的。 龙老, 麻烦你送我一下。 言多必失, 误会解开, 灵异立即请辞。 活了几百年的人, 经验可不是他能应付的。 现在离开, 才是王道。 好心办坏事, 龙武无奈贪守, 早知道就不带灵异来了。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以薛元叠一的天赋, 薛元家一定会想办法赢回。 现在有了这位大帝作主, 反对之人根本没有办法。 希望, 这小子能顶得住压力吧。 灵异要走, 龙武只能送他一城, 把他送到青龙学院。 臭小子, 怪老头子吗? 灵异很诧异, 龙武居然会问这个问题。 想到龙武的为人也就了然了, 认真回答, 龙老, 蝶一天赋斩露, 不管薛元学武知不知道, 薛元家都会想办法让蝶一回归。 这是避免不了的, 只是早点晚点罢了。 说起来, 我还要感谢你。 哦, 龙武眼中散发一道金光, 给你找麻烦了, 还感谢我。 灵异继续说道, 蝶一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父母走之前得罪了人。 敢剥夺一个嫡系子女契约灵兽的权利, 对方的地位一定不低。 万一对方苟急跳墙, 是要枪叠一死, 不知道还会是什么阴招。 龙武点头, 面带微笑, 对灵异是越来越满意。 这回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英了。 有薛元学武插手, 那些人, 动歪主意之前, 先得掂量掂量。 告别龙武, 灵异很快回到别墅。 九女在大厅内唧唧喳喳地聊着, 每个人脸上都充满担忧。 发现灵异回来后, 都围过来。 少爷, 发生了什么事? 安琪轻声询问, 也没什么, 情况是这样的。 灵异把前因后果大概说了一遍, 得知是龙武过于担心灵异, 才如此匆忙, 又确定灵异末世后, 都松了口气。 好不容易过几天好日子, 他们可不想再提心吊胆。 都放心好了, 你们男人可是开挂的, 一般人拿我没有办法。 切, 悬开挂, 你当是在玩游戏吗? 要不是有素希姐姐, 某人会如此轻松。 上官链立即拆台, 根本不带犹豫的。 好你个丫头, 看我今天不好好收拾你。 没有了姐姐, 你会知道什么叫战神降临, 统统给我唱征服。 灵异轻悦的目光, 吓得她缩到姐姐背后, 还不忘对着灵异做鬼脸。 这份无忧无虑, 也是她该守护的。 灵异不在这段时间, 凯的厨艺可是有大进步。 现在, 根本不需要她做饭了, 在客厅一边享受美人的服务, 一边等待晚饭的到来。 一顿丰盛的晚餐, 很快就做好。 敖素希也出来吃了一些, 脸上浮出了笑容。 这, 灵异开始还纳闷, 敖素希的心结, 什么时候打开了一点点。 直到被上官铃儿拖进房间, 灵异才知道, 都是这古灵精怪, 活泼好动丫头的功劳。 不过, 你这样我很为难的, 能不能换个房间睡啊? 上官铃儿走后, 所有人都看向灵异。 半个多月了, 不知道谁今晚会荣幸成为灵异的嘉宾。 灵异想说, 小孩子才选择, 我全都要。 不过, 在开家庭会议之前, 有件事还是得先说说。 蝶一, 今天我们去了薛元学武前辈的木屋, 他知道, 你的存在, 或许不久后, 薛元家就会来请你回去。 我不回去, 薛元蝶一大声反驳, 眼睛里有链在打转。 灵异没有想到, 他会有那么大的反应, 将他拉入怀中, 紧紧抱住。 过了一会儿, 灵异才继续说道, 你是我的战士, 只要你不愿意, 谁也抢不走。 放心, 一个薛元家而已, 我们还不怕他们。 说着手不老实地攀上高峰, 薛元蝶一软软靠在他怀里。 开过家庭集体会议的他们, 何尝不知道, 灵异这是准备再开一次, 每个人都坐在原来的位置, 有坚持, 更多的是期待。 嗯, 薛元蝶一忍不住发出声音, 头完全埋在灵异怀里。 就在这时, 灵异说出了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你们都知道, 我很贪心, 如果有一天, 你们无法接受了, 希望你们无声无息地消失, 让我们彼此, 都多一份念想。 都说女人需要哄, 她们要的, 不是你哄的甜言蜜语, 是安全感。 一个简简单单的沉默, 灵异享受了前所未有的幸福。 原来被动, 也别有一番风味。 客厅内的动静, 已为人负, 灵异一听就知道客厅的情况。 这是故意弃自己, 要不, 下回就不带苏熙姐姐。 哼, 才不要, 谁让她的眼神那么吓人。 上官灵异很纠结, 来回走动, 把文经坐着的敖苏熙都晃晕了。 灵异, 你去吧, 才不要。 反驳, 是她最后的倔强了, 把埋在敖苏熙的高耸之间, 内心不停咒骂。 一夜无眠, 东方泛起雨堵白, 把最后一个女孩送回房间, 躺下沉沉入睡。 上官灵儿起床, 洗漱过后, 开始清理客厅, 小脸红彤彤的, 口中不知道在嘀咕什么。 另一边, 轩缘家一位长老, 带着两个年轻人, 向灵异所在的别墅走来。 大地开口, 他们只有服从。 但, 出多少例, 还不是他们说了算。 长老, 真的要迎回轩缘谍一吗? 青年有些担忧询问。 轩缘谍一, 面貌争鸣, 又得罪了一位长老。 欺负他, 得到长老的好感, 何乐而不畏。 谁能想到, 曾经的兽气包摇身一变, 成为他们仰望的存在。 回到家族, 背后有大地撑腰, 报复他们, 不要太轻松。 但, 只要他不回去, 敢出手, 就是对轩缘家的不敬。 到时候, 长老们出面, 他能跳到什么时候? 此次带队的是轩缘海, 轩缘家一个比较正直的长老。 作为女帝开口, 组长让他今天来, 还指定两个二世组跟着。 他知道, 今天之事走个过场, 轩缘迭一是不可能回去的。 这里面, 牵扯的蛋糕太大了。 轩缘破天, 作为组长的孙子, 一直被寄予厚望, 享受最好的资源待遇。 轩缘迭一回去, 这些资源的大部分就会流向他。 唉, 砰砰砰, 迷迷糊糊间, 林毅听到大门, 被人狠狠拍击。 砰, 一声爆响, 大铁门哐当一声倒在地上。 垃圾就是垃圾, 我都没用力就坏了。 青年骂骂咧咧。 青年敲门到铁门倒下不到半分钟, 铁门上的凹痕可以看出, 青年用力有多大, 钢板都变形了。 立! 凤鸣之声起, 一只火凤从别墅内飞出, 一道炙热火焰烧向三人。 经过祖龙池洗礼, 上官林儿已经突破到钻石一击, 火凤的攻击岂是两个渣渣能抵挡的。 两人脸色惊恐, 关键时刻, 轩缘海拉了两人一把, 否则直接便为焦炭火凤一击不中, 嘴里吐出一道火焰射线, 目标直指三人。 轩缘海不敢再保留, 两个二世祖如果死了, 他这个长老可承担不起。 一拳轰出, 火焰射线被轰碎, 拳头不剪, 继续朝火凤轰去。 小火! 林儿十分焦急, 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面是他们的家, 小火躲开, 家没了, 不躲有生命危险。 就在这时, 一只御手伸出, 把拳印捏碎。 素希姐! 林儿喜极而泣, 素希姐出手, 没事了。 看清来人, 三人亡魂皆冒。 神! 下国的神, 居然和他们住在一起。 完了, 就算死了, 也是白死。 敢欺负妹妹, 该死。 就在敖素希准备杀人时, 二楼传来林依的声音, 素希姐, 把他们困在原地即可。 林儿你给护卫队打个电话, 让他们来处理。 敖素希很不快, 但林依开口, 她也只能照做。 默一会儿, 护卫队的人来了, 将两人带走, 林儿也跟他们去做笔录。 敖素希不放心, 也偷偷跟上。 宣元家的心思, 林依心中跟明镜一样, 多少人根本不希望宣元叠一回去。 这次杀人, 宣元家一定会以各种理由攻击和绑架他们。 那么, 我就让官方来处理。 不公平。 这个世界有公平吗? 幸福小区可是京都的高档小区, 别墅门被人暴力拆了。 这都能保, 林依不介意, 也让宣元家的大门感受一下, 什么叫暴力? 相信很多人愿意看到, 宣元家的大门被人拆了。 然后呢? 打架他不怕, 赶完全力他就先桌子。 身后站着一个神, 就是如此任性。 中午时, 林儿回来了, 眼睛红红的, 一问才知道。 护卫队把四人移交西城区执法司, 在执法司内, 宣元家三人, 好吃好喝供着。 倒是林儿, 被问了一早上, 仿佛他才是犯事的那一个。 最后, 居然以520号别墅大门年久失修, 导致此次事故, 勒令他们立即更换, 以免伤到行人。 听完, 林儿一点反应都没有, 敖素西差点被气死。 林儿, 把执法司勒令和护卫队的鉴定给我。 拿到两个文件, 林儿看向敖素西。 素西姐姐, 我回来前, 帮我照顾一下丫头他们, 还有不准任何人靠近520号别墅, 敢强行靠近呢。 杀。 林儿没有想到, 执法司会如此明目张胆,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 做出这等荒唐之事, 这一次, 他要靠自己的势力去讨回公道。 林儿, 跟我去拆门。 拆门, 都倒了不休, 难道要拆掉? 敖素西一听, 顿时明白林儿的打算, 大家族最看重脸面。 如果家族大门被人拆了, 想想就激动。 老祖, 老祖, 大事不好啦。 一个龙家护卫, 急匆匆地跑到龙武面前报告。 宣言家把林儿大门拆了, 现在林儿带着上官林儿, 开车去宣言家了。 龙武一听, 顿时来了兴趣, 让护卫继续说下去, 听完护卫讲述, 龙武脸上古井无波, 但内心已经杀意翻涌。 龙家和宣言家本事试交, 自从宣言斩上位, 两家关系就渐渐淡了。 今天, 他也想看看, 宣言家是不是真的堕落了。 宣言家族地大门, 一个高达数十米的白玉石门助力, 石门上雕龙画缝, 石门气派, 石门上方中央, 雕刻着两个古朴的繁体字, 宣言。 门下站着两个守卫, 每个都有王者高阶。 不愧是宣言家的大门, 就是气派, 这弹门, 说什么也有近千年历史了。 古董啊。 可惜, 可惜。 门卫看到两人靠近, 立即迎上来, 龙京问道, 两位, 这里是宣言家, 不知道两位是找谁, 有预约吗? 门卫一愣, 看两个人只有二十来岁, 应该受什么刺激了, 就准备劝倒一番。 然后, 他们就看到, 灵异一拳朝石门轰去。 宣言海十分气愤, 人怎么能无耻到这种程度, 今天发生的一切, 就是他一生的雨点。 作为长老, 又不能偏向上官林儿。 这一早上, 对他来说就是煎熬。 宣言熙和宣言勇回到宣言家, 直奔组长家, 把好消息告诉宣言展。 组长, 你莫看到, 那个小姑娘哭嘻嘻的样子, 大快人心。 两个人正在给宣言展叙述自己的分工伪迹。 轰隆隆。 足地大门方向传来一阵巨响, 接着一个狂傲的声音传来。 哈哈, 我灵异的铁门不接舍, 莫想到堂堂宣言家的大门, 居然如此不堪一击, 就这样华为鸡粉, 又一个豆腐渣工程。 声音传遍整个宣言家足地, 每个人都听到了, 确定了巨响的来源。 宣言家的大门, 被人拆了。 这还了得, 一个个冲天起, 很快灵异两人, 就被人群团团包围。 先祖留下的花岗岩石门, 此刻已经粉碎, 东一块西一块的。 花岗岩之是一种普通石头, 就算有强者遗留到运和阵法。 在灵异堪比尊者的一拳, 照样给他干碎, 现在就算想拼都拼不起来。 家族大门被人拆了, 简直是奇耻大辱, 他们就想联手把两人拿下。 哄, 一个剑朔中年出现, 恐怖的气场将薰原家众人击退。 敖青瞪了灵异一眼, 并没有说什么。 人群中, 一个华福中年走出来, 对着灵异呵斥道, 灵异, 你毁足大门, 是在挑衅我宣元一族吗? 灵异当然在挑衅, 但不能说, 他知识以奇人之道, 还是奇人之身。 宣元斩, 你别在这里说这些有的没的, 你们砸了我的门, 说是我家的门不够结实, 让我务必今天改掉。 灵异冷笑一声, 接着说, 可我不知道什么标准门才够结实, 宣元家号称顶氏大族, 大门一定很结实, 所以我来看看, 借鉴一下。 现在看来, 不过如此。 我家铁门还能挡住六七拳, 这破石门连我一拳都挡不住灵异摇头, 一脸比一。 接着还嘲讽, 还请组长误怪, 晚辈也不知道这门会如此垃圾。 铁门上的七个拳印还在, 是被人暴力拆掉的。 520号别墅的铁门, 刚刚他在听喜讯, 觉得无比高兴。 自家大门被拆, 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这可是先祖留下的东西。 就这样没了。 拿下灵异, 他还不敢, 下国谁不知道灵异有强者保护。 还有这个壮汉, 至少都是大地巅峰, 惹不起惹不起。 轩缘斩之德, 拿出通讯器让护卫队来领人。 护卫队一来, 发现是上官铃, 再看看轩缘家大门。 哪里还不明白, 这是报复来了。 很快, 轩缘家一众人和灵异三人, 被移交给西城执法司。 执法司一看, 都是轩缘家的大人物, 哪里敢怠慢, 过来,对着上官铃就准备训斥。 啪。 一巴掌, 执法司的青年脑袋嗡嗡的。 灵异没有丝毫留守, 青年蹊跷流血, 受了极重的伤, 但却不会立即致命。 西城执法司司长马战兵, 听说轩缘家的大人物来了, 放下已经洗白白的下属, 急匆匆穿好衣服下楼, 正好看到灵异打人的一幕。 警卫, 都是干什么吃的, 还不把人给我抓起来。 马战兵大吼一声, 周围警卫纷纷拿起武器。 嗡。 剑银声爆发, 罪欲剑插在地上, 王者威压弥漫。 灵异的声音悠悠传来, 各位大哥, 你们都认识他吧? 今天早上, 有人把我家大门拆了, 马战兵长不仅没有审判罪魁祸首, 还把灵异当犯人一样, 审了一早上。 最后呢? 他的处罚结果, 是我家一个月前刚安装的金刚铁门, 质量有问题, 勒令我今天之内修好, 以免伤到路人和影响幸福小区的容貌。 说到这里, 灵异嘴角上扬, 继续说, 我一个年轻人, 哪里知道什么样的合格, 所以就去薛原家试了一下, 也不合格啊。 一拳下去, 啥都不剩下。 警卫一听, 知道麻烦了。 拆了薛原家大门, 现在不仅活蹦弯跳, 还把执法司的人打了。 双方他们都得罪不起。 哎哟, 我的肚子, 你们先顶着, 我去去救回。 我的妈, 我也忍不住了。 卧槽, 是不是中午的饭有问题? 我也忍不住了, 兄弟们坚持一下, 我去去救来。 众人一听, 中午饭有问题, 怎么不知道, 这是队长给他们找好借口, 纷纷方便去了。 警卫全部跑光, 马战兵非常没有面子, 尊者的气势一下子展现, 就像灵异压过来。 啪, 巴掌声响起, 又一个人360度旋转, 在空中时还带出几颗牙。 马战兵站稳, 才发现是壮硕的中年初的手。 自从坐这个位置以来, 受过这种侮辱。 啪, 一叠文件摔在他脸上, 捡起来一看, 不是今天早上他判决的案子吗? 为什么只有复印件? 随后就看到, 灵异把一叠文件收好。 马司长, 情况和这上面差不多, 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 灵异一脸笑意, 在马战兵看来, 这就是恶魔呀。 现在, 他怎么不知道, 自己这是惹上大麻烦了。 今天早上, 轩原家的人和一个女孩被送来, 把轩原家三人安顿好, 在得知女孩知识普通人后, 就收了轩原家的好处。 早知道对方也如此难缠, 他就不贪卖点小便宜了。 马战兵悲苦, 让他去审轩原家一众高层, 还盼轩原家门不结实, 让他们今日修好。 明天,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马战兵这个人, 但要不盼, 他恐怕也活不了, 把轩原家大门拆了都没事的人。 他真的惹不起。 扑通, 马战兵跪下, 不停给灵异磕头, 脑袋与地面撞击, 砰砰直响, 可灵异就像没有看到一样, 等着他的答案。 暗中, 不知道有多少强者在关注, 都想知道轩原家如何抉择。 京都市西城区执法司内, 气氛压抑, 砰砰的磕地声响彻整个执法司。 没有人理会马战兵, 都在等他的决定。 马战兵知道, 无论如何选择, 他都无法逃离这个漩涡。 就得罪了一个穷学生,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有后台, 早上为什么一副我很好欺负的样子? 不由的, 马战兵恨上上官林儿但凡他态度强硬一点, 他也不会做得那么过。 人就是如此, 一旦死脑筋, 根本不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灵异指望不上, 马战兵值得看向送他好处的轩原家长老, 轩原魁。 轩原魁眼皮子狂跳, 这不是害我吗? 值得假装镇定, 跟其他长老一样, 鼻孔朝天, 一脸冷漠。 马战兵绝望之际, 执法司大门被推开, 一个国字脸, 一脸严肃的中年人走进来, 兵都执法司总司司长接到西城区执法司人员报告后, 马不停蹄赶来, 就看到下面的人跪地的一幕。 看到顶头上司, 马战兵眼中出现了一丝希望。 呵, 闭嘴。 贺连军气急, 呵斥, 平时挺精明的一个人, 怎么这时候犯迷糊了? 贺连军一一与众人打招呼, 走到人群中央说道, 诸位, 你们都是联邦栋梁, 双方能否看在我的面子上, 此事就此了结。 贺连军姿态放得很低, 双方他都得罪不起。 无所谓啊。 反正我家大门修修还能用, 就是不知道对方是否愿意。 轩辕家不表态, 灵异贪手, 表示爱莫能助。 没有人回答, 贺连军就看向灵异, 询问, 灵异小兄弟, 你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相对来说, 灵异是年轻人, 爱国, 冲动, 是不错的突破口。 不过, 灵异可不是普通年轻人, 就算第一次进局子, 也丝毫不慌。 贺司长, 我家的事执法司早有判决, 您老应该问问他们, 他们才是苦主灵异指着轩辕家众人, 气定神贤说着, 手搂向上官铃, 在他耳边说悄悄话。 这, 你马, 能不能别提早上判决的事情? 灵异? 不能。 看向马湛林, 贺连军越看越生气, 掐死他的心都有了。 很精明的一个人, 怎么就糊涂了? 糊涂的还真是时候。 精明的人突然糊涂, 自然有原因, 马湛林会如此, 是因为他女儿马晓菱。 提示, 轩辕家赠送马湛林超稀有的剑类灵兽。 住, 马湛林之女马晓菱突破白银级, 急需一个剑武器灵兽。 这是上官铃儿回去时, 灵异收到的提示。 为了女儿开后门, 灵异不管, 但欺负灵儿就是不行, 他们只有自己能欺负。 他就要一个结果, 官方如果做不出, 就拳头解决。 没有结果, 怎么可能? 敖青大佬都出现了, 还能得不到满意结果吗? 小兄弟, 灵异打断贺联军, 说道, 贺司长, 我家大门被人拆了, 执法司不仅不惩罚犯人, 还把我家丫头审了一早上。 执法司一向公正言明, 早上砸了别人家的门, 被审了一早上, 还被勒令修好更换。 现在角色转换, 他执法司能依葫芦画瓢吗? 当然不能, 那可是轩辕家大门。 灵异那边同样也不好惹, 来之前他去过幸福小区。 520号别墅门前, 坐着下国唯一的神。 揉着太阳穴, 贺联军都不知道该如何做了。 双方都不给他面子, 现在只能上报了, 让几位联邦长老头疼去。 贺联军是谁, 圣人高阶, 不说刚正不阿, 事情也处理得井井有条, 深得长老们喜爱。 真要上报长老会, 结果只有一个, 擂台上一决生死。 好像除了家族名头大一点, 不管年轻一辈, 还是老一辈, 都不如灵异。 真打起来, 还是他们吃亏。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走出人群, 风轻云淡说道, 贺司长, 年轻人嘛, 不懂事, 冲动了些, 是可以原谅的。 贺联军一听, 眼睛一亮, 似乎找到了处理此事的方向, 可老人接下来的一句话, 差点把他送走。 不过, 我宣元家大门, 不是谁想砸就能砸的, 还望贺司长明察秋毫, 给恶人该有的惩罚。 查? 我查你大爷。 林医差点笑喷了, 大爷, 你是还搞笑的吗? 宣元家年轻人, 不懂事, 可以原谅, 可我更年轻啊。 是不是也可以原谅, 大家都打到回府啊。 您老继续, 我就静静看着。 宣元熙和宣元勇十分得意, 这就是宣元家的霸气, 直接双标, 你能如何? 贺联军额头成穿, 途中不知道接到什么消息, 直接宣布结果。 鉴于此次, 双方都是年轻人冲动所谓, 此事就此结束, 双方各自回去, 把门给我修好, 不要丢了下国人的脸。 至于马湛林, 因为处事不公, 隔出西城区司长之位, 并向上官林儿小姐道歉, 勒令在半个月内到前线驻扎, 没有特殊事情不得返回。 诸位, 我们执法司还有事情要做, 请吧。 贺联军突然袖骚操作, 别说林一傻眼, 就连宣元家的人也傻眼了。 大张旗鼓地来, 灰溜溜回去重修大门, 这是把他们的脸, 在地上狠狠摩擦。 贺司长, 此人破坏宣元一族大门, 还请司长给予其相应的惩罚, 否则我宣元家绝不把羞。 老人盯着贺联军, 一脸不善, 话语中满是威胁。 贺联军笑了, 笑得十分灿烂。 此事难搞的原因在于, 双方对下国都很重要, 他一个圣人无法决定。 但现在, 二长老发话, 他还怕什么? 你宣元家要牛逼, 就不会到执法司, 在大门处, 就把人家处决了。 随便你们, 不服可以向长老会申请仲裁, 但谁敢在私下动手, 贺联十分硬气, 完全展现官方霸道的一面, 接着就哗哗写调解书, 一事三分。 各大家族私下争斗不休, 表面上还不是和和气气的。 你们只要不发生大规模泄斗, 官方根本不会管。 现在也一样, 只要不明面上出手, 管你们如何斗。 马战林一听有救, 立即跪下, 耳瓜子啪啪扇着。 我不是人, 还望上官小姐原谅。 调解书到手, 林一立即起身, 拉着林儿往外走。 执法寺大门, 林一三人与一人正面对上, 赫然是木屋中的轩辕学武。 轩辕学武脸色冰寒, 这些人越来越胆大包天了, 他吩咐的事情居然闹到这步田地, 家族没落, 不是没有原因的。 林一就像没有看到他一样, 拉着林儿拐个弯, 绕过继续离开。 林一, 你, 轩辕学武气急, 居然敢无视他。 此刻, 还真拿他没办法。 双方算是对立的吧? 轩辕学武出现, 所有人都目光灼灼, 都希望老祖做主。 老祖? 这些不可一世的人, 看到轩辕学武, 就像一个乖宝宝, 一个个低着头不敢直视。 此事就按赫司长调解执行, 任何人不得去找林一等人麻烦, 为者足归处置。 轩辕学武一挥手, 直接决定, 随后撕裂虚空离开。 这, 所有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脸懵圈, 大门被人拆了, 老祖出事, 结果就这样。 不过家族女帝开口, 他们乐看齐成, 不管先前是否知情, 现在都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家族的人先挑衅, 买通执法司, 然后人家, 把大门砸了。 他们开始不松口, 主要是丢不起这个人, 谁敢松口, 谁就是家族罪人。 现在, 家族女帝开口, 巴不得呢, 真想放鞭炮庆祝一下。 事情告一段落, 风波可没有结束。 在有心人的推动下, 网爆灵异过度吸收祖龙池能量, 即将跌落神坛同时还有, 轩原家大门被人拆了, 最后不了了之。 更有些神通广大的, 把前因后果, 大概跟田。 鼎视大族的瓜, 鼎视天才的瓜, 各个山基媒体, 就像闻到心儿的猫, 都想奋一杯羹, 纷纷到现场拍摄, 各种标题夸大事实。 灵异与白玉石门, 不得不说的故事。 祖龙池内的, 女帝被拿下, 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惊, 女帝居然维护他。 反正就是怎么吸睛这么来, 都是一群标题党, 网爆热火朝天。 与此同时, 轩原家会议大厅内, 家族高层纷纷入座。 做守卫的, 不是家主轩原展, 而是轩原学武。 气氛十分压抑, 都希望这位女帝不要找上自己。 这些年, 轩原家拉帮结派, 把轩原家搞得乌烟瘴气。 轩原第一次神级天赋, 真的一个人都不知道吗? 当然不是, 如果知道他会遇到灵异, 可能他根本等不到灵异的出现。 但世间没有如果, 也没有后悔要。 这些年, 诸位都很风光嘛。 尤其轩原展继任家主之位以来, 拉帮结派, 勾心斗角, 中饱私囊。 让你们去把家族天才赢回来。 你们是如何做的? 你们的小心思, 本地会不知道, 简直鼠目寸光。 没有家族, 你们什么都不是, 轩原学武怒目而是。 范氏的长老, 个个低头, 手心全是冷汗, 其他长老也只能低着头。 这些事, 九成九的长老都做过, 轩原学武不可能把所有人一马下, 都不想成为杀鸡儆候中的鸡。 若说一开始, 赢回轩原叠一的概率是百分之一, 此事过后, 概率将不到万分之一。 四大家, 其余三家都有二十岁以下史诗集天才, 他们原本有一个次神级。 现在一切都没了, 除非他父母回来。 但可能吗? 他父母失踪多年, 不知道成为那个凶兽的口粮, 真能回来, 早就回来了。 越想越来气, 真想一巴掌, 把这些人都呼死。 现在, 只能先打好关系, 慢慢图之。 家族整顿也迫在眉睫, 就从这个荒唐的族长开始。 轩原学武眼中满是杀意, 在所有人脸上扫过, 最终停留在轩原斩身上。 轩原斩慌了, 别看他平时二五八万的, 轩原家能做主的, 永远不是他。 看似风光的他, 这些大帝一句话, 就能把他罢免了。 为什么捞好处, 就是想退位前捞够棺材本。 轩原斩, 作为家主, 带头争拳, 到处吃回扣, 打压族人, 不再适合担任家主之位。 新的家主出现之前, 家主之位由我赞胆, 你们有意见吗? 轩原学武看向众人, 期待有人站出来。 结果, 他失望了, 没有一个敢反驳。 不反驳, 就是有把柄, 就是不干精这才多久, 就腐朽成这个样子, 再过几十年, 是不是就该灭族了? 你们这些年, 贪欲受贿的东西都给我吐出来, 吐不干净的, 我来帮你们。 还是没有人站出来。 现在看来, 他又得劳累几十年, 给家族培养一代人。 早知道就躲远点了。 这些天, 风波真的是一浪高过一浪, 高潮时, 又一个重磅炸弹爆开。 轩原家更换家主, 已经开始修缮大门。 这些年, 没有人敢挑衅这些家族, 灵异不仅做到了, 轩全身而退, 成了很多人心中的偶像。 不过也有人提出, 轩原家惧怕的是灵异背后的神, 像神屈服, 并不丢脸。 强者永远都有特权的, 不是吗? 随着轩原家家主的更换, 轩原学武亲自坐镇, 事件算是过去了。 幸福小区520号别墅, 和轩原家大门同时动工, 过程就不同了。 金刚铁门质量是过关的, 只需更换门轴, 至于门上的权硬, 提醒别人的同时, 也提醒自己。 事情解决, 灵异要和丫头们, 好好联络感情, 等学院开学, 先去学院秘境转转。 上了大学, 不去秘境, 总觉得缺少点什么, 就是不知道现在的秘境, 是否对它, 还有提升的效果。 每天, 灵异都过着没修没骚的生活, 敖素希受不了回龙皇空间去了。 为了这个, 灵异可没少被灵儿抱怨。 原本以为, 美好生活能持续到学院开学, 谁知第三天就被人打断了。 轩原学武花了三天时间, 把轩原家这些年的陈年旧账, 大概处理清楚, 迫不及带来520号别墅前, 寻找他们的天才, 然后他就后悔了。 现在的年轻人, 一点也不节制, 大早上的还开会, 空气中满是粉色青春的味道, 气得他差点掉头就走。 一个小时后, 轩原学武震惊地, 看着轩原叠一。 大第五级的轩原学武, 还是以治疗为主的预售师, 很吃香的存在。 可520号别墅不欢迎他, 灵异等人不想看到他。 面对一个一天就想挖你墙角的人, 相信谁也不会有好脸色。 你有事吗? 520号别墅门口, 灵异声音冷淡地对轩原学武问道。 粉泉紧了紧, 压住心中的怒气说道, 我来看看蝶一。 灵异, 我知道蝶一受了很多苦, 我们会弥补他的。 弥补? 有些东西是弥补不了的。 灵异想了想, 还是让轩原学武进入别墅, 进来吧。 蝶一应该自己选择, 过程可能很残酷, 但这是他必须面对的。 客厅内, 众女正在聊天, 看到灵异带进来一个美妇, 一个个都投来询问的目光。 灵异毫不掩饰, 直接给众女介绍, 这位是生命女帝轩原学武, 这次来呢, 是想和蝶一聊聊, 大家不要紧张。 众女不羡, 我们哪里紧张了? 倒是某人, 紧张得不行。 得知敖素西是神以后, 他们对大帝已经免疫了, 因此并没有停下来, 一边嗑瓜子, 一边谈论灵异和轩原学武, 就是多余的。 灵异已经习惯了, 他们就是这样, 吊着他, 然后又很温柔地满足他的一切。 痛苦并快乐着, 学武前辈, 他就是轩原谍一, 我的战士我的女人。 灵异指着轩原谍一, 给轩原学武介绍, 轩原学武看到轩原谍一时, 被他的脸下了一大跳, 两边脸和额头, 都有一块巴掌大的胎记。 说是胎记, 不如说是烙印, 就像被人用烙铁反复烙印一样, 完全破坏了那张被倾国倾城的脸。 他很想伸手抚摸, 可他不敢, 现在他们的关系, 还没有进到那一步。 轩原谍一, 看向轩原学武这个完美美妇, 十分平静, 根本没有遇到家人的喜悦。 轩原谍一的疏远, 深深刺痛了这位女弟, 都说血脉相连, 她现在完全就是一个外人,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轩原谍一曾经的磨难, 不是嘴巴说说那么简单。 一个小女孩, 要经历多少磨难, 才能长大成人, 活到今天。 灵异没有真正恶肚子过, 但在上班时被黑心老板剥削, 产量做不完不给吃饭。 早上吃的早餐, 到晚上才得吃东西, 当时他可是头昏眼花。 而挨饿是他的常态, 被赶出家门后, 一度沦位于狗争食的地步。 轩原家, 除了一个相同的姓氏外, 没有什么是值得轩原谍一回去的。 谍一, 我能单独和你聊聊吗? 轩原学武温柔地询问, 手更是不由自主地, 想伸向轩原谍一的脸, 被他后退躲过。 他并不想去什么世家大族, 现在就过得很好很开心。 每天和姐妹们玩闹, 照顾灵异, 平凡地度过每一天。 对不起, 我们没有什么好聊的, 您要是有什么话可以在这里说, 他们都是我的家人。 大门事件虽然过去了, 但他们每个人对轩原家的人印象都非常不好。 因此, 就算轩原学武是女帝, 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麻烦而已。 前辈, 如果没事的话, 请不要打扰我们一家人度假。 轩原谍一不想献这个人, 他就做这个恶人, 说话的同时, 倒向一旁的安琪, 正好靠在他笔着修长的玉腿上。 安琪从小交集在各种人流, 灵异的心思他一看就知道, 抱住灵异的同时, 上半身下青, 给他来一个豪华的洗面奶套餐。 灵异的手也在永攀高峰, 准备在轩原学武面前现场直播。 这个混蛋, 刚刚结束, 现在就要开始。 明知是故意赶他, 还不得不走, 就灵异这个混蛋, 说不定真的会当着他的面开始。 单身多年, 看到轻轻我我的鸡人, 他突然感觉很孤独。 他得走了, 在这里的每一分钟, 对他来说都是煎熬。 一个大帝, 居然会被环境影响, 连他自己都感觉很奇怪。 走之前, 他还是把想说的告诉轩原迭一。 迭一, 我知道过去都无法弥补, 但轩原家的大门永远给你开着, 什么时候累了, 就回来吧, 那里也是你的家。 家? 灵异在哪? 那就是家, 从父母失踪开始, 轩原家就不是他的家, 被赶出家门, 更是切断了他最后的念想。 前辈, 您误会了, 我只有一个家, 就是这里, 我和少爷和姐妹们的家。 轩原迭一满脸坚决回到, 看没有希望, 这家人也不欢迎他, 轩原学武直得离开。 哎呀, 安琪, 你要杀了你少爷不成。 轩原学武刚走, 温顺的安琪居然露獠牙。 恰吧, 等哪天哥腰间盘突出了, 你们哭都没地方哭去。 少爷, 做错事的孩子可是要受惩罚的哦。 安琪抱紧灵翼, 像一个大灰狼, 灵翼则瑟瑟发抖。 不行的, 真的不行的, 就算是王者, 也经不起这群小妖精的摧残。 灵翼想逃, 奈何双腿也被人抓住。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既然逃不了, 就好好享受吧。 过程中, 灵翼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众人。 他们与龙武交好, 薛原学武则与龙武有关系。 而且这次, 薛原家的事也是受他影响, 才彻底解决。 不见上一面, 不知道这位女帝会闹出什么幺蛾子。 一个次神级天赋, 对这种世家大族, 真的太重要了。 今天献上一面, 应该能消停一段时间了。 一战打得天昏地暗, 最终还是灵翼更胜一筹, 成为最终宁家。 一直提醒自己要保重身体, 再这样下去, 就算真的凶兽也会垮掉。 要不, 去秘境躲躲, 同时还能让姬小枝战斗一下。 祖龙池实力暴涨后, 姬小枝都没有好好战斗过了。 少爷, 你在想什么? 轩辕蝶一从背后抱住他。 一个不嫌弃他的男人, 就算花心一点, 他还是能接受的。 没什么, 我就是在想, 我们是不是该去秘境了。 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 得知灵异的想法, 六女虽不舍, 但也知道, 荒唐那么久, 差不多是极限了。 他也是付出极大代价就是了。 我这老妖, 早晚要断掉。 温柔相英雄种, 莫然能拒绝一个游物, 何况是九个, 一旦习惯, 就是堕落的开始。 未来还很长, 何必在意一时长短。 青龙学院传送塔, 迎接了一个特殊的队伍, 神医小队。 神医小队现在的名气很大, 所过之处回头率100%, 此刻, 左右手都在一片柔软之中, 高耸的风鸾被压得变形。 本来就是巨无霸的存在, 蜕变为女人后, 又加了一波霸中之霸。 一对对羡慕的目光看着灵异, 被众多美人环抱, 不要太幸福。 男同胞们都想大吼一声, 那个女孩, 让我来。 咕噜, 不知道谁开的头, 一声吞咽后, 就一发不可收拾。 心儿这个不怕是大的, 故意摇晃灵异的胳膊。 别说了, 浴血沸腾啊, 有目有灵异古怪的看向洛西儿。 这丫头什么时候学坏了? 鸡人走过后, 人群开始议论。 太美了, 要是我有这样美的老婆, 死了也值了。 闭上眼睛, 什么都有了, 俗称白日梦。 去你的, 我就感叹一下, 我们这样的, 找一个不是很丑的度过一生就好了。 一神的待遇, 我们就想想。 别想了, 没有结果的, 还不如多接几个任务, 多赚一点学分, 向心仪的女孩表白。 神气什么? 一个注定无法再突破的废物而已。 哈哈, 有人酸了, 就算不能突破, 王者也是你仰望的存在。 人生在世, 不管你做得多好, 总有人不喜欢。 狗吵你废口, 你还能吼回去不成? 人群的讨论, 无论好坏, 灵异都不会去理会。 哪怕发现了薛云勇再带节奏, 他也没有追究的意思。 跳梁小丑一个, 与他对线岂不是拉低自己的逼格。 腐朽了就是腐朽了, 就算薛云学武掌台, 短时间也别想整顿好。 七人进入传送门, 直接进入此次的秘境。 传送过后, 七人进入一个茂密的原始森林, 一声声愤怒的咆哮从四周传来。 第一步是把安琪, 冰雪烟和凤仙尘放出来, 接着是六小只。 恢复自由, 六小只先是对着灵异一阵脑表示抗议, 接着撒鸭子在周围奔跑, 十分开心。 主人太坏了, 最近一段时间都把他们关起来, 他们明明很听话的。 灵异和六小只的感情, 八女都十分羡慕。 凤仙尘不用契约灵寿, 根本不知道灵寿与御寿师之间的牵绊。 灵寿无法反抗御寿师, 但可以出功不出力。 牵绊是个好东西。 牵绊越深, 灵寿对御寿师的命令越服从。 灵异完全是一个异类, 契约的灵寿不仅牵绊很高, 根本不用具体培养什么的。 不过也有坏处, 就是这几个小家伙, 完全把他当成家人了, 就没有御寿师与灵寿的那种威严感。 他们更多的像是一家人。 玩闹过后, 小青带着众人朝目的地前进。 你问为什么? 在提示框的提示下, 灵异要什么路线没有? 五道王者气息, 凶兽们缩回巢穴中, 瑟瑟发抖。 我们只是一个新手秘境, 给学生试炼用的。 你们出动王者是什么意思? 玩不起吗? 采集一百根血明鹿的脚, 奖励五百学分。 这是学员叠一, 他们前段时间截取的任务。 没有尝试, 就放弃学员任务, 要付出双倍的学分。 蚊子在小野市肉, 付出双倍学分, 真的不值得。 这不就陪他们来刷任务? 不久之后, 一群血明鹿出现在视野中。 鹿群看到有人靠近, 四条腿像小马达一样, 飞速奔跑。 不过在灵异这里, 他们根本跑不掉, 大地领域爆发, 所有雪明鹿身上压力倍增, 纷纷被压趴在地上。 好了, 上吧。 一百根血明鹿鹿脚, 九人出手, 莫一会就收集拳了几分钟后, 身上重力消失, 雪明鹿疯狂摇晃着脑袋。 我的脚呢? 去哪里了? 在提示的带领下, 神医小队效率极高, 莫多久就从秘境出来, 继续进入另外一个秘境。 一连几天, 灵异都不记得自己经过几次秘境。 上天入地, 刀山火海。 精力丰富, 也累得够呛, 回到别墅就躺着不想动了。 肩膀和大腿被人按摩, 灵异舒服地闭上眼睛。 重点, 重点, 力度再重点, 灵异一边享受, 一边指挥。 学院任务千奇百怪, 掏鸟窝, 偷幼崽, 割脚, 割腿。 离谱的是, 有一个是要钻石级黑眼虎的虎边。 几天下来, 灵异感觉自己变成熊孩子了, 这是人干的事吗? 心儿, 你们以前就是这样子过的吗? 灵异忍不住询问。 如果, 如果学院任务就是这些, 打死他也不接, 危险不危险的不重要。 锻炼不了自身, 学分还少, 全程都在跑路。 没有哦, 我们完成一个任务要好几天, 是你太变态了, 直接找到目标位置。 洛西儿, 一边给他捏尖, 一边说道, 变态, 如果不是因为很累, 他就让他知道, 什么是变态。 他也就随口一说, 如果没有提示矿, 想要完成任务, 绝对不会那么简单。 比如采集刺魂花的任务, 一朵只有小指头大小的花。 茫茫灵海, 没有提示矿提示, 他们找一个月能找到就不错了。 谢了。 想到此处, 向提示矿表示感谢。 提示, 不用客气。 一段时间后, 香喷喷的晚餐就端上来。 作为一家之主, 灵异可是有特权的, 这不一只御手, 夹起一块煮得软烂的凶瘦肉。 确定不烫后, 送到灵异嘴中。 有美人投胃, 灵异自己就懒得动弹, 纯粹就是懒。 安琪就这样一口一口地喂着, 其他人不时也喂一口。 来者不惧, 统统给他们吃掉。 一顿饭, 因为灵异作妖, 硬生生吃了一个多小时。 吃饱喝足, 自然要放松一下, 咪咪之音传来。 臭主人, 又把我们关起来, 这回绝对不会再原谅你了。 下次, 一定要把他挠脱。 六小只再次被关小黑屋, 开始讨论如何报复灵异。 1182年3月6日, 寒假收假, 青龙学院变得热闹起来。 这一次, 灵异没有再耍脾气, 也是很老实地, 早早就到教室。 班长早, 班长早, 看到灵异都纷纷向他打招呼。 登塔国事件后, 这些同学都是扶他这个班长, 他对这些同学的看法也发生改变, 同样向他们问好。 不久后, 屈连进入教室, 看到整整齐齐的教室, 一脸笑容。 都是一群可爱的孩子, 就是一开始疲了险。 经过半年多的修炼, 相信大家对御寿师已经有深刻的理解。 你们的成长老师都看在眼中, 尤其是神异小队和飞鸿小队, 他们已经与大家拉开了极大的距离。 大家要多向他们学习, 借鉴他们修炼的优点, 奋力直追。 这一次, 屈连没有再挑他的毛病,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 自己不是一个走后门的二世祖, 是一个实在的天才。 十九岁的王者, 可惜了, 已经是落日余晖, 如果有点自知之明, 也不会如此。 开学班会过后, 七人去找校长王德发, 让他带众人去三大学院契约灵售, 不过王德发说要等几天。 假期结束, 契约灵售的学生很多, 三院暂时不接待其他学院。 灵异不知道真假, 不过学院的确挺忙的, 老师和工作人员忙得满头大汗。 不能契约灵售, 对学院秘境又无碍, 突破王者后, 九女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一下子变得无所事事起来。 我现在能做什么呢? 提示, 你可以去镜像塔, 镜像塔会复制挑战者的一切, 自己打自己, 达到突破自我的目的。 对了, 镜像塔, 一共九层, 听说是第一任青龙学院院长, 在一座秘境中所得, 拥有神鬼莫测的能力。 进入镜像塔后, 可以挑战自己, 达到突破自我的效果。 打败守官者, 就能进入下一层挑战。 每一层的守官者, 都有十位, 打败其中一个, 就能进入下一层。 跳层成功, 还能获得闯关奖励。 了解过后, 灵异才知道自己浪费了多少资源。 校长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样一个好地方? 他一定是故意的。 镜像塔就在青龙学院, 识人很快来到一座九层高塔下。 下午双学长已经在第六层卡多久了, 再不突破, 他就只能停留在六层了。 谁说不是, 听说能冲到第七层的, 未来都是一方宗师。 六层不低, 但还是差了一些。 镜像塔下, 众人看着镜像塔, 一润纷纷。 第六层的上方, 一个红色小点在闪烁, 而且越来越暗淡。 五层有两颗红点, 四层要多一些, 有三十多个。 层数越低, 红点的数量越多, 第一层密密麻麻都是红点。 小艺, 你能闯过第几层? 洛仙好奇问。 灵异很强, 潜力也非常高, 应该能爬很高吧? 不知道, 我又没有来过, 连机制都不知道。 现在就说, 层数知是自己的意象罢了。 灵异没有骗她, 实话实说。 这种事情, 她也不想问提示。 实力和潜力的考验, 知道答案, 只会让自己变得更弱小。 哦, 洛仙感觉灵异在忽悠她, 一告告诉她自己不高兴了。 随后又抱住她的胳膊, 宣示主权, 谁让她是正宫娘娘呢? 基于她这个位置的人可不少。 真闹掰了, 受伤的可是她自己。 莫多久, 下午霜出来了, 一身伤痕, 双目暗淡, 整个人眼睛仿佛都睁不开了。 好拼, 真不知道一个破塔, 有什么好闯的。 提供学生信息, 在支付一百学分后, 灵异成功进入镜像塔镜像塔第一层, 前方一道透明人影, 快速凝食, 染色, 最终与灵异一模一样。 这是镜像还是复制? 灵异感觉不是在镜像, 应该是某种复制的能量。 镜像应该像镜子一样, 而镜像塔是缓慢出现。 说明, 知识一个复制的过程。 有个声音告诉我, 杀了你我就自由了。 镜像看向灵异, 声音冰寒, 像是有什么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一样。 哥的镜像那么傻吗? 一点也配不上哥的逼哥。 闯关折死了, 试炼结束, 镜像就莫必要存在。 那是消失了, 不是什么自由了, 这都看不出来。 战, 灵异也没什么顾忌, 拔出醉玉剑, 剑尖在地上拖出一地火星。 灵异出手, 镜像也丝毫不退让, 同样取出醉玉剑, 对着灵异就劈下。 拔剑术, 当。 两剑相击, 巨大冲击波让两人纷纷后退。 第一次试探, 双方都没有沾到便宜。 灵异抖了抖手臂, 麻麻的, 虎口被震裂。 自己跟自己打, 还真是有趣, 好久没有遇到这种势均力敌的敌人了。 那就好好练练吧。 继续攻击, 拔剑术, 拔剑术, 中剑。 灵异会的, 镜像全都会, 而且比灵异好用得熟练。 奶奶的, 同样的招数, 一个镜像, 比她这个元主还用得好。 真的是奇耻大辱。 不管灵异如何出新招, 对方都能瞬间学会, 然后用来反制她。 灵异也不差, 虽然落点些许下风, 镜像也拿不下她。 战斗中, 灵异的技巧得到了很大提升, 镜像的技巧总比本人高一些。 想要破关很简单, 突然爆发, 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赢得概率很大。 床塔的目的是, 未了变强, 第一层就能变强, 为什么一定要去二层吗? 镜像每次攻击都在灵异的注视下, 取长补短, 灵异的技巧也在提升当中。 灵异提升, 镜像跟着提升, 不多薅羊毛, 对得起这么大的羊毛吗?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灵异在第一层一动不动的。 下午, 九女都回来了, 都在三四层。 第一次挑战就到三层或四层, 成绩斐然, 她们又都是青龙学院最近的风云人物, 纷纷上前打招呼。 不过, 九女的温柔只有灵异能有, 其他人对她们都不重要, 都被无视了。 这个灵异, 不会真的, 在祖龙池毁掉根基, 现在连第一层都过不了。 王者及强者, 无法通过第一层, 问题已经很明显了。 灵异最近可是风云人物, 一举一动都牵扯着无数人的心。 进入镜像塔六个小时, 还没有闯过第一层。 第一层, 战斗天赋好一点, 闯过不要太轻松。 别人闯不过是天赋不够。 你灵异是谁? 下国目前的第一天才, 神级强者的代言人。 结果就这。 六个小时, 就算一只乌龟都比你爬得快吧? 消息曝光, 越来越多的人靠近镜像塔, 都想拆穿有心人的谎言。 可结果是, 这位天才的光点在第一层不停闪烁, 没有一丝前往第二层的意思, 能锻炼自己。 为什么要去第二层? 秉承蚊子腿也是肉的理念, 只要第一层还有价值, 他绝对不会前往第二层。 龙武听到这消息, 也是一脸猛逼, 接着就是无奈。 都说天才和疯子就差一条线, 在他看来, 天才就是像疯子边缘疯狂试探的人。 所有人都在看着, 灵异是否真的跟山基媒体说的那样。 原本快要平息的废财风波新闻, 又一次推向高峰。 各媒体的老板, 专门指定人员报道灵异, 让他们夸大事实, 吸引观众的目光。 第一天, 光点在第一层。 求求你了, 是死是活你之一生啊。 王德发快哭了。 自从灵异入学, 学院各种风波不断, 他的血压升了又升, 每次都挑战他的极限。 你知道他这五天是怎么过的吗? 各种媒体采访, 老朋友发来问候, 敌人幸灾乐祸, 就连大长老都亲自过问。 王德发不知道, 没有人比长老们更害怕灵异变成废物, 爬得越高, 摔得越痛。 十九岁的王者, 多大的荣耀, 如果得知自己终身, 无法再进一步。 普通人可能就此任命, 到一个偏僻的小城市, 苟延残喘一生。 可灵异不同啊。 他身后至少站着三位神级强者。 这位爷要是发疯了, 不仅下国, 蓝星也会跟着遭殃。 联邦看似平静, 却在暗中准备着。 稍有不慎, 二十亿大厦人就会跟着遭殃, 下国根本堵不起。 镜像塔第一层, 灵异所在的折叠空间, 两方人马杀成一团。 兵对兵王对王。 五天时间, 灵异再一次蜕变, 对自身的掌控达到十分高的高度。 收放自如, 控制自身力量, 结果就是, 涂抹十世第三世, 绝鉴的快速成长。 你是我献过最无赖的对手。 镜像持剑傲力虚空, 灵异同样如此, 知识气势上比镜像弱一点。 镜像塔的初衷, 是让闯关者突破自我, 永远要强上一丝。 灵异就是利用这个漏洞, 打自己的镜像, 一点点弥补自己空虚的掌握能力。 灵异都跟没事人一样, 活蹦乱跳, 攻击犀利霸道。 不打死你, 你就得陪我练, 而且还要比我强。 你就是打不死我, 气不气。 这场战斗, 注定是没有结果的。 灵异为什么咬牙, 也要坚持。 看看提示框上的提示, 你就知道了。 提示。 镜像塔对你这种无限薅羊毛的行为十分不迟, 等你失联过后, 规则将更改。 任何人进入镜像塔时间, 不得超过六小时。 听听, 这是人话吗? 六小时, 你打发要饭的, 不让我进, 我就不出去了。 不榨盖你最后的价值, 哥就不姓灵。 无赖的做法, 就算是主人在线, 也阻止不了啊。 可恶的人类, 简直太可恶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 风暴越来越猛烈, 如果不是进入镜像塔, 也找不到灵异。 大人物们早就冲进去, 把他揪出来, 让人们看看, 他在做什么。 一个月, 整整一个月, 大哥, 就算是只乌龟, 爬也爬到二楼了。 不行你爬出来也行啊。 里面又不是金鸾殿, 有那么舒服吗? 灵异, 那是相当的舒服。 你们根本不知道, 变墙是多么的舒坦。 哈哈, 下国如此装逼, 现在遭雷劈了吧。 压力山大发来恭贺, 太阳国山本次郎发来恭贺, 泡菜国江文泉发来恭贺, 代鼠国。 总之, 因为这些山机媒体的报道, 灵异现在可谓是声名远扬。 以前有多风光, 现在就有多丑。 开始时, 还有人跟这些人对喷, 可镜像塔一点动静都没有。 最后, 他们都潜水了, 只希望灵异快点冲上高层, 狠狠打这些人的脸。 问。 镜像塔一阵波动, 一道灰头土脸的人影, 被镜像塔扔出来。 你没有听错, 就是被扔出来。 不就是待久一点吗? 也太小气了。 灵异感叹。 大哥, 我小剑, 你献过谁在里面待一个多月的? 您可是开天辟地以来的薅羊毛的第一人, 塔都给你薅吐了你, 还想怎么样? 卧槽, 居然失败了, 真的失败了。 为了趁热度, 无数主播来到青龙学院直播, 就连老熟人冰冰。 灵异的狼狈样子, 让无数人心碎, 他们的天才真的没了。 哈哈, 没有管周围的人群, 灵异哈哈大笑, 这回转翻了。 可惜, 以后一个月只能进入六小时, 真的太短了。 一神不会受刺激, 疯了吧。 狗屁一神, 他就是一个垃圾, 浪费了国家那么多资源, 打了那么久连第一层都过不了。 垃圾, 那么多资源, 给我我也行。 唉, 世界永远都是不公平的。 没办法, 就是如此。 网友也好, 在场的记者也罢, 都觉得灵异已经废了。 灵异出现, 一堆麦克风就递过来, 吓得灵异撒鸭子就跑。 废话, 不跑, 难道等曝光吗? 这些二五仔, 没有一个是真心报道的, 谁都想一泡而红, 拿他赚上第一桶金, 走上人生巅峰。 灵异跑路的举动, 更加坚定人们心中的猜想。 观众感觉自己被欺骗了, 口诛笔伐, 灵异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远远的, 灵异就张开双臂, 迎接家人的怀抱。 相距总是美好的, 但总有苍蝇出现, 让人恨不得一巴掌拍死灵异先生。 你在祖龙池过度吸收能量, 潜力暴退, 连镜像塔第一层都过不了, 导致国家资源浪费。 不知你有什么, 要对国人说的吗? 一个采访的麦克风递过来, 差点就出脸上了, 另一端是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 咔嚓, 麦克风暴碎, 女人被吓得后退十多步才停下来。 满脸通红, 女人十分愤怒, 做她们这一行的, 谁献了她们不是恭恭敬敬, 居然有人捏碎麦克风。 打人了, 废物打人了, 狂妄自大, 浪费国家资源, 难道不应该给天下人一个交代吗? 光天花日之下, 还有没有王法了? 女人一扒拉, 各媒体电台记者纷纷冲过来, 害怕错过几个亿一样。 灵异揉着太阳穴, 这是要是不解释清楚, 还就走不了了。 这些人, 咋叫那么麻烦呢? 九女现实不对, 纷纷挡在前面, 被灵异拉开了。 同时, 王者五级的气势汹涌而出, 震得众人东倒西歪, 不得寸进。 很多人都决定, 离开后一定要网抱她。 一个过气的天才, 居然如此狂傲。 目光从众人脸上扫过, 冰冷的杀意, 没有丝毫隐藏。 哦哦哦, 要死了吗? 这一刻, 有人后悔, 有人愤怒, 有人恐惧。 灵异要动手, 他们不可能从灵异手下活着。 杀了他们, 灵异也不会受到多大惩罚, 一个神级强者的分量, 太重了。 诸位, 作为一个记者, 我相信你们的前辈, 一定告诉过你们, 什么能报道, 什么不能报道。 现在的山级媒体太多了, 为了流量, 什么都敢说。 人在坐天在看。 赚这种魅心钱, 你们的心不会。 哦我忘了, 诸位除了钱什么, 都没有了, 我真傻。 灵异摇头晃脑, 语气很轻, 但话非常重, 撕开了他们的伪装, 露出了真面目。 在这里, 我特别告诉各位, 过去的就算了, 日后谁敢再报道这些捕风捉影的东西, 等待你们的是执法司和护卫队, 甚至是死亡。 话锋一转, 继续说, 我呢? 也不是不尽人情的人。 你们可以派一个代表过来, 我可以回答你们三个问题。 谁要是想炒热度赚钱, 今天就把命留在这里。 形成实质的杀气龙卷, 众人瑟瑟发抖, 仿佛被死神凝视。 没有人敢迈出一步, 性命攸关, 我就发发搞赚点钱, 才不会拿命开玩笑。 我的一神, 霸气了, 对付这些狗仔, 就该如此。 马德, 因为他们, 不知道多少人驱死, 这些人就该杀。 动不动就杀人, 太残忍了, 下国不需要这种人。 楼上圣武表, 你等着, 本人黑客已经查到你的信息, 马上你就会知道, 网报的恐怖。 惊险大佬, 萌心瑟瑟发抖。 网络暴力, 永远是最恐怖的, 它让你永远抬不起头, 有的甚至家破人亡。 就在灵异准备离开时, 一个女孩挤出人群, 走向灵异, 灵异同学。 你好, 我是联邦电台记者子兰, 刚刚你说可以回答三个问题, 我可以问你吗? 子兰一脸紧张, 麦克风都有些拿不稳, 这位爷真以他炒热度给砍了, 根本没有人会为他掉一滴眼泪, 害怕成这样还出来, 联邦电台的人就是不一样。 灵异也好奇, 她会问什么? 你问吧, 但我不保证全部回答。 请问都说你钱力跌落, 是真的吗? 子兰小心翼翼问, 她的摄影师也是一个女孩, 此刻差点都吓尿了, 姐姐爱, 你想死别拉上我了。 钱力她还没有想过, 几小只的心急都提高了, 她的应该提高了吧? 不知道, 出祖龙池时, 我刚突破王者四级, 现在已经在冲击六级了, 我也不知道降了没有。 噗, 喷了, 再看的人都喷了, 灵异如此回答, 六翻了。 王者境界, 一个月突破一级, 而且已经在冲击下一级了, 咱也不知道, 钱力降没有。 子兰也有些尴尬, 不过职业素养告诉她, 现在还不能退却, 继续问道。 灵异同学, 以你的天赋, 通过镜像塔应该不难, 为什么你一个月, 都没有突破第一层? 我会告诉, 你我一直在耗羊毛吗? 而且还当着镜像塔说, 当我傻呀。 我的确无法打败第一层的镜像, 大师巅峰与宗师的差距犹如天倩, 就算再过几年, 我也不一定能到第二层。 啊这, 大师巅峰, 宗师, 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每个字她都认识, 可内容她一样不知道。 看到灵异, 眼睛一亮, 灵异同学, 请问大师巅峰和宗师是什么?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你确定要问这个问题? 灵异看着紫兰, 再次确认。 嗯嗯, 紫兰立即点头, 像一只萌萌搭小鸡在啄米。 灵异发现, 不仅是记者, 就连九女都一脸期待。 这种问题, 不是到藏书阁找找就有了。 清了清嗓子, 灵异说道, 这涉及到一个很偏门的修炼体系, 大家都知道, 御寿师本身是不能修炼的, 实力基本上都在灵兽身上。 而且, 一个御寿师有好几个灵兽, 御寿师的心血都用在灵兽身上, 忽略了自身的能力。 灵兽反补, 我们早就拥有强大的力量, 不是我们不强, 是不会用, 或者能用多少的问题。 随着时间推移, 我们会逐步掌握自身的能力, 这一过程又被人分为, 入门, 精通, 入微, 大师, 宗师, 和反扑归真六个境界。 经过镜像塔的都知道, 镜像永远比我们强上一丢丢, 不是等级比我们高, 是使用自身力量的能力比我们强。 我呢? 现在卡在大师巅峰, 只差一步就成就宗师, 这一步犹如天陷鸿沟, 无论我如何做都跨不过去。 三个问题结束, 灵异踏步离开, 九女紧跟其后, 人流分开, 给他们让出一条路来。 今天过后, 他们应该可以消停一段时间了吧。 十九岁王者五级, 恐怖的天赋, 谁也不愿意得罪一个未来强者。 而且, 他们也算看出来了, 每次这位爷被爆出废了, 他都在蜕变。 灵异走了, 紫兰带愣当场, 他活下来了。 反应过来, 他的第一时间不是报道, 而是庆幸自己活下来了。 其他人双腿颤抖, 都庆幸自己没有荡出头鸟。 一个身后站着神级强者的绝世天骄, 杀他们如土狗。 人家砸了薛元家大门, 现在还在活蹦乱跳, 宰他们不是很轻松。 所有人都愤怒盯着带节奏的女人, 没事你渣渣呼呼什么, 差点害死他们。 你们看, 镜像塔的规则改变了。 不知道谁喳呼一声, 纷纷回头看镜像塔。 镜像塔原本的投影上, 出现了规则改变提示。 有人卡镜像塔漏洞, 大量刷战斗经验, 限特改变镜像塔挑战规则。 每个人每个月只能挑战一次。 二, 每次挑战时间不得超过六小时, 时间超过六小时按挑战失败处理。 一神牛皮, 逼得镜像塔直接修改规则, 真好奇他一个月干了什么。 原本想学一神刷刷境界的, 现在看来不行了。 切, 等你活过六个小时再说。 紫兰采访灵异的全过程, 可是有无数记者在场, 镜像塔规则改变。 这场, 没有白来。 过程有点曲折, 但效果还是很好的, 他们纷纷离开, 急着第一时间发布, 抓一波人流量。 大师巅峰, 即将突破王者六级, 这些都没有什么, 很多人都能做到。 现在出现在一个年轻人身上, 就值得人们注意了。 下国将出现第二个下眼这样的战神, 对其他国家来说, 是不允许的。 现在的问题是, 如何引开暗中保护灵异的神? 就算引开了, 谁又能保证他身边还没有其他保护者? 除掉他, 绝对不是简单的事情。 对了, 灵异喜欢美女, 何不给他送女人, 必要时刻还能。 谁会想到枕边人, 会在关键时刻给他一刀? 京都某个办公室, 一个满头划发老人, 目光如炬, 注视着灵异的一举一动, 脸上全是满意之色。 大夏后继有人了, 就是这小子, 只爱美人, 不爱江山和权力。 这是他们最头疼的地方。 几次, 他们给灵异铺路, 让他世界闻名, 没过几天, 保证又被破坏得稀巴烂。 或许, 一根强大的定海神针, 就是他未来的归宿吧。 冷风, 告诉护卫队, 严查弄虚作假的新闻视频等, 该处理的, 一定严肃处理。 老人看起来和蔼可轻, 眼中却满是凝重。 是。 叫冷风的青年战士标准敬礼后, 转身, 离开了办公室有些媒体, 是该整治了, 连捕风捉影的东西都敢报道。 还有那孩子, 也是时候去陷他一陷了, 在不见以后, 他不好陷了。 老人想着身形很快消失, 走出青龙学院, 灵儿, 心儿和仙臣, 就像放飞的蝴蝶。 跑来跑去, 很是开心。 这几天, 他们的压力可不小, 人们找不到灵异, 就想从他们身上下手。 一群喳喳, 根本拿他们没有办法, 就是精神上的压力很大。 抱歉, 又让你们担心了。 唉, 这种日子, 不知道还有多少, 跟着自己真的是, 辛苦他们了。 小义, 当我们决定跟着你的时候, 就做好一切准备了。 但以后遇到事情, 能先跟我们说一声吗? 清冷的声音传来, 其中夹着着恐惧和害怕。 放心了, 都告诉过你们, 我是开挂的, 一般人是杀不死我的。 而且, 我的目的可是星辰大海, 我要带着你们看遍这宇宙, 或许哪天累了, 就在那个傻卡卡定居也说不定。 臭美吧你, 谁要跟你去星辰大海? 上官仙抱着灵异的手更紧了, 阵阵幽香传来。 这算不算诱导犯罪? 为了弥补他们, 灵异特意采购了一大批调料。 今天晚上, 他准备来一场盛大的烧烤晚宴。 食材就用大地级别的紫金线, 先烤一个钳子好了。 鸡小只就少吃一点, 毕竟这种顶级海鲜, 吃一点就少一点。 刚进入五百二十号别墅, 灵异把所有人拦在身后, 一脸凝重, 目光直直小院中的石凳, 让小白准备空间转移, 已经做好请熬素系帮忙的准备。 两重准备过后, 灵异才开口, 前辈既然来了, 为什么不现身? 哈哈, 你小子果然厉害, 居然能察觉到老头子的存在。 一道苍镜有力的声音从石凳上传来, 随后, 石凳和石桌发生变化。 四个石凳中的一个上, 坐着一个百岁老人, 正端着一杯茶喝着, 石凳上有一个茶壶和几个茶杯。 大长老怎么会来这里? 不仅灵异, 九女都很意外, 以前只能在视频中看到的老人, 居然会来找他们。 看到是大长老, 是一众女离开, 灵异很自然坐到大长老对面。 别看她现在从容不迫, 内心早就慌得一批, 大长老, 最顶端的那个人。 有一天, 她居然会坐在老人的对面。 这个逼够她装一辈子了。 大长老, 怎么会是您老人家呀?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灵异给自己倒上一杯, 一口饮下。 巴唧巴唧嘴, 觉得不过瘾, 又倒了一杯, 又是一口闷。 就在灵异准备在续杯的时候, 茶壶被一只枯稿的手按在石桌上, 不管她如何用力都拿不起来。 小剑, 拿不到, 灵异值得放弃。 她不会品茶, 不过知道什么好喝不好喝呀。 不是老头子小气, 就你这牛饮方式, 简直浪费了这一遍的大红袍。 啥玩意。 这是大红袍, 号称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 还是变异过的, 怪不得一口下去, 全身疲倦都消散了。 要不, 弄一点备用, 家庭会议时好提提神。 大长老, 您看我从小无父无母, 根本不认识这些稀罕货。 要不您老割舍一些, 在我迷茫的时候, 清醒一下大脑。 噗, 口中的茶喷出, 便宜的大红袍母猪, 轻脑醒神, 罚金洗髓, 还可略微提升资质, 是非常稀有的宝物。 灵异就觉得好喝, 其他的, 没有什么感觉。 她资质极高, 在祖龙池时, 身体也被淬炼到极致。 普通的宝物, 对她没有多大效果。 这东西珍贵无比, 就算是我, 每年也只有一点点。 诺, 这是我所有的存货了。 夏天龙递过来一个小玉瓶, 玉瓶内, 装着差不多有一两左右的茶叶。 这, 我是要呢? 还是不要? 提示, 便宜母猪大红袍茶, 拥有轻脑醒神, 罚金洗髓, 提升资质等作用, 可以略微提升上官铃, 上官仙, 和冰雪咽的资质。 你还犹豫什么? 你看, 提示, 都希望我拿下。 那就去治不公了。 多谢夏老。 灵异一把接过, 收回空间戒指中, 害怕他反悔一样。 还别说, 夏天龙有些后悔了, 大红袍是他用来招待贵宾的, 被灵异顺走大半。 新的茶叶到来前, 偶尔想喝一口, 就要精打细算了。 夏老, 您啊, 就在此休息一下。 我先把晚饭准备一下先。 进入敖青的空间, 取出一只大地一级紫金蟹的钳子, 召唤白铃和黑煞, 就是口。 默一会儿, 香气四溢, 周围的小草都在疯狂摆动, 想分一口。 每位不是谁都能分享的, 扛起来就走。 灵异消失, 夏老显得有些尴尬, 我不要面子的吗? 居然就这样跑了。 还好几个女孩都在, 还和她搭话, 否则不得尬死。 你叫灵儿是吧? 嗯嗯, 老爷爷, 我叫灵儿, 我可以喝一点点吗? 上官灵儿看着石桌上的茶壶, 一脸渴望。 他可是看到, 灵异从夏天龙手中要了茶叶, 能被灵异看上的, 一定是好东西, 绝对要试一试。 好, 夏天龙端起茶壶, 给上官灵儿倒了一杯。 上官灵儿也不客气, 端起茶杯就轻轻抿一口, 巴唧巴唧嘴, 眼睛都眯成月牙。 太好喝了, 全是暖洋洋的, 十分舒服, 就像突破的时候一样。 这, 夏天龙有点后悔了, 看来最后一壶也要保不住了。 好在灵异及时出现, 转移了上官灵儿的注意力。 夏老, 我们屋里说, 请, 不是灵异不早点请夏天龙进屋, 谁知道里面有什么, 只能让大家先收拾一下, 他去准备美味。 好, 夏天龙端起茶杯就进屋, 上官灵儿则看了看茶壶, 又看了看夏天龙, 把茶壶和茶杯收走。 看到这一切的灵异, 比了比大拇指, 你瞄。 直接把人家吃饭的家伙收了, 我是非常的喜欢别墅客厅内有两张餐桌, 一张是他们用的, 一张给灵兽们。 灵异也不磨鸡, 把战料分下去, 然后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两块四四方方的蟹肉, 切下一小块放入夏天龙的盘子中。 夏老, 您尝尝。 切成小块的蟹肉, 蘸上蘸料, 一口下去, 真的很美味, 让人忍不住连舌头都吞下去。 原本想矜持一下的, 看到九个漂亮女孩都在抢时, 满嘴流油。 没办法, 夏天龙汁能快速消灭盘中的蟹肉。 灵异自然不会让夏天龙跟这群女徒肥抢, 给他留有足够的蟹肉。 吃完, 灵异又上一大块, 都是被切好的, 只要伸手就能拿到手。 一顿丰盛的晚餐就这样解决完了。 餐后运动, 因为夏天龙上门, 得往后推延了。 夏老, 您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吃饱喝足, 灵异靠在沙发上, 懒洋洋地问道。 夏天龙捋着胡须,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就是来见现夏国的第一天才。 天才, 应该算吧? 他能有今天, 提示矿鞠躬至尾, 不过这是秘密, 是不能告诉别人的。 夏老说笑了, 在你老面前, 我哪里敢成天才? 再说了, 你见过一堆负面消息的天才吗? 说到天才, 灵异就想到一堆堆的坏消息, 自己明明什么都莫敢。 如果自己不够强, 恐怕要被二十亿人的口水淹死。 你呀, 什么都好, 就缺一份霸气。 夏天龙看着灵异, 很满意, 但还是有一丝瑕疵。 灵异什么都好, 缺少一份狂傲的霸气, 这也不能怪他。 霸气? 狂傲? 那是什么? 稳稳做个老六, 他不香吗? 这个世界那么危险, 不苟一点,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或许吧, 灵异看向天花板, 陷入沉思, 自己为什么老想遛别人? 这一切, 不过都是因为自己不够强。 如果自己能无视一切, 还用顾忌那么多吗? 可随着等级提高, 对这个世界了解的深入, 越觉得世界很危险。 现在, 他只想守护自己在乎的一切, 这也是他成王的路。 他的未来, 就算不能统领一方, 绝对也是核弹级别的人物。 有他在, 一族进入下国疆域前, 范氏前先考虑能不能承受他的怒火。 这样想来, 他的位置还挺重要的。 灵异, 你很聪明, 应该知道, 你师父和龙武的想法吧。 师父和龙老, 他自然知道, 想把他培养成一个时代的领军人物吗? 可我不是这块料啊。 夏老, 恐怕要让他们失望了, 没有想过要什么权利, 我就想给他们一个家, 每天看着他们, 就如此简单。 尼玛, 耗费那么多资源, 不是让你来开后宫的。 不过想到灵异洞出生, 就释然了。 这或许就是他小时候的梦想吧。 人生在世, 有太多的身不由己, 时间会把他推到适合他的岗位。 能力越大, 责任就越大, 有些事情, 不是你不想做, 就能不做的, 你呀。 你知道我过去的梦想是什么吗? 夏天龙的梦想, 灵异赶紧点头, 他的瓜, 谁不想吃, 又不是谁都能吃的, 九女都看过来, 一脸好奇。 我跟你们差不多大的时候, 我的梦想就是变强, 仗见天涯, 一人一剑杀进一族。 可是啊, 当我眼睁睁看着, 一个个先活生命在世去, 自己却无能为力。 最终, 我还是坐到了这里, 很多时候, 我们根本无法选择。 背下天龙盯着, 灵异全身都不自在, 这位身居高位的老人, 压迫力太强, 比面对敖青还恐怖。 夏老, 我灵异不懂什么大道理, 但也知道, 有大家才有小家, 如果联邦真的需要我, 我会走到适合我的岗位。 灵异拍着西平冒个炮保证道, 保家为国, 这点血性他灵异不缺, 他纯属讨厌麻烦。 好, 好, 夏天龙抓着灵异的双手, 一脸激动。 小艺, 我这样叫你可以吧? 当然没有问题, 您老想怎么教都可以, 嘿嘿, 摸着脑袋, 有点不好意思。 越看灵异, 夏天龙越满意, 是根好苗子, 还爱国, 缺乏的是打磨。 想什么? 未来的路还很长, 他有一天会自己明白的, 现在逼太急, 只会适得其反。 小艺, 我这次来, 一是来看看你, 二是, 邀请你参加万族战场。 万族战场? 提示, 万族战场, 有名上古战场, 是上界某个纪元, 万族的主战场, 过去无数年, 还遗留无数宝物。 每隔十年, 万族战场开启一次, 到时, 天旋界三十岁以下之人均可进入, 建议前往。 三十岁, 王者肯定有, 皇者也不是不可能, 不过还在能对付的范围。 下老, 我可以去, 不过, 我要带着他们。 灵异一致九女, 他说过, 自己不会再丢下他们。 一个万族战场而已, 他还就不信了。 再说了, 还有三个月, 足够他们等级再提升一波。 听到要带自己, 众女眼睛就是一亮。 夏天龙扫了九女, 对他们的实力, 就有初步的了解。 除了一个黄金, 其他的都在钻石以上。 这样一个队伍, 比起以往的队伍, 也不遑多让。 他们如此优秀, 自然可以前往。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你们这段时间, 一定要努力提升修位。 好嘞。 冰雪烟修位是低了些, 如果让他吸收血精, 三个月他至少都能拨金。 到时候, 只要不拖后腿就行。 再说了, 还有敖青的空间, 他怕谁。 夏天龙离开后, 灵异把安琪和冰雪烟叫过来。 安琪? 雪烟? 你想不想知道, 我们的修炼速度, 两女一愣, 不明白灵异为什么如此问。 难道他们变强, 有什么秘密? 小叶, 你就别逗他们了, 直接给他们吧。 对啊。 我们可都知道, 你血精那么多, 分一点给他们用用。 贝洛仙和甘宝打岔, 灵异想好的话都忘记了。 取出两百块血精, 一人一百块。 这个叫血精, 是一种十分纯净的能量结晶, 使用血精修炼, 一日千里。 不过, 不能让任何人得知, 更不能暴露出去。 结果血精, 两女都十分激动, 有了这个, 她们就不用担心, 灵异把她们甩太远了。 幽香传来, 脸上传来一片温润, 一触吉里。 偷袭, 不算, 得重来。 灵异把脸伸过去, 然后她就悲剧了, 两个女流氓, 抱着, 她就不松开了。 因为要参加万族战场, 灵异没有去学校, 也没有去秘境, 每天不是, 腻在家中, 就是到熬清的空间修炼。 对自身力量掌控, 已经到大师巅峰, 短时间不可能突破宗师。 等级不需要她修炼, 玉兽师之需吃灵兽软饭就好。 只剩下训练六小只的配合, 或者修炼新武技, 图模实施的第四试。 图模实施。 第一是无招。 第二是中剑。 第三是绝剑。 第四是霸剑。 所谓霸剑, 并没有任何招式, 讲究的是一种气势, 一条路。 霸剑, 霸道之剑。 奶奶的, 才说不走霸道之路, 尼玛这才多久。 灵异的脸很不好看, 这么快就打脸了。 图模实施, 虽知是地级功法, 但其知是某种功法的开始。 创造图模实施的人陨落, 现在知是一个残本。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远。 图模实施前九世都是基础, 他完全可以吃透九个基础剑技, 构建属于自己的剑技。 梦想总要有的不是吗? 想不通, 灵异不会闭门造车, 这不来找师傅解惑了吗? 找到南宫无敌, 把自己的想法并把目前遇到的问题告诉他, 希望他给自己解惑。 听完灵异的讲述, 南宫无敌哈哈大笑。 师傅, 您老要是想到了, 就告诉我吧。 笑话自己徒弟, 有意思吗? 灵异盯着师傅,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笑话自己徒弟, 这师傅也是莫谁了。 嗨嗨, 小义啊, 不是师傅要笑话你, 实在是你走进雾区了。 南宫无敌一脸笑意, 接着问, 小义, 我问你, 霸剑是剑剑, 还是剑刀? 当然是剑刀了。 灵异不假思索回答, 正因为是剑刀, 所以才难。 你刚刚说修炼, 这门剑剑之势利用和借剑它的基础, 霸剑是那个人的刀? 你为什么要跟着它走? 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刀加进去? 这, 灵异陷入沉思, 自己喜欢快剑, 与霸道根本不沾边。 听师傅讲述, 把自己的刀融进去。 或许, 可行, 现在也就有这种办法了, 快剑融入, 未来的涂抹十世会变成什么样呢? 原本以为能走完九世, 莫想到第四世, 就要自己摸索。 要不, 找敖青药两步重新修炼, 神迹剑剑应该有的吧, 提示, 属于自己的, 才是最将的, 错过了你, 将与最强剑剑擦肩而过。 擦嘞, 还不能放弃。 话说当初你, 是不是就计划好了, 自创剑剑? 王者, 有比自己惨的吗? 灵异不由的吐槽, 一点也不人心话。 我是那种冲最强剑剑的名头, 就放弃一切的男人吗? 当然是, 灵异已经开始修炼, 厚重的醉玉剑在空中挥舞, 快如雷电, 只能看到叨叨残疑。 一天下来, 腰酸背痛。 果然, 修炼不是御寿师该干的, 吃灵兽软饭不香吗? 还糟蹋自己, 每天活得那么累。 六小只突然全身打个哆嗦, 感觉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而且, 和无良主人脱不了干系。 现在, 他们可不是一只了, 也不是被剥削就忍气吞声是时候。 熬清个人空间中, 灵异一剑又一剑劈砍, 每一剑都十分缓慢, 又快到极致, 两种十分矛盾的表现。 姬小枝也一脸好奇, 已经那么久了, 主人为什么还不醒来? 姬小枝都在抱怨。 这种状态, 灵异已经保持好几天了, 就像着魔了一样。 众鱼也不担心, 灵异领悟拔剑术时, 就跟现在差不多。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偶尔来看看灵异恢复正常没有。 六小枝就不一样了, 他们一脸紧张。 灵异可是他们的主人, 他们的唯一, 主人不在, 做什么都没有动力。 阿蝶, 主人最喜欢你, 要你去叫一下主人。 黄鹰般的声音传来, 小白小眼睛滑溜溜地, 看着小白狐。 我才不去。 小白头歪到一边, 臭主人才不喜欢他, 他喜欢的是自己毛茸茸的大尾巴。 每次, 臭主人都盯着他尾巴, 哼哼。 问。 某一时刻, 天地变色, 剑影满天, 最欲见紫剑全部散开, 漂浮在灵异周围, 仿佛在朝拜一位君王。 敖青睁开眼睛, 看向灵异所在的方向, 这么快就领悟见到, 不愧是黄的玉兽师, 或许你真能带大家走出这里。 说完, 闭上眼睛, 继续打坐修炼。 灵异突破, 声势浩大, 还在修炼的众女都被惊动了, 纷纷回到灵异修炼的地方。 九九八十一把子剑, 围着灵异开始无规则旋转运动。 速度越来越快, 一眼望去, 根本看不到灵异的影子, 只能看到一个不断旋转的椭圆形的蛋。 一开始, 他们还能捕捉到剑的影子, 后来根本不敢再直视。 凤仙尘不幸邪, 睁着大眼睛想继续看, 顿时头昏眼花, 四仰八叉躺在地上, 仿佛一条死鱼。 有这种待遇的可不止他, 姬小智现在双眼冒惊心, 摇摇摆摆, 随时可能会倒下。 灵儿, 把你的剑拿出来一下。 安琪剑多识广, 灵异这种情况, 他想到了一种可能。 灵儿很听话, 从空间戒指中取出长剑。 只是, 还默等他反应, 长剑一阵嗡鸣, 加入旋转的大军队伍。 旋火剑, 太过分了。 他花了很多钱买的, 居然被收走了不过, 也知道现在不能靠近, 也没有人再拿出武器, 害怕再被吸了去。 灵异突破, 没有一个有修炼的心情, 都远远地守着他。 看着所爱的人, 也是一种幸福。 默一会儿, 他们发现, 包围灵异的剑居然在变慢。 剑还在旋转, 知识他们已经无法捕捉, 看到的知识剑在某一刻的停留。 完全停在空中的时候, 一道风锐的气息笼罩这个空间, 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危机时刻, 一个光照把他们保护起来。 前辈, 灵异怎么样了? 看到来人, 众女赶紧询问。 这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了。 剑异, 敖青的话, 在他们脑海中乍响, 炸得他们头晕目眩。 灵异, 居然领悟了剑异, 气势上就十分强大。 原来进步的, 不知是他们。 得抓紧时间修炼, 现在, 他们只想看到灵异醒来。 万法同归, 你们仔细感受, 对你们未来的成长, 有莫大好处。 敖青的声音传来, 同时漏过部分剑异的气息。 众女纷纷闭目, 感受着骨强恐怖的气息。 就算知识一缕, 其中也蕴含恐怖的能量, 一切都无法阻挡她的步伐。 快到极致, 永不回头。 啾啾。 嘶嘶。 六小只最先发现灵异醒来, 纷纷冲到她身边, 各种亲密。 好了, 让你们担心了, 我这不是很好吗? 啾啾。 阿黎挥动毛茸茸的小爪子, 疯狂地在比划, 告诉她发生的一切。 分别摸了摸六个小家伙, 看向不远处的敖青, 恭敬说道。 前辈, 此次又劳烦您了。 跟着你小子, 不知道好是坏。 几个月时间, 本王出手的次数比几万年还多。 嘴上抱怨, 灵异看到的却是笑容。 灵异黑黑一笑, 我也不想打扰您老进修, 这也是莫办法, 我们太弱了。 好了, 上了你的贼船, 现在下去已经来不及。 如果你真记得我们, 就多帮帮苏西丫头。 我知道的, 不过她好像对灵儿很好。 灵异问出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明明一家人, 她为什么独喜欢灵儿? 有时候灵儿说话, 比她还管用。 敖青突然陷入思考, 很快就恢复, 回到, 你还是自己去问她吧。 作为她的师兄, 我不好说太多。 什么什么? 敖青是敖素西的师兄, 我咋不知道? 提示, 敖青是上一代龙王的徒弟, 龙王妃生后, 敖青任新一代龙王, 小小年纪父亲就离开, 师兄又忙于修炼和管理族中事务, 敖素西是孤独的。 直到她遇到一只和她一样的小青龙, 从此两人相依为命, 但灾难过后, 她只找到了一具腐朽的骨骸。 提示, 敖素西在上官灵儿身上看到妹妹的影子, 故而对她不一样。 原来如此, 还以为她对灵儿很好呢? 原来是把她当替代品。 提示, 请收起你, 龙龊思想, 敖素西对上官灵儿的感情是真实的, 真正把她当妹妹看。 好吧,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敖素西一定要找到当年的真相, 会不会也跟这个有关? 提示, 也不全是, 敖素西对上任龙王离开耿耿于怀, 她想找到他, 问清楚为什么那么急着离开。 报仇, 找父亲要一个交代。 听着听着, 脑袋就大了, 为什么麻烦总是要找上我? 不对哦, 我只要不飞升不就没事了吗? 再说了, 天玄界一万年才有一个成神的机会, 灵异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越想越有道理。 可她忘记了, 人生在世, 很多事情, 不是你不想做就不发生的。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 都有自己的使命和任务。 何况, 她还是一个穿越者, 被无名强者丢到这个世界。 想躺平摆烂, 他们同意了吗? 时代在进步, 命运和现实像一根鞭子, 督促我们做出选择, 掀起自己的责任。 520号别墅外, 停着一辆黑色越野车, 玻璃全部贴上黑色车膜, 从外面, 根本看不到车内的情况。 这种样子的车, 幸福小区有很多, 都是公子哥们开出去找快乐的。 越野车就停在520号别墅不远处的路边。 保安们没有感到一丝奇怪, 可以说习以未尝。 这些二代, 只要找到适合的对象, 随时随地原地螺旋升天。 驾驶位上, 一个体型彪悍的中年人拿起望远镜, 看向520号别墅, 嘴角露出一个满意的笑容。 他是兽神会成员, 独蛇小队队长银环蛇。 独蛇小队来无影去无踪, 让人防不胜防, 联邦联合绞杀多次, 每一次都能让他们逃脱。 谁也不会想到, 让人闻风丧胆的独蛇小队, 会在这时候袭击灵异, 还是在幸福小区这种高档小区动手。 银环蛇点上一根烟, 吸了几口, 越野车内顿时烟雾缭绕。 汽车后排, 躺着一男一女两具衣冠不整年轻尸体。 他们在快乐中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过了一会儿, 银环蛇拿起对讲机。 汽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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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法已经布置好, 炸弹都安装完毕, 未现异常, 随时能起爆。 别墅院子的一棵桂花树上, 一条小纸大大葵蛇口吐人员。 眼镜蛇汽车汽车, 周围保安都没有离开岗位, 未现异常。 百米外的一栋别墅楼顶, 一个黑衣人站窗户边上, 拉开一丝的窗帘, 正好可以看到520号别墅。 手中握着一把特制手弩, 弩箭已经安装完毕, 随时能给敌人致命一击。 他的身后, 一对夫妇和两个孩子倒在血泊之中。 五部蛇汽车汽车, 已经就位, 未现异常。 灵异如何也想不到, 会有人在别墅外埋伏。 告别敖青, 刚回到520号别墅, 灵异就发现不对, 两边的窗帘怎么拉开了? 丢。 微弱的破空声传来, 灵异感受到死亡的威胁, 全身汗毛树立, 本能地往侧面扑, 一根弩箭擦着身体舍在墙上千斤弩, 使用的还是能量箭矢, 杀手为什么会有军方当初 为对付高阶凶兽研制的高杀伤武器? 丢。 默等他思考, 另一侧的人也出手了。 一击必杀, 是你们唯一的机会, 现在轮到我了。 灵异原地消失, 一同消失的, 还有两根箭矢。 五不蛇汇报, 目标消失, 还顺走了能量箭矢。 魁蛇汇报, 没有感应到空间波动。 听到下面的人汇报, 银环蛇也慌了。 来之前, 他们对灵异的能力研究过, 最变态的能力, 是类似于空间穿梭逃跑能力。 早已封锁空间, 还是十分稀有的空明蛇出手。 除非他的能力。 银环蛇不敢想, 世界上怎么可能有破开空明蛇空间。 何况, 灵异顺走两根能量箭矢, 追根溯源, 他们一个别想跑掉。 杀了他。 只有他死, 他们才有活的机会。 从加入兽神会开始, 他们就知道, 会有这一天, 莫想到来得那么快。 小白的资质是神话十三星, 岂是一只空明蛇就能影响的, 当他是摆设吗? 提示, 兽神会毒蛇小队。 毒蛇小队, 六个人, 位置在提示矿的指示下, 一目了然。 银环蛇在车内, 葵蛇在桂花树上, 眼镜蛇和五步蛇城夹角, 都在前后不远的别墅中。 双头蛇在一个婴儿车的下面, 几个少妇正在打麻将, 最后一个空明蛇则在另一个空间。 每一个, 都是皇者修尉。 胆子真大, 居然在这里出手。 不过这些人也会挑时候, 换成别人, 现在已经死了。 高档小区, 不可能检测不到外人进入。 小区有内鬼。 婴儿车的主人, 灵异眼中闪过杀意, 真的是明目张胆啊。 所谓的来无影去无踪, 就是这些人掩护的吧。 提示, 周围空间已经被空明蛇封锁, 除大地强者不可查, 建议让敖素希出手。 让素希姐姐出手, 怎么可能, 好不容易遇到对手, 不是是手, 岂不是很浪费。 小白。 小白明白灵异的意思, 快速穿梭, 来到五步蛇身后。 五步蛇突然转身, 对着身后就是一剑, 但太慢了。 两剑同时斩出, 一剑弹开弩剑, 一剑划向五步蛇的脖子。 扑齿, 人头落地, 随手将尸体丢到空间袋中, 开始朝下一个目标进发。 六人对讲机一直开着, 最遇见弹开弩剑的声音, 清晰传入五人耳中。 想到灵异消失了, 银环蛇脸上满是恐惧, 想到任务失败的结果。 银环蛇还是决定, 杀灵异。 空明蛇加大空间压制, 找到他的位置, 双头蛇, 该你出手了。 哗哗大哭。 少傅听到孩子哭, 也就没有打麻将的兴致, 抱起孩子哄起来, 饱饱不哭, 饱饱不哭哦。 被蛇咬, 怎么可能哄哄就好了? 孩子不仅没有听, 哭得更凶了你这孩子, 这么不听话呢。 少傅拍着孩子, 口中还责怪。 过了一会儿, 少傅一脸歉意告别三人, 翠儿, 小心, 彤彤, 这孩子哭的, 我带他去医院看看, 明儿再继续。 说着推着婴儿车, 就往外走。 刚走出别墅, 一条长着两个头的小蛇, 从婴儿车中滑下, 引入绿化带中。 灵异看不明白, 号称能预言的双头蛇 为什么要在婴儿车内? 这样做的目的, 又是什么? 挟持也不可能。 隐藏在暗中的灵异, 也是迷糊了。 这些人到底, 在想什么? 双头蛇, 号称能预言未来, 不知道能不能预言到今天自己会死。 点子扎手, 执行第二个方案。 银环蛇发话, 但周围没有一丝变化。 不用啊, 他已经死了, 现在就剩下我们四个了, 直接第三方案。 双头蛇的声音, 打碎了所有人的希望。 空鸣蛇的死亡, 无法将520号别墅, 割裂出空间, 就不能实施下一个计划。 四人常年未受神会办事, 个个都是凶残之辈。 有了决定, 每个人掏出一个人守蛇身的雕像, 将蛇尾插进胸口。 提示, 毒蛇小队发现计划失败, 集体献计, 次神级凶兽美渡沙女王分身即将降临, 请做好作战准备。 叫你让敖素希出手, 现在玩嗨了吧。 灵异顿入虚空, 寻找空鸣蛇的踪迹, 使用相同的方法, 将其击杀。 又六到一个。 他在老六这条路上, 真的是越走越远。 就不能在恰当的位置, 出现适合的敌人, 来一场男人之间的对决。 不是强的离谱, 就像现在这样, 周围都是人家, 真打起来, 不知道死多少人。 灵异还在感叹, 美渡沙出现的提示框就来了, 吓得他赶紧躲到一个角落。 次神级的美渡沙女王, 哪冒出来的? 灵异真的不淡定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 京都, 夏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 次神级降临, 夏国, 他不敢想下去, 现在只能希望敖青能给点力了。 臭小子, 你, 敖青一出现, 就想给灵异来几下。 还没有消停几分钟, 现在还来。 不过, 当他感受到周围压抑的气氛, 在献祭的人, 强如他, 都不淡定了。 你还真是一个惹祸精, 走到哪麻烦到哪? 希望他们召唤的东西不是很强。 敖青说着, 一脸凝重。 前辈, 他们召唤的是次神级的美渡沙女王, 你能搞定吗? 最好不要破坏这脸。 没问题。 吓我一跳, 还以为他们召唤了不得了的东西, 次神级美渡沙, 他也就放心了。 提示, 这玩意很厉害吗? 就连敖青都害怕。 提示, 献祭之法极为邪恶, 是以献祭者的灵魂和血肉献祭, 一旦献祭, 永世不可超生, 生生世世受其奴役, 被献祭者只要喜欢, 就算最简单的献祭, 也可能召唤出顶级强者。 好牛皮, 不过哥也不赖, 是开挂的。 前辈, 一会儿就拜托你了。 就在这时, 一便发生, 毒蛇小队四人冲出掩体, 他们的服饰也在快速变化。 全是, 护卫队。 原来如此, 都说他们屡次逃脱, 自己抓自己, 还抓毛线。 乌拉乌拉。 接着, 一阵很有节奏感的警笛声传来, 十多辆警用车急驰而来, 灵异还从这些人中, 看到几道熟悉的身影。 提示, 美毒沙女王降临, 需要大量强者献血, 请阻止强者进入此范围。 尼玛的, 死了还要拉那么多人垫背, 真的是丧心病狂。 前辈, 这里的人交给你了。 来不及多想, 灵异立即拨通龙武的通讯, 接通后解明恶药, 把情况说一遍, 然后冲向警用车。 停车。 灵异挡在路中间, 驾驶员猛踩刹车, 轮胎在地面划出一道漆黑的纹路。 你想死是不是? 一个女兵从车上跳下来, 对着灵异, 就是一阵吼。 拦警用车, 你是不是想死啊? 这里面危险, 用不着你们进去, 上头的命令很快就到。 提示, 上头的命令永远不会到的, 成员能是寿神会成员, 局长就不能是吗? 提示, 发现美毒沙女王在体, 请小心行事。 短短两个提示, 给灵异的信息量太大了。 局长是寿神会卧底, 推着婴儿车出去的少妇, 是美毒沙在体。 信息量有点大, 那么婴儿车里的小孩子, 又扮演着什么角色? 提示, 你确定哪是婴儿不是炸弹? 我去。 还有这操作, 看着车里面一大一小, 灵异忍不住往后退一点。 原来, 他们什么都想到了, 阻挡护卫队进入小区。 但, 他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苏西姐, 交给你了。 灵异画壁, 敖素希出现, 仙气飘飘, 有若天女下凡。 御手一抓, 女人和小孩都飞到他手中, 不能动弹分喉。 放开他们。 女兵一声令下, 后面的护卫队, 纷纷掏出武器, 对着灵异和敖素希。 灵异把双手举过头顶, 表示自己没有带武器, 也没有恶意。 各位大哥, 不必紧张, 我这人很好说话的, 这是在救你们。 看看这个, 你们再决定进不进去。 手一抛, 一个流影石飞到空中, 播放少妇出门, 和毒蛇小队四人换装后, 献祭的一幕。 随身流影, 真的是一个好东西。 不管发生了什么, 一目了然, 谁都不能冤枉你。 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 他们在献祭, 用他们的一切献祭, 召唤一个恐怖的怪物降临。 而母体, 就是你们拉回来的女人。 灵异自问自答, 很快把事情解释清楚, 这时候, 四人发生改变, 他们的血液疯狂流向雕像四个雕像, 变得血色, 眼睛里居然有了一丝神采, 仿佛活过来一样。 接着, 一道虚影从雕像上出来, 四道虚影在空中汇聚成一个更加凝实的影子。 然后影子认定一个方向, 冲出幸福小区, 目标赫然是少妇。 在明亮的灯光下, 所有人都看到虚影, 眼睁睁看着他进入少妇的身体。 一股恐怖的压力从少妇身上爆发, 睁开眼睛。 然后, 他才发现脖子被一双玉手抓住, 无论他如何挣扎, 都无法挣脱。 次神级的力量, 一分也用不出来。 好。 美渡沙怒了, 何时受如此侮辱, 被一个小姑娘抓住。 次神级的暴怒像一场风暴, 把京都强者惊醒, 一个个升空冲向声音来的方向。 龙武接到灵异通讯后, 一直关注着这边的动静, 也是最先到来的一批。 小医, 他这是。 龙武指着敖苏西手中的一大衣小。 吼。 吼。 两声售吼从一大衣小嘴中发出。 这一刻, 所有的都不淡定了, 小孩子的眼睛突然变成白色, 更有血泪不停流下, 才刚刚长如此的孩子突然一嘴疗牙。 我的妈呀。 龙老, 这个女人是受神会献剂的载体, 次神级美渡沙分身就降临在她身上, 她现在拥有次神级的实力, 这个小鬼。 提示。 是魂鬼鹰, 大地五级, 专时生人魂魄, 喜欢隐藏的婴儿体中, 神级强者都难以发现。 这个小鬼, 这是试魂鬼鹰, 专时生人魂魄, 善于隐藏在小孩子身上, 就算大地不近距离接触, 都无法发现。 龙武信任灵异, 对他的决定是力挺的, 面对一个鲜活的生命, 一时之间, 他也不好决定。 人类, 我们做一笔交易如何? 龙武在考虑, 如何在不伤少妇和孩子, 同时杀死他们体内的东西, 脑海就传来美渡沙的声音。 龙武打量着美渡沙, 大声问道, 你想如何交易? 生如红中, 震耳欲龙, 没有一丝地下交易的意思。 敖素希仿佛被吓到了, 手上的力道加大了几分。 嗨嗨, 美渡沙双手不停扒拉着敖素希的手, 眼睛已经翻白, 即将窒息。 最后一刻, 敖素希玉手稍微松开一些, 给美渡沙呼吸的空间。 美渡沙勉强能呼吸, 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脸色也恢复不少。 他虽是次神级, 但这具人类身体太弱了, 没有得到一丝血石的加强。 不能呼吸, 有一天居然成了他的死穴。 该死的, 下国人类中, 怎么会有如此强的存在? 次神级还是。 踏入神级的存在, 天玄界天道还没有减弱, 隐藏起来的老怪物, 没有一个赶出来的, 别说神级, 次神级都没有。 这个女孩又是哪里来的? 难道是禁忌神? 这种没有得到天道认可的伟神, 天道的压制更恐怖, 蓝星进入修炼时代才多久, 一千年就有这等强者。 异族禁地, 果然不简单。 他仿佛已经看到, 一个帝国星星正在冉冉升起。 火魔神, 你如何也想不到, 准备的血石会强大到这种地步, 真期待到时候, 你是如何的一副嘴脸。 分身怕是保不住了, 不过当他看到暗中的人类时, 不由得又升起一线希望。 人类强者, 放了本神这道分身, 本神千年内不再踏入下国, 并欠你们一个人情, 如何? 美杜莎的声音传遍整条街道, 所有人听到了。 本神, 神的人情, 多大的荣耀。 人们内心活络起来, 有些人压下心中的欲望, 有的则准备为他求情。 一个神的友谊, 谁不想要, 看看灵异, 一个最底层的锅。 背后站着一个神, 现在是多么的风光。 如果他们背后也有一个神, 家族岂不是能千秋万代传承下去? 但, 得有命活着才行啊。 提示, 一个神的人情, 谁都想要, 无数人正准备给美杜莎求情, 请做好准备。 灵异一脸戏血看向人群, 不慌不忙地说道, 主位, 开口前请考虑清楚, 这位, 是寿神会教徒献祭召唤来的。 寿神会, 恐怖分子的代名词, 谁沾染, 谁就会被贴上反人类的标签。 给寿神会的神求情, 众目睽睽之下, 他们如何开口? 此刻, 美杜莎的生死, 全在龙武的一念之间。 这个臭小子, 龙武瞪灵异一眼, 你直接杀了不就行了? 让我来背这个锅, 你小子就不会心痛吗? 可以放了你, 你得保证寿神会离开下锅。 不可能, 杀了我吧。 美杜莎闭上眼睛, 不再反抗。 这倒显得我们是坏人了, 不过灵异可不会放火归山。 咔嚓, 少妇和小孩的脖子, 直接被捏碎, 瞬间毙命。 人类, 天玄界某个空间内, 一个人手舌身的怪物, 发出愤怒咆哮, 接着头顶无数道光线出现, 将怪物牢牢锁住。 你们拦不了我多久, 大事来临, 天地规则减弱, 你们都要死。 灵异根本不知道自己, 又被惦记上了, 将两具尸体, 像垃圾一样丢在地上。 龙老, 这些东西就给你吧。 灵异把今天捡的东西, 都扔给龙武, 转身离开。 剩下的事情, 让官方头疼去, 他一个公民, 已经把该做的做了。 一次普通的刺杀, 发生在京都, 还是在幸福小区, 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多少强者的家属居住在这里, 这等高档小区都不安全了, 还有谁愿意在外抛头颅洒热血? 不如回家跟自己的家人, 度过最后的时光。 回到家, 灵异跟着系统提示, 把别墅周围的炸弹全部拆除。 他们的小窝, 算是躲过了一截。 连军人都参与其中, 兽神会真的是神通广大。 这些人都是, 有家属的人, 都加入了兽神会。 力量的诱惑, 真的太大了。 成为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最重要的是, 他们能自己修炼了, 能变将了。 我就说当初龙武他们, 为什么那么紧张? 原来是怕我受不了打击, 误入歧途吗? 熬清空间内, 九女都还在修炼, 她只能一个人吃饭, 然后一个人睡。 别墅是不敢回去了, 谁知道还有没有人给她一见, 到时候, 不良也差不多了。 在一个神的空间休息, 安全又舒适。 随后, 灵异就进入梦乡。 美杜莎的出现, 给连帮敲响了警钟, 神级这种恐怖的东西。 这次, 他们的目标是灵异, 有神级强者出手。 下一次呢? 万一不是在京都陷阱呢? 后面又会发生什么? 在联邦高层忙的焦头烂额时, 始作俑者躺在地上, 脸上满是笑容, 六小只在周围打闹, 有时候, 战场还蔓延到他身上。 丁雪嫣实力最弱, 是第一个醒来的, 发现灵异躺在地上, 就跪坐在边上。 雪嫣, 你休息一下吧? 让少爷单独休息一下。 嗯? 少爷, 在想什么? 没什么? 我只是在想, 这个世界好奇怪, 明明都是人类, 明明有相同的敌人, 但还是斗来斗去, 还有人给凶兽卖命。 玉兽是契约的叫灵兽, 没有契约的是凶兽。 你说这个世界真的有罪恶, 还是只有利益? 冰雪嫣大眼睛一眨一眨的, 一脸迷茫,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 最终, 只能靠在灵异身边, 沉沉入睡。 长老, 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 这是涉及到人员。 在国家机器的运转下, 毒蛇小队这条链很快浮出水面, 人员涉及各行各业。 寿神会, 真的是神通广大, 在京都这种都有如此庞大的关系网, 能组织凶兽工程也就不足为奇了。 联邦在行动, 寿神会也在行动, 美渡沙女王的分身被杀。 这份耻辱, 只有鲜血才能洗刷。 提示, 美渡沙女王分身死亡, 寿神会正在筹备一个巨大阴谋, 让下国知道, 他们不是好惹的。 提示, 寿神会将地级秘境, 骷髅王的墓穴牵引到京都市, 坐标, XXXXX, 牵引时间35, 46, 27, 请做好准备。 骷髅王墓穴, 还是地级的, 这不是, 为我量身定做的吗? 我等着你们来, 在此之前, 还是先通知龙老和夏老医生。 从空间中退出来, 打完通讯, 又回到敖清空间。 你们自己头疼去, 一个秘境而已了, 他们能自己解决的。 灵异前脚进入空间, 龙武和夏天龙到了, 两人一碰面大眼瞪小眼, 对视一眼, 双方都哈哈大笑。 老龙, 莫想到你也来了, 你不也来了吗? 这个臭小子, 就不能等我们来吗? 老龙, 你觉得这个秘境, 我们该如何做? 夏天龙看龙武, 咨询他的意见。 大地级别的秘境, 成功占领夏国直接起飞。 但过程, 太惊险了京都范围内, 出现一个控制之外的地级秘境, 好处多多, 同样也危险重重。 一旦失败, 夏国面临崩盘, 不知道多少人流离失所。 夏国, 绝不会拿自己的人民开玩笑, 更不会拿人民的生命去赌。 他们找灵异, 让兽神会计划胎死腹中。 敖素西出手, 还有什么不能解决的? 不过, 灵异没有让他们失望, 一大早就从敖清空间出来, 也看到了在院子中等待的两个老人。 龙老, 夏老, 你们都在啊? 不是已经把过程都告诉你们了吗? 为什么还来? 小艺, 我们来说想问问你, 能不能提前打断? 我们不能让他出现在夏国, 何况还是京都。 夏天龙开口, 这位为了夏国奋斗大半生的老人, 为了京都安全, 亲自来找灵异想办法。 夏老, 打断是能打断, 但我不敢保证, 他们不会转移秘境位置。 相对来说, 让他们把秘境释放出来, 然后我们再抢过来, 才是最好的选择。 灵异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两个老人对视一眼, 各自做了决定。 让秘境到来, 真的实在是没有办法。 借助此次刺杀风波, 无数军队都已铲除受神会未由进入。 谁能想到, 灵异有一个神秘的提示矿, 古往今来, 没有他不知道的。 前提是, 提示矿高兴, 愿意给他提示, 要不然, 他哪里知道会发生什么。 如此也好, 我们会做好准备, 如果出现意外, 让几位前辈出手帮忙一下。 夏天龙看向灵异, 请求道。 灵异没想到他们会如此问, 发自内心地回道。 夏老, 龙老, 不用你们, 说我也会的。 我可不想自己的家再被拆一次。 好, 两个老人告别离开, 去准备一些手段, 防备秘境开启后, 从秘境中出来的东西。 野生秘境被占领前, 里面的东西是能跑出来的。 骷髅王的墓穴, 怎么听都很牛皮的样子, 多做点准备, 还是很有必要的。 新海酒楼后厨, 一个传菜小哥走到厨师长背后, 汇报现在的情况。 大人, 毒蛇小队失败, 大量夏国军队进城, 会不会已经发现我们的计划了? 叫厨师长大人, 谈话内容中提到, 夏国官方让大量军队进城。 你呀, 太谨慎了, 我干了那么多年, 不会有人注意后厨。 明天中午, 在人流量多的时候, 释放秘境, 到时候看他们是抓我们, 还是救人。 厨师长说着, 脸上出现了变态的笑容。 隐藏了那么久, 终于轮到他们, 为盛会出力了。 高! 大人的计划, 就是天衣无缝, 明天一定要让他们看看, 得罪盛会的代价。 听到夸赞, 厨师长面貌争鸣, 仿佛已经看到秘境出世, 石山血海的场面了。 大夏越来越乱, 世界各地都爆发了不同事件, 有的小国甚至在内战, 所谓的大事就要来了吗? 赶上这个时代, 不知道是幸运, 还是不幸灵异心中感叹。 这才多久, 自己已经像一个小老头了。 大军进城, 各方都闻到不同寻常的气息, 都在暗中准备着。 京都, 多少年没有大军进城了? 昨晚上, 别墅区有人被伏击, 还出现了神级的敌人。 再不小心一些, 下一个可能就是自己了。 不说强者, 就连灵异都感觉到一丝不同, 整个京都都变得十分压抑, 仿佛有什么即将发生一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军队都进城了, 这多少年没有发生了? 听说昨晚上幸福小区, 有人被伏击, 好几家人被牵连, 最后还是神级强者出面, 问题才得到解决。 我隔壁阿姨舅家隔壁朋友朋友的儿子, 在护卫队, 听说是寿神会干的, 死了很多人哪。 幸福小区都被伏击, 我们这四五环的郊区, 岂不是很危险? 请把岂不是去掉, 是真的危险。 不过也没办法, 寿神会这群宰子, 每次出来兴风作浪, 都要死很多人, 这群叛徒就该死。 噓, 小声点, 你不怕晚上被那群疯子找上门。 官方不发话, 各种八卦谣言参差不齐, 有的地方还出现抢粮情况。 家是很脆弱的, 但却是每一个人的依靠, 人都有一种想法, 只要我待在家里, 危险就不会降临到我头上。 一味囤积物资, 不出门就没事了。 人在家中坐, 或从天上来, 他们怎么不想想这句话? 寿神会真搞事情, 除了迎难而上, 逃避是解决不了的。 520号别墅, 灵异拉开窗帘的一条缝, 就看到无数记者堵在他门外。 为了一手资料, 这些人也是拼了。 你们想堵, 那就堵吧。 只要不进来, 不破坏别墅环境。 你们想等多久, 就等多久。 少爷, 下国人都那么可怕吗? 冰雪烟看到外面的场景, 也不敢出门。 太可怕了, 那一双双冒绿光的眼睛, 就像当初那些人, 上门逼迫父母看自己的眼神一样。 真的太恶心太讨厌了, 还是少爷好, 爱雪烟还分给雪烟修炼资源。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过去, 大家都在等待那一刻的到来。 艳阳高照, 晴空万里, 春天温暖的阳光洒落在大地上, 小草伸展着腰枝迎接新一年的开始。 街道上人来人往, 临近中午, 所有人都进入平时的用餐地点, 准备吃午饭。 大到星级酒店, 小到街边小摊, 都看到干饭人的身影。 一切都那么和谐, 自然。 暗中早已暗起云涌, 军队化整卫灵, 已经遍布西城区四环和五环的各个区域。 每个人都全副武装, 却不知道为什么来这里。 军人以服从命令卫天职, 谁都不会去打探, 都与自己的队员保持联络。 凤梅酒店后厨, 厨师长掏出一个硬磕着骑士骷髅的令牌, 割破自己的大动脉, 鲜血滴答滴答滴落在骑士骷髅上巴掌大的令牌, 像一个饥渴的孩子, 疯狂地瞬息着。 厨师长的脸色越来越苍白, 传菜员发现血液不够, 同样割破自己的动脉。 随着血液的流逝, 两人眼皮子越来越重, 渐渐地昏死过去。 但骑士骷髅令牌并不满足, 贴近两人的伤口, 瞬息之力更加恐怖。 默一会儿, 后厨内汁剩下两具盖尸。 好美味, 就是少了一点, 外面好多好多的美味, 不吃掉, 实在是太可惜了。 骑士骷髅令牌居然发出声音, 同时上面散发出一根丝线, 没入虚空之中, 仿佛再给什么做指引。 虚空某处, 一个昏蒙蒙的空间突然震动了一下, 就像打开了某个开关, 朝一个方向前进。 突然, 尖锐的警报声传来, 通讯器上, 街边上的投影, 大楼上投影, 同时出现三级警报的字样。 警报声结束, 一道充满雌性的熟悉声音, 从喇叭中传出, 市民们, 一个秘境即将出现在西城区四环到五环的范围, 大家请不要担心, 联邦早已做好准备, 我们的战事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请所有市民们有序进入最近的避难点, 我们的战事会保护你们的安全。 警报响起, 人群快速行动起来, 默一会儿, 热闹的街道上空空如也。 战事们这时, 哪里还不知道自己的责任, 纷纷换上作战服, 指挥人群疏散。 原本大家还在紧张, 战事们的换装给他们极将的安全感。 军队进城,原来是因为这个。 那么多军队, 仅仅是为了保护他们, 暗中又有多少。 广播的声音好熟悉, 有点像战神的声音。 安静的人群中, 传出一个年轻的声音。 边上一个中年, 拍着青年的肩膀, 说道小哥, 轻把有点像去掉, 就是战神的声音。 战神他老人家来了, 我们一定会化险卫移的。 危险的灯啊。 西城区可是有一位神, 一个三级警报的秘境, 还能翻了天不成。 这操弹的世界, 天花板,抱怨道。 他被困在这里, 老婆孩子不知道怎么样了。 老哥说哪里话, 我们已经很幸运了, 生活在大夏。 我听说, 有的国家根本不会管人民的死活。 是啊。 此生无悔入华夏, 来世还做中华人。 这辈子没有那个命, 下辈子老子也一定要像这些娃儿一样, 站到最前面, 为人民遮风挡雨。 哈哈。 有没有下辈子不知道, 我就想多赚点钱, 让家里的小子多学点本事, 让他替我去了。 大楼内, 世民们三三两两坐在一起, 低声交谈着。 战士们看着大楼里的普通人, 脸上都是满足与自豪, 这就是他们背景离乡守护的东西。 人群之中, 几个人对视一眼, 纷纷站起来, 走到一个战士面前。 你好, 我们鸡人都是佣兵, 自认还有点力量。 不知道我们能做点什么。 战士看向鸡人, 行了一个标准军礼, 鸡人也歪歪斜斜地回礼。 都是御寿师, 实力参差不齐, 但也是一份力量, 的效果。 你们保护好自己, 如果我们不在了, 有可能的话, 保护一下他们。 好, 傭兵们没有说什么。 如果真有东西从秘境出来, 这些战士, 是保护人民的第一道防线。 战场上的事情, 谁又能说得准呢? 有人带头, 人群中稀稀疏疏, 又出来许多人, 他们都是御寿师。 就这样, 军人是第一道防线, 民间的御寿师, 组成第二道防线, 将普通人和老弱病残, 保护在中央。 这种自我的精神, 也只有这片土地能做到了。 某一时刻, 空间开始波动, 战士们手持武器, 灵兽在周围, 静静等待着。 突然, 凤梅酒楼骑士骷髅令牌, 爆发一道浓烈的黑雾, 一道裂缝, 开始出现在后厨。 裂缝越来越大, 大量黑雾喷出, 很快整个四环和五环, 都在黑雾的笼罩范围内。 开始了, 浓雾出现的那一刻, 黑雾范围之外, 各个街道, 瞬间被官方阻断。 六小只站在不同的位置, 随时攻击。 素希姐, 灵一看向超凡出尘的敖素希说道, 一会儿就要麻烦你了。 龙武和夏天龙的计划, 是把秘境怪物拦在秘境之内。 秘境初开, 都会冲出一波秘境早准备怪物。 这时候, 就需要一个强者, 把他们堵住, 最好是杀了。 战神下眼, 大地九级巅峰, 按道理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现在有一位神, 何必要牺牲那么多战士, 直接一巴掌, 呼死不就好了。 轰隆隆。 乍响声传来, 凤梅九楼上, 出现一个宽达百米的漆黑通道。 踏踏踏, 非常有节奏感的声音传来, 就像有无数人穿着高跟鞋, 在水泥地板上踩正步一样。 过了一会儿, 终于看到通道内的敌人, 一排排整齐, 手持长歌的骷髅士兵。 提示。 骷髅士兵出现, 骷髅士兵等级, 从白银到伯金不等, 请做好准备。 白银级和伯金的骷髅兵都不多, 支战总体的议程不道, 其他的都是黄金。 骷髅兵就如此恐怖, 后面的怪物得有多强。 提示。 骷髅王墓穴秘境, 囊扣了骷髅王的整个骷髅帝国, 手下强点不过分吧。